徐小贤是在傍晚从百花镇回来的 他在百花镇忙活了一天 主要是去探望了那些新来的移民们 并去了那三处作坊里 慰问了一下那些工人 他带给了他们对过年的祝福 也带给了他们明年的那一块大大的饼 百花镇的村民们沸腾了 而今他们的少爷可是堂堂的举人老爷 这是了不得的大身份 可这位年纪轻轻的举人老爷 却和以往完全一样 他依旧那么谦逊 依旧那么贫逆近人 他还是那个小少爷 他们更愿意称呼他为少爷 觉得这样比较举人老爷更亲近一些 徐小贤没有进入渠山 他让王富贵派了两个人去渠山里 通知那些护卫队一声 放假了 从腊月二十九 就是明天一直放到正月初五 中了一辈子地的泥腿杆子们 哪里享受过放假这个词 这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是少爷说 放假这几天 大伙的工资照算 这岂不是让少爷白白亏了吗 可不能这样去占少爷的便宜 少爷不是说 明年将生产那种桑马纸吗 那趁着这天没下雪 咱们去多砍一些树弄回来 徐小贤不知道百花村的村民们 自发地在劳动 干劲比以往更足 他和智蕊回到了家里 屁股还没有做热 便见智蕊飞奔来 少爷少爷 刚才月二姐姐过来了 过来就过来了呗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可接下来智蕊又说了一句 月二姐姐说起大人要来咱们府上 卧槽 齐文俊还真跑来了 徐小贤只好迎了过去 便看见那后门有人正好进来 第一个过来的是穿着一身白袍 袍子的下摆 绣着一朵淡蓝色兰花的妓院 自从上次他抱错了季仙之后 季院就和他有了一个秘密的约定 不再看衣上的颜色 而是通过那一朵兰花来分辨 这其实不太好 因为再没有抱错过 可徐小贤不敢说 紧接着过来的是 穿着一身红袍的季仙 季仙的身后跟着的是季仙令 季仙令的身后 骇然正是齐文俊 这老头还是来了 这大过年的你跑梁义县这破地方来干啥 徐小贤脸上堆起了微笑 打个哈哈 给季仙令和齐文俊拱手做了个一 齐大人 你可想死我了 齐文俊一正 这不是我常用的台词吗 他心里顿时一暖 徐小贤这小子 果然是重情重义之人 他没有忘记我给他搓背 更没有忘记 在梁州府衙里 我给他撑腰 齐文俊于是笑了起来 正要说话 却没料到 徐小贤又开口说了一句 齐大人 您来得不巧 咱良意限制的兰归方休业了 说是明年二月才开 您看这就三天就要过年了 就不耽误您的事 你现在赶回去 走快一些 还能赶上过元宵市吧 这话啥意思 想当我走 没门 我齐文俊今儿个这个年 还非得赖在你徐小贤这府上了 老奸俱华的齐文俊 可没有半点生气 他那张微胖的脸上 也堆起了笑容 婆知啊 叔父我也不瞒你 当叔父我的左脚 踏出北梁府的时候 这右脚就没想过 在元宵之前踏回去 当叔父我的这左脚 踏入你这徐府的时候 这右脚 徐小贤一惊 连忙摆手 大眼 这右脚 我帮您抬出去 记中坛等人就看呆了 这徐小贤和齐文俊 好像很熟悉啊 他们不就是在 梁州府衙见过一次吗 怎么彼此说话 都如此不客气的 齐文俊大笑 哈哈哈哈 你小子试着抬抬 叔父我这右腿可粗了 抱抱是真的可以的 至于抬嘛 你可要想清楚了 徐小贤似乎这时候 才想起齐文俊的身份来 他也笑了起来 叔父 能够抱住您这大腿 可是我徐小贤之幸 来来来 伯父 月儿 咱们去里面坐坐 他伸手一饮 转头就对志伟说了一句 蕊啊 杀两只鸡 将昨儿买回来的羊肉给炖了 咱们晚上正好吃火锅 一行人走入了主院 齐文俊没有直接入厢房 而是站在了那河塘边 事先落在了咸云水泻这四个字上 果然是云楼先生的手笔 他再次笃定 徐小贤就是徐云楼的儿子 他又打量了一下这院子 典型的江南风格 和冀中谭家的那院子布局 截然不同 徐云楼并非江南人士 对于徐云楼的来历 齐文俊不知道 就连北斗后罗幻西 也绝口不提 但这位云楼先生 是一名儒匠 这是得到大家所公认的 也就是说 当初启示的时候 他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土匪 而是一个 有着极高文化素养的土匪 不然 他哪里训练得出 那么强大的刀旗 不然 他如何设计得出 如此精美的宅院 徐小贤不知道 齐文俊看着这院子 就想了许多 他比较好奇的是 齐文俊自称为他的叔父 他可没有在外面 陪弃文俊吹风 而是坐在了冀中谭的身边 问道 伯父和这位其大人认识 昔日长安书院同窗 徐小贤明白了 看来这二人关系不错 只是人家 都爬到了北梁府府台的位置上了 你 冀中谭瞪了徐小贤一眼 脸上有些挂不住 徐小贤乐呵一笑 伯父 您放心 您这是后机勃发 未来定会官运横通 这话音刚落 齐文俊走了进来 师兄 活之这话有理 他坐在了桌机旁 双手处着膝盖又道 这一次 梁州府被弄空了 向力部举荐梁州次立这件事 我问询了北都侯府的意见 送的是你的名字上去 冀中谭一正 齐文俊又道 谁叫咱们曾经是 同在一个宿舍的兄弟呢 但这事儿我 原本不打算给你说 因为你知道京都水深 哪怕是这北京之地的一个次里 也是庙堂上各方式里 绝利的由头 举荐信在9月下旬 就已经送去了力部 按照正常流程 力部任命的文书 最迟应该在11月送达梁州 齐文俊双手一摊 可等到了12月末 却依旧没有 他看向了冀中谭 所以这事儿肯定有了变数 你千万不要换都换师 毕竟任命文书没有下来 便也说明还有几分机会 冀中谭确实有些失落 在梁义县 一待就是八年 八年啊 当年皇上消灭离朝 才用八年的时间 人生能有几个八年 眼见着昔日同窗 一个个都青云直上 唯有自己 而今依旧是个七品县令 他善然一笑摇了摇头 莫说这些 繁枝 煮酒 齐文俊一听遍 看向了徐小贤 你说的闷倒驴 我可没有忘记 这个夜里 徐府的羊肉火锅味道香极了 但比这羊肉火锅味道更香的是 桌上的一滩酒 他正是徐小贤第一次酿造的 那闷倒驴 齐文俊吃过山珍海味 喝过醉花雕 也喝过北味的碎寒甘露 却绝对没有喝过 这猛烈刺激的闷倒驴 好酒 齐文俊此刻 哪里还有半点 府台大人的模样 他接过酒杯 深深地嗅了一口 便浑然不在意地 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师弟 这酒厉害 你可要悠着点 师兄 师弟我的酒量你 理应清楚 季中弹阳了羊门 没再劝阻 五杯过后 齐文俊大醉 徐小贤吩咐四喜和丸子 将齐文俊安排去了东香房 其余人这才继续开心地 吃起了热气腾腾的火锅 徐山深处 这里面有一处极为隐蔽 人际罕至的山谷 挨挨白雪之下 这地方被彻底的 与世隔绝开来 那一条唯一能够进出 山谷的山间小路 早已看不见 但若是有人 能够飞越这徐山的上空 却能够在这漆黑的夜里 看见那山谷中隐约的灯火 没有人能飞越 高耸入云的渠山 没有人知道这里面 有一处存在了 许多年的偌大的村落 一间二层小木楼上 大管家储着拐杖 来到了这房间的角落里 他用这拐杖 拨弄了一下 那一盆就要熄灭的炭火 转过身又走了过来 拐杖储着木楼上 发出了多多的声音 这声音在这安静的房间里 格外响亮 他坐在了桌前 将拐杖靠在了凳子上 抬头看了看其余三方 作者的三个中年人 这才说到 村子无以为继 可现在的那些土匪 又实在无用 上阳县望城山里的红莲教 今年都抢了他们三次了 也坐实可怜 前些日子 我让关山又去了一趟 还没提借粮这时 人家红莲教的教主 红莲圣母 直接就给关山跪下了 红莲教粮仓里的粮食 维持他们过这个冬 都很是困难 红莲教上下 也有牵来张嘴巴 咱总不能让他们 全部饿死吧 所以关山是空着手回来的 而黑风寨的那批土匪 主力被少爷杀了得干干净净 他们也没粮啊 不然哪里有胆子 去打官粮的主意 青龙寺一家伙 搬去了残月山里 太远了 去打劫那些和尚 不太划算 大管家顿了顿 所以这些日子 一直在想 咱们的未来在哪里 不 他摆了摆手 我一大把年纪了 早就活够了 就算明儿一早死了 也无所谓 是你们的未来在哪里 刀锋 刀锋 可是家主的心血啊 无论如何 得让三千刀锋战士 活下去 我想过就地解散了刀锋 凭着大家的身手 要某口饭吃是极为容易的 但你们不同意 现在到了刀锋 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了 咱们村子里的人 在外面抢了一些女人回来 这人口渐渐多了 但自己自足的那点地的产出 却依旧只有那么一点 养不活整个村子的人了 前些日子 望月陪我出去了一趟 倒没走多远 就是去了这取山的前山看了看 那地方原来叫百花村 而今叫百花镇 那是少爷的地方 说到少爷 大管载的精神头 便旺盛了一些 他的那双老眼 甚至亮了起来 少爷在百花镇 弄了三个产业 产出的商品 卖得极好 少爷还训练了一支 千人的护卫队 是龙虎山的那五兄弟 在训练 说明少爷是没有 暗于现状的 他也许想要做些什么 做些家主身前 没去做的事情 对你们说这些 不是让你们去造反 而是要告诉你们 少爷之志 恐怕不下于家主 但少爷究竟要怎么做 你我不得而知 唯有等着 看着 可咱们等不下去了 再等就全饿死 在这山谷里了 所以得寻一条出路 所有人得活着去等 去看 坐在这桌子 其余三方的 正是刀锋的三大将军 观山 望远 孝峰 他们已经三十出头的人了 但这种年龄 正是他们经历 最为旺盛的时候 三人进阶看向了大管家 观山拱手说道 当年家主 将刀锋新号交给您 我们的一切 便听凭大管家您的安排 我是这么考虑的 简秋香当年和家主有一番 他的马帮 我不知道 他需不需要扣大马帮 但他肯定不会 眼见着刀锋消亡 所以 明儿哥我得出去一趟 和简秋香见一面 若是他马帮需要人 刀锋 依旧是刀锋 但锋芒却要收敛起来 咱们可以成为 简秋香手里的一把刀 去帮他把马帮做得更大 如此 咱们才能够生存下来 也才能够以新的面目 行走天下 但你们要记住一点 听简秋香的安排的 像听家主的安排一样 这一点 你们务必要做到 你们觉得 如何 三人一政 面面相去 他们当年倒是隐约听说过 家主和简秋香之间的故事 可家主却极为认真地否定了 再说 他们是真正的战士 可不是土匪能够比拟的 哪怕是窝在这荒山峡谷之中 他们依旧没有耽误操练 他们的刀甚至比以往更加锋利 可现在大管家 却要让他们收起刀去当保镖 那 村子怎么办 这里毕竟是我们的根基 孝风问了一句 村子我死之前就守着 对了 简秋香可是少爷未来的岳母 在简秋香的手里混口饭吃 不丢人 甚至还能时常看到少爷 大管家 就没有别的路了吗 要不 再和罗幻熙说说 大管家摇了摇头 咱们儿竟是唐无望的心头之患 再和罗幻熙接触 只怕会给他带去祸端 孝风忽然问道 传说当年家主在青龙台 留下了一大笔的宝藏 大管家摆了摆手 打断了他的话 他苦笑了一声 我们容忍青龙寺 在青龙台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青龙寺的和尚 将青龙台都差点翻了个底朝天 何来的宝藏 再说 若是真有大笔的宝藏 家主会瞒着我吗 那终究是个传言 不要去信 观山沉阴片刻 我同意大管家的意见 若是简秋香的马帮需要人 咱们去 望月问道 可刀锋有三千人 他哪里要得了这么多 大管家点了点头 你们先去歇息吧 明儿 明儿观山 随我去见见简秋香再说 三人拱手退下 大管家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望了望漆黑的房顶 当年刀锋青一色的 十六七岁少年 十六年过去 他们现在成了青一色的 三十二三岁的中年 男人总是有需要的 这些年头 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他们去北魏那边 抢回来了许多的女人 这村子倒是阴阳调和了 可这些大老爷们们 经历太过旺盛 孩子生了一茬又一茬 眼见着村子里的人口 就快接近一万了 真特么的养不活了 哎 难啊 师兄 这是什么讲究 站在百花镇的那两千余亩田间 齐文俊看见的是 茫茫一大片 被大雪覆盖的篱笆棚子 这田过冬 还需要保暖的吗 瑞雪照封年 田地就是 需要在大雪的覆盖下 将残留的虫卵给冻死 这样来年 才能够有个好收成 可这些棚子 却挡住了积雪 下面看不见 但肯定是没有什么雪去覆盖的 齐文俊 并不是一个 五谷不分的糊涂辅台 他在这些年的官图中 对农事也有一定的了解 但他却敢发誓 无论在大臣的那个地方 都没有见识过这样的事情 纪中坛捋着两撇八字胡须笑道 这是一片实验田 繁殖倒固的 他说 一田可以两种 齐文俊一正 两种 怎么个种法 稻谷成熟前 将稻田里的水悉数放干 稻谷收割之后 将干了的田生耕一变 然后种上黄豆 婆知说种黄豆 有改善土壤之效果 还可以种别的东西 比如油菜 齐文俊就吃惊了 师兄 这法子 有些道理啊 这下面种的就是黄豆 对 婆知说 这法子在南方更好 咱们这北方冬季太冷 又太长了一些 会影响到黄豆的生长成熟 明年插秧的时候 恐怕会往后推迟十天半个月 那会不会影响到 明年稻谷的收成 季中坛两手一摊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没敢全线推广 且看看明年这两千余亩试验田的结果如何 齐文俊点了点头 师兄依旧稳健 明年结果出来了 还请师兄修书一封给我 若是这法子可行 咱们这北京之地 也不至于粮食如此窘迫 陪同齐文俊 同来参观百花镇的 还有黄县城正线位 以及捕块头子刘能 徐小贤没有来 因为他昨儿个也喝多了 一行人穿过田梗 站在了那道石拱桥上 齐文俊抬眼望去 看见是苍松脆白眼印中的那些青砖碧瓦的院落 还有那些院落顶上摇曳的道道吹烟 有进名狗叫之声 此起彼伏 甚至偶尔还有一两声爆竹响起 接着便会传来孩童们的惊呼声 嬉笑声 还要打闹声 有某户人家的女人 在吼着自家的孩子 也有某户人家的孩子 在呼喊着别的孩子 各种声音交织在这样的清晨 它便是一副极为生动的乡村美图 这个地方充满了活力 这个地方的老百姓 似乎没有那么多的压抑 师兄 咱们进镇子里去瞧瞧 一行人穿行在崭新的百花镇里 齐文俊近距离地 看见了那些漂亮的四合院 难以置信 这是徐小贤以一己之力 给村民们修建的 他虽然没有出力 可他却出了所有的砖瓦 这得值多少银子 他们来到了一户人家的院子里 看见一个女人正在杀鸡 齐文俊极有兴趣地走了过去 大婶 这是准备过年呀 那女子抬起了头 来瞅了齐文俊一眼 这人倒是穿得人母狗样的 可本姑娘还没出嫁呢 大爷 你眼瞎呀 齐文俊一正 这里的民风有些彪悍啊 不是 什么不是 我有那么老吗 本姑娘今年才十八 大婶 不是看你年岁这么大了 你们城里人 有什么了不起的 咱们百花镇的姑娘 可还不愿意嫁给你们城里人呢 齐文俊被对得善善一笑 那姑娘贵姓 本姑娘李金花 你们 这冷的天 你们跑来百花镇干啥 哦 对了 你们肯定是商人 我可告诉你们 少爷这些作坊里的商品 可不卖给你们这些二道贩子 另外呢 你们也别想去打那些作坊的主意 接着开始作坊放假了 却有护卫队守着 我劝你们莫要靠近 不然 不然万一误伤到了 咱们少爷的岳父 可是梁一县的县令大人 你们告状也无门 齐文俊身后的记忠 弹脸都黑了 徐小贤这小子 莫非还扯老子的虎皮 来做了大旗 齐文俊不以为一哈哈一笑 多谢姑娘提醒 既然作坊放假了 可镇子里的人怎么这么少 李金花一把抓着这攻击的机关 往后一鸣 男人们都自发地去帮少爷伐木了 镇子里就剩下女人孩子和老人 当然人会少许多 他忽然抬头瞅了齐文俊一眼 狐疑地问道 你打听这些干啥 哦 不干啥 我从外乡来 听闻百花镇很是出名 过来看看 李金花这才放下心来 手起刀落利索地 在鸡脖子上哗啦一刀 那鸡在拼命地挣扎 脖子上鲜血长流 咱百花镇当然出名了 这梁义县 还有好多好多人想来这里 可少爷说了 永儿经这么些人已经够了 他们想来可来不成 齐文俊看着那只奄奄一息的鸡 有些腿软 这鸡留着明年三十吃 不 待会就炖了 爹晚上回来 用小火煒着 晚上吃正好 这百花村的人 吃鸡都这么随意的了吗 在齐文俊的认知中 整个北梁府的农村 村民们能够一年四季吃上饱饭 这就是了不得的村子了 这样的村子 村民们有点鱼粮来养鸡猪 但他们养鸡猪的目的 却是为了拿去换点铜钱 若要说自己吃 除非是得了 鸡温死掉的 否则他们是舍不得的 你家生活真不错呀 李金花咧嘴一笑 你这是少见多怪 他又对了齐文俊一句 接着说道 咱们来得晚了一些 最先移民过来的 牛角沟桃源村那些人 人家家家户户 不但有鸡翅 还有鸭翅 少爷说了 明年开始 百花镇要养猪 少爷还说了 明年开始 咱百花镇的所有人 家家户户都得吃上猪肉 知道你们城里人不喜欢 说是山味很重 矫情 咱们农村人不嫌妾 何况少爷说 他叫我们养猪的法子 保证那猪肉没有山味 少爷还说了 要多吃肉 才有力气干活 才不会面黄鸡兽 才有 有什么免疫力 就是不容易生病的意思 你让让 李金花将死悄悄的公鸡 丢入了一口木盆里 抬头望着齐文俊一笑 我跟你说啊 少爷还说了 这以后城里的大姑娘们 可会想着法子 千方百计地 嫁到咱们这百花镇来 你信还是不信 这 齐文俊摇了摇头 无论如何 这农村的条件 是无法和城里相比的 他当然不信 不信呀 那过两年 你再来这里瞧瞧 祭府后院 齐文俊向刚到的张桓公 行了一礼 恩师 弟子听了您的吩咐 接着去了一趟百花镇 看过之后 有何感想 回恩师 感想极多 若不是亲眼所见 弟子实在难以相信 徐小贤真的只用了半年时间 就将百花村 变成了耳金的模样 张桓公一缕长须 结果祭中坛递来的茶盏 也笑了起来 莫要说你 就是老夫 老夫去过百花镇三次 每一次去那地方都不一样 若是用日新月异 这个词来形容也不为过 因为他的改变 真真切切 是完全看得见 摸得着体会的道的 张桓公揭开盖碗了吹了吹 深吸了一口气 又道 婆侄曾经说要带着 百花村的村民们脱贫致富 老夫起初是不幸的 可接下来 他却用行动告诉了老夫 他真的在做这件事 而且做得极好 你们师兄弟 都是官场中的人 你们仔细去想想 若是繁之为官 治理这一线之地 他曾经说一乌不扫 何一扫天下 他能打造出一个百花镇 就能打造出一个百花县 一个百花州 甚至一个百花府 你们别不相信 咱们来屡屡婆知 这半年的所作所为 北京之地 因为气候土壤等等缘由 粮食产量全国最低 这是共识 所以他是从作坊起步 换句话说 他这是从商业开始 可他走的却不是寻常路 他的这条路 张桓公摇了摇头 看了看自己的两名弟子 他的这条路无法复制 无论是你济中坛 还是你齐文俊 都无法进行复制 文湘 这个世界原本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是徐小贤通过华神医 开给他的药方 自己研究出来的 它有着极好的驱温效果 还有安神治功效 所以 这东西具有唯异性 一堂 这个东西 大臣倒是有 可需小贤的一堂售卖的价格 却只有京都的一半 说明成本极地 再说 他造出来的纸 你们都知道 造纸术被大臣造纸丝 和宣州府张氏垄断 我也不知道 繁殖从哪里学来的造纸术 可咱们现在来看看他的布局 整个大臣一大半的纸品市场 被张氏掌控 可繁殖推向市场的 却不是用来书写的纸 他另辟蹊径 弄出了就连张氏也没有的手指 手指大麦 百花纸业的名头 他已经喝过了 明年他那酒房再建起来 酿出来的那状元红 必然又功不应求 这样敏锐的洞察力 天下有几人俱备 这样卓越的商业天赋 天下又有几人俱备 所以这就是无法复制的缘由 非你们能力不足 仅是因为繁殖那脑子太妖念 张桓公对徐小贤的这番大肆包扬 令齐文俊深以为然 手指他用过 而京已经离不了 酒他喝过 若是再喝下去 他相信自己再也没法去喝别的酒 文香这玩意儿 他倒是没有用过 但既然张桓公都这么说了 那效果肯定和清水文香不一样 这些是商业方面的 但大臣最麻烦的是粮食 老师 您说这一天两种之法 史上可曾有过 张桓公摇了摇头 这又是繁殖的一大创举 若是成功 母产粮食不要说翻倍 增加个两三成 总是能有的 若是全国推广 这就意味着 整个大臣的粮食 能够增加两三成 可能解决不少的问题 记中谈一听 连忙说道 这事儿现在还不能声张 一切还得等明年看结果 而今看来 要施行一天两种之法 前期就必须投入去建造排罐系统 这就需要水源 充沛的水源 所以 繁殖在上游修建了渠和水库 记中谈仔细地分析了一番 得出了一个结论 水源 排罐 这两件事必不可少 排罐倒是可以修建 但水源 这个东西 恐怕许多地方会受限 齐温俊点了点头 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合修建水库的 尤其是这北境之地 南方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有长江流域灌溉 南方卧野千万里 本就是大臣最大的粮食产地 可就算这样 若是徐小贤那法子成功了 缓解北方粮荒 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诸是因地质疑 有 总比没有来得好 张桓公瞎了一口茶 摇了摇头一声叹息 可惜婆知这小子始终无意为官 不然大臣定会多一名贤能之臣 但是 要不要弟子回了北梁府之后 给北境侯府说说婆知的事 张桓公摆了摆手 樊之至不在庙堂 万万不可强求 那只能作罢 总没可能赶鸭子上架吧 齐温俊摇了摇头 徐小贤这小子不去当官 真的可惜了 记中坛儿经倒是看得开 徐小贤去当官 远比在这梁义县待着危险 不要说陛下对他的态度 宫里的那位只要透出点风声来 就会有许多的官员 像疯狗一样围着他咬 到时候 被啃的骨头扎子都不剩 我那女儿怎么办 张桓公端起茶盏来瞎了一口茶 又补充了一句 樊之不去当官 但这百花镇是他一手所见 这份功劳可不能便宜了别人 他看向了记中坛 百花镇兴建 我听说还没有设立镇长 这镇长可由县令指派 不领朝廷俸禄不是官 樊之当个镇长还是可以的 至少这样 他在百花镇做任何事 也说得上名正言顺 记中坛一证 他还真没想过这事 毕竟梁义县下辖的六个镇的镇长 实际上都是本镇最大的乡身在担任 县衙并没有去干涉过这种事 此刻听张桓公这么一说 他醒悟了过来 连忙回道 恩师此言有礼 待得休目结束 弟子就给婆之伟任一个百花镇镇长之职 正在咸云水泻血对联的徐小贤 压根不知道他 即将成为一名镇长 此刻姬月儿和姬星儿坐在他的两侧 智蕊站在他的对面正在磨磨 的栏杆上舔着冰冷的麦芽糖 春联就是图个喜庆和寓意 表达的是对来年美好生活的憧憬 所以不需要太复杂 严谨一概最好 他落笔写了下去 五更分二年年年称薪 一夜连两岁岁岁如意 横批新年大吉 大臣十六年腊月三十除夕 这一天徐府的智蕊极为忙碌 他带着四喜和丸子在前院杀鸡宰羊 准备着少爷昨儿说的年夜饭 少爷说 今年的这个年夜饭 得请隔壁院姐姐一家 再加上一个齐大人 另外还有少爷不知道 从哪去认识的五个大哥 人挺多的 得开两桌 所以需要准备的食材也很多 智蕊没有任何怨言 甚至极为欢喜 因为这同样是他和少爷过的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年 来佛 你力气大一些 杀羊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四喜 四喜 你去杀四之鸡 记得毛药处理干净了 丸子 你来切肉 做粉蒸肉的 要切大块一些 用来炒的 要切小片一些 前院极为热闹 就连常威 似乎也感受到了 这过节的气氛 也或许是他太久 未曾见到来夫 他一直在 围着来夫打着转 徐小贤是不想干这活的 尤其是在智蕊的厨艺 精进了之后 他已经极少在下厨房 智蕊也不要 他在下厨房了 毕竟少爷可是举人老爷 这天底下 哪里有举人老爷 在灶台上忙着的道理 所以这小妮子真贴心啊 徐小贤坐在咸云水泻里 和纪中坛齐温俊聊着天 纪月儿和纪星儿 在一旁安静地听着 简春夏觉得 他们说的那些事情无趣 便对纪星儿说了一句 星儿 走 咱们去逛街 纪星儿也觉得 听他们说这些无趣 起身便和简春夏走了 徐小贤当然不以为意 他给纪中坛和齐温俊 争了一杯茶 又说道 养残这件事真不是我吹牛 江南蜀州养残喂的是桑叶 咱们这北京没有桑树 但有座树 这指的是树的一个类别 比如徐山就有的麻利树和狐狸树 齐温俊就惊讶了 等等 伯枝 你的意思是 这两种树的树叶也可以养残 对啊 又没人规定残 只吃桑叶 吃做树叶的残土处的丝叫做蚕丝 吃桑树叶的残土处的丝叫桑蚕丝 不过有一个事实是 做蚕丝确实赶不上桑蚕丝 桑蚕丝是长纤维 具有优良的弹性和韧性 做蚕丝是短纤维 谈力任性都较差 桑蚕丝手感丝滑 而做蚕丝手感偏硬 但做蚕丝也不是一无是处 用他仿成的丝绸 比桑蚕丝更为结实耐用 徐小贤这番言论 彻底颠覆了齐温俊和纪中坛的认知 世人都知道 大臣的丝绸出自南方 其中又以苏州和蜀州的丝绸为罪 从来没有人听说过 北方还能够养残产出丝绸来 哪怕他是如徐小贤所说的 有着许多缺点的做蚕丝 做蚕丝制造出来的 他也叫丝绸啊 这可是个金贵的玩意儿 哪怕他比不得南方的丝绸 他所售卖的价格 也远超棉麻不薄呀 齐温俊有些激动了 他俯过身子 一把抓住了徐小贤的手 凡之 明年 明年你把这东西给弄出来 徐小贤的手往后一抽 大爷的 你当养残那么容易 就算残出来了 结成了茧子 你还得将这茧子 制造成绸缎 这会儿徐小贤知道怎么弄 但他明年的重点 在百花纸业 和壮远红这两个产业上 哪里还有多余的精力 去搞个纺织作坊 齐大人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我徐小贤分身无数啊 所以明年肯定不行 那后年 后年总可以了吧 徐小贤这才意识到 这个东西若是弄出来 恐怕有极大的利润 不然堂堂一抚台 为啥对这东西如此上心 还真是 大臣产于南方的丝绸 至少七成 要销往周边的四个国家 为啥 大臣太穷了 丝绸是大臣换取银子 和粮食的主要产品 如果这北地也能产出丝绸 对于齐文俊而言 这就是一份莫大的功劳 纪中坛显然也明白其中的意义 在他和齐文俊看来 徐小贤的这个主意 比他酿造的耐久 还更有前景 所以 二人都在劝说徐小贤 将这件事耐为重点 反之 你可知道丝绸这个东西 市面上的价格 齐文俊扣了扣桌子 极为认真的问了一句 要说起来 徐小贤还从未曾去步行买过步 不过他在三月三的那一天 去过一次朱仲举家的步行 正好遇见了周若兰买绸缎 由记得掌柜的说是十两银子一匹 于是他回了一句 上等丝绸 朱氏绸缎装 卖的是十两银子一匹 齐文俊点了点头又道 李玄间有规矩 五两一两为数 每数两两卷至二丈双合 则成匹 凡十卷为五数 以应天九地十之数 于此致一焉 一匹不长四丈鱼 宽不足半丈 就算交给最好的裁缝 成人最多也只能采出两件衣服 凡之啊 你那九一酿造多少才能卖十两银子 这丝绸里面有多高的利润 无论是江南还是蜀州 桑农甚多 残茧价格在五十文钱一斤 十斤残茧 可除生丝一斤 一匹绸缎 通常用生丝四斤六两 你算算这成本是几何 徐小贤知道 养残也知道如何仿成绸缎 可他真不知道这成本呀 此刻他心里那小算盘 顿时拨的噼里啪啦响 还没算明白 妓院就已经脱口出了 一匹绸缎材料成本为二两三千银子 徐小贤吃了一惊 若是加上人工成本也不过三两 一匹绸缎利润七两 当然 这是零售价格 估计朱仲矩家卖这么一匹 至少得赚二两银子 那么 进货价格在七八两银子左右 也有四五两银子的利润 若是在百花镇养出了作残 这玩意儿 可没桑残那么金贵 他的茧子肯定便宜一半 就算制造成的绸缎 比桑残丝便宜个两三成 利润也是很可观的 这是能干啊 关键是 这是不需要用到壮年的劳动力 可以解决百花镇妇女的就业问题 这事儿我记住了 明年开了春我试试 第一步得养残 做残这个玩意儿 得去取山的座树林子里 采回来残暖 得先让那些女人们试着养养 等养成功了 真的结出了茧 再去建造作坊 也是来得及的 齐文俊和纪中坛松了一口气 只要徐小贤接下了这活 想来他真能够做到 师兄 你瞧 婆子当个百花镇的镇长 是不是名副其实 徐小贤一正 纪中坛捋着那两撇八字胡须笑了起来 凡之啊 一镇不能五掌 百花镇是你一手建立起来的 这百花镇的镇长 就由你来担任了 有没有岳奉 没有 镇长啊 前世镇长是很牛叉的 这一世 属然连工资都没有 差距怎么那么大呢 太阳红彤彤的 但北京这地方的天气 却有些奇怪 大雪之后 越是出太阳 这天气就越冷 哪怕是这样的正午时候 雪刚开始融化 空气却愈发地寒冷 大管家从马车上下来 顿时打了一个寒颤 他将身上的那件漆黑的袍子 重新裹了裹 将腰上的那条袋子 记得更紧了一些 他处着拐杖 站在马车旁 看了看热闹的梁亦城街道 又抬头望了望太阳 这鬼天气 关山去买两个热馒头 片刻 关山拿着俩热腾腾的馒头 走了过来 大管家咬了一口馒头 又登上了马车 走吧 去梁月巷子 一个馒头刚刚吃完 大管家觉得身子暖和了一些 马车在梁月巷子停了下来 他处着拐杖下的马车 一瘸一拐地向祭府走去 在路过祭府门口的时候 他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从怀中摸出了一个竹蜻蜓 这个竹蜻蜓下 绑着一张小纸条 他随手一搓 然后松手 这竹蜻蜓顿时飞了起来 飞入了祭府中 他仅仅只看了一眼 带着关山回到了马车上 继续往前走去 然后他经过了徐府 也透过车帘抬头瞥了一眼 仅仅是瞥了一眼 两人穿过了梁月巷子 来到了杨柳巷子 去了曾经济中谈代 徐小贤去过的那处幽静的茶园 这年三十了 茶园原本打了羊 可关山依旧推开了那扇门 大管家处着拐棍走了进去 一个年约三十的女人 从茶园里飞快地跑了出来 他搀扶着大管家 很是心疼地说道 这么冷的天 您老怎么不在山里歇着 有点是 今年茶园的收入如何 回大管家 入不敷出 大管家似乎早已知道 他深吸了一口气 生意难做 玉秀啊 辛苦你了 我倒是不辛苦 不管怎样 这里也比山里的日子好过一些 倒是您 莫如就在这里住下 说着话 这个叫玉秀的女人 将大管家和关山 带入了一楼的一间雅阁 里面生着炭火 暖洋洋的 比外面舒服太多了 大管家和关山相对儿坐 玉秀冲着外面喊了一嗓子 小宇泡一壶极品侯奎来 好嘞 外面有个女子应了一声 大管家摆了摆手 有些浪费了 玉秀坐在了大管家的下手 没啥浪费的 今岁一年 这极品侯奎 仅仅只卖出去了一壶 还是冀中谭记县令带着 带着小少爷来喝的 放到明年 这味就变了 亏本的玩意儿 梁义县太穷 只能卖十文钱一壶的茶 这一两银子一壶的 以后可别进货了 不 你记住 无论如何 这极品侯奎茶原理 都必须备上半斤 玉秀一正 那张依旧有着 几分姿色的脸上 神色渐渐暗淡 他低声说道 大管家 老爷 老爷 不会再回来的了 大管家沉默片刻 可小少爷在 小少爷当然是徐小贤 玉秀一听 却并没有欢喜 可你我都不知道 小少爷究竟是不是真的小少爷 大管家这次沉默了许久 直到那个穿着一身 鹅黄衣服的 叫小雨的姑娘 将漆好的茶端上来 又退出去 他才悠悠一探 既然老爷 将府邸都留给了小少爷 那小少爷就是小少爷 可小姐当年 大管家抬手 阻止了玉秀的言语 你我都不知道 小姐当年和老爷后面的事 小姐死在老爷的前面 然后老爷才来了梁义县 他是抱着一个孩子来的 按照时间算 徐小贤定然是老爷 和小姐的孩子 若不是因为孩子 以老爷的性子 当年 他怎么会退了一大步 他又怎么会将刀锋给藏起来 所以 你记住了 小少爷只有一个 他就是徐小贤 玉秀没有再说 作为曾经小姐的贴身丫鬟 他却在那两年里 被小姐给派去了 北魏都城扶封城 离开的时候 小姐已经有了身孕 按照时间算 徐小贤今年时期 时间没有问题 可他始终有些疑惑 因为 他在回来的时候 就在这梁义县 他去见过了家主 想要留下来照顾小姐的孩子 却被家主给打发到这地方 来开了这个茶园铺子 甚至在大成二年 家主在离开梁义县 去上阳县的时候 他还特意来过这铺子一次 交代他 绝对不可以去府上 看看那孩子 无论那孩子是生是死 都不可以去 老爷和小姐 当年感情如此之深 如果徐小贤是他们的结晶 老爷 为何如此无情 这是大管家后来也知道 但大管家 也猜不透老爷的心思 少爷在那府上过的是什么日子 那个叫张秀的恶奴 整整欺压了少爷十六年 可大管家 没有对那恶奴动手 自己 自己也只能这样远远地看着 他就真的不怕少爷 被那恶奴虐待致死吗 你也真的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 玉秀 你别激动 少爷不是好好的吗 其实你仔细想想 若是那时候 我真的将张秀给杀了 这张秀的身份 我早已查清楚了 他是中书社人徐瑞派来的人 这是明面上的 被地理呢 张秀会不会是唐巫望 派来监视徐府的 家主死在了赛北战场上 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 失手送去了京都 可家主有后这件事 唐巫望知道 他也知道刀锋的存在 若是救了小少爷 小少爷跟着我进了山失踪了 唐巫望就有正大光明的理由 派出刀骑来寻找老爷的后人 这个理由不仅冠冕堂皇 还能让他在世人面前 展示他重情重义的一面 但他真的是 为了寻找老爷的后人吗 大管家扣着桌子 发出了多多的急促声 他打着这个旗号正好可以找出刀锋 他若是将刀锋给消灭了 那时候才是小少爷真正危险的时刻 你明白吗 玉秀听得愣了许久 这才拿起了茶壶 给大管家和观山蒸了一杯茶 我 我没大管家 明想得那么远 我只是 只是觉得 徐小贤若真是小姐和老爷的孩子 他 他不应该受那么多的苦 大管家端起了茶盏悠悠一探 所以 这也是北都侯府 南都侯府 不去看一眼少爷的缘由 你也莫要责怪他们 玉秀抬起了头来 忽然问了一句 既然这样 那你为啥又在梁州城砍了两刀 大管家瞎了一口茶 回了一句 因为少爷长大了 也因为唐吾旺的脑脊 他恐怕命不久了 玉秀没明白 其中有什么关联 心想 既然大管家这么做了 那自然有这么做的理由 接而出山为了什么 为了刀锋的未来 在这里来等一个人 观山觉得有些好奇 大管家说 要和简丘相见一面 可大管家并没有去 扣开祭府的门 他向里面飞去了一只竹蜻蜓 这个玩意儿 是小孩子的玩具 刀锋所有人都会做 还是家主当年传授给大家的 万一简丘相没有捡到 那只竹蜻蜓 怎么办 那我们就一直在这里等 他真的会来 他若是见到了 那只竹蜻蜓 就一定会来 祭福 前院 祭中坛和两个女儿都去了徐府 简丘相没有过去 因为他的五个师兄弟 今儿个要回来了 关于马帮扩大这件事 这不仅仅是他简丘相个人的事 还是整个马帮 甚至整个龙虎山的大事 所以这件事 得和五个师兄弟好生商议一下 或是肯定要扩的 这调子得定下来 但怎么个扩法 这就得寻一个主意出来 他拿起了那张写着 林江仙 闻滚长江东市水 这首次的纸来又看了看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这小子之才华 而今看来比他爹可高多了 白发鱼桥江主上 惯看秋月春风 你才时期 怎必都看见了白发的模样 当真是书生气十足 少了急许你爹的鹦鹉 他放下了这张纸 又看了看那一局 带子入朝的残旗 昨日其文俊和夫君 苦苦思量了大半宿 终无所得 也不知道这小子 是怎么想出来的 如此想着 他起身信步走了出去 看着花园里那白的雪红的霉 似乎想起了什么过往 以至于有些出神 一阵风来 他清醒了过来 扬了扬眉 嘴角一翘 便将那陈旧过往 抛去了脑后 他抬步走了出去 正在思索明年马帮的线路问题 却忽然一惊 豁然猝眉 他看见了雪地上 躺着一个竹蜻蜓 他的心跳陡然加快 他四处张望了一下 莫要说人 连鸟都没有一只 他走了过去 捡起了这只竹蜻蜓 这才看见 取下纸条展开一看 请上香查员一见 这不是他的字 这是谁的字 简秋香眉间紧促 这是谁送来的竹蜻蜓 这个人怎么知道竹蜻蜓的故事 他沉默片刻走回了房间 从柜子底下 翻出了一口普普通通的匣子 他打开了匣子 匣子里居然也是一只竹蜻蜓 它应该有一些粘声了 原本应该是用翠竹做的 而今变成了黄色 手里的这只竹蜻蜓 也有一些粘声了 因为它也是黄色的 简秋香将匣子里的那只竹蜻蜓 取了出来 两只仔细的一对比 一模一样 他顿时有些激动 心肝砰砰直跳 难道他没有死 对 他那么厉害的人 当年反离朝 他在敌军三军之中 杀了个三进三出 也没有受一点伤 他怎么可能会死在赛北的战场 简秋香将两只竹蜻蜓 都放入了匣子中 又将匣子放入了柜子里 他从墙上取下了一顶斗笠 戴在了头上 又戴上了一张洁白的面巾 然后背上了他的剑 想了想 他又取下了剑 取下了斗笠 也取下了面巾 他想要换一身漂亮一点的衣裳 可当他找出了一件漂亮的衣裳之后 却又迟疑了片刻 他深吸了一口气 将这衣裳放了回去 背上长剑 戴上斗笠 戴上面巾 他踏步而行 离开了祭府 像杨柳巷子的上香茶园而去 小孩子都喜欢玩竹蜻蜓 那时候 其实家主也不过才二十来岁 大管家又喝了一口茶 脸上的神色 似乎是因为想起了当年 而极为轻松 离朝末年天下大乱 各路江湖英雄豪杰纷纷起誓 有人直接竖起了反旗 也有更多的人为生活所迫 走入了山林间 落草为寇 少爷 就是家主 我习惯称他少爷 少爷性格豪迈 喜欢结交武林中人 所以那时候 老奴 我陪着他 去过一次龙虎山 简秋香的娘 江湖大名鼎鼎的 潇潇夜雨孤灯下 简秋香的娘 名字叫着孤灯下 因为那一手杀人无数的夜雨刀法 而被江湖人称潇潇夜雨 取夜雨无边杀意潇潇之意 他是龙虎山的大当家 也就是债主 只是那时候 孤大当家的 早已离开了龙虎山 和前朝书贤简从书 在兰陵城安了家 老奴陪着少爷又去了兰陵 兰陵城就在龙虎山下 不远 一日之城便到 少爷和孤灯下打了一架 少爷输了一招 然后 少爷和简从书下了三盘棋 少爷赢了两局 就这样 我和少爷住在了简家 少爷意图说服 孤大当家的参加义军 却被孤大当家给拒绝了 但孤大当家的 却要教少爷刀法 我们便在简府待了三个月 这是一段玉秀和观山 都不知道的往事 他们此刻都极为认真的听着 因为大当家真的很老了 若是这些故事 他再不说出来 只怕就会被他 给带到坟墓里去了 简府有一个女儿 那时候简从书 和孤大当家的 还只有一个女儿 她就是简秋香 那年 她大至七八岁 少爷和简秋香 同在孤大当家的手里学艺 不过少爷学的是 叶与刀法 简秋香学的是 飘香剑法 简秋香那时候 总是会缠着少爷 让他讲外面的故事 少爷当然也说起了 那些江湖中的趣事 但更多的时候 说的是 离朝各地 名不聊生的凄惨景象 在说了那些故事之后 少爷用竹子 做了一个竹蜻蜓 小孩子都喜欢玩这个玩意儿 简秋香那时候也是个孩子 他当然也不例外 少爷做的竹蜻蜓工艺 极为精湛 简秋香很喜欢 他一直珍藏着 在大臣元年 他去了长安 在九区池头和少爷见了一面 那时候他十五六岁 而今想来 或许他喜欢的 并不是竹蜻蜓 大管家似乎说完了 也似乎是不想说了 他又端起茶盏来瞎了一口 刀旗的刀法来自少爷 少爷的刀法 来自孤大当家的叶与刀法 孤大当年曾经说 这种刀法尤其适合于骑兵 便送给少爷 让少爷以此刀法为基 建立一支骑兵 这就是刀旗的由来 叶与刀法只有九刀 刀旗学的是其中六刀 而刀锋学的是其中八刀 关山一正 那还有一刀呢 不 还有两刀 关山顿时瞪大了眼睛 大管家又道 少爷天纵奇才 他将九刀柔和 再创了更厉害的一刀 他叫 龟一 所向无敌 这刀谱 大管家摇了摇头 就连我也不知道 少爷将这后面 两刀的刀谱 放在了何处 就在这时候 小雨走了进来 他迎迎到了一个万福 客人来了 简秋香取下了斗笠 一人 一剑 就这么站在了 这雅间的门前 他的视线 落在了大管家的脸上 眉间微醋 神色微微有些吃惊 也有些失望 他转身 将斗笠挂在了门前 抬步走了进去 坐在了玉秀的旁边 视线又落在了 大管家的脸上 长伯 真的死了 大管家点了点头 心里却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因为当年才七八岁的简秋香 而金依旧记得 叫他长伯 简秋香微微垂头 深吸了一口气 他竟然真的死了 你来找我还有何事 少爷是死了 但少爷留下了一只刀锋 学会了夜语刀法八刀的刀锋 简秋香一正 他当然知道夜语刀法有多难 二世兄韩秋山 江湖人称绝命刀 他学的就是夜语刀法 而金也才学会八刀 长伯说 许云楼留下了一只刀锋 有多少人 三千 他果然如娘亲说的那般妖念 这句话 不是简秋香在回答福伯 而是他有感而发 当年在兰陵 许云楼的武功就极为高强 但就连娘亲也没有料到 他仅仅用了三个月 就真的学会了夜语九刀 而且还不是只学了一个皮毛 他甚至用夜语九刀赢了娘亲 所以 在他和长伯走后 母亲说 许云楼才是真正的武学奇才 若是他真的训练出了一只骑兵去造反 恐怕他真能成就一番事业 他确实训练了一只骑兵去造了反 却成全了唐无望 落得个死无全尸之境地 娘说 这就是灭 他许云楼用刀斩断了离朝数百年的气韵 这报应落在了他的头上 而唐无望 却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这个便宜是简秋香心里的一道坎 他始终觉得这天下 就不应该是他唐无望的 哪怕现在 他依旧是这么想的 只是嫁了人 有了孩子 这种想法 再也没法去实现罢了 云楼先生的儿子依旧在 要不要我去将他叫来 在简秋香看来 这刀锋既然是许云楼留下来的 那自然应该交给许小贤 却不料大管家摇了摇头 刀锋太锋利 他握着会伤了自己 那你是什么意思 老奴不瞒你 刀锋今日子窘迫 就要熬不下去了 所以 少爷曾经在孤大当家的手里 学的这刀法 要论起来 他也算是你师兄 刀锋之刀法来自少爷 便是来自孤大当家的 他们若是论起来 就是你的徒弟呗 老奴老了 没有办法再给刀锋某一条好走一些的路子 若是解散 恐怕老夫去了九泉之下无言 去见少爷 所以 请小姐您 握住这把刀 简秋香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不管这怎么说 这三千骑兵 可是当今皇上心头之患 再加上长伯带着刀锋去过梁州城 还砍了两刀 这一瞬间 他就想了许多 这一瞬间 长伯一直看着简秋香 他担心简秋香拒绝 但他也相信 简秋香不会拒绝 少爷从兰陵回来之后 就着手建立刀旗 就在大臣刀旗打下来了 这万里江山的那一个夜里 少爷又做了一只竹蜻蜓 他说 若是以后有难 拿这只竹蜻蜓去找师妹 所以老奴来了 这样的竹蜻蜓 天下只有两只 这一句话 瞬间击溃了简秋香心里的防线 他才知道 原来许云楼对他如此信任 他才知道 原来许云楼早已在谋划着身后的事情 你竟然有如此谋划 你怎么就偏偏要去了赛北战场送死呢 他深吸了一口气 咱话得说在前面 马帮不是军队 马帮的目的只有一个 赚钱 我们不打仗 也轻易不杀人 而今我已经有了我的相公 他是朝廷的官 哪怕是这梁印县的七品县令 他毕竟吃着黄粮 我不希望因为我而影响到我的家 所以他们 在马帮的一切所作所为 都必须受我约束 如果你的人能够同意 我可以带着他们去发财 若是他们做不到 我回头就将那两只竹蜻蜓烧了 长伯笑了起来 你放心 他们原本就是少爷调教出来的 懂得规矩 另外 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徐小贤 他那百花镇 可还能容得下一些妇女孩童 简秋香醋梅 什么意思 刀锋藏了十几年 他们中的许多人 已经有了家事 待在那深山里 会耽误了他们的后人 若是能够出来 徐少爷能够给他们一个房子 一口饭吃 不是白吃 他们都能干活 这样 这件事也算是圆满的解决了 老奴若是哪天死了 也能安心地闭上眼 简秋香深吸了一口气 让这些战士的家人 留在百花镇 这想来是长伯留下的后手 那些战士 因为家人终究会有所顾忌 可是这些人 真的可以被皇上 给定义为叛军 若是如此 他们的家人必然连坐 而徐小贤作为 收留他们家人的人 也必然会受到牵连 长伯似乎读懂了 简秋香的犹豫 他转头 对观山和玉秀说了一句 你们出去一下 我和简夫人聊一些别的事情 二人轻易地走了出去 关上了门 长伯这才笑道 其实你大可放心 小少爷为啥会训练一千护卫队 这本就不合规矩 可他偏偏就做了 若是小少爷的手里 再有三千强大的骑兵 他的长眉一扬 揭开了盖腕 淡然一笑 当年少爷起誓 手里不过才两千骑兵 何惧之有 他瞎了一口茶 又说了一句 再说 若是真发生了什么 小姐 你不知道小姐 就是小少爷的娘 她也死了 死在少爷的前面 若是真发生了什么 这个东西给你 你的马帮每年都会去一次北魏 拿着这东西 北魏 不会坐视不理 长伯从怀里取出了一块漆黑的牌子 递给了简秋香 简秋香此刻 心里已经泛起了惊涛骇浪 他的母亲是北魏的人 大成二年 北魏举兵南下 为的就是找唐吾旺要一个说法 唐吾旺当然给不了北魏皇帝的说法 所以少爷才去了塞北 可他死在塞北 对 他死了 北魏认为他这一死 就算是给小姐陪葬了 他是皇族 他是皇族的三公主 北魏不知道 他们留下了一个孩子 没有澄清 哪里来的孩子 北魏都城浮风 距离这里又那么远 不过这块墨浴牌子 是小姐留下来的 少爷去塞北的时候 交给我保管的 我想 北魏的皇帝 恐怕认得这个东西 简秋香回到了济府 他抹扎着手里的这块 很有些分量的墨浴牌子 仔细地看了看 一面雕刻着一只 栩栩如生的凤凰 另一面雕刻着一个字 西 许云楼一声未娶 原来他是有女人的 只是 他又是如何和北魏的 三公主在一起了呢 那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能够配得上 许云楼的女人 他一定极为美丽 肯定也知书达理 极为温柔贤惠 他是徐小贤的母亲 按照时间算 恐怕是在生下徐小贤 不久就去世了 常伯也不知道他的死因 常伯知道 他是如何和许云楼认识的 可他却只字未提 也是 堂堂开国大将军 琪琪怎么能是北魏的公主 他深吸了一口气 将这块墨浴牌子收了起来 刀锋三千人 这马帮的人手问道 倒是解决了 还多了许多 总不能要一半放弃一半 他们都是许云楼当年的心血 等过了年 得和徐小贤 说说那些妇女小孩的安置问题 也得给夫君说说 如何给他们一个正式的户籍身份 这件事得做得细致一些 可不能留下破绽把柄 就在简秋香如此想着的时候 季仙和简春夏走了进来 手里抱着一大包的糕点灵嘴 娘 尝尝隔壁徐小贤那顺来的 这家伙 居然前些天就托了人 从梁州城的里祭特香包 买来了那么多的糕点 哼 这小气巴辣的家伙 居然藏到现在才拿出来 简秋香瞪了季仙一眼 就知道吃 对了 你爹还在那边 在 姐姐也在 齐叔叔也在 几个人也不觉得无聊 从仲田说到了治国 那徐小贤也是 他又不想当官 偏偏还高谈阔润治国之道 季仙塞了一块桂花糕在嘴里 一边嚼着一边诱导 这家伙好像也有点本事 我看他说的 齐叔叔和爹一愣一愣的 好像有些道理 却又空洞 反正我是听不明白 简秋香来了兴趣 也拿了一块桂花糕的咬了一口 他说了些啥 我没怎么听进去 好像 好像是说 金大臣若是在增加农业税赋 恐怕会有危险 他这不是闲吃萝卜蛋操心吗 对了 他还说 金那些六大家 占据了太多的资源 这才导致了大臣建国十六年还这么穷 应该向六大家族开刀 嘿嘿 季仙儿笑了起来 人家六大家族 为大臣消灭 离国出了多少钱财 这大臣建国了 人家肯定得拿那些好处呀 想来 这也是皇帝许了人家的 他许小贤 这是眼红人家吧 简秋香却没有笑 春夏 这些日子心而练武的事 不能因为过年而荒废了 你可给姐姐多盯着他一点 简春夏多了嘟嘴 你生的你不管 你这小姨怎么当的 教别人也是教 教你侄女 还不是一样的教 我要赚钱 我不赚钱 全家人都喝喜北风啊 这话说的简春夏 顿时闭了嘴 简秋香又瞪了简春夏一眼 他站了起来走了出去 娘 你去哪 去隔壁 上香茶园 观山和玉秀 回到这雅间里 观山有些紧张地问了一句 他 可有同意 大管家点了点头 回山之后 召集所有的弟兄 告诉他们一声 正月初时 所有弟兄去百花镇建房子 这件事你来办 观山一正 建房子 对 建房子 马帮没那么快 能够安排下去那么多人 但弟兄们出了山 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 在小少爷的地盘子上建房子 你们的家人 以后就落户在百花镇 观山顿时大喜 这么说 村子里 那些女人孩子的户籍 也能够落在百花镇了 简当家的暂时还没有答应 毕竟落户这么多人 不是个小事 他还需要和他夫君商量一下 但建房子 这是得着手进行 百花学堂正月十五之后开学 孩子们入学这时 肯定得耽误了 少爷以前就说过 在离朝 穷苦人家的孩子 没有资格上学 这不公平 少爷为了那些所谓的公平 才走上了造反这条路 可最终 他依旧没能见到什么是公平 小少爷 在这百花镇做的这些事情 我仿佛看见了某种公平 或许小少爷这样做才是对的 毕竟他实现了百花镇 所有孩子 都能够上学这个目标 山里的女人孩子出来 不是去百花镇养老的 小少爷提供了那么多作坊 百花这儿经的村民们 全部是凭着自己 在那些作坊里的劳动赚的银子 这也是一视同仁的公平 咱们山里出来的人 可没有任何特权可言 甚至要比那些村民 更努力地去劳作 这一点 务必要让所有人 都能清楚地认识到 谁要是敢破坏了小少爷的公平 大管家处置拐杖站了起来 我虽然老了 这心也比以往慈悲了许多 但若是论杀人 我手里沾染的血 比少爷当年可还要多 观山躬身一礼 属下明白 属下一定会警告他们 天色已晚 咱们走吧 玉秀站了起来 大管家又要下雪了 这时候回山里 黑灯瞎火得不太方便 末如今就卸在上香茶园 大管家摆了摆手 等村子里的人安排妥当了 你在这茶园 给我准备一间房子 到时候我就住在这了 好 大管家和观山走了出去 站在了飘雪的夜里 他抬头望了望 上了马车 思索了片刻 对观山说了一句 去徐府看看 观山一正 驾着马车 又往梁月巷子而去 站在徐府紧闭的大门前 望着那两盏 崭新的大红灯笼 大管家指了指这门楣 对观山说了一句 记住 此间少爷 便是你们未来的主人 观山汗手 大管家抬头望了望这院墙 他忽然长声而起飞了上去 院子的里面 有欢声笑语声传来 还有一阵阵酒香扑鼻 大管家咽了一口唾沫 用那双昏花的眼睛 望望望看不见的院子深处 过年了 小少爷这里颇为热闹 这很好 他想了想 飞入了院子里 这是前院 常威上一次 遇见那个要翻墙 而入的人没有咬着 今儿晚上又遇见了一个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 原本还担心墙上的人 不下来咬不着 没料到这人似乎很傻 他居然下来了 大管家不过是 想去徐小贤的厨房 找一口吃的 喝了一天的茶 就吃了一个馒头 饿呀 哪里知道 他处着拐杖 才刚刚踏前一步 常威在漆黑的夜色中 猛地发起了攻击 他一个狗扑 一家伙就将大管家扑倒在地 大管家吓了一大跳 一脚将常威给踹飞了出去 还没来得及站起来 常威汪汪汪 一阵狂吠 却没有再次扑来 他不是傻狗啊 刚才那一脚 差点要了他的狗命 他向正愿跑去 大管家连忙飞到了墙头 又深吸了一口那酒香味 不无遗憾地说了一句 咱们走 大管家 你 你刚才想干啥 观山就觉得 大管家的行为有些怪异 你跑少爷的府上来 正大光明地敲门也没啥啊 为啥偏偏要翻墙 翻墙也没啥啊 却差点被狗咬了 一屏下的高手被狗咬了 这若是传到山里 恐怕会让刀锋 所有战士大吃一惊 在梁州城 我们站在远处看过了小少爷 毕竟太远了一些 我这老眼昏花 看得不是太清楚 所以 所以 就想偷偷进去靠近一点看看小少爷 没料到 他居然养了一头恶犬 那要不要属下去 将那恶犬给弄死 属下记得大管家 您喜欢吃狗肉 观山的眼睛 在黑色的夜里贼亮 狗肉好啊 尤其是在大冷的冬天 炖上一锅再来两斤酒 他顿时 就咽了一口唾沫 这是小少爷养的狗 把山里的那一套收起来 出来以后 万万不可去打小少爷那狗的主意 哦 观山不无遗憾地 驾着马车走了 大管家想要回头再瞧瞧那院子 刚才踢了那狗一脚 没看清那狗是什么毛色 感觉挺肥的 可惜了 今儿是大年夜 凉意成里很是热闹 街巷里有许多的小孩 拿着一炷香 再点着爆竹 喷喷啪啪的声音不绝于耳 朱仲矩也喜欢放爆竹 今年表现良好 得到了父亲的许多夸奖 再加上徐小贤真的给了他那 极为珍贵的染料配方和浸染工艺 这更让父亲如获至宝 于是大手一挥就丢给了他两千两银子过年 主要是让朱仲矩多多招待徐小贤 父亲说 有了这东西 明年将染房给开起来 就能给梁州甚至江南 或者属地的那些大仿制商们染布了 这玩意儿的利润 可比自己家卖不强了许多 因为硬染这技术 可是被大臣六大家之一的 潘氏所垄断 如果徐小贤的这法子 在明年是做成功 这就意味着 大臣有了第二家 掌握硬染工艺的染房 若大梁州 仅仅只有一家 依附于潘氏的柳氏染房 父亲说 哪怕拿下梁州一半的硬染生意 也能让朱家赚个盆满钵满 所以这方子 事实上万金难求 这大哥太够意思了 今儿年三十 可没办法请大哥出来喝酒 那就再等两天 大哥忙完再说吧 他带着几个狗腿子 牵着一条大黑狗出了府门 来到了街上 把爆竹给本少爷一溜铺开 一直铺到街尾巴上去 咱老朱家过年 就图个响亮 朱大少爷似乎没有因为订了婚 变得成熟一点 他只是在徐小贤的面前 才能够有所收敛 倒不是庄 而是他总觉得 徐小贤的那双眼睛 能洞悉人心 他真有点怕这个大哥 对了 三弟苏平安来了两封信 一封是给大哥的 改天得给大哥送去 喂喂 你特么小心一点 别打湿了 湿了不想 老子把你奏响 朱大少爷牵着大黑狗 俩家丁给他长着灯笼 他巡视在这条热闹的街巷上 大家伙都注意这一点 踩着了本少爷的鞭炮 那位大婶 把你孩子牵着一点 本少爷要放炮了 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那些狗腿子们 真的将许多豹竹 给连成了一串 从朱家门前 一直扑到了巷子的尾巴处 少爷 请您点炮 朱大少接过燃热的箱 小心翼翼地凑了上去 他刚刚将豹竹的隐性点燃 豹竹刚刚发出了第一声响 他牵着狗绳子的手 陡然一空 大黑狗发出了阿乌一声悲鸣 一辆马车急驰而过 他顿时瞪大了眼睛 那大黑狗飞了起来 是倒飞的 他飞到了那马车上 喷喷喷喷喷喷 剧烈的爆竹声响起 伴随着的是声腾的烟雾 朱家大少爷一声大吼 我的狗 旺财 给老子追 爆竹的声音很大 除了他身边的两三个家丁听见 前面原本可以拦住 马车的家丁们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马车急驰而去 消失在了爆竹的烟雾里 朱仲矩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巷尾 看见的是漆黑的夜 卧槽 这年头 有抢粮食的 有抢银子的 可他妈谁吃饱了 驾着马车来抢狗啊 朱家大少爷生无可恋 觉得自己恐怕是狗的克星 少爷 要不要追 追个屁 人家驾着马车 显然是有备而来 这一家伙跑出了城 去哪追去 莫非我家这条狗 有龙虎之姿 不然 为啥驾着马车抢本少爷 好不容易才养大的狗呢 隔壁老王家的狗 又生了一窝崽子 要不少爷再弄一只来养 养个屁 老子没那闲工夫 养狗了 走走走 回去喝酒 关山 狗是人的朋友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大管家 属下知道了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杀狗了 嗯 记得就好 这样做会被许多人骂 丢的可是刀锋的脸 也是小少爷的脸 他已经死了 下不为例 属下这就去把他埋了 稍等 他既然死了 还是不如吃了的好 大管家 看着这壮硕的黑狗 一声叹息 去吧 炖了 叫望月和孝枫一起过来 正好得说说接下来的事 天色已经大亮 大管家和关山 回到了寨子里 四人围着一锅香喷喷的狗肉 一个个眼睛都绿了 山里的生活苦啊 平日里要想改善一下生活 就得去打猎 这么多年下来 村子附近方圆百里 莫要说打到山羊 就连山鸡都被吃绝种了 大管家显然意识到了 这样下去不行 到时候 一个个黄皮寡兽的 莫要说骑马打仗 就连提刀 恐怕也没了力气 所以得出去 你们三人是三千刀锋的 三大统领 但在未来的日子里 简当家的 才是你们的大统领 简当家的 做的是正当生意 马帮跑完一单生意之后 他会付给所有人酬劳 我很担心咱们的人穷疯了 见不得银子 你们这些日子 千万要再三地提醒他们 简当家的银子 一文也不能去动 连心思都不能有 否则 我会像杀狗一样地宰了他 大管家这话杀气极重 三名统领 顿时从狗肉的香味中 警醒了过来 大管家放心 出了山 谁特么地忘记了规矩 我三人首先就饶不了他 这就对了 小少爷 惊走的是正途 你们可不能给小少爷丢脸 狗肉炖得差不多了 来吧 吃了它 观山 以后若是在梁义县 遇见了狗的主人 记得陪人家的银子 观山给大管家 加了一块狗肉 心想 那么黑的天 那么黑的狗 我只看狗去了 哪里有看狗的主人 长得什么模样 年三十的那个夜里 智蕊比春天的蝴蝶还要高兴 这就是假 这就是过年 团圆饭 原来要吃很久 对联原来是在年三十的晚上 就要贴上 爆竹的声音原来那么大 爆竹燃放的味道 原来那么好闻 少爷喝醉了 原来是那么可爱 他居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了 悦儿小姐 也不害臊 那一场年夜饭 一直吃到了喂食才结束 来服服着少爷 少爷躺在了床上 这时候还没有起床 少爷昨日睡前说 初一的早上要吃汤圆 汤圆已经做好 谁也烧开了 就等他起来了 今儿早上卯食的鞭炮 是他去开了门放的 原本以为会害怕 结果听着那爆竹声 却觉得并不可怕 少爷说爆竹声声辞就岁 这就岁已去 新的一年又来了 少女站在前院 任凭飞扬的大雪落在身上 她双手合十 望着千灰色的天空低雨道 新年到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少爷能够 能够不再犯病 能够平安快乐 希望再往后余年 少爷 少爷不要总想着 交给嫁出去 原本是希望 少爷能够和月儿小姐 早日成婚的 他终究没有念出这一句来 智蕊 神神叨叨的在干啥 个头比以往又高了一截 身子比以往更加魁梧的来服 提着他的大刀走了过来 智蕊翻了个白眼 转身往主院走去 要你管 来服愣愣地 看着智蕊的背影摇了摇头 师父韩秋山说 千万不要和女人一般见识 师父说得对 以后可得离智蕊 更远一些才行 因为他的戾气 和对刀的理解 韩秋山将来服收为了弟子 在韩秋山的指点下 他的功夫突飞猛进 而今俨然就是 护卫队的第一高手 这令来服很是骄傲 可少爷却说 他连功夫的门槛都没摸到 好吧 来服在这前院 捂起了他的大刀 就一招 劈 一刀劈下 收刀 抡起 再劈 片刻 智蕊走了回来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来服 来服下的一个机灵 小人在 侍蕊指着他 你 你 你给我把院子劈成这样 赶紧地去将这地给我弄平了 来服这才注意到 这院子的地上 被他伸一刀 浅一刀地 劈出了七零八路的勾曲 这里可不是徐山 徐山怎么劈也劈不夸 这里是少爷的家 他慌忙丢了刀 取个把锄头 仔细地平整着地面 正院里的徐小贤起了床 床头已经放着了一盆热水 洗漱的用具 都已准备妥当 智蕊这丫头 实在太贴心了 他洗漱了一番之后 刚刚走到咸云水泻 想要煮一壶茶来醒醒酒 却见妓院走了过来 通常妓院走路都不会快 但此刻 他却像是在小跑一样 怎么了 娘亲让我叫你过去一趟 啥事 看爹娘还有其叔父的模样 挺严肃的 这老大初一的 难道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 这可不吉利 就算是不好的事 也得将之变成好事 走 咱们去瞧下 两人来到了前院 徐小贤看了看 正蹲在地上忙活的来福 又看了看 想要爬到来福背上去的常威 摇了摇头和纪院去了纪府 纪中坛的书房里 徐小贤踏入一桥 岳父大人正促眉捋着 那两道愈发稀疏的八字胡须 岳母大人面有韵色 此刻正说了一句 这件事 办也得办 不办也得办 这话颇重 仿佛落地有声 纪中坛深吸了一口气 你这就不讲道理了 文君在这里 你问问他 这种事情可有先例 若是我办了 万一有人查下来 夫人 这弄不好 就是个满门抄斩 徐小贤顿时一惊 这啥事 严重到了满门抄斩的地步了 等等 都别激动 徐小贤走了过去 坐在了一侧 这才看向纪中坛问道 伯父 究竟是个什么事情 他 他要扩大马帮 徐小贤一正 这是好事啊 可你知道 他扩大马帮的人 是从哪里来的吗 徐小贤愕然 哪里 山里 山里的土匪 徐小贤笑了起来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 人家土匪愿意下山 就像蓝龟方的姑娘 愿意从良一样 不是 我就是打个比方 这时走上了正路 咱们不能用老眼光 去看待新问题 总得给他们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 再说了 他们出了山不再危害一方 伯父你这一线之地 也就更加太平 这件事 我支持伯母 记忠谈小眼睛一瞪 可那些土匪 都有了家眷 他们的家眷 也要跟着出来 说是要去你的百花镇 安家落户 落户你知道不 他们可是没有户籍的 得凭空捏造出 他们的户籍来 这万一被查到 是不是大罪 徐小贤一听 这事倒是有些麻烦 他想了片刻 巴掌在腿上一拍 这样 齐叔父 今年冬 北梁府冻死的人 还没有统计 报到户部吧 齐文俊瞬间 就想到了徐小贤的主意 这样 岂不是和顶白鸭 一个意思 也不完全是 白鸭会死 现在是把死了人变活 反正都死了 这北梁府 一个冬死的人 报上去的太多皇上 还会怀疑你 治理一府的能力 不如就少死几个 各村镇要注销的户籍 统统收到 你官署里去 再将这些户籍 送到梁义县来 伯父转手 弄一个千仪文书 将所有人的户籍 落在百花镇 这不就完事 齐文俊顿时瞪大了眼睛 心想 老子堂堂俯胎 为啥要为这些 土匪的家眷去捣 这等有隐患的事情 他正要拒绝 徐小贤忽然凑过来笑道 叔父回去之际 小侄给您准备 几坛子的状元红 多谢叔父了 人对我真的很重要 就当帮我徐小贤一个忙 齐文俊还能怎么说呢 他只好假装欢喜地接受了 看看 还是小贤有本事 这不就办妥了吗 丈母娘看女婿心里 愈发欢喜 凡之啊 今儿中午在伯母这边吃饭 伯母给你做几个好菜 说着这话 简秋香起身离去 出门的时候 还瞇了一眼季中坛 丢给他了一个哼字 唉 季中坛摇了摇头 徐小贤说的这法子 当然可以操作 也是风险最小的操作 但为了这么个小事 劳动了齐文俊 人家 虽然和自己是同窗 可人家毕竟是 这儿八经的 北梁府府台大人呀 这一家伙 可欠了人家天大的人情 师弟 我在家里的地位不是太高 就麻烦你了 师兄 看得出来 齐文俊拍了拍 季中坛的手背 家有汉妻 师兄受委屈了 简秋香自始至终 没有说出山的是刀锋 他说的是土匪 因为若是说刀锋 恐怕用刀架在 季中坛和齐文俊二人的脖子上 他们也不敢同意 徐小贤同样以为是土匪 但这事儿 他必须得配合简秋香 因为马帮 扩大这件事 本就是他提出来的 他需要几支更庞大 运载能力更强 并且安全系数 还极高的商队 在而今的交通条件下 要将生产出来的商品 远销到大臣的各个地方 事实上 马帮才是最安全最快捷的 以往马帮 是将有差价的商品 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 批发给当地的大商号 但从今年开始的渐渐改变 今年马帮出发会 带着新的任务 开设自己的商号 徐小贤根本不愁 自己的商品不好卖 无论是文香 乙糖 还是纸 或者是酒 都是这世界的人 极为欢迎的东西 再加上价廉物美 与其批发 那不如自己独赢多赚点 当然 在各个大的城镇 若是有和简秋香关系 极好的老商号 这生意分润给人家去赚 也无所谓 既然简秋香找到了 扩大马帮的人 自己就得给他们 解决了后顾之忧 户籍这事 没那么快能够办得下来 不过无所谓 梁义县地里偏远 也没人闲得淡腾 跑这地方来核查户籍 正月初五一过 徐小贤就跑去了一趟百花镇 让王富贵 安排了砖瓦匠和窑匠 开始吃砖瓦烧窑 这一次 从外地要牵来数百户的人家 说好了 他们初时 过来建房子 我知道这土上的洞 哪怕烧火烤也得给本少爷 化开了只砖瓦 王富贵一呆 少爷 不是说百花镇不在 不在啥 本少爷现在是百花镇镇长 那些都是本少爷的远亲 难道本少爷能眼睁睁看着他们 在异乡受苦受难 置之不理 王富贵嘴巴一张 哦 原来是少爷的远亲 那小人这就去安排 嗯 地儿也寻一个 就在少爷我那荒地附近找找 对了 等这摇烧了出来 你到我府上来一趟 咱们今年还要搞个新鲜玩意儿 来给大家增加收入 王富贵眼睛一亮 眼巴巴看着 徐小贤小姨的问道 少爷 啥好活计 酿酒 你寻十来个机灵点的 二三十岁的人给我 少爷教他们酿酒 好 还不快去 王富贵转身就跑了 徐小贤这才一摇一晃地 往李大爷家走去 在山坡上 他望了望那栋百花馆 驻足片刻没赶过去 来到李大爷家 人不在 院子里只有那条白花小母狗 望着他摇尾巴 似乎再问 怎么没将那条壮硕的黄狗带来 李妞妞也不在家 徐小贤去了侧院的牛棚 好吧 小母牛也不在家 今年这小母牛 发了情地弄去配种了 这样生了小牛犊子才有奶 记忆远 可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呢 转身他去了雪平沟 今儿个造纸作坊已经开工 里面正干得热火朝天 他没有进去 就在外面瞧了瞧 这造纸作坊的 旁边也有许多人在忙碌 第二个造纸作坊正在建设 看这模样 估计二月能够建成 那桑皮纸就能够正式生产 赶在三月上市售卖了 他转身又走了 去了一趟纹箱作坊 里面依旧在生产 但送出去的纹箱 却没有怎么积压 这世界的人不可理喻 大冬天的根本就没有蚊子 他们居然坚信 纹箱这东西能够提神醒脑 朱仲矩说 自从清水纹箱被查封倒闭之后 百花纹箱在梁州供不应求 梁州有个传言 说这百花纹箱 是华神衣传授给徐小贤的方子 徐小贤就是用这个东西 治好的精神异常之症 所以他才得了精髓的戒缘 好吧 这样美好的误会 总不能去澄清吧 看来这闻箱作坊 也得再增加一处 不然压根就没多地供应商队 如此想着 他来到了那一望无际的荒地里 荒地里依旧覆盖着矮矮白雪 这雪要到二月底 才会完全融化 到时候 这荒地里又将生长出旺盛的野草 那些土匪的家眷 肯定多为女人 就让他们来侍候这地吧 就在这荒地的另一头 大管家带着观山和校园二人 正向这边走来 刀锋下山之势 简秋香已经给了回应 这件心头大事算是解决了 他带着二人前来 一来是让他们瞧瞧 小少爷在百花镇 弄的这些红红火火的产业 二来是寻个地方 等少爷的砖瓦 烧了出来好建房子 徐小贤正蹲在这雪地里 掘起了雪下的泥土 他将这泥土放在手里搓了搓 还凑到了鼻子下面闻了闻 三月末得翻出一小片的地来 种植土豆 他再一次确认了 这沙地适合种植土豆 事实上 这样的沙地还适合种花生 花生这个东西 前世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 它是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才发现 过了许多年才传入国内 还是在沿海 后面又用了许多年才传入内地 但另外也有一种说法 说花生这玩意儿是国内原产 因为有考古发现在江这一带 和江西的某个遗址中 有像花生的植物颗粒 不得而知 反正梁义县或者梁州城 是没有花生这个玩意儿的 暂时不用去理会别的作物 先将土豆给种出来 才是王道 至于那两根玉米棒子 今年还是种在后院里比较稳妥 徐小贤如此想着 将手里的泥土丢在了地上 拍了拍手正要站起 抬头便看见了 处着拐杖向他走来的大管家 他没奸一蹴 百花镇五万多人 他的脑子里都能挂得上象 这瘸子老头 和他身后的两个笔直的中年人 他绝对没有见过 他反手就取下了背上的弓 搭建张弓 就瞄准了三丈开外的大管家 你们是什么人 大管家停下来的脚步 他处着拐杖 一脸笑意地眯着眼睛 看着徐小贤 这就是小少爷 小少爷居然如此警惕 这是好事 但小少爷还是大意了 他应该带着几个护卫才对 我是长伯 少爷 敢问这里就是百花镇 你们有何事 我们是答应归顺 捡秋香捡捡当家的 土匪 这不来瞧瞧 在百花镇的哪个地方 安家比较方便 徐小贤一听 放下了箭 你们回去 初时叫你们的人 来建房子就行 其余是本少爷自会安排 小老能不能和少爷您聊聊 没啥好聊的 像你这样这般年纪 还深有残疾的人 百花镇的学堂缺一个门房 这个位置给你留着 二十文前一天 到时候你就去学堂 这活轻松 你回去告诉你们的人 百花镇不养闲人 除非躺在了床上 另外 你们来的同为百花镇村民 你们的孩子 同样享受免费入学 就这样 少爷我没空 再见 徐小贤挥了挥手 转身就走了 大管家和观山校月 呆立当场 他 他很好 若是这样 咱们回吧 那学堂的门房 也很好 正月初六 梁一县衙门也开工了 昨儿早上 齐文俊离开了梁一县 带走了徐小贤三坛子 壮远红 他依旧去的梁州城 因为该死的户部 还没有下达对梁州府的 任命文书 季中坛开始忙碌了起来 一来是去岁的秋梁税赴的 开始征收 二来是今年的春耕 要开始检查各乡镇的 农耕器具和种子耕牛什么的 渠河水库又开了工 徐小贤作为和长 无论如何得去看看 坐在咸云水泄中 喝了一壶茶 他望着冰封的河塘 看着那些早已枯败的荷叶 想着徐河水库的事 内库已经建成 但外面的这处大坝 显然赶不上四五月的插秧了 这梁一线 到了六七八月就是雨季 去年的雨季 几乎没什么雨 但这地方可没有天气预报 谁知道今年的雨季会怎么样 徐山上的雪水 会从三月下旬开始融化 大小青山上那些融雪水 不知道能不能够将内库的水蓄满 若是不能 还得将徐山里面的山泉水 进行引流 外坝的建设得先从一红道开始 得保证内库的水放出来 能够经过一红道流出去 去解决部分地方的春耕用水问题 至于外坝大堤的建设 只能先准备好食料等等 待到秋收农闲之后再行施工 如此想着 他叫上了四喜正要出门 却看见一脸不喜的季星儿 气呼呼地走了过来 这大青草的 你这又是怎么了 季星儿撇了撇嘴 冲着徐小贤生气地说道 还能怎么 娘妃得要我来保护你 这么大个人了 还得要人跟着 你就不能自己练练功夫 总不能我以后嫁了人 还给你徐小贤当保镖的吧 徐小贤一正 顿时笑了起来 这小姨子已经很久 没有跟着她了 月儿说她使还不动 因为不知为何 就算给妹妹使两银子 她也果断地一口拒绝 现在丈母娘给她下了命令 这原本就是她不情愿做的事 她如此生气 倒也理所当然 你不想去就别去 再说周延望死了 曹不动也下了大狱 我徐小贤如此低调 又不遭人返 哪里来的那么多仇人 想要杀我 说完这话 徐小贤抬步就走了 季星儿气得直跺脚 却毫无办法 只好跟在了她的屁股后面 娘说徐小贤的命 关系到百花镇数万人口 关系到爹的前途 还关系到马帮的未来 季星儿多少知道一点事 可这些事关她屁事 但娘生气了 如果她不去保护徐小贤 就将她送去龙虎山 那地方小时候去过 她再也不想去 她想当个游匠 却不想当一个 活在深山老林里的 影视高人 毕竟红尘更为热闹 她继心儿 还没有看破红尘 归隐的那心思 穿银甲匹 大长手握长刀的 大将军相公 还没找着呢 那深山老林有什么 有猴子 一架老马破车 晃晃悠悠地出了城 往牛角沟村方向而去 一匹神骏的大白马上 坐着个穿着一身红袍 背着一把长剑 带着斗笠蒙着面纱的女侠 也一摇一晃地 跟着那老马破车 缓缓而行 乡村的土路 因为化学的原油 很是泥泞 马车有些颠簸 走的速度也很慢 徐小贤倒是不急 她掀开了窗帘 看着外面被积雪覆盖的田野 再过些几天就立春了 立春之后 要不了多久 那些田地里的麦苗 就会冒出头来 她原本是想要在 自己的那一片荒地里 也种上小麦的 因为土豆的种子太少 占不了多少地 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因为那沙地种小麦 确实不行 浪费种子 还浪费人力物力 兜里没几个银子了 这开了宫 账上的两千多两银子 像水一样 哗啦啦地流出 在今年的第一批货款 没有回来之前 恐怕还得从纪院那界点 来填补空缺 想着接下来 要做的很多事情 不知不觉 两个时辰过去 马车终于来到了牛角沟村 这里距离大坝工地 还有两三里的路程 马车没法再前行 这路又如此拧拧 徐小贤看向了季心 拖我一程 红衣少女心肝一紧 摸了摸鼻梁鼓 不干 我现在能够爬上马背了 你别怕 男女瘦瘦不轻 自己的路自己去走 女侠 你能飞 要不把马给我骑 你飞过去 别想 少女骄傲地扬了扬脖子 打马就往前去 那马路过徐小贤身旁的时候 似乎还瞅了徐小贤一眼 眼里有些畏惧 似乎还没有忘记 自己原来的那一身漂亮的毛 就是被这人给嚎吐了的 徐小贤能把这任性的小姨子 怎么办 他看了看这大白马 又长出来的油光滑亮的毛 决定找个机会 再薅他一家伙 一匹大白马 拖着个红衣少女 走在泥泥的乡间小路上 徐小贤身一脚浅一脚地跟着 心想 老子也就来这一次了 以后 以后等蓄水的时候 再来瞧瞧 来取河水库 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去看看青龙寺 抵达取河水库 徐小贤让段山 找来了几个主要负责的石匠 将自己的意见详细地阐述了一番 得到了段山等人的认同 他又去了那坝看了一眼 对这个工程很是满意 目测这坝高大致在50丈 也就是能蓄水120米上下 大坝通体由条石砌成 条石之间浇灌的是糯米灰浆 这玩意儿的粘合强度不用怀疑 足以抵挡千年不遇的山洪 他主要看的是 大坝两侧的一红闸门 墨盘一般大小的几个滑轮 掉在龙门架上 一端固定在闸门上 一端固定在远处的一个巨大的脚盘上 试过了没有 段山连忙回到 试过多次 用五头牛能够将闸门给拉起来 蓄水之后再试试 好 徐小贤走下的大坝 沿着还没被水淹没的小路 往曾经的青龙寺而去 喂喂 你又跑那鬼地方去干啥 寄意儿大叫 去烧一炷香 这水一蓄起来 青龙寺可就在湖底了 他当然不是去烧香 他就是去瞧瞧 因为他总觉得 青龙寺建在这地方有些诡异 你说一寺庙 藏在这深山老林之中 不受人间香火 他存在得意义何在 对于青龙寺 他请教过简秋香 按照简秋香的说法 那位慧能大法师的来历 颇不简单 他曾经是北武林的总嫖把子 他曾经当然不是和尚 他姓禅 叫禅书兴 一品上的高手 在当今皇帝唐吾旺起兵之际 唐吾旺曾经亲自去 招揽过禅书兴 但看来是没有招揽到 因为唐吾旺征伐离朝的那八年时间里 禅书兴帮助过离朝 抵抗过刀旗 所谓北武林 其实就是这北京之地的 数十股大小不一的山寨堂口 其中的一大半跟随了唐吾旺 简秋香并没有提起 许云楼这个名字 事实上 这一大半的武林中人 都是许云楼招募来的 他们组成了最初的大臣刀旗 另外的一小半顾念旧朝 被禅书兴收拢 成为了旧朝的平万军 甚至禅书兴 还被旧朝最后一代皇帝 赐了个平万大将军之职 当大臣攻陷长安之时 禅书兴方之大势已去 他带着残余的两千多人 躲去了大臣西边白鹿洲的天青山里 大臣建国之后 唐吾旺数次派了刀旗去绞杀禅书兴 最后一战发生在大臣二年秋 在天青山的云谷中 禅书兴所部被围 所有乱军全部被杀 却没有发现禅书兴的尸首 他早已离去 他带着几十个心腹高手 在大臣建国之初 就已经潜入了梁义县的大小青山里 也就是十六年前 他就已经在这里出了家 修建了青龙寺 简秋香曾经带着龙虎山的五大高手 和三十六天刚来过这里 两人有过一番谈话 谈的是什么内容 简秋香没有透露一个字 只是告诉徐小贤 这和尚活着比死了更有用 言下之意 就是不要将禅书兴活着这事告诉官府 所以就连纪中谈也不知道 他的智下 曾经有一名朝廷通缉的要犯 徐小贤和纪新 走入了青龙寺外的林间 苍翠轻松的枝头 挂着许多晶莹剔透的冰条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穿过松林 照射在那些冰条上 冰条便散发出了璀璨的光彩 冰尖上的水珠 渐渐凝聚 然后滴落 滴落在下面的积雪上 发出极其轻微的扑的一声 树下满是这样的小雪坑 就像蜂窝一样 你来这鬼地方 究竟想干啥 红衣少女有些紧张 虽然塔尔金已踏入了三瓶下能飞了 可她知道这身手 若是遇见路灵强人 可简直不够看 真的就是来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我来看看这庙跑了没有 话虽如此说 徐小贤此刻也取下了弓搭上了剑 浸泡了勾吻剧毒的剑 继心儿听不明白 觉得这家伙脑子有病 徐小贤当然也没解释 两人踩着厚厚的积雪 小心翼翼地 向那暗红色的院墙走了过去 忽然 扑愣愣一个声音从林间响起 徐小贤在那一瞬间举起了弓 继心儿也在那一刻 双手握住了她的剑 这鬼气森森的地方 胆小的女侠那颗心 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上 她咽了一口唾沫 下意识地往徐小贤的身边 靠近了一点 野鸡 别怕 继心儿抬起头来四处张望 果然看见了一只野鸡 从雪地上飞到了树梢头 摇落了片片的雪花来 她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徐小贤转头有些惊诧地看了她一眼 就你这胆子 还敢去闯荡江湖 人家简春夏那么小 就敢独自一人从千里而来 她摇了摇头 我看你还是更适合在规格里绣花 哼 少女脖子一仰脸 却抖得一红 本姑娘怕的是鬼 又不是怕人 不做亏心事 夜半不怕鬼敲门 你是不是干了啥谋才害命的事 继心儿扭头 瞪了徐小贤一眼 恶狠狠地说道 你信不信我宰了你 徐小贤撇了撇嘴没理她 继续向前走去 踏入了那道正门 却陡然一惊 跟在身后的妓院一把将她推了开去 也跨入了这门里 少女的小嘴顿时就张得老大 上一次 去年来这青龙寺的时候 那个叫殷虚的小和尚 带着他们正是从这道门进来的 这门里原本应该是巍峨的群殿 右边的这条通道 抵达的是后院的诚心禅院 可现在 现在是一地倒塌的瓦砾砖石 这才半年过去 青龙寺就塌了 显然不是 这是人为 以往这些殿院阻挡了视线 不能看见后面是什么模样 此刻放眼看去 所见是一片狼藉 有依旧镀着精深的佛像 倒在这断壁残垣里 胳膊在东 脑袋在西 更有许多的佛陀 被乱七八糟地丢在外面 看起来下手很重 因为没有几个佛陀 是完好无损的 青龙寺占地极广 但曾经临次至比的寺庙 此刻皆已被夷为平地 这是谁干的 王富贵他们 秋天还在这里收割过道谷 那时候青龙寺依旧在 他们甚至还在寺里卸过脚 这说明青龙寺的和尚 在离开的时候并没有破坏他 这也说明 他是在这个冬天被人所破坏的 为了财 姬希尔在震惊之后问了一句 徐小贤摇了摇头 青龙寺的和尚不可能留下财物 那是为啥 或许是看这寺庙不顺眼 徐小贤当然是瞎说的 他说着这话 向后院那边去 成兴禅院的那堵围墙依旧在 那里曾经是青龙寺 住持会能大法式的禅房 在徐小贤想来 这若大寺庙都被翻了个底朝天 这成兴禅院当然也不会例外 然而 当他踏入这后院的月亮门的时候 又吃了一惊 这禅院里完好如初 那尊白玉雕琢而成的弥勒佛像没有了 那佛刊里 却供着一尊土地菩萨的身像 禅房依旧在 院子中的那凉亭同样在 就连凉亭的石桌上摆着的那茶盘也在 徐小贤站在门前皱起了眉头 地上没有积雪 院墙的角落更没有珠网 就像刚被人打扫过的一样 他又握紧了弓 既仙探出脑袋 往里面瞧了瞧 也握紧了剑 这地方怪甚人的 要不 咱们回去 徐小贤点了点头 身边就一个不靠谱的三平下的高手 他可不敢一身涉险 这地方得再来 却不是现在 得将那五个大哥都带着 才会觉得安全 就在徐小贤想要转身回去的时候 那禅房里 忽然走出来了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嬷嬷 他的头发已经花白 穿着一身灰色的裙袍 他勾搂着腰眯着眼睛 看向了徐小贤 然后向徐小贤走了过来 徐小贤举起了弓 瞄准了这老嬷嬷 站住 不许动 举起手来 不然 我就放剑了 就在徐小贤的视线中 老嬷嬷果然停了下来 他微微地直起了腰 似乎眼力不太好 他依旧仰着脖子 眯着眼睛 仔细地看了看徐小贤 然后又低头继续向前 你再不站住 我真的放剑了 老嬷嬷可能是耳力不太好 他埋着头依旧走着 距离徐小贤越来越近 徐小贤在这一瞬间 果断地张弓 松手 独剑离弦而去 咻的一声 瞬间就到了老嬷嬷的身前 就在此刻 老嬷嬷伸出了一只手 他一把抓住了这只剑 徐小贤吓得亡魂大帽 跑 他一声大吼 身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 忌心而果断地转头就跑 他从腰间再取出了一只剑 在转身开跑的那一瞬间 又射出去了一箭 转头的那一刹那 他似乎看见那老嬷嬷在笑 卧槽 这特么的 莫非是 遇见了千年老妖 徐小贤跑到比兔子还快 可他还没来得及跑出十丈 就觉得背后一疼 碰 的一声 他一头栽倒在了雪地里 这特么的 大意了 前面的忌心而在慌乱之中 施展出了 他那别角的轻弓 他刚刚跃起三丈 也陡然眼前一黑 从天上掉了下来 缠房里 一个很是富贵的妇人 正慵懒地斜靠在一张软榻上 翻阅着一卷佛经 一名俏丽的婢女 为他煮着一壶茶 老嬷嬷推门而入 躬身站在了他的面前 娘娘 丢出去了 菩提本自信 信尽是菩提 亦非可修相 更无可作相 一切处无心者 祭修菩提 解脱 涅槃 祭免 禅定 乃至六度 皆见性处 妇人头戴金钗 身着雕球 捧着佛经的手腕上 戴着两条碧绿手环 拇指上还有颗硕大的 祖母绿香精戒指 她那葱白般的手指 在嘴唇上沾了沾 又翻了一页手里的佛经 莫要说这佛经 倒还有点意思 走的时候 将这庙里的佛经 给本宫装回去 老嬷嬷攻身毅力 奴才遵命 妇人的视线 一直落在这佛经上 眼都没有抬一下 说说吧 是个怎样的人 老嬷嬷再次攻身 想了片刻 生得很是俊俏 身子骨 有些单薄 射箭有一点点力道 没有学过功夫 另外 老嬷嬷想了想 徐小贤提醒了两次 射了他两箭 心地应该善良 形势有些拖沓 大致就是这么个样子 这实在有些抽象 妇人想得似乎有些吃力 她的眉间隐隐有了皱痕 沐云收尽一清寒 银汉无声转玉盘 能写出这等家具的少年 理应长得俊俏 吹到一片秋香 清灰了如雪 愁中看 好天凉夜 知道尽成碑夜 本宫记得她才十六七岁 她又将指头 放在嘴唇上润湿了一下 又翻了一页书 这词 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 不过也能合了她的心境 想来这些年 她在梁义县这地方 也受了不少苦 这孩子倒是坚强 没料到 今岁还能得了 这梁州的戒缘 明儿个你去梁义县走走 多了解了解她 像她这样人 不应该仅仅 只有这两首诗词才对 收集一下她别的诗词 另外就是 看看她这些年 在梁义县做了些什么 老嬷嬷再次攻身 奴才遵命 只是 这地方已经被徐小贤撞破 她既然来了这里 恐怕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恐怕还知道了 云楼先生藏在这里的那刀谱 娘娘是不是该离开这里了 贵妇人沉阴片刻 也该回去了 陛下恐怕会在三月初 动身来梁义县 叫秀春卫收拾收拾 待会本宫就启程回去 你 弄清楚了徐小贤的事 再跟回来 娘娘 奴才斗胆问一句 为何不将她杀了 她活着比死了对本宫更有利 再说 她就算是死 也不能死在本宫的手里 既然这地方没有寻到那刀谱 云楼先生会不会将那刀谱 放在梁义县的那徐府中 妇人摇了摇头 那个贱人派了的奴才 在徐府待了十四年 只怕那徐府的每一个角落 都被翻了个遍 却没找到 那便不会在那里了 老奴知道了 老嬷嬷公身退下 离开了诚心禅院 起落间向梁义县去 贵妇人这才放下了手里的佛经 端起了刚刚七好的一盏茶 面上的神色变得严肃了起来 喃喃自语了一句 许云楼 你究竟会将那刀谱 藏在什么地方呢 那真的会是一本刀谱吗 它是当今大臣的夏昭容 二皇子唐不语的母亲 东郡侯府下家夏侯爷的亲妹妹 去岁十一月 她回夏侯家醒亲 却省到了这里 这本来应该是一件 无人知道的秘密 然而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一只信鸟 在某个夜色中 从京都皇宫的后宫里飞了出去 她飞去的地方 是北魏都城浮风 徐小贤醒了过来 冷醒的 她一咕噜爬了起来 打了个寒颤 这才看见 旁边躺在雪地中 依旧昏迷的寄星 少女的体温 将身边 生下的积雪融化 所以 她是躺在一滩水里的 可莫要被冻死了 徐小贤四顾张望了一下 这里就在青龙寺外不远的地方 望着那幽静的森林和森林中 看不见地被拆除了的青龙寺 她又打了个寒颤 这特么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怎么回事 指的是 那老妖怪 居然没有要了她和祭仙的小命 她可是清清楚楚地看见了 那老妖怪的模样 按照道理 她不是应该将他们杀了灭口吗 这荒山野岭的地方 杀了也就杀了 等明儿个祭仙令 带着捕快来 找到自己的时候 要么被山上的狼 给啃得只剩下骨头 要么被冻成了僵尸 可没死 甚至还没有受伤 那么 她就不怕小爷我出去了 搬来救兵 现在还是赶紧离开这个地方的好 万一那老妖婆 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那可就真交代在这了 行行 行行 她蹲在了祭仙身旁 使劲地摇了摇 没将祭仙摇醒 差点将自己的鼻血 给摇了出来 哪怕她穿的是棉袄 可也架不住她的骄傲 这特么的 这么大一坨 恐怕得有百来金 徐小贤深吸了一口气 将祭仙扛在了肩膀上 撒腿就向外跑去 她这才发现自己的力气 好像又大了一些 就在她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大坝处的时候 肩膀上扛着的祭仙醒了 被晃醒的 少女睁开眼 看见的是蓝蓝的天 然后她才感觉到了异样 她一把捂住了湿漉漉的胸口 她倒吸了一口凉气 徐小贤 你对本姑娘做了什么 放我下来 碰 祭仙的脸着地 祭仙是血流满面地回去的 这模样实在凄惨 那一身红色的裙袍满是泥水 头发都被泥水给降住了 还散乱着 简秋香看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就是让她去保护徐小贤的吗 怎么弄成了这般模样回来 遇见歹人了 徐小贤怎样了 简秋香顿时焦虑地问了一句 寄仙儿放声大哭起来 泪如泉涌一般 你们 你们 我是不是你亲身的 你们以前就说 我是捡来的 这话看来 看来是真的 我都这么惨了 你 你关心的 居然是徐小贤 我早说过她 就是我的克星 你 你却偏不信 我跟着她 就没有过上一天安生的日子 哎呦喂 我的鼻子 季月儿在她的闺房里 听见了这番话陡然一惊 什么叫跟着她 就没过上一天安生的日子 徐小贤是我的未婚夫 你季心儿跟着她 跟着她过什么日子 少女为了捍卫自己的主权 如风一般跑了过去 这才看见妹妹凄惨的模样 原本想要择问的话 被咽了回去 声音也变得低柔了起来 这究竟是怎么了 不急 你慢慢说 姐给你做主 季心儿哭得愈发响亮 你怎么给我做主啊 她 少女指着隔壁的手都在颤抖 她禽兽不如 简秋香心里咯噔一下 她顺着季心儿的手 望望隔壁的那堵墙 徐小贤不会想要大小通吃了吧 其实也不是不行 只是 只是她的牙扣能有那么好吗 再说看这模样 好像兴儿不太愿意 不对啊 徐小贤可没有武功 就算她想要用墙 也断然不是兴儿的对手 兴儿怎么会伤得如此之惨 还是他们究竟遇见了什么麻烦 兴儿 你给娘仔细说说 究竟发生了什么 娘 我也不知道呀 徐小贤那个神经病 去看了渠河水库之后 非得要去看看那青龙寺 少女的肩膀抽气着 她将青龙寺所见的状况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我们来到了成兴禅院 就是以前那老和尚住的地方 她站在那月亮门前 我在她身后没看见里面 就见她取功搭建 对里面说站住 不许动举起手来 然后我就昏迷了 等醒来的时候 她扛着我正在跑 继续儿那颗悬着的心 这才放了下来 还以为真出了 那难以想象的事呢 大惊小怪 简秋香却皱起了眉头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我一时没醒悟过来 以为 以为她把我怎么了 于是就骂了她两句 她就将我给丢在了地上 可差点摔死我了 继续儿瞪了她一眼 心想你这样冤枉许郎 差点让本姑娘过去质问许郎 你继心就没干得靠谱一点的事 简秋香成音片刻 你去洗洗 换一身干净的衣服 我出去一下 简秋香去了隔壁 又仔细地问了 问刚刚沐浴出来的徐小贤 伯母 那青龙台 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那老妖怪不简单 功夫很是厉害 但要拆了那么大一座寺庙 我觉得 他们另外还有人 我知道 我和师兄弟们一起去看看 我也去 你别去 你去了 简秋香差点脱口出你 去了也是个累赘 你在家好生休息 伯母为你做主 简秋香说完这话 提见便走 徐小贤望了望天边的夕阳 摇了摇头 这件事 他根本摸不出头脑 思来想去 只能认为 那帮匪人心地善良 若患者是自己 肯定一刀砍了 堕巴堕巴 丢去喂狼 历经今儿这事 徐小贤又一次意识到了 这个世界不太平 太危险了 光天化日之下去探探寺庙 居然也有如此凶险 万万不可如此莽撞行事 狗着 再量一线狗得稳稳当当 如此想着 他沏了一壶茶 才觉得这院子也不太安全 五个大哥不能都去渠山里面 得留下一两个 在这府上帮忙护院才行 掀开盖碗 吹了吹鸟鸟茶烟 这才刚刚喝了一小口 智蕊就像一只鹅黄的蝴蝶飞了进来 少爷 少爷 朱家大少爷来了 哦 这司这时候跑来干啥 又想蹭饭吃 没门 大哥 朱仲举看见许小贤可热乎了 毕竟这大哥给自己家送来了万贯之财啊 三弟来信了 特意写给大哥的 您瞧瞧 苏平安 许小贤这时候才想起 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城 还有一个异地 来来来 自己倒茶 我瞧瞧三弟当了个什么官 苏平安是受举荐而去的长安 还是走的左向盐宽的路子 这个路子有点野啊 有堂堂一国之相爷罩着 这小子想不飞 黄腾达都不可能 他兴致勃勃地拆开了信封 抽出信纸的时候 鼻子耸了耸 咦 这家伙怎么会用这么香的纸 朱仲举一正 没有啊 就是寻常的桑皮纸写的 我也有一封 看来这大哥没白当 给自己的信 连信纸都要用得好一些 许小贤很高兴 展开了信纸 落如眼帘的是一笔极为漂亮 都快赶上自己的簪花小凯了 不对啊 苏平安平日都是一笔行书 仔细地看去 陡然瞪大了眼睛 徐公子 见信好 奴家苏菲 江南苏州苏家嫡系的苏菲 苏平安的妹妹那个苏菲 这特么大 徐小贤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居然是江南那个才女 苏平安心心念念 想要介绍给自己 认识认识的那个苏菲 看这一行字 这姑娘写着信的时候 心情是愉悦的 嗯 应该也是调皮的 公子之诗词 家兄已给奴家看过 奴家见之欣喜 仅为天人所作 尤其是那一首锦色 其中味道令人肝肠寸断 奴家恨不能生了翅膀 飞到公子身边 为公子劫此惆怅 奴家问了家兄 诸多关于公子之事 心中有些许疑惑 奴家生在江南 长在江南 敢问公子前八景 后八景 续四景 东西望远 南市小烟 北山春跳 水寸鱼笛 长山蓝翠 还有大臣第一水乡之称的 针锋里 这些地方究竟在何处 为了找寻此中答案 奴家居问过了江南四大才子 他们对此也一无所知 奴家愈发好奇 于是写信回家问了问父亲 父亲说 荒唐 这些都不是主要的 奴家给公子写信 想要问问公子 公子既然做了 景色 奴家想做一手 和明 不知公子以为如何 公子无须回信 奴家大致三月来访 正是春天 望春意昂然 这是个什么情况 苏菲要跑这凉意线来 他这不是给自己添乱吗 苏平安这丝 我和继院的是他知道的 怎么还会 任由他这妹妹胡来 徐小贤就惊呆了 对面的朱仲矩就纳闷了 三弟写了个什么玩意儿给大哥 把大哥吓得脸色都变白了 不是 二弟啊 三弟 究竟当了个什么官 朱仲矩一正 怎么 他信里没给你说 他说了个寂寞 哦 三弟向大哥述说寂寞 忘了说正事 三弟在去岁十月 就面见了皇上 在十二月的时候 得了个石缺 外放去了苏州的陆城县 当了县令 苏州在什么地方 在东边 和景国接壤 哦 徐小贤想起来了 他在《大臣山和志》 艺术中看过 里面有提到苏州 倒没有说到陆城县 这样的小地方 那地方如何 朱仲矩双手一摊 我哪知道 不过再差 也差不过咱们量一些 好吧 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 徐小贤想要将这封信给烧掉 但当着朱仲矩的面烧 有些不妥当 于是他若无其事地 将这封信给折了起来 塞入了信封中 一同塞入了袖带里 你家那作坊的位置 选好了没有 先别忙着大张旗鼓地弄 先试试 我估摸着 这时也找不到熟练的匠人 最好是用你们朱家的宗庆 我爹在开始采买那些材料 也在按照你写的法子 弄那些器具 我暂时不过问这事 过两天得去梁州一趟 咱们的生意 虽然有杜炉门在那边盯着 但我还是觉得 多一个人看着更放心一些 说着这话 朱仲矩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俯过身子 看着徐小贤问道 咱们梁一线那个 阮氏职业大哥 你知道的吧 他的手指头在桌上扣了扣 这阮氏来者不善 年前我托爹 请他梁州的好友去打听了一下 大哥 这次你可要小心着点 听说阮氏的背后 站着的是张氏 就是大臣六大家之一的 那个宣州府的张氏 张氏儿经掌管整个家业的 是张家老二张泽相 但实际上张氏权力最大者 依旧是张氏的老家主张亚峰 三弟在给我的来信中 提了这么一句 你在梁州弄死了周作 他给你写了这是没有 这当然没有 徐小贤茫然地摇了摇头 这三弟也真是 这么重要的事 怎么就不给大哥你说呢 原本这周作是 要去京都和户部上书 张泽田的妻女张玉兰订婚的 三弟说 这张玉兰名字取得好听 但事实上生得奇丑无比 这还是次要的 这张玉兰在京都的名声 可有些不太好 听说他还在外面 养了一个漂亮的和尚 卧槽 徐小贤吓了一跳 这丑人多作怪 看来有几分道理 这关我什么事 要说起来 周作奈斯也生得一副好皮囊 你弄死了周作 可就弄死了张玉兰的未婚夫 听说周作被你弄死的消息 传到京都张府之后 张玉兰大发雷霆 差点把那尚书府邸都给拆了 扬言要 要将大哥你千刀万剐 这简直是祸从天降嘛 徐小贤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张泽田就这么任由他胡来 这里面有什么缘由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按照三弟写的意思 这张玉兰在京都 他家有权有势 本就是造纸这个行业的龙手 我估摸着张氏让阮氏出头 也有给张玉兰报仇这么个意思 这种商业上的竞争 若是涉及到了仇恨 那就一定是以某一方倒下 甚至弄得家破人亡才能结束 朱仲矩的这番担忧 只有少部分是他自己想到的 更多的是他爹朱大昌的分析 这番言语既有道理 倒是让徐小贤对这件事 更加重视了起来 张氏肯定是从手指入手 徐小贤相信自己的生产成本 一定比张氏的低 但张氏的体量太大 他既然能够占有 大臣七成的职业市场 想来在大臣的许多地方 都有造纸作坊 这是徐小贤根本不可比拟的 另外就是张氏强大的财力 凭着人家的资本 还真能够将他这小小作坊给击垮 但徐小贤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对此倒不是太过担心 你去了梁州 如果阮氏上了手指销售 你记住 无论他卖什么价格 咱们都比他低上两文钱 这不还是价格战 面对这样的大财阀 大哥这底子 朱仲举咽了一口唾沫 不太好说 你不用管我能撑住多久 反正你就这样干 记住了 记住了 行 那你回吧 咱们去淡水楼吃酒去 不去 我还有事 你回去 大哥 我养的那条黑狗 被人家给弄走了 徐小贤一正 这脑子转得他猝不及防 不是我弄走的 我不是说是你弄走的 那你想说啥 我想说 我再也不养狗了 朱仲举走了 徐小贤又摸出了那封信 来闻了闻 真香 他展开来 又细细地读了一遍 想的是 读过之后就烧了 男人的心态就是这么怪异 徐小贤明明知道 自己已经有了未婚妻 而且还是这么温柔体贴的未婚妻 可他依旧在窃喜 窃喜于自己那借助古人的才华 让江南鼎鼎大名的大财女苏菲 爱慕上了自己 谁不想被女人喜欢呢 这就是作为男人的魅力 这种感觉怎么说呢 你喜欢上了我 这是我的骄傲 但我却要拒绝你 你不能怨我无情 因为我是因为有情 才对你无情 用人话说 就是当了表 子还立了牌坊 苏平安那私生的好看 按照正常情况 他那妹妹苏菲 差不到哪里去 这古代的社会 三妻四妾 是极为正常的 只是这姬月儿还没弄稳妥 就去想别的 有点无耻啊 她想得有些出神 也想得有些远 她没有注意到 姬月儿亲手亲脚而来 然后翘生生站在了她的身后 姬月儿伸长了脖子 原本想要给徐小贤一个惊喜 没料到她的视线 落在了那信纸上 然后一呆 接着被吓了一大跳 苏菲 她居然想要截胡 这怎么可以 徐小贤 徐小贤被吓得跳了起来 转身才发现姬月儿 此刻的姬月儿 泪珠在眼眶里打着转 一副黛玉葬花的模样 你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些事 不容易说得清楚 徐小贤那个郁闷 我嘚瑟个啥呢 一把火将这信给烧了 原本屁是没有 可现在 正弄得羊肉没吃着 还惹来一身骚 她看着姬月儿 那梨花带雨的模样 连忙说了一句 我若是说 这是她写给我的第一封信 你信吗 她为什么要给你写信 这是发自灵魂的质问 徐小贤被问的一愣 我也想知道 她为啥要给我写信呀 这个 她是苏平安的妹妹 苏平安那家伙 你认识的呀 估摸着她在她妹妹面前 把我夸上了天 她这妹妹也是不懂事 一个贵重的姑娘 哪里能这样明目张胆地 写这样的信呢 姬月儿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你这意思是 应该背地里悄悄地写 不是 徐小贤连忙摆手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们素妹平生 她这样做实在 实在是荒唐 可是 可是她这信里说 要来梁一县见你 这见了之后就熟悉了 那你是不是就要 把她请回家里来 很显然 这个未婚妻不太好忽悠 这女人的心思 你越是解释 她就越是觉得你在掩饰 徐小贤闭上了嘴 却动了手 她一把将纪月儿 扯入了怀中 紧紧地抱着 下巴在她的头上蹭了蹭 这才在她的耳边 极为轻柔地说道 我的小傻瓜 相公我的心里 只有你没有她 罗灿灿那王八犊子 恐怕就快到家了 北都侯府那边 很快就会传来消息 咱们就能赶在三月成亲 我可是早就想和你成亲了 那样 咱们就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同睡在一张被子里 在这样冬日的夕阳下 生意暖炉 且将诗酒清歌 唱一曲红袖天香 歌一条月上瓜粥 月儿 那样的日子 是不是很美好 我等这一天 已经很久了 你呢 少女的脑子里 顿时出现了那样的一幅画面 就在这咸云水泻中 我磨琢磨 她写着诗 我弹着琴 她唱着歌 我吃壶真酒 她把酒写下了一首 月上瓜粥 文青并且怀春的少女 顿时将刚才的不快 抛到了酒消云外 是啊 我和她可是有了婚约在身的 我担心 她苏菲做啥 这岂不是嫌得我没有底气 而心虚吗 她苏菲江南大才女 又怎样 我也是梁州大才女啊 何况苏菲 她能有我好看吗 何况我这才是进水楼台 季月儿顿时止住了眼泪 她的脸上洋溢起了笑意 银牙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许郎 我 我错怪了你 其实 她能够爱慕你 正好说明了你的本事 若是她真来了梁一贤 请她来家里做客 我陪陪她 许小贤一惊 下套呢 我可不会上你这个套 没可能的是 就算她真跑来了梁一贤 我也不会见她 二三月正是最忙的时候 张氏的手指要上市 我可得好生应对 咱们的作坊就这么大哥 暂时没有办法在全国的市场 祭拜张氏 可这梁一贤和梁州城 却无论如何不能丢 许小贤不做痕迹地 将话题引到了生意上 果然 季月儿被她给带偏了 她回过头来 那张俏脸 正好凑到了许小贤的嘴边 她顿时就啃了一口 羞得季月儿脸蛋飞红 别皮 以后有的是时间 说正事呢 许小贤的手 伸入了季月儿的裙袄里 她坏坏地一笑 你说 我听着 手拿出去 里面暖和 这个夜里又下起了雪来 漆黑的大小青山下的青龙寺里 有几盏灯笼 就像鬼火一样地在晃动 简秋香带着五个师兄弟 握着武器来到了青龙寺 这里一片寂静 只有速速而落的轻微的雪声 他们静止去了后面的成心禅院 就在灯笼那微弱光线的照耀下 六人陡然一惊 徐小贤说青龙寺被拆了 但成心禅院还在 可这才仅仅半天的时间 他们看见的是倒塌的院墙 还有倒塌的禅房 成心禅院居然也被拆了 都小心一点 对方有高手 咱们进去看看 简秋香等人 踏着断臂残垣走了进去 里面一片狼藉 哪里还有人的影子 连鬼都没有一个 看来孤月撞破了他们 他们已经走了 大师兄铁笔判官沈怀云 在仔细搜寻了一番说道 简秋香点了点头 他站在禅房的坍塌处 四顾望了望 然后蹲了下来 在散乱的砖瓦间 又仔细地找了找 终究什么都没有发现 他站了起来 倾促着眉头想了片刻 对方很明显 是来着青龙寺寻找什么的 那么短的时间 这偌大的青龙寺就没了 恐怕来得不仅仅只有一个人 对方没有要了 徐小贤和季仙的命 他们要么是不想杀人暴露了这里 要么就是有所顾忌 也不知道 他们在这里待了多久 要将这偌大禅院 拆了寻个遍 恐怕需要一些日子 那么他们就会落下 在这里待过的痕迹 这里没有 山上呢 走 去后山瞧瞧 就在这后山上 他们有了新的发现 林间的雪地一片凌乱 有着许多留下来的足迹 还有在这生火做饭的痕迹 规模很大 六人长着灯笼 沿着这些痕迹 走了斩茶功夫 他们有在这里安营扎寨 看着活动的范围 和留下来的碳灰等等迹象 大致有五百人上下 踏雪无狠 十月蹲在一堆碳灰前 将手插入了碳灰中 又道 他们在这里待了至少五天 你们再看看这些坑洞 是他们埋锅造饭的地方 这一溜排过去 足足十六口 这些人不像是土匪 那像什么 士兵 还是训练有素的士兵 为何 十月去了一口灶台边 仔细地看了看 又伸手去摸了摸 这是军中才有行军造 简秋香豁然猝眉 难道是刀琪来过 十月摇了摇头 和刀琪的行军造有些不一样 刀琪的行军造 是大造套小造 小造用于出烟 这些没有 这些是标准的边军行军造 当然府兵也是这样挖的 但府兵挖的没这么规范 边军 难道是驻守在上阳县的北部边军 派了人来过这里 那么他们是在找什么东西呢 大臣十七年正月初时 简秋香带来了三个精壮的汉子 来到了徐小贤的府上 无论如何 这三人是尔金刀锋的三大统领 无论如何 刀锋是许云楼留给徐小贤的 虽然现在还不能让徐小贤知道刀锋的存在 但让观山 望远 孝丰他们和徐小贤见个面 以后将刀锋交给徐小贤 这才是顺理成章的事 简秋香也希望徐小贤真的能够握住刀锋做一些什么 但涉及到自己女儿的幸福 她又不希望徐小贤真的去做些什么 就这样待在梁义县挺好 今年他们成亲 明年就能抱外孙子当外婆了 曾经的那些念头 好吧 这女人结了婚当了娘 那些念头也就淡了 徐小贤煮着一壶茶 她在第一眼看见这三人的时候 心里就有些异样 无论是他们的战机 还是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隐隐的灵练 都让她不认为这三人是简单的人 而更关键的是 其中两人她见过一次 就是在百花镇的她的那片荒地里 一个瘸子老头 带着其中两人来过百花镇 看来这两人还是这股土匪的小头目 那个瘸子老头 难不成才是他们的大当家 请坐 三人拱手一礼 坐在了徐小贤的对面 观山三人看着徐小贤 心里也有一些异样 那天在百花镇相遇时间极短 也不知道这位少爷 究竟是个什么性子 可他就是家主的儿子 他就是我们以后的小主子 生得很是清秀 当真是文气十足 却少了家主那不凡的气势 出山的时候 大管家多次强调 少爷走的是正途 所谓正途 当然就是正当的途径 而不是像他们一样 靠打劫土匪过日子 大管家说 一切听凭简当家的安排 但最终是听从少爷的吩咐 他是个读书人 若是叫我们这些抗刀的读书写字 迎试作对 这好像有些难为咱们 他们是我行走江湖时候的旧时 这位叫观山 这位叫望远 这位叫孝峰 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好手 简秋香做了简单的介绍 三人再次拱手 徐小贤算是认识了他们 这三个家伙 在江湖上 恐怕也是杀人不眨眼的主 在徐小贤看来 那隐隐的灵列 大致就是他们手里 沾染了许多的血的缘由 他们的手里有三千弟兄 我打算再开辟 三条马帮货运的路线 以梁义县为中心 将百花镇的三种货物 消亡整个大臣 简秋香说着 也看向了三人 又道 如此一来 恐怕会和东西线路上的 威远标局发生冲突 另外 咱们这一扩大 还要在重要急镇建立商行 也一定会和五花八门产生矛盾 江湖上抢地盘这种事实有发生 所以 为了维护咱们的利益 你们若是遇见了不长眼的 该杀就杀 该砍就砍了 朝廷对于江湖纷争 向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江湖中人也有江湖的规矩 他们要想在江湖中混 也断然不会去报关 但要记得一点 莫要伤及他人 也莫要伤及他们的家人 徐小贤的脸上顿时精彩 丈母娘这是要大干一场呀 我赞同伯母的意见 徐小贤提起茶壶为四人 蒸了一杯茶 大臣就这么大 若是咱们的马帮 控制了东西南北 最重要的商运线路 形成了自己的物流网络 以后必然前途远大 这活脱脱一快递的雏形 在徐小贤看来 这马帮 如果真能做到垄断 无论是自营 还是为别的商人押运货物 都能赚到大钱 何况依托于这物流网络 还能干许多的事 比如形成自己的情报网络 比如开设自己的连锁客栈 连锁百货商铺 甚至连锁青楼等等 四人听不懂什么叫物流网络 徐小贤没有去解释 而是信冲冲又道 你们也算是有眼光 跟着我伯母 混定能混个出人头地来 不过伯母刚才也讲了 我再重申一句 他看向了三人 脸上的笑意收敛 便得有些阴沉 他极为认真地说道 你们记住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要垄断这门生意 首要的就是杀法果断 他的手举了起来 要让咱们北静马帮 在大臣扬名立万震慑萧小 这第一仗 就要打出北静马帮的气势 就要让他们见血 甚至丢命 他的手如刀一般的麾下 咔嚓一声 杀他一个朗朗乾坤 杀出一个光明未来 第一个招惹咱们的 不管他是威远镖局 还是五花八门中的任何一个 你们要将他们赶尽杀绝 要让整个江湖的人都知道 北静马帮雅字必报 绝对不可招惹 唯有如此 往后走货的路上 才能少许多麻烦 往后咱们北静马帮的旗子 才能永远不倒 徐小贤面不改色地 说出了这番极为残忍的话 不仅仅是简秋香 对他刮目相看 就连观山三人 也听得心惊胆战 这少爷 不似表面上看着的那般秀气 他这是心里藏着刀 不过这样很好 至少少爷不是那种 见到血就晕了过去的人 至少少爷也不是那种 心色软弱的人 简秋香笑了起来 这样的女婿 才更有意思吗 我赞同婆子所言 那么你们就记住了 出发之后 遇见不长眼的 那怕追杀三百里地 也要将之绞杀干净 于是 北静马帮一改昔日的低调 就这样定下了 未来发展的路线 这条路线 当然是血淋淋的 三千刀锋战士 为北静马帮的崛起当真 杀出了一个朗朗乾坤来 这是后话 徐小贤此刻想了许多 得将北静马帮这个品牌 给强化起来 北静马帮这个名字挺好 但得设计一个旗号 相当于商标 另外就是 着装也得统一起来 让所有人一瞧 就知道这是咱们 北静马帮来了 也要让所有江湖中人 或者那些土匪知道 这是北静马帮的商队 他们自然会退避三社 四人一正 刨个马帮 还有这么多讲究 少爷果然是读书人 他这话好像有些道理 简秋香眼睛一亮 你来设计设计 徐小贤没有推迟 他磨了墨提笔 在纸上画了一座抽象的山 山顶上插着一把大刀 大刀的旁边 龙飞凤舞地写了四的大字 不是北静马帮 而是光风际月 光风际月 一指人品高洁 胸怀洒落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另外 关于北静马帮之着装 头领着黑衣 打手着红衣 立试着青衣 车把试着灰衣 马帮所有马车 全部以黑布蒙汁 车厢上喷涂 北静马帮四字 只是这马难以统一 要是全部都是黑马 或者白马 就更好了 第一批货 大致在二月初一被妥 但没有酒 所有第一批 货我不建议走北魏 而是往东 让威远镖局 来找我们麻烦 拿他记齐 二月春风四剪刀 他剪的不是绿丝涛 而是徐小贤的脸 金哲都已经过了 这北静之地的春雷 却未曾响起 春天的脚步 距离这里 似乎还有些远 下了马车 徐小贤打了个哆嗦 用手搓了搓 被这北风刮得 有些生疼的脸 在十月的陪同下 他走入了百花镇 北静马帮 今年的第一个商队 已经发出 由沈淮云和关山带队 原来马帮的人员 出了一半 其余更多的是 关山所带的五百壮汉 他们带走的是 百花文乡 还有百花仪堂 以及足足60辆马车的手指 这个商队 不是去赚钱的 一来是让关山 和他手下的弟兄们 熟悉马帮的操作 二来 按照徐小贤的意思 他们是去惹是生非打架的 所以他们往东而去 去的是宿州 宿州州府 宿望城正是微远标局的总舵所在 接下来的这些日子里 徐小贤一直在百花镇忙碌着 忙着第二个造纸作坊的收尾 忙着协调那些马帮的汉子修建房子 也忙着酿酒作坊的建设 第二个他要去的是 第二个造纸作坊 这作坊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他要去瞧瞧桑皮纸的生产 工艺上王富贵他们已经熟悉 用蒸木浆来造桑皮纸 其实已经是做了许多次 最终的成品达到了徐小贤的要求 和市面上的上品桑皮纸的品质不相上下 甚至在白度上面还要更胜一筹 接儿个是量产的第一天 他需要最后确认成品的品质 也要弄明白 这作坊一天的产能能够达到多少 十月被徐小贤从简秋香的手里 给要了过来 小姨子似乎对自己的误解有些深 莫要说让她保护自己 就连来徐府吃饭她 好像都有些胆战心惊 这让徐小贤觉得有些怪异 自己这个当姐夫的 没将她怎样呀 简春夏那小姨 似乎沉迷于娇里妞妞的武功之中 过了年到现在 极少见到人影 保护徐小贤 这件极为重要的事 就落在了十月的身上 十月年约二十出头 比徐小贤大不了几岁 他在身边比小姨子 在身边自在了许多 五哥 听说你是几个哥哥里 亲公最好的一个 两人向雪瓶沟走去 徐小贤极为好奇地问了一句 十月骄傲地点了点头 姑爷 五哥我江湖人称踏雪无痕 这指的就是五哥 这一身轻身功夫 顿了顿 似乎是为了让这个书生姑爷 对踏雪无痕有更深刻的了解 他又道 江湖里的事你不知道 这么给你说吧 五哥我虽然才二品中 但就算是大宗师 也不一定能够追得上我 徐小贤一惊 这就很厉害了 你怎么练成了这么厉害的轻功 十月摸了摸鼻子 善善一笑 姑爷啊 五哥我小时候听村子里的大爷 讲过一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说的 村子里的两个猎户入山 原本是想猎羊 结果却遇见了熊 这熊皮很厚 剑非但没有射穿 反而让他暴墓 熊瞎子向两人扑了过来 最后有一个活着回到了村子里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徐小贤一证 熊瞎子吃一个人就饱了 十月摇了摇头 因为活着的那个人 跑得比另一个人快了那么三步 所以其余师兄们练武的时候 我一直在练轻功 我寻思着 若是遇见了了不得的高手 只要能够比他跑得快一些 他岂不是就拿我无可奈何 徐小贤转头就看向了十月 心想你是不是曲解了那大爷 给你讲这故事的意思 他那意思分明就是说人要勤奋 不能偷了 要笨鸟先飞 不能好意勿劳 不然落后了就没有好日子过 这次的脑子奇葩 却被他走出了另一条路来 也是个好事 有他在身边 若是再遇见了不得的高手 他扛着自己跑总能 保住小命不适 一路而行 路过了百花书院 书院里有朗朗的读书声传来 徐小贤驻足 站在书院的院墙外 安静地听了一会 脸上浮起了一抹笑意 他继续前行 来到了雪平沟的百花纸业二场 这是徐小贤挂上的牌子 已适合一场的区别 少爷 您瞧瞧这纸 王富贵像献宝一样的 捧着刚刚出炉 刚刚裁切好的一打 纸跑到了徐小贤的面前 前面那些日子的浪费是值得的 少爷您瞧 这纸像雪一样白 比织上品的桑皮纸 卖相更好 徐小贤取了一张 举起来透光瞧了瞧 纸张里的纤维微不可查 分布均匀 质地细腻 确实是比一等品相的桑皮纸更好 不错 接下来交给你几个任务 少爷请讲 王富贵激动啊 这么好的纸 在少爷的亲自指点下 真的造出来了 百花纸业的前途当然无量 百花镇的村民们 收入有了保障 未来的日子 定会越来越好 李大爷年龄大了 当百花村村长不合适 少爷我将他那村长的官撸了 这村长 你来当 王富贵被吓了一大跳 他将手里的纸 放在了一旁的架子上 连忙摆着手 少爷 这可不行 李大爷虽然年岁大了 可不正是得高望重吗 再说 李大爷可是第一个 跟着少爷宁的人 他在咱们百花镇里的威望极高 他的话哥那都好使 徐小贤微微一笑 少爷我叫你 当你就当 啰嗦个啥 明儿少爷 我就以百花镇镇长的名义 将你这百花村村长的任命书 张贴在书院外的墙上 这村长可不是白当的 接下来你听好了 少爷请吩咐 整个百花镇 现在人手已经充沛 你要保证 每家每户的人都有事情在干 我经过那些村子的时候 里面可还有不少富人闲着 不能让他们闲着 明儿个 让一些男人们 继续修建百花纸叶三场 让那些女人们 去将少爷的那一片荒地铁翻更了 外面那两千亩田上面的棚子 记得过十天左右时间全部揭开 田里的黄豆全部施肥一次 另外 那农家肥 这事你自己去找李大爷 他会弄 家家户户都要按照李大爷教的法子 去做 等到了四月初 才好陪于央苗 第三 将梁义县境内所有的稻草卖杆 全部收购了 千万要记得 原材料必须储备充足 哪怕去林县 比如上阳县 水阳县收购 也一定要保证 作坊不停供带料 要交代的事情太多 徐小贤干脆提笔 在一张桑皮纸上写了下来 这纸书写的感觉 比市面上的桑皮纸好了很多 不行 这纸不能叫桑皮纸 必须和桑皮纸区分开来 这种纸 以后就叫百花玉纸 这名字 高端大气上档次 王富贵连忙点头 徐小贤将写好的纸 递给了王富贵 王富贵一瞧 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村长不好当啊 纸上密密麻麻地 列下了十几条 交代给他这个村长的事 有关于作坊的 有关于田地的 有关于接下来耕种的 还有关于养猪的 还有种树的 少爷这是大手笔啊 王富贵粗略看完之后 又倒吸了一口凉气 沉樱片刻 这才小心翼翼地问道 少爷 你要那水阳县的桃树枝 和李树枝来干啥 咱们百花镇 那些竹子和树 真的要全砍了 种上桃树和李树 对 百花镇百花镇 就要百花齐放 才叫百花镇 徐小贤拍了拍 王富贵的肩膀 与众心肠的诱导 富贵啊 你是一村之长 其实百花镇 就是一个大的百花村嘛 少爷我很忙 这些事 你得一肩挑起来 王富贵心想 我也没有三头六臂啊 这么多的事 我哪里忙得过来 倒不是他想要推却 而是担心自己 误了少爷 吩咐的这些事 你记得 一个好汉三个帮 少爷我给你一个权利 你大可以物色一些人才 比如李大山奈斯 对于手指的技术极为娴熟 一英工艺也很是精湛 大可以任命 他为一场的厂长 就是管理一个工厂的头目 又比如文乡作坊里的 那位张大婶 我不知道叫啥名字 他也可以成为 文乡作坊的厂长呀 你记住 事情是要群策群力来完成的 作为一村之长 你得知人善认 得去找出那些有才干的人 无论是帐房也好 还是管事也罢 只要你用对了人 就能事半功倍 他又拍了拍王富贵的肩膀 就像少爷我用你一样 王富贵受宠若惊 他咽了一口唾沫 弱弱地问了一句 要不就由少爷您来认命 富贵啊 你错了 这些人是你来用的 他们等你提拔 当然就会听你的话 少爷不需要他们听我的话 只要你能完成少爷 我安排的事就成了 就这样 反正百花镇以后的任何问题 我只找你一个 把活给少爷我干漂亮了 少爷不会亏待你的 哦 对了 给这些厂长 或者这些人才的工资开高一点 他们不领月薪 他们领月薪已是区别 厂长每月二两银子 其余人一两三钱 你四两银子 就这样了 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将酿酒作坊和一英器具 按照少爷我画的图建起来 徐小贤丢下 被吓傻了 王富贵转身就走 酿酒作坊建起来之后 你寻几个机灵点的人 少爷教你们酿酒 他带着十月去了李大爷家 就在李大爷家的主屋里 徐小贤端着李大爷 递过来的茶开口说道 李大爷 有个事得跟你说一下 少爷请讲 我把你这百花村村长的官给撸了 丢给了王富贵 你没意见吧 李大爷一正 那张老脸露出了一抹笑容来 小人哪里会有意见 不瞒少爷 现在咱们这百花村 变成了百花镇 这么多的人 小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料理地过来 小人一直很是担心 生怕耽误了少爷的正事 那罪过 小人真的背不起 这样好 富贵那小子 年富力强 也见过世面还能识字 有他看着这百花镇 少爷也会轻松许多 徐小贤揭开盖碗来 瞎了一口茶 有点烫 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 不过你放心 你每月依旧领取三两银子 别忙着拒绝 这银子可不是白给你的 说着这话 徐小贤俯过了身子 看着李大爷低声地说道 无论如何 你才是少爷 我在百花村认识的第一个人 你也是少爷我的店户 你记住 你是少爷最贴心 最信的过的人 少爷我没可能 时时刻刻待在百花镇 但你在这里啊 所以 你就是少爷我的眼 知道了不 李大爷张开了嘴 神色颇为激动 原来在少爷的心里 我依旧是他最信任的人啊 有着少爷这番掏心窝子的话 我当然要用这双婚花老眼 不 我的眼睛可没画 我的心里也跟明镜似的 我定要给少爷守好这百花镇 少爷放心 我李大陆 永远是少爷的家奴 有我李大陆在 百花镇的一切 少爷都能了如指掌 看重的 就是李大爷的这份忠心 人上一百惺惺色色 何况百花镇 有足足五万多人 人心隔肚皮啊 谁知道这些人里面 会不会有人被外面的人收买 会不会有人出卖百花镇的利益 能有几个贴心的人帮忙盯着 这当然会好上许多 等百花镇的产业稳定了 还得给这些村民们 进行一苦思甜的再教育 这就是在渔民 徐小贤没有觉得良心过不去 他需要一个稳定的根基 有些手段当然不会太光明 和李大爷说了一席话 最多的是教李大爷 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耳目 半个时辰之后 他和十月再次离开 这一次去了百花学堂 他要去汇汇百花学堂的那个门房 大管家没有住在 梁一城的上香茶园里 他没有料到 徐小贤在这百花镇 也给他修了一栋四合院 他的这栋四合院 并不在新建的那处村子里 而是建在最初的百花村 距离百花馆和百花学堂 都仅仅只有百来丈远的地方 从山里出来 他也搬入了这四合院里 终于烤上了温暖的炭火 也终于吃上了饱饭 小少爷给新搬来的563户人家 都送来了炭火和粮食 甚至还送来了铁锅棉被 这些日常用品 小少爷的这番举动 以至于他一度以为 简秋香告诉了小少爷 他们的真实身份 然而并不是这样 这里的原住民说 少爷对新搬迁来的人 都是这样做的 这说明了什么 关山校月他们认为 这说明了小少爷心地善良 但大管家却不这么看 他觉得 这说明了小少爷心思缜密 他在不知不觉之间 用这些恩惠 拉拢了所有的人 那些出山的妇女孩童们 对他感恩戴德 甚至许多人家里居然 还给他供上了长生牌位 觉得他才是真正的救世主 这是好事 躺在百花学堂门口 亭子里的摇椅上 烤着火煮着茶的大管家 如此想着 少爷此举收了那些妇人孩童的心 事实上 就是收了刀锋所有战士们的心 那些刀锋的战士们 绝大多数都有了家事 但曾经山里的那个家 却在风雨中飘摇 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所有人都活在惶恐之中 不知道明天在何处 可小少爷此举 却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有了一个稳定的家 刀锋才能无所顾忌 小少爷没有看见刀锋 可他已经握住了刀锋的刀柄 大管家笑了起来 很好 希望以后更好 徐小贤为啥要来找大管家聊聊 因为从山里出来的这股土匪 带给他的惊喜和震撼 马帮马帮 有人还得要有马才行 这股土匪居然自己带来了马匹 还是骏马 还全都是漆黑的骏马 大臣缺粮也缺马 要养一头好马可不容易 这股土匪不仅有马 还养出了这么好的马 这至少说明了 这股土匪的头领 是有脑子的人 骑马去墙比靠脚腿杆子 强了不知道多少 比如去岁前往梁州城的时候 路上遇见的那股黑风寨的土匪 若是他们有马 自己那些人肯定就交代在路上了 那么多的粮食 那么多的税银将会全部落入他们的手里 而自己坟头的草 这时候也该发芽了 土匪和土匪是不一样的 有的土匪能成大事 更多的土匪将会灰飞烟灭 在徐小贤看来 简秋香找来的这股土匪 显然是有文化的土匪 那么他们下山 跟着简秋香跑马帮徒的 又是什么呢 简秋香说 金大臣渐渐稳定 土匪的日子没以前好过 他们迫不得已才下了山 想要干点正经营生 这个解释理由是充分的 但在徐小贤看来 这股土匪恐怕还另有所图 他们有三千人 简秋香手里 加上马夫才五百号人 他们一个个站如中坐如松 活脱脱军武之人的模样 这说明 他们平日里的训练极为讲究 张法拿捏得极好 而简秋香手里的人呢 当真就是一群江湖好汉 无组织无纪律的江湖好汉 遇见了有组织有纪律 还另行禁止的人 徐小贤毫不怀疑 那三千人能够将简秋香的人 一口给吃了 连骨头都不会秃的那种 他没有阻止这件事的原因是 那些人的家眷 真的送到了这百花镇里 而今真的住了下来 他们的孩子 也真的进入了百花学堂 这就是人质 有了这些人 徐小贤就不再担心 他们会作妖 他才放心地 让第一支商队 离开了梁义县去了东边 这是他定下的路线 目的只有一个 他需要这群土匪的投名状 他要看看 当北京马帮和威远镖 举起了冲突之后 这群人是不是真的能 悍不畏死地举起刀 没有人知道他的打算 无论是简秋香 还是纪院 甚至就连大管家 也猜不出他的用意来 徐小贤要来见见 这位瘸腿老人 不是想要从他嘴里知道些什么 就是喝喝茶聊聊天 他相信这茶喝了 这天聊了 他大致就能知道 这老人是个怎样的人 走入了学堂 听着那些读书声 徐小贤那张原本还严肃的脸 顿时变得满面春风 他走了进去 大管家转头 四目相对 彼此一笑 他坐在了大管家的对面 自个从旁边的火炉上取了茶壶 给大管家满上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这才说到 在这里住的可习惯 极好 比山里好太多太多了 多谢小少爷 这是大管家的实话 徐小贤嘴角划出了一道弧线 习惯就好 若是家里缺了什么 你只管找王富贵 我任命的百花村村长 他若是不能满足你 他会告诉我 我来给你解决 多谢小少爷 有儿经这样的生活 老奴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也是大管家的心里话 自从少爷走后 他就带着刀锋 一直藏在渠山的深山里 防备着唐屋望来绞杀 也为那么多人的生存操碎了心 现在好了 三千人丢给了简丘香 那三千人的家眷 都得到了安置 自己也能落个当门房的清闲 这样的日子 他真的很满足了 若非得要说 看了看徐小贤 唐屋望当大臣皇帝 这对少爷不公平 这话 他当然不能给小少爷去说 他希望的 小少爷能够快些长大 能够慢慢明白 你这腿 说着这话 徐小贤俯了过去 伸出了手来 一把将那条空荡荡的裤管 抓在了手里 眉间皱了起来 大管家以为 他会问这条腿是怎么丢的 却没料到徐小贤并没有问 而是说道 改天我给你做一张轮椅 这样你出行也方便一些 大管家心里顿时暖洋洋的 他的那张满是沟壑的脸上 洋溢着笑意 多谢小少爷了 老奴处着这拐杖 已经十来年 也已经习惯了 就不劳烦小少爷了 徐小贤松开了手 端起茶盏了喝了一口 不麻烦 很容易的是 到时候找个人来推你 你就可以去整个百花镇去看看 也可以到两一城里去看看 人活一辈子 总是会有许多不如意的事 那些是现在都过去了 你就安心在这里仰往 给你说 二十文一天是骗你的 给你二两银子一个月 你这身子骨 太瘦 估计以前在山里面 吃了不少苦头 人们都说 有钱难买老来受 但营养若是跟不上 却是不好的 所以你以后的生活 得自己好生改善改善 若是喜欢喝酒 酒要少喝 等少爷我酿酒作放建成 少不了你的酒喝 现在所有出来的人 都安顿好了 我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 就算不满意 现在也别提 因为少爷 我也没银子了 另外就是 百花镇所有人 都是荣为一体的 我不希望你们的人 与其他的村民们 格格不入 这个不急 刚下山总是有些不习惯 但得慢慢改变 你那宅子不远 就是李大爷家 他和你年岁相仿 百花镇和你年岁 差不多的也不少 你们恐怕 共同的语言能够多一些 等天气暖和了 都出去走走 和那些老人们聊聊 也可以弄一个 老年活动室嘛 喝喝茶聊聊天 打打排啥的 晚年的生活 可以过得多姿多彩 但首要的前提是 不能将自己给封闭起来 人毕竟是群居的动物 只有语言的沟通 才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才能找到生活中的乐趣 徐小贤就这样看着大管家 就这样一边喝着茶 一边轻描淡写地说着话 他就像在自言自语 又像是在开导大管家 这些话如春风细雨一般地 流入大管家的耳朵里 令他觉得自己 原本已经游进灯窟的身体 似乎都再次焕发出了生机 大管家的那双眼睛没有流泪 他早已过了感动到流泪的年纪 但他却觉得有些酸楚 在这一瞬间 他陡然发现 这些年的守护 是值得的 大山里受的那些苦 徐小贤站了起来 我得回去了 对了 我该怎么称呼 你比较好 小少爷 若是 若是你愿意 就叫老奴医生长伯 徐小贤点了点头 走的时候 将大管家身上的那条毯子拉了拉 给他盖住了露出来的腿 好 长伯 以后无事 也可以来我府上坐坐 这个老人 我总觉得他很厉害 离开了百花镇 十月坐在马车里 对徐小贤很认真地说了一句 厉害好 若是他厉害 才能证明 那三千人更有用 我说姑爷 你是不是看出来些什么 徐小贤笑着摇了摇头 一个风竹残念的孤寡老人 还瘸了一条腿 我不是看出来些什么 是觉得这样的老人值得尊敬 尊敬 对 尊敬 这说明了 他有着坚强的意志 和不屈的精神 正是因为这种意志这种精神 才让他的这帮人 和那些土匪不一样 若换作是我 莫要说带着那么多人 在深山老林里待十几年 恐怕就算是十几天也难 我做不到 他却能做到 所以 他值得我尊敬 徐小贤转头看向了十月又道 我说句得罪你们的话 他的那些人 比你们原本的马帮 自律性强了很多 这种自律 铸就了他们不一样的纪律 若是伯母能够用好这帮人 五哥呀 伯母真的就是捡到宝了 北京马帮 真的能够名扬天下 十月倒没有因为这句话而生气 他只是不了解 徐小贤是怎么得出 这样的一个结论的 他也亲眼见过那帮人 确实如徐小贤所说 服从性极高 但在十月看来 那些人就像木头人一样 一个个不苟言笑 极为板正 这样的人杀人或许不会眨眼 但做生意显然不太行 他们那模样 恐怕会吓跑了顾客 马帮的存在 不是为了杀人的 而是为了做生意的 可在徐小贤看来 马帮要将生意做得更大 首要的就是杀人 抢地盘这种事 从来都不是商量谈判可以解决的 最终都会落在谁的拳头打 谁的刀更狠更锋利着上面来 国如此 市场也如此 徐小贤回到了家里 站在河塘边发了回呆 三千土匪 出去了五百 还有两千五 留在了百花镇他们的新房子里 这两千五百人 他没有安排去作坊干活 算是白白地养着 花少爷我的银子 吃少爷我的饭 这样不行 眼见着就要到三月了 按照阮氏纸业那阮小二的说法 张氏的手指将在三月上市 百花造纸作坊 已经可以量产百花玉纸了 这只得先囤着 一来是留给马帮饭运出去 二来嘛 等阮氏的手指上市的那一天 我再开一场新品发布会 强强阮氏纸业的风头 不过 张氏那手指 真的能够在三月如期上市吗 手指这个玩意儿 可莫要看用的材料简单 但造出来的纸 要满足柔软和韧性 这两个要求 却并不容易 那张氏研究手指的 进度到哪里了呢 华灯初上 宣州府淮安巷子里 张氏庄园灯火辉煌 主宅中 负责张氏纸业的张泽相 站在父亲张雅峰的书房里 心里有些坠坠不安 从去年底 父亲做出了 研究手指的决定之后 他就调集了 宣州府三处作坊里的 最有经验的数百名匠人 开始分析百花纸业的手指 然后开始了试作 这转眼之间三个多月过去 失败了不知道多少次 而金终于做出了样品来 可这样品 就连他张泽相也很不满意 可距离父亲要求的 上市日期越来越近 匠人们始终找不出问题所在 他们也是用的稻草和卖杆啊 可生产出来的纸 要么质地不均匀 要么极为易碎 和百花纸业的手指相比 简直无可比拟 匠人们采用了各种方法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原材料的浸泡时间不够 这样才导致了 纸纤维粗细不均 毫无韧性可言 如此说来 这手指要和桑皮纸一样 在水池中浸泡 至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使用 那就肯定赶不上三月的售卖了 事实上 就连匠人们也不知道 他们找不出缘由 只能根据经验加以判断 所以 张泽相带来了作坊里 是做的这种低劣的手指 想要征询父亲的意见 要么就这样勉强先推出去 以最低的价格售卖 要么就再等一两个月 没多久 张亚峰从茅槽里走了出来 他叫了一个丫鬟 打来了一盆热水 仔仔细细地洗了洗手 在丫鬟递过来的毛巾上擦干 这才一脸漆黑地走入了书房 这就是你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弄出来的手指 张亚峰坐在了太师椅上 端起了茶盏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又放了下去 这不是手指 这是用的手指 他抬眼看向了 躬身而立的张泽田 眉间皱成了一个穿 这个玩意儿 真的有那么难吗 张泽田连忙躬身回道 父亲 孩儿想 应该是我们操之过急了 匠人们说了 一个月 再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 保证能够造出 一模一样的手指来 再一个月 那就到了四月了 等造出来再上市 就是五月份了 我答应软心愿 在三月份 提供给他手指 去击垮徐小贤 你这是 让老子言而无信啊 张泽田慌忙说道 父亲 这是孩儿的罪过 孩儿低估了 这手指的技术难题 若是一开始 就按照桑皮纸的技术 去处理 就不会是眼前的 这种被动局面 还请父亲责罚 张亚峰抬手捋了捋胡须 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连忙将手放了下来 你哥哥前面 来了一封信 原本七丫头张玉兰 就要和曹次立的 外孙周作订婚的 那丫头 性子是任性了一些 这好不容易许了人家 可周作 却被徐小贤给害死了 玉兰在家里 寻死觅活的 非得要徐小贤死 原本呢 我给你哥哥的回信说 大致在六七月 徐小贤就算不死 也要脱层皮 现在看来 徐小贤还能 活蹦乱跳的活不少时间 张泽田上前一步 低声说道 父亲 要不 咱们请几个江湖高手 将徐小贤弄死得了 张亚峰摆了摆手 吓着 你记住 咱们张氏 可是大臣六大家之一 虽然在六大家中 咱们张氏的根基最浅 势力最小 但有你哥哥在朝中 咱们张氏的核心弟子 进入官场 就会容易很多 无论任何一个朝代 任何旺族 都是经过数倍人的努力 去齐心协力建起来的 咱们张氏的路还很长 但这条路 却必须走得堂堂正正 江湖上的那些人 莫要去接触 更不能和他们扯上了关系 请那些烂人行刺这种事 以后不可有此念头 若是区区一个徐小贤 都不能正大光明地 将他碾压死 张氏只怕会沦为 其他五大家族的笑话 你下去吧 再等一个月 我要看到那一模一样的手指 转眼已到春分 这北境之地的太阳 渐渐有了温度 天气开始暖和了起来 地上的积雪已经消融 只有麴山山那山头 依旧还是白的 一辆马车从南边的京都而来 走了足足两个来月 终于可以看见 远处梁一城的轮廓了 苏菲很开心 她的那双漂亮的眼睛一眨 不眨地看着外面的风景 忽然对苏平安说了一句 哥 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苏平安看着妹子很是担忧 这一路 你都问了几十遍了 妹妹啊 她可是有未婚妻的人了 我也给你说了几十遍了 那继月 说句让你不开心的话 她比你漂亮 苏菲回头 看向了苏平安 一脸的倔强 我也告诉你很多遍了 漂亮又不能当饭吃 徐小贤若是真有内涵 岂会将相貌放在首位 苏平安撇了撇嘴 心想 自己这妹子实在太过理想 男人看女人 不看相貌看什么 秀色方可参 越秀越下饭 看文才 这东西 她真的不能当饭吃 再说 人家徐小贤 已经是才高八斗的人了 她不需要再有一个 才高八斗的妻子 不然两个 才高八斗的人 凑一块干啥 吟诗作对 五文弄墨 那不叫生活 那叫山不活 妹妹啊 你还小 不懂得男人 这么跟你说吧 男女便是阴阳 阴阳要协调 才能结为夫妻 才能白头到老 何为阴阳 便是长短有度 优缺互补 我那大哥 不仅仅是诗词文章了得 他还是个做生意的天才 那一趟你吃过 和京都所卖并无差别 售价却只有京都一半 那手指你用过 便再也无法离开 那文香你还不知道 总之 我那大哥处处都给人惊喜 处处都令人意外 而纪业呢 他是理财的一把好手 算学极为了得 数字更是有过目不忘之能 无论多么复杂的账目 在他的手里 都能够理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什么叫相得一张 人家这个 就叫相得一张 徐小贤在外面 打下偌大的事业 纪业能够将这些事业 产生的盈亏 算得纹利不差 徐小贤能够根据 纪业的账目数据 清楚知道 各个产业的销售状况 就能够及时地对作坊 进行调整管控 妹妹啊 诗词这个玩意儿 我那大哥曾经就说过 他可以陶冶情操 可以修身养性 但生活却不仅仅是诗词文章 更多的还是油盐柴米 你懂了哥哥的意思吗 苏菲垂头 脸上的神色有些落寞 哥哥的这番话 虽然不好入耳 但若是细细去想 却极有道理 自己可从未曾做过生意 哪怕家里的生意做得那么大 可自己却没有去接触过 江南文风盛行 自古便是文气汇聚之地 宣扬的也一直是 以文治国 以文行天下的读书理念 所以 自幼时他所接触的 就不是女工或者丈母 而是四书五经 他读了许多书 他还有极高的读书天赋 对那些经书 他也有过目不忘之能 他的诗词在六岁时候 就名阳苏州 在十岁时候 就夺得了江南第一才女之称号 就算是太学院院政 宿名阳苏公 见了他的诗词之后 都大为赞赏 夸耀他说 这便是经国不让须美 可惜身为了女儿身 不然大臣朝堂 必有他一席之地 所以 他是骄傲的 他有骄傲的本钱 极为不错的容颜 极为富裕的家世 满腹的经文文章 傲逆天下男子的渊博学识 可他偏偏是个女子 还是个心高气傲 极为自负的女子 他连江南四大才子都看不上 更是拒绝了家里 给他安排的一桩桩 在别人眼里 极为羡慕的婚事 他想要找到一个同样极有才学的相公 他觉得 那样彼此的思想 才能产生共鸣 原本在见过了徐小贤的诗词之后 他觉得自己好像找到了 却没料到 那人居然已经有了未婚妻 更没料到 哥哥一路都在给他泼冷水 苏平安以为妹妹想明白了 以为他认清了现实屈服了 他刚刚松了一口气 却没料到 苏菲却又抬起了头来 脸上居然露出了一抹笑意 现在说这些为时尚早 他也不一定就是我的一中人 终究要再看看 苏平安一正 看啥 我也得要看看 他的相貌和人品啊 虽然你将他夸上了天 但那是站在你的角度 他究竟如何 这得遵从于我的本心 你还是没有放弃 我为什么要如此轻易放弃 我苏菲是会轻易放弃的人吗 如果徐小贤真的能够走入我的心里 嘻嘻 苏菲灿烂一笑 哥 你说有纪月儿负责那些生意上的账目 再由我和他花钱月下谈诗论文 这样子的生活是不是完美 苏平安倒吸了一口凉气 眼珠子都快惊得掉了出来 堂堂江南苏家的嫡系女子 你难不成还想去给徐小贤当妾 就算你愿意 父母亲的那一关你过得去吗 简直是荒唐 我就不应该带他来 你莫要担心什么 不都跟你说了吗 得看看 万一我看他毫无感觉 苏菲扬了羊门 俏皮的一笑 不就啥是没有 苏平安最怕的就是这个 他坚信自己的这个妹妹 在和徐小贤接触之后 接触得越久 他就会陷得越深 他了解徐小贤呀 那小子浑身上下 都散发着迷死女人的魅力 除了寄星 到了梁一县 得和这大哥说到说到 依据大臣律法 男子若想要娶三个平妻 至少得是一个男爵爵位 徐小贤无意为观 这爵位他肯定是挣不到的 妹妹没可能当妾 得让他断了妹妹的念头才行 哥 到了梁一县之后 咱们先去朱大哥家里 我就暂时住在他家 你去夫人吧 别管我 我若是要离开 会让朱大哥派了马车 我得去拜见一下他 另外 另外也没啥事了 我就在梁一县走走看看 等合适的时候 再请朱大哥 带我去见见徐小贤 这件事 你先别给家里说 等有了结论 我会自己和家里说 少女淡定地说完了这番话 又转头望向了窗外 未到三月 外面只有浅浅的鹅黄草芽 春意上不盎然 朱仲举前两天 从梁州城回到了梁一县 他爹叫他回来的 要让他负责染房 染房修建的地址已经选好了 并不在徐小贤说的阳下村 那地方实在太过偏远 道路坎坷 连马车都不能通行 所以这地址朱仲举 在征求了徐小贤的意见之后 选在了百花镇的下方 距离百花镇 仅仅只有一里地 徐小贤同意将染房 开设在这里 是因为那些染料 都是植物染料 而不是前世的化学染料 所以 他造出的污染 其实极小 再加上 又是在那条取水河的下游 更不会对百花镇 村民们的生活造出影响 作坊尚未修建 因为那些染料的材料 才刚买回来 朱大昌在他家那后院里 弄了个小型的染房 缴了六个宗亲族人 让朱仲举 从头到尾地弄明白 那些染料的调制 这是实验 朱大昌也不明白 徐小贤的那染料方子 究竟有没有作用 只是他在暗地里 观察过徐小贤 所做的那些事之后 心里是有谱的 这方子 理应没有问题 若是有问题 那就叫儿子 去请徐小贤来指点指点 朱仲举对这玩意儿 也极有兴趣 他当真就一头扎在了后院 和那些宗亲们 搅合在了一起 作为朱家长房 长子长孙 再加上他朱仲举家 买是这梁艺县的首富 朱仲举的地位 在宗亲里 当然是极高的 朱春 取一份了兰 朱二戏 取一份水 就是这样一盆 朱仲举看着手里的单子 这当然不是徐小贤写的那份 这是他爹超的一份 上面只有一种染色配方 电兰 这是市面上 极为常见的一种布料颜色 朱仲举没有料到它如此简单 仅仅用了一种植物 若是真的能够按照这法子 提炼出电兰的燃料来 这能赚多少银子 将这鲁兰放入水盆里 用手搅搅 全部浸泡好 就这样 朱春不知道这是在干啥 朱大昌没有说 朱仲举当然也没有说 行了 你们该干啥干啥去 二戏你留下来 守着这玩意儿 水若是变了色 你叫我来瞧瞧 朱家大少爷 甩手就走了 按照方子里的说法 接下来就是浸泡发酵 只要水变蓝就成了 浸泡的越酒水的颜色 就会越蓝 当要染至某种蓝色的时候 便可通过控制浸泡的时长来 加以改变 太简单了 可如此简单的法子 为啥就大哥知道 朱仲举带着满脑子的疑惑 正要出门去寻徐小贤 没料到这门一开 便遇见了正好抵达的苏平安兄妹俩 三弟 你不是应该去宿州的陆城县吗 这官还没当 就被皇上给撸了 苏平安顿时就惊讶了 这二哥是个傻脑子 不是 朱仲举偏着脑袋一瞧 苏平安的身后 站着一个娇滴滴 翘声声的小娘子 她顿时就乐了 啊 三弟 别瞎想 这是我妹妹 走走走 进屋子去说 朱仲举一惊 连忙将二人引入了她的院子 在厢房里坐了下来 她这才又瞧了瞧苏菲 有些疑惑 却不太好问 苏平安坐下说话了 我妹妹 苏菲 是这样 她呢 听闻了大哥的消息 于是就非得要来 梁一线瞧瞧大哥 京都救我们兄妹二人 我哪里能放心 让她独自前来 力不得委任状 要求我在三月底夫人 这不就紧赶慢赶 先送她来梁一线 朱仲举一正 张了张嘴 心想 大哥那魅力 实在是大 堂堂江南第一大才女 居然从繁华的京都 跑到这穷乡僻壤来 就为了瞧瞧大哥 她这一瞧 可莫要瞧出些什么故事来 大哥的是你清楚 我妹妹没别的意思 仅仅是仰慕大哥之才华 我明儿哥就得走了 我妹妹就交给你了 安排她住在你府上 另外 见了大哥 可千万不要说 她是苏菲 那我怎么给大哥介绍 苏菲嘴角一翘 朱大哥 你就说我是你表妹 朱仲举一惊 苏菲不愿意 以本名和大哥相见 她这是要从侧边 去了解大哥呀 苏平安还说 苏菲没有别的心思 没有别的心思 为啥不正大光明地 以本名和大哥相见 这岂不是此地 无银三百两 她看向了苏平安 苏平安点了点头 对 就说是你表妹 那叫个啥 叫废朔 我特么还废墨呢 好吧 这是个小事 朱仲举煮上了茶 和苏平安兄妹俩一边喝茶 一边说着这些日子 来发生的事 这些事多是关于徐小贤的 一旁的苏菲安静地听着 端着的茶水没有喝两口 那双眼睛却越来越亮了 三点 你不知道啊 大哥相识的时候 做了两手了不得的诗词 原本主考大人 是将这两手诗词 送去了太学院 极有可能入文丰阁的 朱仲举摇了摇头 大哥又中了戒员 但那两手诗词去了京都 却如石沉大海 这事苏平安和苏菲 都未曾听过 在他们看来 诗词要入文丰阁极为不易 徐小贤的诗词 没能进去 这其实也是正常之事 大哥可有因此而沮丧 他沮丧的屁 他说他可不想出名 没能进去最后 对了 现在百花村变成了百花镇 大哥将咱们量一些 那些穷乡僻壤的农民 全弄去了百花镇 足足五万余人 朱仲举比着五根 手指头又倒 而今的百花镇 清一色的青砖碧瓦的四合院 全是大哥提供砖瓦 给那些泥腿干子们修的 百花造纸作坊 而今正在修建第三个厂 文乡作坊也在扩建 他还弄了一个酿酒作坊 可惜你不能多待几天 那酿酒作坊 估计这个月月底 也要投入生产了 他的稀奇玩意儿可多了 这不 现在天气晴了 他让百花镇的 那些富人们去了渠山 说是要踩回来残暖 朱仲举弯着腰 凑到了苏平安的面前 盯着苏平安难以置信地说道 你家就是 专门弄着丝绸制造的 可听说过北京之地能养残 苏平安也惊呆了 这地方连桑叶都没有 如何养残 嘿嘿 朱仲举摇了摇头 大哥说能养 我估计就真能养 苏菲此刻也极为惊讶 他虽然是个大才女 但对养残抽丝剥茧 这些是偶有耳闻 刚才哥哥说的意思是 这北京之地不能养残 那徐晓贤会用什么办法呢 他要将南桑移植到这北地 苏平安好奇地问了一句 朱仲举摇了摇头 不 就地养残 不然那成本那么高 大哥可从不会做亏本的生意 苏家是江南的旺族 整个家族以经营丝绸为主 朱仲举家 就是从江南苏家进的货 在梁州城和这梁义县售卖 属于维系了多年的生意伙伴关系 现在朱仲举家要准备开染房了 虽然从江南将原丝 或者丝绸的出胚 运到这梁义县来硬染 迫不现实 但若是生意能够深度合作 也不是没有可能 只要苏家愿意卖给朱家丝绸出胚 朱家就能在自己的作坊里硬染出来 直接销售 如此一来 对于苏家而言 他们少了将丝绸硬染为成品的 这一道最麻烦的工序 对于朱家而言 便是节省了一大笔的硬染成本 朱仲举脑子转得飞快 觉得这件事可以试试 三弟 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 大哥送了一份详细的染料提取 和净染工艺的册子给我 苏平安一听 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这不是咱们江南潘氏才会的玩意吗 你觉得 大哥有可能去过江南 见过潘氏吗 这当然不可能 苏平安摇了摇头 依旧不幸 潘氏可是将这染料提取和净染工艺 藏在无人知道的地方 每一代只传给长房的长子长孙 就连嫡系的其余人也接触不到 大哥他真会这个 他真会这个 朱仲举慎重地点了点头 要不你多住两天 两天之后 你就能看见 我弄的第一种染料的结果 苏平安是真想再留两天 因为如果这是真的 那就意味着 大臣的硬染市场 原本一家垄断的格局被打破 那么无论是他们苏家 还是别的地方的那些制造商人 都不在受潘家的制约 无论是在价格上 还是在出货日期的要求上 潘氏在大臣各州的重镇 都开始了染房 但染料却都是从江南本府运出去的 这便导致了他们的效率低下 也导致了硬染的成本极高 丝绸为啥卖这么贵 其中竟然就是一大笔的支出 如果朱家真的掌握了这硬染技术 如果他朱仲举 能够给个合适的价格 他相信 苏家只怕真会不远千里 将丝绸运到他这里来硬染 走我肯定必须得走 但你若是真的掌握了那些法子 记得千万给我来一封信 以后咱们的合作能够更加广泛 好 若是施作成功 我就给你写信 并送给你硬染的样品 苏菲不懂 他就是觉得徐小贤好神奇 他一个读书人 居然主持了修渠河水库 居然整天往那穷乡村跑 朱仲举说 那叫镇 百花镇 他捣固的那些玩意儿 听朱仲举的意思 好像很不简单 也是 就拿那手指来说 有行商将手指卖到了京都 一卷四十文钱 可京都的那些贵人们 在用过了之后 甚至还和行商们 约定了下次送货的时间 他们直接包了 因为送到京都的手指太少太少 这人 真有意思 苏菲最大的兴趣 还是徐小贤的诗词文章 心想回到京都 得去拜访一下苏明杨苏公 看看他科考时候 写的那两首诗词 也或者某天去了他的府上 当面向他求来看看 这眼见着已是黄昏 咱们去淡水楼吃个饭 顺便把大哥一并叫上 苏平安有些担忧地看了看妹妹 只是自己好不容易来一趟梁义县 不见见大哥 也说不过去 以后在陆成县正式上任了 恐怕再难有机会来到梁义县 那就更难再见到徐小贤了 他点了点头 把若兰也叫上 对了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澄清 杨居合了个八字 择了个日子 定在九月九重阳节的那一天 能来不 恐怕真不行 朱仲菊摆了摆手 人不来没事 李 李你得送到 这个没问题 就要见到徐小贤了 苏菲有些紧张 等等 咱们这风尘仆仆的模样 朱大哥 我们先洗漱洗漱 朱仲菊心想 吃了饭回来 再洗不行 也或许人家女子爱干净 当然 也或许人家苏菲要给大哥留一个好印象 于是他叫来了两个女币 将二人指派给了苏菲 从现在起 青霞 红云 你们俩就侍候我 我表妹 俩婢女对着苏菲倒了个万福 奴婢听后表小姐吩咐 挺懂事的 还会来事 二人带着苏菲去了侧院 屋子里就剩下了朱仲菊 和苏平安二人 我说三弟 朱仲菊斧过身子 苏菲 你妹 莫不是喜欢上大哥了 苏平安一声叹息 我哪里知道他的心思呢 我就是在他面前提了提大哥的厉害 这下好了 天天就缠着我讲大哥的事情 一来二去 苏平安双手一摊 我也不瞒你 他怕还真有那心思 也是 大哥那么高的才华 说他是大臣第一才子也不为过 你别这样看着我 我朱仲菊 虽然肚子里没两滴墨水 但要说时任 我觉得我不会看走了眼 你想想 祭中谈祭大人 为什么要将祭院许配给大哥 要知道 那时候大哥脑子有病 这是可传的阵望 可人家祭大人 就有这眼力 瞧瞧 大哥的病好了 又夺得了戒缘 还弄出了那么大的事业 我爹说了 要不了两年 梁一仙首富就要一主 非大哥莫属 大哥这就是才华 整个大臣 还能找出谁来 所以 你妹若是真喜欢大哥 我倒觉得 这不是什么坏事 苏平安一听就急了 这不行啊 祭院在先 他肯定是正妻 大哥又没爵位 那我妹妹只能是妾 我家里能同意吗 到时候 肯定得生出是非来 朱仲举一恶 是啊 堂堂将南苏家的大小姐 嫁给荒凉之地的 一个小小借缘为妾 这 三弟这话也有道理 我若是苏菲的爹 我也不会同意 苏平安顿时就瞪了 朱仲举一眼 这没文化说话 就是这么可怕 朱仲举也反应了过来 自己这话大大的不妥 他连忙说道 我不是那意思 三弟 你说 要是大哥弄到个爵位 这事儿是不是就解决了 可大哥根本就没有当官的心思 他都不入朝堂 更没可能统兵打仗 何来爵位 若是大哥做出了对大臣 有巨大贡献的事 这也是 可以被皇上给封决的呀 你说这可能吗 手指 闻香 还是乙糖 苏平安深吸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除非大哥能够解决掉 大臣的粮食问题 咱别想那么多 总之 我走了之后 你得时刻提醒一下大哥 让他千万不要对我妹妹动心 那样可就不好办了 朱仲举心想这三弟 是不是想多了 苏菲虽然漂亮 却还是赶不上妓院的 大哥眼看着就要吃上天鹅肉了 他还会在乎一只丑小鸭 苏菲打扮得很漂亮 他沐浴了一番 换上了一件洁白的裙袍 那裙袍用的上等云纹丝绸制作成 隐隐的云纹若隐若现 再配上他那修长并同样洁白的脖子 还有那一头尚未干的瀑布般垂下的绣法 朱仲举觉得自己刚才将苏菲比喻为丑小鸭 是错误的 这特么也是一只白天鹅啊 苏菲的脸蛋红扑扑的 不知道是刚沐浴了原油 还是试了粉底腮红 他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就像会说话一样 和刚才的模样 仿佛变了一个人 朱大哥久等了 要不咱们这就出发 好 咱们先去接大哥 大哥就是徐小贤 苏菲坐在马车里 心里就像装了一头活泼的小鹿一样 他有些期待 有些紧张 还有些羞怯 哥哥说他生的秀气 关键是还有一身文气 在听朱仲举那一番话语 他居然还有一颗悲悯之心 他是将百花村变成了百花镇 看起来 他好像是雇佣了百花镇的人 在他的作坊做工 可他的出发点 却和其余所有的商人都不一样 他不是为了给自己赚来多大的家业 他仅仅是为了让百花镇的老百姓们 生活得更好一些 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当罗三变 他们还在京都苦苦求个一官半职的时候 他却已经在这偏远的北境之地 默默地开始耕耘了 罗三变他们 或许能够成为一方父母官 可他们就能让治下的老百姓 过上那么好的生活吗 那百花镇改天得让朱大哥带我去看看 毕竟眼见为实 看他那地方 是不是真的 像他说的那么好 待会见了面要不要 向他请教诗词文章呢 不能 这初见上陌生 反正要在这梁义县待一阵子 等以后渐渐熟悉 再问不迟 我且看着 听着便好 少女的心情渐渐安稳 掀开车帘看了看被夕阳染红的小县城 小县城有着另外一番热闹的景象 这样的景象 是和京都截然不同的 这里的热闹 没有京都那般喧嚣 多了几分朴实 少了几分烦躁 挺好 朱仲举坐在苏平安和苏菲的对面 眼见着马车驶入了梁月巷子 他忽然问了苏平安一句 既然都请了大哥 要不要将大嫂一并请了 苏平安一愣 摇了摇头 这次就不要 这是什么意思 给你妹妹创造一个和大哥单独相处的机会 苏菲此刻却转过了头来说了一句 小妹觉得 若是可以最好将她请上 他们不是还未曾成亲的吗 这 朱仲举左右为难 看了看苏菲 又看了看苏平安 苏平安深吸了一口气 那就请吧 不过 他转头看向了苏菲 不过你要记住 纪月是大哥的未婚妻 你可千万不要莽撞 我莽撞什么 我就是瞧瞧许小贤而已 另外 听你说的纪月那般漂亮 我当然也想要瞧瞧 再说了 这以后终究是要见面的 末如早些见到 早些多一些了解 以后说不定 我们还能成为朋友 朱仲举咽了一口唾沫 心想 你们成为朋友倒是可以 可千万莫要成为了姐妹 马车停在了徐府的门前 朱仲举和苏平安下了马车 扣了扣门 开门的是智蕊 他一瞧朱仲举和苏平安 便一脸的欢喜 两位公子来了 苏公子也回来了 你们来找我家少爷的 不巧 他尚未回来 智蕊抬头瞧了瞧天色 又倒 不过他应该快回来了 要不你们进来喝喝茶等等他 如何 这还能如何 显然淡水楼吃酒 必须得请上大哥 那就只好进去 苏平安去了马车旁 对苏菲说了说 苏菲也下了马车 智蕊瞧了瞧 站在苏平安身旁的那漂亮女子 倒是没有多想以为是苏平安的未婚妻 他带着三人去了咸云水县 你们和我家少爷都是兄弟 就随意一些 自己煮茶 我就不陪你们了 智蕊正要离去 苏平安问了一嘴 大哥去哪里了 他呀 智蕊洋溢着笑意 百花纸业二场不是已经投产了吗 那新造出来的百花玉纸 就捉上这种 这不就得要上市售卖了吗 少爷去寻个铺子 就在阮氏纸业的隔壁 两个门头 西市街姬家的 前些日子 姬家大小姐姬如花 答应了少爷将铺子租给少爷 智蕊顿了顿 脸上的笑意收敛 他扬了扬眉又道 前两天 我随少爷去谈过一次 那位姬老板 说让如花小姐全权做主 可偏偏 那小姐不谈租金 朱仲举一愣 那谈啥 智蕊撇了撇嘴 谈风月 那小姐喜欢上了少爷 少爷本事太大 这梁义线的那些大家闺秀们 能有几个不喜欢他的呢 昨儿我去找李瞎子 给少爷算了一挂 李瞎子说 少爷命带桃花 行了 我锅里还炖着鸡呢 要不这晚饭就在这里吃 朱仲举摆了摆手 我们还请大哥去淡水楼 为三弟接风洗尘 哦 那我得去让丸子少切一点肉 你们坐坐 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智蕊走了 朱仲举道 真没客气 他煮上了一壶茶 而此刻的苏妃 却看向了放在桌上的 一叠雪白的纸 刚才那丫鬟小姑娘说 这叫百花玉纸 未曾听说过 徐小贤那作坊里的 又一个特产 那这纸笔至市面上的 桑皮纸怎样呢 他伸出了手来 取了一张 仔细地看了看 这纸厚薄合适 质地均匀 关键是色泽白的如雪一般 而不像桑皮纸 哪怕是一等品相的桑皮纸 依旧会有些泛黄 而如此白的纸 倒是和宣纸差不多 只是比宣纸稍微薄了一点 也不知道 这纸会不会泛出墨韵来 若是没有 若是这纸的价格再合适一些 那这纸的销路定会广泛 苏平安也瞧了瞧这纸 同样惊叹于 这百花玉纸的品质 只是他更在意的是 智蕊刚才的那番话 这鸡如花 又是谁家的女子 朱仲矩笑道 西世界最大的 粮商基多营的女子 你放心 他和大哥没有可能 为啥 他 他其实也是经商的一把好手 只是长相随了他娘 大哥虽然不是以貌取人之人 但也不愿意夜夜做噩梦吧 苏平安懂了 他随手拿起了 那一叠纸旁边的那本四明月令 视线却落在了桌上 四明月令下面压着一张纸 正是这百花玉纸 只不过 这张纸上落有漂亮的一纸 赃花小凯 那是一首词 苏平安极为惊讶地放下了书 拿起了这张纸 对于徐小贤的书法 他极为叹服 对于徐小贤的诗词 他同样极为敬仰 未曾料到 此刻居然又看见了 徐小贤所作的一首词 他在默念了一遍这词之后 倒吸了一口凉气 徐小贤之才华 当真是无人能及啊 他 他随手一写 居然就是如此美妙的篇章 这样的诗词 江南那四大才子 哪怕是罗三变 也是万万写不出来的 苏平安脸上那震惊的表情 显然落入了苏菲的眼里 他的眼睛陡然一亮 一把将那张纸给抢了过来 视线落下 小嘴微息 脸上同样是亥然之色 朱仲矩不太懂诗词这玩意儿 可他在看到苏菲那表情的时候 也愣了片刻 他虽然此前未曾见过苏菲 却早已听苏平安说起过 他这妹妹在江南的名声之大 他可是江南第一大才女 此刻见了大哥的诗词 居然也如此惊讶 那足以说明 大哥这首诗词之好 好到了 他苏菲都望尘莫及的地步 苏菲沉迷于这首词中 心里默念了两遍 终究低声浅淫了出来 红偶香残御殿秋 清解罗长 读上兰州 云中水寄紧书来 燕字回时 月满溪楼 花字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少女面容七处 视线依旧落在这纸上 却久久无言 苏菲的心里 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 她对这首词的水准 佩服得无以复加 而今是早春 但此词写的却是暮秋 看来是徐小贤 去岁秋天的时候 便已经做好 只是最近才落于纸上 通读这首词 里面隐隐有几分女子的味道 更像是女子相思而作 但也可能是徐小贤 那细腻的情感表现 不对 清解罗长 读上兰州 这分明是写的义女子 难道她 是为寄遇而写 红藕香残玉垫秋 此句色色轻力异象运界 从户外之红藕 而至室内之玉垫秋 以秋逸而引领全篇 不仅仅有吞梅脚雪 不识人间烟火之气象 她还有花开花落 悲欢离合之人是象征 就在书吃少女细细品味这首 一剪梅的时候 就在苏平安极为担忧的视线中 徐小贤走入了内院 来到了咸云水线 三弟 你不是应该去陆城县上任了吗 怎的跑梁义县来了 苏平安能怎么回答呢 他只能起身拱手一礼 大哥去遂一别 小弟甚是想念 故而转到梁义县来 再和大哥见一面 明日启程前往陆城县 徐小贤走入了咸云水线 坐在了苏平安的身边 瞧了瞧正拿着她抄的 那首次的沉迷的女子 好奇地看了看苏平安 苏平安连忙指了指珠重举 低声说道 二哥他表妹 徐小贤又转头瞧了瞧珠重举 这次的表妹还挺多的 苏菲上未能完全品得 这首次里的那相思味道 但此刻却只好放下了这张纸来 他抬眼看向了徐小贤 心肝一抽 这家伙生得果然 果然好看 少女的脸蛋一红 连忙起身给徐小贤到了一个万福 奴家废书 久仰公子大名 孤儿求表兄带来拜访一下公子 公子大财 奴家佩服的五体头地 徐小贤摆了摆手 笑道 你们这些小姑娘 最容易被这诗词里的 悲春伤丘所影响 别去理会这玩意儿 我随手写写 测试一下这只有没有问题罢了 请坐请坐 这怎么能解释呢 徐小贤当真是为了测试一下 这百花玉纸会不会晕没 这手一剪眉 仅仅是因为在脑子里记忆深刻 便信手写了下来 他不是李清照 况且纪院就在隔壁 他也没那条件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若是想纪院了 从那后门而入 一切便都解决了 所以 词中之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若是这小姑娘强行问起 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回答他 徐小贤说着这话 就没再去搭理苏菲 而是又看向了苏平安 三弟 此去路程县路途遥远 以后再想一句 着实也难 你能绕到梁一线来看看大哥 大哥心里甚味 这样 大哥我心酿出了一盅酒 名为状元红 待会就带一坛子去淡水楼 以此状元红来庆贺三弟 踏入仕途 祝三弟前程远大 关露大红 多谢大哥 苏平安感动啊 大哥这话不但好听 寓意还极好 不是 他的眼里忽然露出了一抹疑惑 在朱仲矩家里的时候 倒是听朱仲矩说起过 他说 大哥在百花镇 又新弄了个酿酒作坊 大哥 这状元红 就是你 新造的那作坊里面生产出来的 那倒不是 百花酿酒作坊 是我在家里倒酷出来的 可不多 年刚过完 被齐温俊奇大人弄走了三坛子 过年的时候 送了一坛给张桓公 也送了一坛给我伯父纪大人 还喝了三坛子 这不 幸亏你来得及时 就剩下这最后一坛了 苏菲作为江南大才女 她也是喜酒的 只不过在她看来 徐小贤弄出的这状元红 肯定是赶不及京都兰规方的醉花雕 所以 她并没有在意 而是依旧在脑子里解读着那首 一解眉 随着对这首词愈发深刻的理解 她现在确信 徐小贤在诗词上的造诣 在她之上 也在江南四大才子之上 那么有此可得 她在相试的时候 所作的那两首诗词 也定然不错 可为何就没能入了文风阁 在长安城拧起轰动呢 少女不解 心里又默默地念着那一句 才下眉头 雀上心头 苏菲看向了徐小贤 看见的是徐小贤的侧脸 那张侧脸在晚霞的映衬下 泛着微红的光芒 那是一张秀气中 透着坚毅的脸 那是一张俊美中 带着自信的脸 那是一张好看 迷人的脸 她是个心事细腻的人 就像她的词一般 用词细腻 词间蕴含的情绪细腻 就连着簪花小凯的笔墨 也是那么的细腻 母亲常说 心色细腻的男人 最为温柔体贴 可暖心 可一半 可左脚 托付终身 那么 她是不是那个 真的值得自己托付终身的人呢 这可是一件天大的事 得再看看 朱仲举三人 先行离开了徐府 他们要去接周若兰 徐小贤静坐了片刻 叫了四喜 将那一坛子壮远红 搬到了马车上 他也去了隔壁 接上了妓院 苏平安 那小子重义且 他本应该直接取到东边去路程县的 没料到 居然还绕到了 这里来看看我 坐在马车上 徐小贤还是有些感慨的 他一直觉得 人情如纸包 一直认为 苏平安一旦踏上了仕途 恐怕很快就会忘记这梁义县 还曾有一个结拜的一兄 这是人之常情 他走的是官徒 身后有江南苏家的财力和政治资本 投靠的还是大臣堂堂左相 按照前世的经验来看 像苏平安这样的少年 在路程县当那县令 要不了两年就能高升 他的官路会一路平坦 就像齐文俊那般 他会越走越高 而自己呢 自己依旧会偏居一鱼的狗着 或许十年之后 他已经站在了庙堂之上 而自己依旧狗在这偏远的梁义县 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他在温海泛州 我在梁义县 或者是梁州 这小小的地方 商海浮沉 理应很快成为陌路人 因为到不同 接触的人和是不同 彼此的圈子便不同 珍希尔金这样的时光吧 他才刚刚起步 过些年岁 彼此再无联系 或许能在某个春风秋月里再想起 季月儿当然没有徐小贤想的这么多 他偏着头望着徐小贤 眼里仿佛有心灰闪烁 这说明了 你给他留下的印象深刻呀 再说了 既然你是大哥 他来看你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徐小贤伸出手来 将季月儿揽在怀里 笑道 傻丫头 他没有解释这其中的缘由 而是说到了另外一件事 姬家的那两个铺子租下来了 季月儿在徐小贤的胸前偏过头来 季如花没有再为难你 嘿嘿 那姑娘 我花了两个时辰的时间 才向她讲明了 爱和现实之间的道理 她终于没有再提 还将那俩铺子 以一两银子一年的价格租给了我 算是白借的 季月儿一正 你怎么给她讲的 我说 人的一生会遇见两个人 一个惊艳了时光 比如我 而另一个会温柔了你的岁月 她才是你的良配 时光是短暂的 她看上去很美好 但转眼即逝 伸出手去 也难以抓住她的尾巴 她也不会在你的生命里 留下半点痕迹 就如这冬雪一般 终究会消散容去 但岁月不一样 你活在岁月之中 她才能陪着你走过千山万水 才能伴你中老白头 就这样 应该是她还没弄明白 时光和岁月的区别 脑子有些迷惑 就答应我了 季月儿沉音片刻 也问了一句 那时光和岁月 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徐小贤笑了起来 我也不知道 胡砍的 只要将那两个铺子 弄到手就好 季月儿白了她一眼 将脑袋在那温暖的怀里蹭了蹭 嬉嬉一笑道 你是我的时光 也是我的岁月 一个都不能少 淡水楼 众人在淡水楼前会合 季月儿自然不能再和徐小贤亲亲我我 她对苏平安到了一个万福 问了一声好 视线在苏平安身后的苏菲身上停留了一瞬 这儿的光线不太明亮 她也不知道那女子是谁 如此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她去了周若兰的身旁 两人低声地说着话 未曾留意到 跟在苏平安身后的苏菲 再见了季月儿之后 眼睛亮了那么一瞬 陶掌柜自然赢了出来 她对众人拱了拱手 这才看向了徐小贤 一脸的殷勤 徐公子 你可想死小人了 徐小贤一听吓了一跳 陶掌柜的 我可没那断袖之痞 徐公子想啥呢 是这样 您瞧我这淡水楼那六道菜品 翻来覆去的卖 这银子确实也赚了不少 可这开九楼的 就靠着新鲜的菜品来吸引客人 这六道菜品 想来公子 你们也吃腻了 要不改天 小人在登门拜访一下 请徐公子再售卖 挤到方子给小人 徐小贤笑了起来 陶掌柜 你怕是 想要去梁州城开九楼了吧 陶掌柜打了个哈哈 徐公子心色当真玲珑 这不小人听说 朱公子 和您都在梁州城有了生意 小人寻色 你们既然都去了那里 小人这淡水楼 也当开过去 如此 二位公子 若是到了梁州城 不是也有个适合口味的 吃饭的地方吗 这陶掌柜 挺会来世的 徐小贤点了点头 那就明儿下午 你来我府上 讨喜大喜 他躬身便行了的大礼 多谢徐公子 今儿晚上诸位贵客 一应菜品酒水 算小人我的 诸位公子小姐 楼上请 哟 姓陶的 可以啊 那本公子 今儿晚上可不给银子了 你瞧瞧咱们这么些人 自己配一桌子菜吧 你那酒就免了 我大哥带了他 自己酿造的酒来 陶掌柜带着一行人 往二楼而去 有些惊讶的 又看向了徐小贤 徐公子还会酿酒 略懂 陶掌虚然惊讶 却也未曾放在心上 因为梁艺县 有一家售卖酒的丁氏酒铺 据说这位丁老板 曾经在北魏生活了多年时间 学到了一手酿酒的技术 回到这梁艺县之后 便弄了个酿酒作坊 生意做得极为不错 因为整个梁艺县的人 要想喝酒 都得去他家买 丁氏酒铺的酒 当然说不上好 但也分了上中下三等 基本满足了各个层次的人的需求 他家最上等的酒菜有名字 叫做玉泉 向朱仲举他们来 都不用说的 肯定是喝那玉泉酒 这是徐小贤当然知道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他酿造出来的壮元红 目前根本就不会在梁艺县 开设铺子去售卖 跟在苏平安身后的苏菲 好奇的 也不是徐小贤带来的这酒 而是这位掌柜的 向徐小贤求菜品的方子 这事儿哥哥给他说过 说那平桥豆腐如何好吃 说那清炖蟹粉狮子头 如何味美 说着这些东西的时候 哥哥居然有一副垂涎欲滴的模样 甚至放言说 徐小贤弄出来的这些菜品 比京都新开的那一家玉品楼的 还要好吃 玉品楼的厨子 听说是从宫里出来的玉厨掌勺的 那一桌席面 足足十两银子 去玉品楼吃饭的 可都是达官贵人 一个个对玉品楼的手艺赞不绝口 梁艺县这小地方 根本就没有那些讲究的食材 徐小贤那书生 他还能创出怎样的菜品来呢 少女很是期待 觉得这人 这人愈发的神奇 二楼雅间 众人落座 纪月和周若兰坐在了一块 苏菲想了想 坐在了纪月的旁边 纪月有些好奇 不由得多看了苏菲两眼 这姑娘长得挺漂亮 尤其是这一身雪白的云纹锦绣衣裳 在门口的时候 她原本是以为 这姑娘是苏平安的婢女 现在看着姑娘的穿着打扮 明显不是 这时候 苏平安连忙给朱仲局使了一个眼神 朱仲局这才有些扭捏地站了起来 指了指苏菲 对纪月和周若兰说道 这位是我远房一表妹 名叫废叔 也是今日刚到 这一位就是纪月 我大哥徐小贤的未婚妻 这一位就是周若兰 我朱仲局的未婚妻 苏菲站了起来 后退了一步 给纪月和周若兰 分别到了一个万福 两位姐姐好 久闻两位姐姐的大名 今儿得见 才知道 两位姐姐果然漂亮的 就像画中的人儿一样 令苏 废叔好生羡慕 纪月也站了起来 她一把扶住了苏菲 妹妹可折杀我们了 妹妹远来是客 若是要在这梁艺县 待上一些日子 姐姐倒是可以 陪妹妹去逛逛 苏菲顿时更加高兴 这好呀 能够和纪月打好关系 以后去徐小贤家 就更加方便了不是 她连忙说道 多谢姐姐 妹妹还真要在梁艺县 待一些时间 以后可是会叼扰姐姐的 姐姐可莫要怪我烦了才好 没有的是 咱梁艺县的人呀 就是好客 你瞧 朱大少是许郎的结义兄弟 你呢又是他的表妹 这不就和我的妹妹 没啥区别了吗 来来来 请坐 随意一些才好 谢姐姐 二人在那说话的时候 周若兰极为惊讶地 看向了朱仲菊 心里将那些亲戚 给翻了一个遍 就极为疑惑了 朱仲菊哪里 还有一个远房的表妹呢 这表妹那张小嘴 甜得就像抹了蜜一样 关键是她生得 好像比我还要漂亮 周若兰倒吸了一口凉气 收回了视线 脸上也洋溢起来 一抹笑意 废叔妹妹 你在梁艺县住在何处 小妹在这梁艺县 也没有别的亲戚 暂时就住在表兄的家里 这话一出 周若兰脸上的笑意依旧 心里却像 被捅了一刀似的 一来她完全想不起来 朱家哪里还有 这样一房亲戚 二来这年头 表哥表妹成亲极为正常 她朱仲菊 从未曾提起过这么件事 陡然间就带回来了一个表妹 这穿得比本姑娘还要好 住的还是朱仲菊的家里 好你个朱仲菊 我周若兰才是你的未婚妻 你居然将一个 连我都不知道的什么远房表妹 给领回家了 她转头又看向了朱仲菊 朱仲菊知道这是坏了 可现在 她能怎么解释呢 这事儿得背着纪院和徐小贤 才能向她解释呀 不对 背着他们俩也不能解释 周若兰可是纪院的闺蜜 若是将苏菊给说出去 转头周若兰就会去找纪院 那三弟这事 岂不是就漏了线 但不说清楚我怎么办 和周若兰的事都定下来了 若是被这破事给搅和黄了 弄得两家反目成仇 不应该答应苏平安 或者多想想给苏菊 另外编造一个身份 此刻她只能甘大的一笑 啊 洛兰 明儿个我去你家找你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周若兰扬了扬门 哦 好消息啊 那感情好 这些日子在家里可别坏了 你最好是告诉了那好消息之后呢 我能够在三月三那天去泡泡绣球 这话不能接 接下去没完没了 更难说得清楚 于是 朱仲菊干脆闭了嘴 心想 明儿个无论如何 得向周若兰说清楚 出卖了苏菊也得要说个清楚 徐小贤一听这话 觉得有些怪异 他不由得转头瞧了瞧朱仲菊 对这家伙极为佩服 原来还可以这样脚踏两只船的 周若兰这表现 显然不知道朱仲菊的这破事 这一山不能龙二虎 二王不能见面 你压的 居然让两个表妹见了面 不翻车才是个怪事 果然 周若兰说了他要在三月三 去抛锈球这话之后 朱仲菊居然没有反应 这是什么意思 这岂不是就是默认了 让本姑娘自己退出吗 好呀 莫非你朱仲菊以为 除了你本姑娘 还嫁不出去了 但周家大小姐 还是能够控制得住自己的情绪的 他依旧没有表露出来 毕竟这里还有其余人 这顿饭得吃 吃了之后嘛 大家互相取回婚书 这事一拍两散 幸亏这时候 陶掌柜的带着俩小二 端着菜盘子上来了 来来来 诸位公子小姐久等了 请慢用 待会菜好了再送来 徐小贤也没将朱仲菊 这破事放在心上 毕竟朱家是梁义县首富 周家也排得上第二副 他们怎样弄都行 他将酒坛子抱了起来 拍开了泥风 一股浓郁的酒香 顿时就飘了出来 甚至压过了菜香 刚刚走到门口的桃喜 鼻子一耸 转过了身来 又走了进去 这就是我酿造的状元红 酒房很快就要生产 不过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 这梁义县是买不到的 无论是朱仲菊 还是苏平安 对酒都极为熟悉 但像这么香的酒 他们却是第一次问道 朱仲菊似乎也忘记了周若兰 他的眼睛绿油油地 看向了这酒坛子 然后站起 一把给抢了过来 我闻闻 好香的酒 大哥 勺子给我 我来分酒 他拿着勺子 抱着酒坛子 给大家都打上了一碗 桃喜眼巴巴地看着 他咽了一口唾沫 忽然说了一句 那个猪绍 能不能给小人也来一碗 朱仲菊顿时笑了起来 看在你懂事的份上 自己去拿一个碗来 桃喜慌忙跑了出去 朱仲菊尚未坐下 他拿来了一个碗 朱仲菊一瞧 吓了一大跳 我说姓桃的 你特么怎么不抱 一口钢子上来呢 桃喜拿来的是一个汤碗 这一碗若是倒进去 恐怕坛子里的酒要少一半 嘿嘿 那个 太急 朱绍给小人打两勺便行 朱仲菊给他打了一勺 不多了 大哥就只剩下了这一坛酒 去去去 咱们要喝酒啊 桃喜只能无奈地离开 朱仲菊毫不客气地 端起了碗来喝了一口 他张大了嘴巴 啊了片刻 才陡然说了两个字 好酒 苏平安也连忙喝了一口 他闭着嘴仔细地品味着 直到这酒如烈火一般的顺喉而下 好酒 不得了的好酒 苏菊就觉得很是奇怪了 这酒闻着 味道确实比自己知道的大了很多 那他喝起来的味道 当真有那么好吗 他也喝了一口 片刻 脸蛋通红 妓院笑道 这状元红的劲儿有些大 妹妹可莫要喝醉了 坐在妓院上手的周若兰 也端起了碗来 月儿 咱俩干一个 要说起来 我还真想一醉 周若兰猛地喝了一大口 他突然闭上了嘴 坐直了身子 憋了好一会儿 才将这烈酒给咽了下去 朱仲菊 来 咱们干他三碗 干他三碗 朱仲菊咽了一口唾沫 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那一夜 周若兰大醉 扬言要和姓朱的一拍两散 朱仲菊没有法子 只好将自己也给灌醉 其实是这酒味道太好 关键是 仅剩这一谈了 徐小贤当然知道这酒的厉害 他保持着清醒 在下楼的时候 陶长馆一定要求他的这酒 这事儿 他暂时没有答应 因为这酒真的在一两年的时间之内 都不会在梁义县售卖 得卖去北魏换来粮食 这酒才能够持续地酿造下去 回复的途中 季月儿扬起那张红扑扑的脸蛋 眼神有些迷醉地看着徐小贤 看着徐小贤 以为他也需要连干三碗 我总觉得 那废书姑娘有些奇怪 不就是朱仲矩的表妹吗 有什么奇怪的 他吃了很多菜 也喝了不少的酒 这说明菜好吃 酒好喝呀 可他一边吃菜一边喝酒 还一边看着你 难道你也能秀色可参 徐小贤还真没注意 他和苏平安说的话比较多 毕竟苏平安名 各就要启程去陆城县上任了 上一次他去京都时候说过的那些话 他又再次重申了一次 怕的就是苏平安这愣头青 被迎头给敲上一棒 虽然凭着苏家的背景 还有左向那粗大的腿 苏平安这关会当得稳当 但能够少碰一些必少走 一些弯路终究是好的 但看起来自己说的那些话 苏平安并不以为意 他依旧坚持着他的观点 始终认为 亲者自亲着者自着 始终认为 当向大哥学习 当一方父母官 造福一方的百姓 大有哪怕刀山火海 我定要一往无前之坚定决心 这 徐小贤就不太好再劝了 毕竟这是他为官的初衷 这样的初衷 就像初恋一般美好 只有被抛弃了几次之后 才会明白 初恋的味道 其实是苦涩的 所以最后他也没有再说啥 只能祝愿他 能够遇见一群志同道合之士 能够走出一条 实现他的理想和抱负的 锦绣大道来 所以 他真的没怎么去注意过 那个叫废叔的姑娘 你怕是看错了 他不过正好坐在我的对面而已 如此一说 继约也觉得自己是不是想多了 毕竟是朱仲矩的远房表妹 他好奇自己的许郎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纪约将这事抛在了脑后 唯一在徐小贤的怀里 只觉得这回去的路途有些短 哥 你不等徐小贤来送你 次日一大早 苏平安决定要走了 站在朱府的门口 苏妃抬头问道 大哥很忙 再说 去岁我离开这梁衣县的时候 大哥才做了一首送别的词给我 就是给你看过的那首 踏缩行 祖西立歌 画阁浑霄 高楼木段 夕阳指送平波远 无穷无尽是离仇 天涯地角寻思变 苏平安望向了梁月巷子的方向 悠悠一叹 大哥是个心思而细腻的 重情重义之人 他见不得这样的离仇别恨 与其那样伤怀 莫如就这样不辞而别 你若是有机会就 告诉大哥一声 我苏平安 等我苏平安在官场上 混出个人样来 到那时 我再来和大哥一见 一旁的朱仲局 脑子还有点晕 他忽然一把抓住了苏平安 那个 苏菲这事 我得去给若兰好生解释一下 不然我这未婚妻 可就弄没了 苏平安一把抓住了朱仲局的手 语重心长地说道 二哥 你是我的二哥 苏菲就拜托给你了 我没有别的请求 就是 就是别让大哥知道 他就是我妹妹 更别让他喜欢上了大哥 苏平安松手 登上了马车 二哥 再见 车把时一仰马鞭 马车急驰而去 朱平安顿时就伸长了脖子 不是 那我怎么给若兰解释 不能因为你导致了若兰针 和我一拍两散吧 苏菲背着双手 垫着脚尖 看着马车渐渐远去 朱大哥 小妹不远千里而来 就是为了对徐小贤多一些了解 若是她知道了 我就是苏菲 那样可就没去了 你没去关我屁事 不能因为 你想要有去 就让我这未婚妻给误解了呀 朱大哥 你不是正在弄染房吗 是啊 若是你这染房染出来的布博 真的不输给潘氏 价钱还能比潘氏更优惠一些 小妹在这给你表个态 苏家的丝绸 至少三成可发往你这来进染 如何 朱仲举一正 这就是这小妞的交换条件了 苏是三成的丝绸 竟然这个生意可不小啊 若是真能够拿下 单凭着她家的单子 就足够让自己家的染房 给吃个饱了 她抿了抿嘴唇 苏菲看着她又颠了颠脚尖 伸出了四个指头来 四成 朱仲举咽了一口唾沫 忽然觉得 眼前是一片亮闪闪的银子 好像未婚妻 也不是很重要了 苏菲脑袋瓜子一片 伸出了一个巴掌来 五成 不能再多了 因为怕你来不及 成交 朱仲举这一瞬间就决定 还是赚钱更重要 周若兰就让她先误解一阵子吧 等将这姑娘给打发走了 等拿下了苏家五成的浸染生意 她到时候会觉得 我聪明睿智的 那现在带我去百花镇瞧瞧 不要说带你去百花镇了 就是带你去京都几个来回也没问题啊 这就是对大客户的服务态度 朱仲举深谙此道 若不是因为苏菲是个女子 她甚至想要将蓝龟方给包下来 让她玩个痛快 朱仲举带着一帮狗腿子 保护着这大客户 向百花镇去 周若兰一大早 这酒也醒了过来 心想朱仲举这家伙 可是说了 今儿个上门来解释清楚 那就看看她如何解释 周家大小节在家里左等右等 站着等躺着等 这一家伙就等到了日上三竿 又等到了正午十分 可朱仲举人呢 这个骗子 朱仲举 你这个王八蛋 你去死吧 前院的周若林 听见了姐姐的咆哮 她连忙跑了过来 怎么了 周若兰大哭 她 她朱仲举 她养了个小的 不要我了 小舅子当然得给姐姐撑腰 狗约的朱仲举 你特么居然还敢养小的 老子砍死你 周若林冲入了柴房 取下了一把柴刀 气冲冲出了门 正从百花镇回来的朱仲举 忽然打了两个喷嚏 好像有人在骂我 苏菲的心里是极为震惊的 她和朱仲举 花了半天的时间 草草地逛了逛百花镇 她看见的是一座座精美的四合院 看见的是一个个脸色红润 还带着灿烂笑容的村民们 无论是男女老幼 没有任何一个人沮丧 更没有一个人 有着对生活的怨气 那样的神色意味着什么呢 苏菲当时并不知道 她只知道 这些百姓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比自己游历过的 任何一个地方的村民 都要开心 她去了那些作坊 因为有守卫看守的缘由 并不能进去 但那些作坊里 进进出出的村民们 一个个也同样精神饱满 似乎浑身 都有使不完的干劲 她在百花学堂外 驻足了一盏茶的时间 她仔细地听着 里面那朗朗的读书声 那些同志的声音 仿若天籁 她也在百花馆外 停留了片刻 里面有琴音歌声传来 琴技极佳 歌声更是七楚悠扬 唱得正是 踏缩行 祖席离歌 她站在那两千余亩 一眼望不到头的田边 看着绿油油的 一大片黄豆苗 她不知道这是黄豆苗 她只知道 这庄稼看起来长得很好 朱仲矩说 这是徐小贤 用了半年时间就做到的 若不是自己亲眼所见 定然难以相信 所以大臣之穷 究竟是这片土壤穷吗 还是生活在这片土壤上的 百姓们懒惰 都不是 大臣之穷 穷在没有一个 像徐小贤这般 为这些百姓 清净心血去付出的人 坐在马车里 他忽然明白了 那些百姓脸上的那神情 意味着什么 那样的神情意味着希望 他们看见了生的希望 也看见了未来的希望 而这样的希望 正是徐小贤用这些作坊 用这些田地 用这些活生生的例子 给他们带来的 他 真的很了不起 坐在马车上 苏菲忽然说了这么一句 吓得朱仲矩一跳 我大哥当然了不起 不是 苏菲啊 你来晚了 季月儿你已经见过了 他们早有了婚约 再说 你哥走的时候 可千交代万交代 你不能喜欢上徐小贤 不然 那真的就是孽缘 真的是孽缘吗 苏菲望向了窗外 依旧带着凉意的风 吹起了她的头发 也吹皱了她的眉 或许吧 为什么我就没有 能够早些认识她呢 最早的时候 哥哥曾经写信回来 就说起过 徐小贤的一些事迹 可惜那时候的自己 仅仅是以为 哥哥少见多怪罢了 若是早些知道 早些来到这里 现在想 这个已经于事无补 再说 自己的内心中 是真的喜欢她吗 苏菲终究是理性的 她扪心自问 问了许久 才发现自己更多的是 多许小贤的仰慕 仰慕于她的诗词文章 也仰慕于她对百姓们 做的那些看似平凡 实则伟大的事 仰慕和喜欢之间 还是有距离的 所以她释然了 眉间展开来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就像路边的那一朵 盛开的野花一样 表哥 下午咱们去拜访一下 季月儿如何 你还不死心 不是 我就是觉得 月儿姐姐很好 可亲 想要亲近她一些罢了 朱仲举极为担心 觉得这苏菲 恐怕也掉入了 许小贤那坑里 无法自拔 不过凭着大哥的本事 多取几个也没啥 这就要看苏菲 愿不愿意当妾了 两人没有回朱府 而是去了淡水楼 因为苏菲喜欢那菜的味道 这令守候 在朱府门前的周若霖 首个寂寞 在淡水楼 美美地吃了一顿之后 苏菲和朱仲举 又再次来到了梁月巷子 看见的是一眼 望不到头的车队 这是什么 北京马帮 就是大哥丈母娘 做的营生 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好像在听大哥讲话 二人下了马车 来到了徐府外 这里整齐地 站着许多的人 苏菲的视线 落在了那些马车上 所有的马车 皆用黑布蒙着 上面写着北京马帮 四个白色大字 看不见里面装载的是什么 反而给人一种 莫大的压抑感 他又看向了前面的那一群 如镖枪一般力挺的人 这些人多穿着鲜红的衣服 一个个手里 还握着一把 寒光闪闪的长刀 他们似乎不太像 马帮的护卫 反倒像身经百战的战士 他还真没看错 这群足足五百人的队伍 正是刀锋的战士们 这一次马帮要走的路线 我已经交给了你们的大当家 我的伯母简秋香 徐小贤站在门前 搭起来的台子上 大声地说道 北京马帮的旗号 要在大臣 要在其余所有的国家响亮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北京马帮的诚信经营 也靠的是兄弟们的通力合作 面对土匪 你们要不为生死的 去保护马帮的财产 面对任何敌人 在我看来 所有敢于亏据马帮的货物者 皆是马帮的敌人 当徐小贤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台上的简秋香看了他一眼 台下远处的苏菲 也心里愣了一下 这话的含义颇深 意思就是 如果大臣的军队 胆打马帮的主意 也要拼一个你死我活 面对敌人 我们要如秋风扫落叶一般的冷酷无情 唯有如此 才能让北京马帮的旗子不倒 才能让北京马帮的光风季月旗 在任何地方飘荡 多的话 今儿个我也不说 最后要告诉你们的只有一点 你们任何人包括车把市 只要是位北京马帮牺牲者 百花镇会照顾好你们的妻子 养大你们的孩子 为你们家里的老人养老送终 弟兄们 刀在手 跟我走 用你们手里的刀 去劈开那荆棘 去斩出一条宽阔的大道来 随着他一声大吼 下面的五百刀旗一个个血脉纷张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听见 如此慷慨激昂的讲话了 他们知道 站在台上的那个看似 若不禁风的少年 就是他们要守卫的小少爷 他们欣慰于小少爷的果敢和决心 也感恩于小少爷 为他们解决了所有的后顾之忧 光风寄月 犯我北京马帮者 虽远必诛 徐小贤又吼了一句 一群汉子顿时其呼 光风寄月 犯我北京马帮者 虽远必诛 出发 这声音震天响 吓得街头卖豆腐的孙二娘 探出脑袋来 仔细地瞧了瞧 嘀咕了一句 徐小贤 这个神经病 他男人走了出来 站在街上看了看 摇了摇头 笑了起来 我倒是觉得 徐小贤那神经病 恐怕还真好了 为啥 不为啥 给我二十文钱 干啥 去打一斤酒来喝哈 不是借酒了吗 喝点 接儿高兴 真的高兴 北京马帮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这一只马帮 由简秋香亲自带的队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北魏 要卖的商品是百花玉纸 看热闹的人群 也已经散尽 梁月巷子又一次安静了下来 苏菲从未曾见过 这样的浩大的适时场面 便问了朱仲局一句 这以往 马帮出行前 都要这样鼓励一番的吗 朱仲局走到了徐甫的门前 扣动了门环 摇了摇头笑道 这也是我大哥 新弄出来的规矩 他和马帮也有关系 简秋香毕竟是他丈母娘 你说这都没关系吗 苏菲一噎 觉得自己这话问得 没经过脑子 咱们不是去寻院姐姐吗 朱仲局也觉得 这江南第一大才女的名头 有些名不负实 徐小贤在家 继院就肯定在他府上 这不还没澄清吗 这句话是苏菲小声嘀咕的 却依旧落在了 朱仲局的耳朵里 他又笑道 其实 若不是因为北都侯府 罗三少爷从中作祟 大哥和继院的婚事 恐怕已经半了 甚至连孩子都怀上了 苏菲一正 怎么又扯到了 北都侯府的头上 他没有细问 那扇朱红的大门 这时候开了 智伟伸出了小脑袋 瞧了瞧 打开了门 让朱仲局和苏菲进去了 少爷正在忙呢 带着朱仲局二人往里走 智伟说了这么一句 大哥又在忙啥 做木工活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朱仲局当场就惊呆了 刚才徐小贤 还在外面慷慨激昂 怎么转身回来 就在做木工活了 他怎么会做木工的活呢 苏菲带着同样的疑问 三人来到了前院 徐小贤正用一把锯子 再锯着一块木头 朱仲局走了过去 弯着腰 左三圈 右三圈地转了转 我说大哥 看来技术不太娴熟啊 徐小贤笑了起来 他停了手支起了腰 一只脚依旧踩着木马上 莫说 太久没干这活 还真有些生疏了 厨房里纪月尔 拧了一把热毛巾走了出来 他瞧了瞧苏菲 将毛巾递给了徐小贤 这才牵着苏菲的手 废叔妹妹来了 苏菲很开心 嗯 他一脸欢喜地点了点头 正要说点什么 忽然转过了头 去看向了那堵墙 那堵墙上的那扇门开了 从那扇门里 走来了一个女子 这女子哭哭啼啼的 她一边哭 一边用手绢擦着眼泪 还一边数落着 月尔啊 朱仲局那个王八蛋 她 她真的又养了一个 她的话音未落 那门后又走出了一个人来 她是周若玲 这一把砍柴刀 周若兰没有抬头 她没有看见朱仲局和苏菲 就站在这里 周若玲却看见了 她双眼一瞪 怒从兴起 她举起了柴刀 便冲了过来 朱仲局 你这屎乱中气的狗东西 你去死吧 卧槽 徐小贤吓了一跳 朱仲局更是亡魂大帽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常威一个狗扑 一口咬在了周若玲 卧刀的手腕上 周若玲一声惨叫 柴刀哐当一声落在了地上 常威松口 跑到了朱仲局的身边 那双狗眼 依旧警惕地盯着周若玲 误会 这是个天大的误会 朱仲局高声大叫 你们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苏菲伸出了一个巴掌 朱仲局一家伙就住了口 周若兰正等着下文呢 她怎么了 她究竟是谁 哎呀 朱仲局想死的心都有了 她真的是我远房表妹 不信你问我爹 再说书来啊 你就是我心里的宝 她废书 不过就是来梁艺县寻个 倾注几天的事 她很快就要回去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徐小贤撇了撇嘴 我说 你们这破事 快带若林回去包扎一下 你们闹了个误会 结果若林被狗咬了一口 这算个什么事啊 快走快走 二弟 你和弟妹一起 送若林回去 记得伤口一定要消毒 狂犬病是不应该有的 因为肠威没病 朱仲局连忙走了过去 这小舅子也是可怜 倒是勇敢 居然没有哼一声 就在朱仲局如此响的时候 周若林才发出了一声嚎叫 她原地跳了起来 一边跳一边哭 痛死我了 痛死我了 朱仲局一把将周若林 给扛了起来 对周若兰说了一句 走走走 咱们先去你家 徐小贤对着周若林 就另眼相看了 这次的反射神经 是那么长的 三人离去 院子里安静了下来 徐小贤又拿起了锯子 锯着木头 苏菲好奇地问了一句 你这是要做个什么 轮椅 轮椅是什么 就是有轮子的椅子 纪月儿笑了起来 牵着苏菲的小手说道 咱们别理她 去咸云水泻里做会 两个漂亮的女子也走了 徐小贤专心地折腾着 答应给长伯做一把轮椅 现在看来 自己的这手艺是不成的 还是得找专业的木匠才行 徐小贤又放下了锯子 正寻思明个去百花村 叫王富贵 寻俩手艺精湛一些的木匠 没料到 智蕊带着讨喜讨长贵的 走了进来 徐公子 陶喜来到徐小贤的面前 躬身一礼 昨儿晚 小人喝了许公子 那状元红是夜不能寐啊 徐小贤一正 这酒喝了 不是很好睡的吗 你怎么还喝失眠了 不是失眠 是小人从未曾喝过 如此好喝的酒 心中挂念 辗转反侧 便难以成眠 可是陶长寡啊 我开车作坊酿酒 肯定是拿来卖的 这真不是我不卖给你 而是这酒很贵 我得用这酒去换来粮食 不然 哪里有那么多的粮食来酿酒 小人知道 这酒肯定会很贵 但没有关系 小人不要多 只要每月许公子 能够卖给小人十斤 十斤就成 这就没问题了 对于酿酒作法而言 十斤酒确实不算个啥 也让这凉一线的有钱人 先在淡水楼 感受一下状元红的效果吧 那行 但有两点你要记住 其一 状元红的名字不能更改 其二 这酒我给你三两银子一斤 你必须得卖六两银子一斤 少一文钱 也不行 陶喜一听就惊呆了 陶喜知道这酒会很贵 但也没料到 会贵到如此高的价格呀 丁氏酒铺 那玉泉酒 才卖五十文钱一斤 那已经是丁氏酒铺 最好的酒了 对面兰规方 偶尔有从京都运来的醉花雕 算上运费售价 再四百文一斤 这已经是陶喜知道的 最贵的酒了 但徐小贤这句话 却刷新了他的认知 三两银子 那可是三千文钱啊 这还不算 徐公子居然要求 他卖六两银子一斤 这是翻了一倍的利润 他也想啊 可六两银子一斤的酒 这能卖得出去吗 这酒 是用什么玩意儿酿造的 徐小贤看着陶喜的模样 就笑了起来 走走走 先去里面喝杯茶 陶喜屁颠屁颠地 跟在徐小贤的身后 脑子里却一刻不停地 盘算了开来 显然徐小贤不是在打趣他 更不是敲诈他 原本徐小贤是不卖给他的 仅仅是因为 十斤酒不太多的缘油 他才松了口 这么看来 他卖出去的价格 应该是不会低于三两银子一斤 物以稀为贵 再说这样的美酒时间压根就没有 梁义县还是有一些有钱人家的 十斤酒不多 就算是梁义县真卖不出去 等淡水楼在梁州城开业了 想来在梁州城 也是能够卖得出去的 更主要的是 这酒独一无二 只有自己的淡水楼才有售卖 若是卖这酒的法子得当 恐怕能够让淡水楼 用最短的时间 在梁州城立足 如此想着 徐小贤带着他来到了咸云水县 纪月儿和苏菲似乎聊得很是愉快 两个女人的脸蛋上都洋溢着笑意 徐小贤和陶喜坐下之后 他们便没有再说话 纪月儿煮着一壶茶 给徐小贤和陶喜蒸了一杯 你要想好了 咱们也算是很熟的人了 我也不瞒你 状元宏在较长的一段时间 都会售卖去北魏 徐小贤端着茶盏来喝了一口 又道 状元宏卖到北魏的 定价我也给你透个底 他的定价是四两银子一斤 给你的少一两银子 这状元宏的工艺极为复杂 所需的粮食种类繁多 我至今也不能确定 在保证状元宏口感的情况下 百花酿酒作坊 每个月能够产出多少 肯定是不会多的 所以你说十斤 我最多也就只能给你十斤 纪月儿和苏菲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状元宏他们都已经喝过 纪月儿甚至知道 这状元宏的成本 这玩意儿的成本 不就是三十五文钱吗 徐小贤开口 就是三两银子 纪月儿咽了一口唾沫 一百倍的利润 许郎他不但敢想 好像还敢这么敢 苏菲被这价格吓了一跳 他家当然不缺银子 可他也知道 哥哥上人那县令 每月月份不过二两银子 也就是说 哥哥那月份 连一斤这状元宏也买不到 陶喜已经敏锐地 抓住了这酒的商机 他连忙点头应下 小人知道了 就十斤 许公子能够以三两银子 一斤的价格 给小人十斤 小人感激不尽 等许公子的状元宏酿造出来之后 小人再来寻你 这不 小人还指望许公子 售卖几张菜品的方子不是 月儿 嬷嬷 许小贤看着陶喜笑了起来 家里的银子可真花光了 这陶喜来得正是时候啊 老规矩 三百两银子一道菜品 我懂 求许公子十道菜品 陶喜从袖带中 取出了三十张银票 恭敬地放在了许小贤的面前 苏菲就惊呆了 昨儿晚上的那几道菜 确实好吃 确实如哥哥说的 比京都新开的玉品楼的菜品还要好吃 食材虽然远远不及玉品楼 但色香味却拿捏得极好 硬是将普通简单的食材 做出了山珍海味的味道 这就很了不得了 一来当然考验厨子火候的掌握 二来更关键的就是 这菜品方子 逐料辅料该如何搭配 各种食材该如何处理 所需调料该如何调制 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只是读书人是不屑于去研究这东西的 徐小贤还真是个异类 既月儿磨好了磨 徐小贤提笔就开始写 用的是百花玉纸 写的是一笔漂亮的新书 龙井竹孙 凤尾鱼翅 八宝野鸭 姜汁鱼片 酸梅酱烧鹅 红烧乳哥 想了想 他又写下了四道相对好做一些的菜品 松人小赌 四喜丸子 这个没写 因为他府上的那家丁 一个叫四喜 一个叫丸子 金酱肉丝 最后一道是东坡肘子 这十道菜品 花了他足足半个时辰的时间 主要是细节 他甚至详细地将烧制的每一个细节 都描述了出来 这可是他的招牌 别被淡水楼给弄砸了 再说 淡水楼能够将这十道菜品做好 往后自己去吃 也多一些选择 纪月儿就站在徐小贤的身后 他看着笔尖 在这雪白的纸上游走 他将这十道菜品都给系了下来 因为在往后的日子里 智蕊终究是要出嫁的 那自己终究也是要下厨的 这厨艺必须得改进 否则怎能留住徐小贤的胃 以往没有改进的法子 现在记住了这些菜品和烧制的工艺 多加练习想来 也能做出美味佳肴来的 对面坐着的苏菲 心里痒痒的 他很想也站在徐小贤的身后看看 可终究有些不好意思 淘喜心里不但惊喜 还很震惊 加上前面那六道菜 徐小贤这就写出了十六道菜品的方子了 他根本未加思索 就像是一个掌勺多年的大厨一样 可他现在非常清楚 徐小贤真的就没有出过梁州 最远也就去过梁州城 这家伙 去岁的时候 还说无法通灵 再也不能神游京都去 学到御厨的方子了 现在看来 他依旧是可以的 那么他的脑子里 究竟还有多少这样的菜品方子呢 暂时买不起了 梁州城的淡水楼 已经在开始装修 比这梁亦城的淡水楼大了三倍 投入了大量的银子进去 可就指望着徐小贤的这些 菜品方子 将银子给赚回来了 徐小贤写满了十张纸 等墨迹干了之后 递给了陶长管 没了 全卖给你了 叫你的厨子先行验证 尤其逐一刀工火后 就这样吧 哪一天弄明白了 我再去你淡水楼尝尝 一定 到时候一定请公子来验菜 陶喜如获至宝地 将这十张方子收好 与徐小贤三人告辞 信冲冲回了淡水楼 苏菲这才好奇地问了一句 你是怎么懂得做菜的 因为我喜欢吃 因为喜欢吃 所以研究出了这么多好吃的菜品 因为同情那些老百姓 所以就有了百花镇 那既然你同情老百姓 为啥不同情这天下的老百姓 你若能解决天下老百姓的温饱问题 不 你若是能解决这梁州老百姓的温饱问题 那样 你就至少是个男爵了 转眼之间柳树抽出了嫩芽 院子里的那花谱中 也有几朵不知名的野花盛开来 又到了阳春三月 又是一年三月三 一年了 不 准确地说来到这个世界 一年零三个月了 徐小贤难得清闲地 坐在了咸云水泻中 他的嘴里叼着一支烟 一阵阵的烟雾在缭绕 还剩下十二支了 这些日子 一直在百花酿酒作坊忙碌 王富贵选了二十个 破为精灵的少年学徒 另外居然还有一个老师傅 他姓尤 叫尤大 年约四十 对酿酒知道那么一心半点 用了五天的时间 将酿酒的一阴公益交给了他们 当然 其中最为关键的志区 他谁也没交 这活儿 只能他自己来 状元红能够比市面上所有的酒都要好喝 其缘由其中的酒取 占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这个世界有酒 当然就有酒取 不过它不叫酒取 而是叫曲念 这玩意儿 就是发霉发芽的谷物 这其实算是最原始的酒取 原理极为简单 简单地说 就是利用谷物发霉发芽 所产生的水解霉类 对原料进行分解 而徐小贤弄的 酒取是不一样的 他用的是小麦 大米 纳柳草 桂树叶 以及敷皮加工制造而成 其中的工艺较为复杂 要经过原材料的粉碎 搅拌 装模 保温 培育煤菌 再翻驱晾煤 最后再养驱才算完成 这就是大驱 用这个东西 再加上新的蒸馏技术 就能酿造出高度的驱酒了 所以 智取这个关键的玩意儿 他并没有放在酿酒作坊 而是在李大爷家的隔壁 建了一个陪君士 要是由李大爷亲自掌握 每当剩下的酒驱不多了 他就将自己关在那房间里 得靠这玩意儿来吃饭 这保密的工作 肯定就必须得做好 现在百花酿酒作坊 交给了由大负责 已经能够正常运转 每日能够产出白酒 大致在百来金 他让王富贵 在酒房后面的山脚下 挖了一个巨大的酒窖 这些刚酿出来的酒 得在那酒窖里再放放 酿酒这件事 算是暂时告了一个段落 接下来就是养残了 那些妇人们 从渠山里 弄回来了许多的残暖 等气温再升高一些 等那些作树的叶子长了出来 这些残暖就该孵化了 今年先试试 作残养殖最好的方式是放养 将它们丢在作树上 自己就懂得去吃树叶 成熟之后 结成的茧子也在树上 只需要去采摘便好 要实现大规模的作树养残 其实得专门培育作树林 不能让它们长太高 得让树形短化 要保持必要的猪具和杭具 来形成作残场 那样才能保证 作残司的品质和产量 明年再说吧 对了 这都三月三了 阮氏纸业那铺子 究竟有没有上新手指 这事都忘了 得去瞧瞧 徐小贤叫上了四喜和十月 四喜驾着马车 三人去了阮氏纸业的铺子 阮小二正在柜台边发愁 张氏说好的三月推出手指 可前两天家主带了信来 信里说张氏生产那手指工艺上 还存在一些问题 恐怕得再等一两个月 他来到这梁义县 也小半年的时间了 虽然铺子里的纸 卖得也还不错 却远远不能和徐小贤 那百花纸业铺子的销量相比 徐小贤那铺子 至今依旧只卖一种纸 手指 可那家伙 他多次去看过的啊 莫要说这梁义县的人了 就是那些行商们 也得在铺子外排队候着 虽然他以十文钱的售价 卖那手指没有利润 但如此可怕的销量 便足以养活百花镇的那五万多人 何况他这手指 在梁州城卖的是二十文钱一卷 运费仅仅只会摊到两文钱 所以他在梁州城的利润是巨大的 百花镇他也去看过 虽然不能进入那些作坊 但那百花纸业二厂的牌子 他是亲眼所见的 那二厂里的繁忙他看不见 但进进出出急匆匆的人 他是看见的 这说明了 徐小贤那二厂 而今夜已经开工 只是尚不知道 他那二厂生产的又是什么指 如果依旧是手指也还好 毕竟和自己目前的品类没有冲突 但徐小贤可是放了话的 他说他也要生产这桑皮指 而且一等品项的桑皮指 只卖五文钱 这个疯子 他懂不懂做生意的规矩 他徐小贤就是个孤儿 根本没有雄厚的家世 他既然倒估出了指他 为什么不谋求利润呢 如果他那二厂 真的造出了只卖五文钱的桑皮指 自己能怎么办 家主的意思很明确 跟 陪徐小贤玩 张氏会将一等品项的桑皮指 降价到五文钱给阮氏 阮氏不过就亏点运费 何况这场战斗的战场 也仅仅局限于梁州城和梁义县 阮氏当然承受得起 若是必要 甚至一等品项的桑皮指 还能再降一文钱 就看他徐小贤敢不敢跟 总之 无论花费多大的代价 徐小贤的造纸作放必须垮 有张氏和家主在背后撑腰 阮小二的心情好了许多 现在就等两件事 张氏的手指和徐小贤的桑皮指 那斯据说已经拿下了 隔壁的两个门帘 阮小二阴侧侧笑了起来 我看你那两个铺子 能开多久 到时候 亏得你底裤都没了 看你还能怎么办 就在这时候 徐小贤带着石月 走入了他这铺子里 铺子里的人不多 只有那么五个 此刻一瞧 咦 有人大吼 徐小贤又出来了 卧槽 喂喂喂 我徐小贤又不是洪水猛兽 你们扎呼个啥 徐小贤亲切地冲着 那五人摆了摆手 台部就走到了柜台前 看着阮小二 阮掌柜的 你乐呵个啥呢 哟 许介元 贵人呀 怎么 今儿个莫非还要在小人 这铺子里买点纸 徐小贤也乐了 瞧你说的 我不就是造纸的吗 对了 我不造桑皮纸了 阮小二一正 我特么啥都准备好了 桑皮纸囤了一仓库 就等着你五文钱开卖 你居然说不造桑皮纸了 做人是不是应该讲点诚信 你还是介元呢 那我那么多的桑皮纸怎么办 放在这发霉 徐小贤接着又说话了 阮掌柜的 我新研究出来了一种新的纸 比上品的桑皮纸还要好 成本仅仅八文钱 我就卖八文 如何 阮小二心里一咯噔 这话他有些不幸 毕竟张氏造纸已经几代人了 也没见张氏捣不出什么新花样来 这徐小贤弄出了手指 而今 莫非他还真的又弄出了 什么了不得的新品 他正要问问 徐小贤却反问了他一句 我说阮掌柜的 你不是说好的 三月上新手指的吗 你家的手指呢 手指是肯定没有的 但气势却不能弱了 许介元就这么关心咱家的手指 这是当然 我得瞧瞧你家的手指如何 才能决定 要不要将我家的手指工艺 再升级一下 看来张氏还没弄出来 那我就再等等 你先忙 记得你家手指上市 派个人来通知我一声 这个神经病 阮小二盯着徐小贤的背影 深吸了一口气 得将徐小贤的这些话 告诉家主 无论他是虚言 还是真的还留有后手 这事儿得让家主告知张氏 得认真应对 万一他真弄出了 比上品桑皮纸更好的一种新纸 凭着这桑皮纸 就很难将他那新纸的价格给打下来 他究竟弄出来了个什么纸呢 徐小贤的百花玉纸 根本就没有在梁义县售卖 这第一批装了百辆马车的百花玉纸 被简秋香带去了北魏 售价在水文纸和一等桑皮纸之间 25文钱一张 一刀28张和700文钱 北魏当然有纸 可简秋香在看过并用过百花玉纸之后 就决定这一趟货 全部走着百花玉纸 北魏的纸和大臣的纸 没有任何区别 也就是说 两个国家在造纸的技术水平上 是一致的 只不过北魏的管控 没有大臣严格 北魏有三大造纸世家 他们国家的纸 在价格上和大臣并没有多少区别 所以 马帮以往是不会带纸这种货品的 可这百花玉纸真的不一样 属于纸中的一个新鲜玩意儿 简秋香相信北魏的那些学子们 以及那三大造纸世家 应该对这种纸极有兴趣 在他们研究出来之前 这个玩意儿是有销路的 徐小贤当然愿意 毕竟能够多卖一些银子 毕竟能够多买一些粮食回来酿酒 走出了软式纸业铺子 徐小贤站在隔壁自己的铺子前看了看 得找人来装修了 这装修可就得考究一些 毕竟百花玉纸的品相太好 再说 购物的环境很重要 百花玉纸 无论是在梁义县 还是在梁州城 都没可能卖到25文钱 这是他用来跑量的玩意儿 所以他真的会将售价定在8文钱 优美高雅的购物环境 加上价廉物美的产品 应该能卖得过隔壁的桑皮纸吧 就在徐小贤想着 该如何装饰这铺子的时候 姬家大小姐姬如花的马车 停在了她的旁边 姬如花下了马车走了过来 站在了徐小贤的身旁 仰着脖子 看着那张让她心肝乱颤的脸 咽了一口唾沫 说道 徐公子 奴家想明白了 时光和岁月之间的关系 徐小贤吓了一跳 这么高深的 道理她居然想得明白 我自己都没弄明白呢 那个 姬小姐 徐公子不要如此身份 请叫奴家如花 如花姑娘 这时光和岁月是什么关系呢 姬如花抬头望着天上的太阳 那张有些婴儿肥的脸上 洋溢着一抹神圣的光芒 时日如飞 光阴四溅 公子说时光是短暂的 它确实是短暂的 可我就在这短暂的时光之中 我遇见的那人 却惊艳了时光也惊艳了我 我不需要岁月的温柔 也不需要岁月的永恒 我只求这刹那之芳华 这一瞬之灿烂 姬如花转过头来 双眼火热 奴家知道 公子已和姬月儿有婚约在身 奴家 奴家愿意为妾 姬家只有我一个独女 若是公子娶了奴家 姬家的万贯家财 便是奴家之陪嫁 徐小贤大害 他没有料到 这姑娘居然如此直白 不过 他对那时光的理解倒是独特 我倒是喜欢那万贯家财 可我真的没有办法 和你度过那悠悠岁月啊 那个 如花姑娘 你在一个错误的时间 认识了一个错误的人 这样会导致你走向错误的人生 在下绝非姑娘良配 姑娘根本不知道 在下的一身漏邪 再说 我也不瞒姑娘 我这脑结 就是那精神异常之症 真的美好 说不得那一天 就看不见天上的太阳 让姑娘为我守寡 我实在于心不忍 对了 你家不是粮商吗 你家的粮食 是从哪里买来的 徐小贤立马插开了话题 那话题必须打住 必须断了姬如花 这可怕的念头 果然 姬如花在迷茫的片刻之后 回了她 给咱们大臣便宜 这样才能赚到银子 公子需要粮食 需要 你娶了我 我家粮仓都是你的 徐小贤落荒而逃 姬如花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她看着那马车的背影 觉得这人真的很有意思 可片刻之后 她长长地一叹 或许她说的也是对的 她既然如此拒绝 那便是真的无缘了 不过 她要买粮食来干什么 对了 听说她在百花镇 弄了个酿酒作坊 难道她需要粮食 要不要将北魏的卖家 告诉她呢 再等等吧 且看看她那作坊里 酿出来的酒汁不值得 苏菲和妓院 坐在麒山下的一处山坡上 这里可以俯瞰百花镇全境 姐姐 你说她为什么要叫村民们 把镇子里的竹子和树 全砍了种上 桃树李树这些果树呢 你不知道 她说这里既然叫百花镇 那就应当百花盛开 如此 倒是会很美丽 可不仅仅如此 她还说 要将李树嫁接到桃树上 也将桃树嫁接在李树上 还有杏子梅子什么的 也可以相互嫁接 嫁接是什么意思 纪月儿摇了摇头 我也不懂 不过过两天 从水阳县弄回来了桃里这些果树 她应该就会教村民们弄了 她说 一棵树可以开出树种花来 我翻遍了 奇名药树 和四名月令 也未曾发现 里面有这样的记载 反正她这人挺神奇的 苏菲小嘴微息 她的脑子里 顿时浮现出了那样的一番画面 那桃树上 一侧开着粉红的桃花 一侧开着白色的梨花 又一侧开着淡红的杏花 整个百花镇 便被这样的花海所覆盖 坐在这样的地方 放眼望去 便是一望无际的缤纷色彩 那会是一种怎样的美呢 是啊 我也很是期待 她说 那才是她想要的百花镇的样子 苏菲的眼就迷离了 一身疮痍的大臣 谁能料到 在这最偏远的北境之地 还会有如此美丽的一片世外桃源 三月三这天 周若兰终究没有 真跑去了彩云湖那地方抛袖球 苏菲和纪月在百花镇待了一天 中午饭是和简春夏 一起在礼大一家吃的 他们压根就忘记了 三月三抛袖球这件事 倒是纪月对那头愈发健壮的小母牛 表现得极有兴趣 苏菲不知道这头小母牛有何作用 但纪月知道 所以她很是期待 爷爷说 最多到夏月 她就会发情 就能配种了 少爷说 若是她怀上了小牛宝宝 得等至少九个月才会生产 少爷还说 就让她不停地生 给咱们百花镇多生一些小牛犊子 以后说不定还能有牛肉吃 李妞妞看着少奶奶 很认真地说着 少爷还说了 往后整个百花镇的牛 都有我来侍候 等我再大一些 应该是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 我就能去少爷府上 侍候少爷和少奶奶了 那时候小少爷也应该出生了 我会像照顾小牛犊子一样的 照顾好小少爷 保证把小少爷侍候的白白胖胖的 可不能像少爷那么瘦弱 这话说得纪月脸 维红笑了起来 好 可你也得读好说 不然到时候 怎么教小少爷读书写字 这活得少爷来 少爷可是介缘老爷 有他教小少爷 小少爷肯定能够考中状元 李妞妞这小嘴 就像抹了蜜一样 说得纪月心花怒放 那我和少爷 可就等着你长大哦 嗯 李妞妞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还要和春夏好生学习武艺 将来就能护着小少爷了 谁敢欺负小少爷 我李妞妞就打断他的腿 纪月摸了摸李妞妞的脑袋 可不要喊打喊杀的 要像少爷那样 李妞妞才好 道理我不懂 春夏说 谁的拳头 大谁就是道理 所以 所以我在努力练拳 现在一拳能够打断一棵 胳膊粗细的树了呢 这丫头被简春夏洗脑得不轻 简春夏在叫她武功的同时 也灌输着 她那来自于她娘的土匪观念 纪月想了想 也没有去纠正 在这样的一个世道里 有些时候 还真的就是 谁的拳头 大谁就是道理 他们在傍晚时分 离开了百花镇 苏妃不好意思 在跟着纪月 她回到了朱府 来到了朱仲矩的院子里 院子里有几个人 周若兰也在 被狗咬了一口的周若琳也在 看起来不像是来找朱仲矩麻烦的 他们围着一口缸子 似乎在看着什么 于是 苏妃也走了过去 便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朱仲矩撩着袖子 将一块微黄的胚布 放入了那缸子中 然后将手伸了进去搅动着 没多久 她取出了那块布 这布的颜色已经变了 它变成了电蓝色 朱仲矩将这块布张开来 左右看了看 脸上是不加掩饰的狂喜 若兰 你瞧 成了 真的成了 周若兰也很是欢喜 她瞪了朱仲矩一眼 快亮起来 现在说成了为时尚早 还得等它干了之后 用水洗洗 若是不褪色 才算是成了 对对对 二戏 朱春 将这玩意儿拿去亮起来 挤得阴干 不可放在太阳下暴晒 苏妃未曾想到 朱仲矩真的将一块白布 给染成了蓝色 这么说来 徐晓贤真的将那价值连成的染料法子 给了朱仲矩 这人 莫非不知道 这染色原料和工艺的价值 这其中 其实少了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 顾色 徐晓贤没有在那书里面提半个字 这不是他必走自真 而是他需要等到朱家真的能够 将染料提取出来 然后再口述给朱仲矩 因为这一步 才真的价值连成 走走走 正好表妹也回来了 咱们去找大哥 淡水楼吃酒去 朱仲矩弄出了电缆的染料 并染色成功 接下来的事就是提取更多颜色的染料 这活很复杂 需要用极多的时间来调配 才能形成固定的配方 但这第一步 无疑已经跨出去了 那么 往后的许多步 只要方向正确 朱家就一定是大臣第二个掌握 浸染技术的家族 以后跨入大臣望族之列 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自然当庆祝 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宣州府张氏大院 张泽相也带回来了新的手指 他正在父亲的书房里 忐忑地等着 手指的公益他 现在确信 已经找到了那把关键的钥匙 竹指 这是手下的一个老师傅提出来的 这一次的手指 正是用这个工艺造出来 虽然失败了数次 但最后的这一次是成功的 他以及那些师傅都用过 和许小贤的手指相比 在韧性和柔软程度上 依旧有少许差距 所以他采用了一个新的法子 许小贤的手指是三层纸 那么我做成四层 这样成本会增加一些 手感没有百花纸叶的纸那么好 但更耐操 成本也已经核算了出来 这样的一卷纸 仅仅只有八文钱 所以 许小贤那丝在梁州卖二十文 他是有巨大利润的 那么就按照这成本价去售卖 只要他许小贤敢降到八文钱 那就叫软市将价格再下降 亏的是软市 他家的生意 全靠张氏的纸 叫他亏他就必须去亏 何况梁州有八线 就算在梁义县和梁州城 这两处市场亏了 他软市还能在别的市场找回来吗 手指亏了 他其余的纸依旧能够赚钱 但许小贤不一样 他只有这两处市场 他也只有这一种纸 他亏不起 他一定会倒闭 就在张泽相如此想着的时候 他爹张亚峰走了进来 他连忙迎了上去 问道 爹 感觉如何 张亚峰坐了下来 摊开两手看了看 有些掉灰 不过作为手指倒是没有关系 屁股没那么金贵 比起百花纸业的纸 差距还是很大 叫将人们继续试做 找出其中的窍门 这种纸业让作坊开始生产 开两个作坊来生产 要在最快的时间将这手指交给阮氏 要在最短的时间将那个叫啥 徐小贤的 让他倒闭 必须倒闭 你记住 一旦徐小贤的造纸作坊倒闭 无论花多大的本钱 也要将他那作坊里的所有人 收为张氏家奴 为我张氏造纸 大臣 只能有一个张氏存在 不能再有第二个徐小贤 李小贤王小贤啥的 你大哥来了信 这手指 竟被行商贩卖到了京都 成了宫里那些娘娘们的喜欢之物 皇上在二月就离开了京都 只是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但宫中有传言 恐怕这手指将会纳入皇商采买 所以要让徐小贤那百花纸叶 倒闭得更快一些 万万不可让他成为皇商 否则 咱们张家就拿他没有办法了 三月春阳正好 又到了住在梁义县城里的姑娘们 脱去那臃肿的棉袍 换上小袄 或者圈儿出来晃荡的时候了 像踏青这样的 雅士是这些姑娘才子们的 对于梁义县的那些百姓们而言 这就意味着 他们该要在田间地里劳作了 这一次的摇曳就这样结束 渠和水库外面的牛角沟大堤 未曾能够建起来 这是徐小贤预料之中的事 渠山上的冰雪开始融化 那些雪水顺着沟渠流入了内库 内库里的水渐渐涨了起来 渐渐将青龙寺的那断壁残垣之地给淹没了 百花镇外的那两千余亩粮田里 一望无际的黄豆在试了一次肥之后 风长了起来 短短月余便有持续高了 徐小贤蹲在田梗上 观察着这些黄豆的生长状况 身后的妓院倒是早已不以为意 但苏菲却再次吃了一惊 徐小贤看起来不像是在做样子 再说他做这样子给谁看呢 这么些天下来 他极少和自己说话 似乎严格遵循着男女授受不清 也或者是他心里真的只有妓院一个人 反正他对自己的表现不冷不热 求他再做一首诗词 他也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 似乎在他看来 那些锦绣文章还没有这一天的庄稼好看 真是个神奇的戒缘 苏菲对徐小贤的了解越来越多 这样的了解有通过朱仲举 或者是周若霖的说起 也有在逛街的时候听那些居民赞叹 而更多的是他亲眼所见 这了解的越多 他却反而对徐小贤看不明白了 说他是个文人吧 至少去了他府上的那许多次 从未曾见他捧过书本 说他不是文人吧 可那些居民们真的叫他一声举人老爷 就连竹林书院的那些学子们 一说起他来 一个个也极为敬仰 并视为偶像 说他是个商人吧 他好像对农事关心得更多一些 说他是个农民吧 天底下哪里有像他这般 细皮嫩肉的农人 那么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在他的身上 怎么就表现得如此复杂呢 但毫无疑问 他脑子里的那些新奇的东西 是苏菲难以想象 更从未曾听说过的 比如这里一田两种 明明是种稻谷的水田 他偏偏弄成了种黄豆的地 苏菲不懂这些玩意儿 只是曾经所知道的常识 让他难以相信 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 盯着徐小贤的背 徐小贤依旧蹲在田梗上 依旧在仔细地看着 甚至还伸出手去 将那泥土给绝了一把起来 还放着了鼻子前嗅了嗅 豆子要成熟 得到五月份 水稻要推迟一个月插秧了 继郁儿便问了一句 会不会影响到水稻的收成 不会 推迟一个月就当碗稻来种 我忽略了这地方的气候 农作物的生长周期 相比南方会长许多 徐小贤站了起来 拍了拍手上的泥土 不过问题不大 走吧 咱们去看看 酒房剩下的粮食 还能维持几天 那玩意儿 当真是个吞粮大户 酿酒作放的产能 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他将产能控制在了三成 日产一百斤的状元红 这每一天 就要消耗足足三百斤粮食 现在那酒窖里 已经存放了一千斤的状元红 三千斤粮食没了 这一批粮食 是从百花镇的村民们 手里收购来的 价格给的比市价 稍微高一些 但在保证 他们口粮的情况下 也仅仅才收起来万把金 按照这消耗的速度算 最多再维持个把月 个把月的时间正是四月 丈母娘估计还没有回来 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除非去粮商手里收粮 否则酒房 就得停工带料 但若是如此大量的 向粮商收粮 必然会抬高粮易线的粮价 这恐怕会被粮易线的街坊们 指着鼻子骂 所以 作为一名武夫 他当然也弄不明白 姑爷做的那些事 不过这些不重要 他也没去想那么多 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保护好姑爷 就是自己而经最大的责任 就在四人 正要前往百花镇的时候 一匹大白马飞奔来 那大白马上 坐着一个 穿着一身红衣 背着一把常见的 英姿飒爽的女子 他当然就是继心 姐姐 姐姐 继心在马背上高叫 徐小贤四人驻足转身 便看见 他从马背上一跃而下 就像一朵红云一般的 飘了过来 他穿的是稍厚一些的裙子 裙子随着他的奔跑 飘荡 他的那一头绣发 也随之起伏 绣发上绑着的那条 红色丝带 上下翻飞 仿若跟他而来的 两只红色的蝴蝶 徐小贤的视线 最后落在了前面 这小姨子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别跑那么快 如此汹涌 距离还有三丈 但那扑面而来的剧烈抖动 这特么神仙也受不了啊 他咽了一口唾沫 正要收回视线 啊 一声大叫 扑通 一声 他一头栽倒在了黄豆地里 就像一块红布 铺在了翠绿的黄豆苗上 渲染出了一抹 极为亮丽的色彩 徐小贤闭眼 转头 难以直视 少女极为狼狈地 从田里爬了起来 她楚楚动人地 站在一大片的绿色中 泪汪汪地看着田梗上的姐姐 然后又看向了徐小贤心号 该死的家伙 难怪本姑娘会出了这岔子 她当真 是我命里的克星啊 不过这次还好 恐怕只是脸上有一些泥土 伸出手来 习惯性地摸了摸鼻子 居然鼻子未曾流血 少女的心情 变好了不少 她一个汉地拔葱 从田里飞了起来 翘生生落在了纪月儿的面前 善善一笑 那个 不小心 这路不平 纪月儿看着面前 这张五花脸 你跑来干啥 姐 北都侯府来信了 我给你送信来的 当真 纪月儿顿时激动了起来 快给我看看 你就这么想要嫁人 纪心儿瞥了徐小贤一眼 觉得自己这姐姐 当真是入了魔 她将心底给了纪月儿 纪月儿展开来一看 片刻 那张紧张的脸蛋上 顿时便露出了欢喜的笑容来 秋香 见心好 京都的那一场雪 转眼便过去了十四载 在酒区池头告别的那一杯酒 味道依旧在维兄的嘴里萦绕 时间未曾将她淡去 反而更加的醇厚香甜 游记得那年冬 月儿未到两岁 未曾想这么快 她就已经长大成人 就要澄清了 维兄甚感欣慰 也有些枉然 这十四年里 你一直在梁一线 你一直在履行着 大哥留给你的那句话 维兄极为佩服 也极为惭愧 授予某些缘由 维兄不能向梁一线多看两眼 其实那是维兄之愚昧 终究是书读的太少的讲究 而今维兄反而想通了 看了又如何 大哥在世的时候 一直在追求公平二字 这些年 维兄一直在想 这公平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大哥原本的理想 是想要建立一个公平的国家的 可这个国家给了他公平吗 这个国家依旧如此 依旧没有任何的公平可言 所以 维兄派了犬子去了上阳县 他未能查到任何消息 想来那些消息 早已被人抹去 所以 要想有这样的公平 就必须要有足够的权力 不应该和你说这些的 但这十余年来 维兄无人可以诉说 唯有借着这次机会 向你发发牢骚 可不是让你去做那大事 钟坛是个好丈夫 你有一个幸福的家 当珍惜 凡之 他的手指维兄用过 很好 他的那百花遗堂 维兄尝过 很好 他的那百花蚊香 维兄也试过 很好 总之 这个孩子做的那些事 都很好 这样就好 犬子顽劣 耽误了月儿和婆子的婚事 维兄深表歉意 他们随时可以婚配 记得回个信 告诉维兄一声 婚期在何日 维兄会前来参加 有些话 到时再说得好 带维兄向钟坛问好 兄 罗焕熙 这封信 继缘看得不是太明白 他并不记得 两岁时候 酒居池头的那一杯酒 毕竟那时候 他才两岁 所以他也不知道 母亲居然和北斗厚认识 从这信里看来 似乎还颇有交情 堂堂北斗厚 以兄长相称 那这交情还不浅 只是这北斗厚 信里的大哥 又是谁 这个大哥的理想 是建立一个公平的国家 如此看来 这人的身份地位都极高 母亲也是认识的 那得等母亲 回来之后再问问 也或者不问 毕竟人都死了 毕竟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了 和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 并没有关系 他唯一上心的是 这封信里那一句话 他们随时可以婚配 这意味着 他和徐小贤之间的事 再没有障碍 只要母亲归来 便可以着手操办这婚事了 徐小贤接过了这封信 仔细地看过之后 也很高兴 终于可以将记忆业取过来了 冬天里终于有人 可以暖被窝了 从此之后 老婆孩子热抗头 我徐小贤 这才算是在这个异世界 有了根了 不过他对这信里的 关于那大哥的描述 多看了两眼 晒然一笑 将信递给了妓院 公平 他摇了摇头 这里有个废书 废书是外人 他没有对这事 发表他的看法 倒是这位北斗后 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这字写得很丑 但信里表达的意思却很清楚 关键是 没有作为大臣午后之一的那种 高高在上 咄咄逼人的味道 只是这人似乎有些愤青 言语间充分地表露出了 对大臣的不满 这个思想很危险 丈母娘回来之后 最好告诉他一声 和这位侯爷 最好不要再有往来 更不能让他来参加这婚礼 不然万一 他也要去寻那什么狗屁公平 可是会给继父和自己 带来灾难的 对于信里的那句话 这十四年里 你一直在梁义县 你一直在履行着 大哥留给你的那句话 徐小贤没法理解 那个大哥 让丈母娘在这破地方 守个什么玩意儿呢 这个大哥也是自私 丈母娘那如花似玉的时光 被消磨在了这梁义县 不过也好 哪里能够遇见继玉儿 咱们现在 继玉儿咬着嘴唇 说出了半句话 徐小贤笑了起来 顺势就牵着了她的手 现在当然回去 等伯父回来了 这事得尽快办了 继玉儿羞涩垂头 低声说了一个字 好 苏菲心里一惊 她当然没法看待封信 但察言观色看来 徐小贤这就是要和继玉儿 成亲了 她要成亲了 这 这 这事来得有些突然 让心里上 未曾准备好的少女 忽然间觉得很是失落 忽然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她们牵着手走在田梗上 她们肩并肩走在阳光下 就连地上的影子 也是重合在一起的 她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多余 觉得自己不应该来 这种感觉 仿佛就是那手 一剪眉 理解的那样 花子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她陡然一惊 才发现自己 对徐小贤不知不觉之间 如此在意 才发现 这患得患失的心里 原来已经住进去了一个人 可那人却是别人的 我什么都没有 这便是此情无忌可消除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天下真能有公平吗 傻丫头 天下哪里来的绝对的公平 那 那相对的呢 徐小贤成因片刻 相对的公平 当然是存在的 比如百花镇的所有人 只要他们愿意干活 都能得到报酬 比如梁义县 别的乡镇的那些农人们 只要安心种田 到了秋天 终究能够 有那么一点收获 也比如竹林书院的学子们 若是有那本事 和整个梁州的学子们 公平参加科考 也能得个戒员身份等等 继续儿想了想 又问道 可是 梁义县别的地方的村民们 和百花镇相比 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劳动 还要看老天爷的脸 最终他们的收获 却远远不及百花镇 那么对于他们而言 这是不是就不公平 徐小贤捏了捏 那只柔弱无骨的手 所以 公平是相对的 就像张氏垄断了大臣的纸 潘氏垄断了大臣的硬染等等 这对于其余人 当然就不公平 那要如何才能实现公平呢 这次徐小贤没有回答 咱别想那么多 先打扫好自家门前的血 至于别人家瓦上的霜 咱们就是寻常小老百姓 够不着 徐小贤没有那么大的理想 去和国家机器抗争 在这样的一个 半封建半奴隶制的国家里 你想要打土豪分田地 想要翻身做主人 这真的是想多了 无论是大臣的六大世家门法 还是那蜀之不敬低士族官僚 没有任何一个人 会希望那些泥腿杆子 跳到自己的头上来 他们掌握着国家最多的资源 拥有着极为强悍的力量 想要翻天 首先不是皇帝不干 而是他们不干 好不容易才扶持了一个皇帝 先翻了旧朝 好不容易才得到了巨大的利益 他们和皇帝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岂能允许这条船又翻了 所以 那封信里说的那位大哥 这人恐怕是个理想主义者 这样的人 通常死得早 自己的好日子 这才刚刚开始 可不想那么早就被抄家灭族了 自己没有带着几百把冲 风 枪 和无尽的弹药来 自己就带来了一个登山包 最先进的武器 就是那根电击棍 那根电击棍里残余的电估摸着 还能用一次 想啥呢 狗着吧 就狗在这凉一线 小爷我狗 他的天荒地老 至于公平 关我屁事 徐小贤要和纪月儿成亲了 对于智蕊而言 这当然是一件比过年 都重要的天大的事 随着这些日子 和纪月儿的相处 智蕊以为自己已经想开了 前院花园里的花 又开了那么三两朵 又有了两只蝴蝶 在那花上翩翩 那是两只白蝴蝶 很好看 很和谐 智蕊深吸了一口气 四喜 四喜 你将主院里的花园好生修剪一下 完赞 你将整个主院先打扫一遍 记得梁上也要用扫帚扫扫尘土 东西厢房收拾收拾 万一有客人来 可得有个安置的地方 俨然成为了这个家的一员的智蕊 忙碌的指挥者 他自己也在干着活 心里想的是 少奶奶进了门 自己就得搬去前院住了 再住在主院里 恐怕少奶奶不会欢喜 虽然自己在少爷的心里 像他妹妹一般 但在少奶奶的心里 他未必会这样去看 再说 他们成了亲 成天亲亲我我的 自己在主院 着实也有些多余 少女如此想着 心里终究还是有些失落 服侍了十几年的少爷 他要成亲了 这种感觉 怎么就像自己辛辛苦苦 种出来的白菜 忽然被猪给拱了呢 不是 少爷不是白菜 少奶奶更不是猪 智蕊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羞愧 觉得自己还是太小心眼了一些 本以为能够淡然接受这一结果 但他真的还是不甘心啊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他放下了扫帚 跑去了前院 蹲在了那花园边 花园里多了一只蝴蝶 它是黄色的 可他却独自在另一朵花上 孤零零看着甚是可怜 你倒是去争啊 没用的东西 伤心人不仅仅只有智蕊一个 至少还有另一个 苏菲 朱甫 朱仲矩的院子里 苏菲双手撑着下巴 看向那假山的双眼有些涣散 瞳孔未能对焦 那一片原本应该美丽的春景 在他的视线里 仿佛没有任何的色彩 我这是怎么了 我知道 纪月儿是他的未婚妻的呀 我本以为能够坦然面对 未曾想原来心里的防线 是如此的脆弱 他们要澄清了 其实在这些时日的相处中 我本应该知道 他对我并无好感 他是一个专情的人 他看纪月儿的眼神 就像这春日的暖阳一般 在他的眼里 仿佛纪月儿就是他的整个世界 他似乎也在南容下另外一个人 我得将他忘记 对 看书 看书的时候 我能忘记所有 当然也能将他忘记 苏菲起身去朱仲矩的书房 取了一本书 坐在了亭子中 翻了开来 这是他以往很喜欢的 百如诗词文集 里面汇集了历朝历代的 那些大儒们的诗词 以往看着这些诗词 就仿佛置身于 那美妙的历史长河之中 仿佛那些诗词里的意境 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 自己仿佛就走入了 那别人无法体会的风景里 可是 他翻了两页 又翻了两页 忽然发现 这些曾经令他神往的诗词 今儿个居然完全看不进去 是这些诗词不够美吗 似乎相比与徐小贤的诗词 这些诗词 总是觉得少了一些什么 但少了什么呢 少女眉间 微醋 脸大上的神色满是严肃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徐小贤的诗词 当真能和这些大儒的诗词 一较高下 甚至在某些方面来说 他的诗词 甚至超越了这些大儒 比如他所做的那首 《易解眉》 也比如他做的 《锦瑟》 亦或是那首 《梦江南》 等等 以往还只是觉得惊艳 此刻两相对比 再细细一评 少女豁然一惊 才发现 徐小贤的诗词 当真是有资格进入文风格的 可他科考的时候 那两首诗词送去京都 却如石沉大海 难道是因为科考的时候 他发挥不家所知 未曾见到那两首诗词 苏菲难以判断 也或许有些怀疑自己的判断 他发现自己看不进去 这些昔日喜欢的诗词 干脆合上了书 觉得应该去拜访一下 张桓公老大人 来了梁一县这么久了 也应该去张桓公的府上做作 带爷爷向他老人家问一声好 苏菲正要站起 朱仲举回来了 他带着满面春风 走入了凉亭 坐在了苏菲的面前 哪壶不开他提了奶壶 刚才我去了大哥家一趟 你可知道 大哥和继院的婚事 就要举办了 说着这话 朱仲举煮上了一壶茶 浑然没有注意 苏菲的脸色 此刻又黯淡了下来 大哥和继院这事 也颇多周折 去岁三月三 因为大哥那病 纪大人去了大哥府上 取回了婚书 这在梁一县的老百姓 看来是最正确的选择 无论如何 纪大人也没可能 将他的宝贝女儿 嫁给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 可事事如戏 就是这么奇妙 结果呢 纪大人后面又千方百计的 想要将婚书送给我大哥 我大哥却不干了 不过那时候 大哥并不知道 纪院生的什么模样 整个梁一城的街坊们 都以为他们之间的事 将再无瓜葛 却没料到端午那天 大哥又跑去了梁一县 主动求回了婚书 朱仲矩蒸了两杯茶 递了一杯给苏菲 摇了摇头 我觉得叫折腾 大哥说 这就叫好事多磨 本以为磨够了 都磨出粉来了 本以为简夫人回来之后 他们就应该成亲了 又没料到 北都侯府来了一句话 活生生 又将他们这事给割下了 这下好了 磨出了将来 终于北都侯府又来了信 这一次 应该没啥折腾的事了 就等简夫人回来定下婚期 总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总算完结了这一段佳话 朱仲矩抬起了头来 看着苏菲那张黯然神伤的脸 他射了苏菲的心脏一剑 你真喜欢上他了 春意道 苏菲啊 梦该醒了 你真喜欢上他了 这是不是太草率了一些 你是江南望族苏家的千金大小剑 凭着你的身世 凭着你的才学 凭着你的品貌 这大臣的儿男 莫非都死绝了 朱仲矩就弄不明白了 大哥厉害 这肯定不假 但像苏菲这样的女子 你选择的门路 可是有八百张那么宽 就算是京都的那些高门大乏的少爷 他们肯定也愿意娶你为妻的 可你为何 偏偏要在大哥的这棵树上吊死 苏菲没有回答 朱仲举咽了一口唾沫 想起了去岁时候 苏平安在徐小贤府上说的那句话 他说 他将徐小贤的那些诗词 寄给了他妹妹 那时候苏菲就想要来梁义县 苏平安说他 恐怕是喜欢上你了 原来这情种早已种下 你现在到这来 是想要开花等着授粉的 这显然不可能了 苏菲没可能屈尊降贵 嫁入徐府为妾 徐小贤更不可能和纪院一拍两散 娶了你苏菲 这果然是个孽缘 天下男儿不计其数 其中定然会有好男儿的 妹妹啊 听哥一句话 你还年幼 去岁时候 就听你哥哥说起过 说你们江南潘家 不就想和你们苏家联姻吗 那可是大臣六大家之一的潘家 你哥说潘家的那位叫 叫潘安的少爷 生得如女子一般的好看 还说那位潘少爷诗词文章 那两家若是联姻 这岂不是株连碧盒吗 我大哥他 你恐怕不知道 他那精神异常之症并没有好 只不过是在华神医的 治疗之下稳住了 这种脑子里的病 谁说得清楚 说句不该说的话 万一哪天他真去了 你娘家可是在千里之外的江南 到时候 你孤苦伶仃一个人 我不会劝人 只是我觉得这件事 你还是断了念头的好 要不 女儿给我送你回去 苏菲再仔细地听着 朱仲举的这番话 她听了进去 只是心里依旧极为矛盾 那季月儿分明也知道她那病 她为什么就敢嫁给徐小贤呢 她也是女人 也是个如花似玉的女人 她莫非就不怕万一 万一真有那么一天 这话问得朱仲举一愣 她不知道徐小贤 曾经说过那么高深的话 比如徐小贤说的人之一生 无论长短 所求应当是趁阳光正好之温暖 趁春风不造之和煦 趁繁花未开之涂谜 趁现在有着年轻的体魄和心态 去寻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 这就够了 还比如她求的是 看山看水独坐 听风听雨高眠 客去客来日日 花开花落年年 这些话原本是徐小贤 在张桓公的面前装笔说的 但落在了季月儿的耳朵里 便是另外一番味道 季月儿那少女心非因此而敞开来 再不顾及徐小贤的病 她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愉悦 事实上 她对徐小贤的情感 已经超越了爱情 这是朱仲举和苏菲 都难以理解 难以想象的 再说 她不是化身医的弟子吗 她既然能够治好李妞妞 那为什么就不可能治好她自己呢 她像有病的样子吗 那个什么潘安莫要提她 整个一娘娘腔 哪里有半点男子气感 朱仲举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心想苏平安将她妹妹带到这里来 简直就是给徐小贤送的一盘菜 问题是 徐小贤还不吃 这就很尴尬了 啊 喝茶 朱仲举端着茶杯来瞎了一口 大哥这个人 我算是比较了解的 感情这种事 我是不太了解的 但我想总得两相情愿吧 妹子啊 哥没谈过情也没说过啊 更不懂得你们女人的心思 但哥知道 强扭的瓜不甜 我大哥这个瓜 你若是非得去扭 我怕你扭不下来 更吃不上 最终浪费了时间 还落个遍体鳞伤 何必呢 这句话说到了苏菲的心坎上 她很清楚 现在是自己一头热 而另一头毫无感觉 需要放弃吗 若是真放弃了 要想寻到一个左手诗词文章 能入文风格 右手行农不伤 造福一方百姓的少年郎 这偌大的大臣 还有这样的人吗 少女顿时又惆怅了起来 于是又想起了那一句诗词 当真是一种相思 两处嫌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我想去拜访一下张桓公 好 我陪你去 朱仲局也觉得 苏菲能出去走走更好 和张桓公说说话聊聊天 她或许能够想得明白 或许能够 从这死胡同中走出来 马车向桃林小猪儿去 苏菲望着车窗外梨花巷子里的那些梨树 有那么一些梨花已经绽放 星星点点的白很是好看 就是色泽显得有些凄然 就像现在自己的心情一样 马车经过了三位书屋 三位书屋任就开着 只是梁义县自从有了软式纸液之后 这三位书屋就变得冷清了起来 倒是三位书屋隔壁的百花文香院里 依旧有几个人似乎在购买着文香 文香院的隔壁 是百花手指的铺子 这里极为热闹 甚至外面还排起了对来 这都是他的产业 但他没有从中为自己赚取钱财 他将所有的利润 全部给了百花镇的村民们 这才有了那些村民们而经的美好生活 听闻梁义县别的村镇的村民们 极想搬迁去百花镇 只是因为百花镇的产业有限 他拒绝了 若是他能够入朝为官 那么他造福的将不再是一个镇 而是一个县 凭着他如此了得的能力 他治下的县 必然成为整个大臣最耀眼的一道风景 他会进入皇上的眼里 若是家里再搭一把手 他肯定会升官 那么他能不能谋得到一个爵位呢 哪怕是最低的男爵 也是好的 少女深吸了一口气 脑子里浮起了新的想法 黯然的神色清减了许多 生起了一抹希望来 朱仲举不明所以 还以为他终于想通了一些 马车停在了桃林小柱的门口 苏菲迈不踏地进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开得正面的桃花 少女徜徉在桃花间 人面桃花相应红 他笑了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才能让徐小贤多看自己两眼 如何才能在他的心里 先占据一席之地 这才是目前最为紧要的 小树童之旗带着苏菲和朱仲举 走入了内院 张桓公正独自一人坐在一棵桃树下 桃树下有一方石桌 石桌上摆着一个棋盘 棋盘上放着一些棋子 正是徐小贤留给他的那一具袋子入巢 三个月了 张桓公脑袋上的白发都被撸吐了不少 可他至今依旧不得解 实在令他凶闷沮丧 此刻他正沉迷其中 脑子在疯狂地思考 苏菲和朱仲举坐在了他的对面 朱仲举最怕的 就是见到这样的文人大儒 他大气都不敢出 苏菲的视线落在了棋盘上 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这才发现 张桓公居然再解一句残棋 苏菲对祈祷也颇有造诣 此刻一瞧 顿时也沉迷了进去 他在仔细地看过了一炷香的功夫后 皱起了眉头 这残棋极为深奥 其中变化万千处处都是陷阱 这也正常 不然以张桓公之能 岂不是轻易就解开了 张桓公老大人 此刻都深陷其中 那眉间深锁的模样 那浑然忘我的状态 只怕他也还未得一窥门禁 荆多尔经流传着一局七星聚会 已经近一年的时间了 依旧无人能解 面前的这棋局不是七星聚会 短短时间难以判断两局棋的高下 不过既然能难住张桓公 想来这棋局也不简单 七星聚会是齐闲斗千莫老大如所创 他的难度理所当然 那这一局难住了张桓公的棋 又会是何人所创呢 苏菲没有去想这棋局 脑子里在思索大臣潮 还有谁能如此厉害 片刻之后 张桓公一声叹息地抬起了头来 这才看见苏菲 微微一正 你什么时候跑这里来了 张爷爷 我刚到 哦 张桓公捋着长须 还真以为苏菲刚到 他没有去问苏菲为何来 而是指了指这局棋 你瞧瞧 可能解得了 苏菲摇了摇头笑道 这我只怕不行 对了 张爷爷 京都流传一局七星聚会 要不要我摆出来点你瞧瞧 张桓公摆了摆手 那张老脸也露出了一抹笑意来 七星聚会已被解开了 苏菲吃了一惊 我从京都而来 怎未曾听说 因为解开七星聚会之人 并不在京都 苏菲就愈发地惊讶了 京都人文会脆 有才子能人无数 长安书院更是大臣天才云集之地 太学院还有大臣十二名氏等等 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 上未能的解 张爷爷 解开七星聚会之人 他是谁 莫非是书贤简从书 张桓公笑了起来 非也 说来你不信 解开七星聚会者 乃是我张桓那望年之交 梁州荆轲相识之界缘 徐小贤 苏菲豁然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望着张桓公 小嘴微息 说不出一个字来 你出道梁义县 恐怕还不知道徐小贤是谁 这小子 张桓公给苏菲和朱仲矩争了一杯茶 又笑道 天才啊 大臣真正的天才 他才十七岁 他的诗词文章 完全具有进入文风格之能 不是一手 而是很多手 他解开这七星聚会 仅仅只用了一盏茶的时间 老夫知道 你难以相信 若非老夫亲眼所见 老夫也难以相信 张桓公双手一摊 可他那日 正是在老夫的书房里 他就看了那残局一眼 然后便落子互搏起来 落子的速度之快 似乎未曾思索 老夫旁观 连思维也无法跟上 就这样 他就将窦千末的 这棋给破了 然后老夫与之对异 时局之后 老夫方德要领 终究确定他 真的将那局棋给破了 小丫头 徐晓贤这小子 简直就是一本极厚的书 越是读下去 就欲罢不能 他的本事仿若汪洋 无人知其深浅 更不知边际何在 放眼天下 无论是在诗词文章 还是在这祈祷 他说这些是小道 就算这是小道 他已经到了 令天下文人 难以忘其向背之境界 更何况他所说的大道 苏菲在听了 张桓公的这番话之后 心里仿若掀起了 惊涛骇浪 堂堂大臣大儒 曾经的长安书院院长 他见识过的天才 不计其数 他和几乎所有的 大儒名士都极为熟悉 然而在他的嘴里 这些人 这所有的人 居然都不及徐晓贤 这是多么高的赞誉 那家伙 得有多么了不得的 真才实学 才能得到张桓公 如此高的赞誉 苏菲抿了抿嘴唇 咽了一口唾沫 问道 他所说的大道是什么 他所说的大道是 油盐柴米酱醋茶 苏菲一证 这不就是寻常生活之所需吗 这话 有什么大道深意 他说大道质简 天下百姓所求 不过就是油盐柴米酱醋茶罢了 这话是不是很普通 其实细细思织 若是天下百姓 不再为这七个字 去操心发愁 是不是说明了 老百姓的日子 已经丰衣足食 家家不缺这七个字 那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国有加而成 家是国之根基 家稳则国故 家若不稳则国威 庙堂上的那些大人物们 天天在高谈扩论治国之道 要改革这样 要倒过那样 可有谁真正地去关注过 老百姓所需要的油盐柴米酱醋茶 那些所谓的策略 统统不过是治标而已 如同庸医 真的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他们是士大夫阶层 代表的是士大夫的利益 他们所有的策略事实上 都是在为士大夫牟利 他们没有人会去 多看老百姓两眼 为了那些利益 他们早已忽视了大臣之根基 徐小贤不一样 你若是有兴趣 可去百花镇走走 听听那里的老百姓是如何说的 看看徐小贤是如何做的 他解决了百花镇老百姓的 油盐柴米酱醋茶 他从根本上解决了 百花镇百姓们的后顾之忧 让他们充满了干劲 也充满了希望 这样的希望 才是大臣能够崛起 并且繁荣之根本 苏菲亥然 他仅仅是一个女才子 他的脑子里 并没有治国理政之想法 此刻听张桓公如此一说 原本仅仅是以为徐小贤很了不起 现在徐小贤这个名字 顿时在他脑子里升华开来 变得愈发的高大 也愈发的清晰 朱仲矩知道要糟 果然 苏菲的眼睛陡然明亮了起来 张爷爷 徐小贤 我怎么听说他并无大致 甚至还拒绝了您的举荐 还没打算明年 去京都参加会试呢 他既然有如此高的本事 当为天下百姓去一争啊 他若是解决了天下百姓 那油盐柴米酱醋茶的问题 岂不是能够封侯拜向 刘明于史册 令后人敬仰 张桓公摇了摇头 你不懂他 其实我也不懂他 不过我多少 对他有些了解 他这样做 才是最为明智之举 请张爷爷解惑 你瞧瞧庙堂之上 大臣立国 陛下兑现了诺言 大赏那些为大臣立国 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家族 于是 旧朝的九大家族 被消灭了三家 由六家延续了下来 成为了这一场 盛宴最后的胜利者 旧的格局并未曾打破 反而今 他们把控着朝政 无论是京都 还是其余各州府 都有他们安插的人手 形成了更为坚固的利益集团 他们其实深知 百姓是维持他们利益的基石 所以他们不会让老百姓饿死 他们将老百姓预制为羊 羊可木枝 给他们一点草料 他们就能存活生长 这样的存活 当然是艰难的 但这样的艰难 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因为只要多给一点草料 那些羊就会感激不尽 就不会用他们头上的脚 去撞开羊圈 更不会去 伤害到他们的主人 任由主人去薅他们的羊毛 一查又一查 子子孙孙无穷敬也 但凡之将他们荡人 人会有思维 会有追求 尤其是在 得到了美好生活的时候 他们会去守卫 自己的那一方 水草丰美的草原 他们真的 会用坚硬的脚 去攻击 想要破坏 他们生活的敌人 他们会将那些人 视之为敌人 这就是造反了 这当然不被 那些利益集团所容忍 而金凡之 在这偏远的北境之地 在这小小的梁义县 弄出了一个 更小的百花镇 这一举动 对他们而言 无伤大雅 但若是凡之 真的不如仕途 当他将一线之地 一周之地 甚至是一辅之地的羊 都给解放了出来 当所有的羊都知道 原来生活可以更美好 原来在婆知的带领下 能够给自己 以及自己的儿孙 一个幸福 安稳 并且丰衣足食的家的时候 他们的脚 就会变得尖锐起来 他们会使徐小贤 为主人 他们会对侵犯 他们利益的那些利益集团 露出丰锐的脚 曾经有一个人 也想这样做 他说 这才是公平 然而他死了 他未能见到半点公平 就被咬死了 害死了 并且死无葬身之地 张桓公面色 欺然激动 心情起伏难平 公平 这就是智简的大道 看似如此简单的两个字 他却在天茜的另一边 要想实现它 就得填平那天茜 可那天茜里 全是贪婪的嘴 密密麻麻的 一眼望不到头的 要吃人的嘴 婆知就一个人 他如何去斗 他怎可能凭着一己之力 去填平那天茜鸿沟 他会被啃得骨头渣子 都不剩 所以 他不去当官 才是最正确的 苏菲默默听着 这才知道 官场之凶险 这才明白 面对那样 如惊涛骇浪一般的斗争 会如此残酷 那么哥哥会怎样呢 所以 徐小贤是有大智慧的人 他早已看明白了这一切 他无法拒救 大臣数千万级的百姓 他只能偏居在这两一线 让那五万多人的日子 过得更好一点 张爷爷 那位 曾经的那个 追求公平的人是谁 还能是谁 当然就是徐云楼 苏菲大吃一惊 云楼献上 皇上不是将云楼先生的画像 请入了忠烈词吗 张桓公一声冷笑 他没有说 有个词叫假情假义 也没有说 徐云楼就是徐小贤的父亲 他转移了话题 你爷爷今可好 尚好 就是很怀念 曾经在京都时候 和您相处的日子 爷爷说 当今大臣 真正的大如风谷 只有两人 其一便是张爷爷您了 其二 其二是太学院的苏公 张桓公摇了摇头 你爷爷错了 我若真有那风谷 当年就不会离开京都 而是会在京都 继续和他们去斗 我退缩了 因为我发现斗不过他们 也发现这样的斗争 毫无意义 我退缩到了 这距离京都千里之遥的 梁溢县 不再问京都市 也不再和昔日那些同僚 那些学生们联系 那些学生们 他们有许多步入了官场 他们早已将 长安书院的院训 抛在了九霄云外 不过我现在也能理解 既然无法逆流而上 那便只能随波逐流了 长安书院的院训 就刻在书院牌坊外的 那颗大石头上 那石头上是这样写的 不让有钱之人得势 不让有势之人掌权 不让有权之人贪腐 不让勤劳之人贫穷 不让守法之人背欺 天下少年 当为捍卫大臣万民之公平 而读书 石碑的下面 原本应该有利碑者的流民 然而今那地方被抹平了 此刻他便问了一句 张爷爷 那院训 处于何人之手笔 不重要了 他还算有点良心 未曾将那石碑给粉碎 不过他 似乎也在期盼着什么 只是他那魄里 张桓公这句话并没有说完 这句话里用的是他 苏菲当然也听明白了 心里有些震惊 也没有再去追问这个话题 作为江南望族苏家的大小姐 在来梁一县之前 她的生活里 只有诗词文章 只有胭脂水粉 她游历过许多地方 当然不是去体察民情 而是去参加各种的诗会 她偶尔看过 梁眼某些地方田间的农人 她并不知道 那些农人的生活怎样 自由所接受的教育 便是人分三六九等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愈人 她没有觉得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也没有生起过 对那些穷苦农人的怜悯同情 但自从来到了梁一县后 在这里待了大半个月的时间 因为徐小贤的缘由 她去过了百花镇多次 这才知道了 老百姓过的是 怎样的日子 接而在听张桓公这么一说 她才知道 自己那优渥的生活 其实是建立在 百姓的贫苦之上的 而徐小贤在做的 却是拯救这些贫苦的农人 让他们的生活能够得以改善 能够像一个人一样 站着并好好地活着 所以 她是真的高姐 所以 她说诗词文章是小道 所以 自己从一开始就错了 因为她根本就不关心 那狗屁诗词文章 你瞧瞧这棋 此局名为代子入朝 婆之所创 棋局名字颇有深意 老夫三月未曾得解 你试试 这一天 苏菲是在桃林小株度过的 少女沉迷于 那代子入朝的棋局之中 无法自拔 也无法解答 朱仲举在听了张皇宫的 那些云里雾里的话之后 她再次重新地认识了她的大哥 才知道 原来大哥有着 如此伟大的理想 他居然要将杨变成人 而自己呢 自己还在想方设法地 用那染房来牟利 来稳固朱家梁一线首富的地位 她觉得自己的内心有些羞愧 这便是引火之鱼好远 大哥 莫要看平日里 大哥嬉皮笑脸的模样 原来他的心里装着的 是那数万百姓的生计 对于农民 朱家大少爷 以往也是看不起的 泥腿杆子嘛 他们本应该过那样的生活 若是他们的生活 都和本少爷一样了 这如何能体现出 本少爷梁一线首富地位的差距 原来这样的思想 不是自己才有 而是整个大臣 所有的商骨巨腹 高官门阀 都是这么想的 但大哥不这么想 他是不是也在追求 所谓的公平呢 或许是吧 也或许不是 不过 无论是与不是 大哥和那些泥腿杆子之间 似乎真的没有隔阂 得向大哥学习 学习他那高洁的品性 学习他那油盐柴米 酱醋茶的大道 朱仲矩在不知不觉之间 思想起了一些波澜 当然 他依旧不会放弃 自己优渥的生活 去和那些老百姓们 打成一片 他就是觉得 自己家里的染房 若是开了起来 也当为老百姓改善生活 做出一些贡献 日暮时分 苏菲从棋局中醒来 晚辈才疏学浅 实在解不出 少女并没有羞愧或者挫败 反而很是欣喜 因为这棋局是徐小贤所创 张爷爷 那局七星聚会 他是如何解的 是这样 张桓公摆出了 七星聚会的棋局 然后吓了起来 为了让苏菲能够看得明白 他吓得不快 就在苏菲越来越震惊的视线里 棋局下完 棋盘上留下的是六子和棋 看明白了吗 苏菲点了点头 立马又摇了摇头 倒是记住了 只是每一次 落子之意图尚不理解 晚辈回去之后 再细细思索 你为何来量一线 张桓公这时候 似乎才想起这个问题 因为量一线贫穷而且偏远 也因为他和苏家太公熟识 他见过苏菲 也知道苏菲极有才华 这样的女子 来这种地方 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苏菲有些不太好意思地垂下了头 低声说道 家兄受举荐而至京都 他 他偶有提起他 说他的诗词文章如何了得 我也见过他写的 两手家兄带来的诗词 心里极为惊叹 便有些好奇 故而来了 哦 张桓公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他站了起来 去了书万边 取了几张纸 递给给了苏菲 既然你对他的诗词颇有兴趣 这些 你拿去瞧瞧 单就诗词而论 苏菲啊 不是张爷打击你 你不如他 大臣有个说法 天下文器十分 将难取之七成 以往这句话 是有几分道理的 但现在 现在恐怕应该是 徐小贤独占七成 苏菲接过纸张一惊 张桓公对他的赞誉 居然如此之高 高到了他难以仰望的地步 他的诗词确实厉害 但真的能够厉害到 独占大臣七成这样的境界吗 他的心肝 又怦怦怦地猛跳了起来 这才看向了这些纸上 写着的那些诗词来 最上面的是一首名为 小池的诗 接着是一首名为 幻西沙 荷花的词 再下一首 是名为 荷花的诗 再下一首 还是名为 荷花的诗 苏菲仔细地读着这四首诗词 张桓公一缕长须须须说道 这四首诗词 是去岁端午时候 徐小贤在竹林书院 当着数千学子现场而坐 他做出这四首诗词的时间 仅仅只有半盏茶的功夫 在老夫看来 他已经超越了北魏的花七步 因为花中举是七步成诗 而婆枝则是四首诗词 一气呵成 这四首诗词 皆是写荷花 但每一首都不一样 每一首独有其中独到之神韵 全眼无声兮兮流 树荫照水爱情柔 小河财路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多么细致如微的观察 多么生动形象的刻画 向道熏风四五月 已能遮住美人腰 接天连夜无穷臂 映日荷花别样红 天气炸凉人寂寞 光阴须得酒消磨 起来花里听声歌 他的每一首诗词 都蕴含着无穷意境 令人越读越觉得 那字里行间里 显露出来的 回味无穷的画面 没有角楼造作 更没有吴病深 因这才是真材实学的体现 就如同他所说的那句话一样 苏菲抬头 双眼迷离 张爷爷 他 他说了怎样的话 他说 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知 你瞧瞧 多么浅显的道理 可这样的道理 天下大如 谁又能总结得出来 可婆知却一语道破 这句话道出了诗词之本意 这样的本意 天下有几人知晓 更不用说像他这般洞悉了 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知 苏菲细细地品味着这句话 那双迷离的眼睛 变得愈发的朦胧起来 他似乎看见了 徐小贤当场作诗时候的那一份淡定显然 他领悟了诗词的真谛 信手拈来 便是无人能及的篇章 他以登陵绝顶之上 万千沟河云海 早已沉入了他的心间 他接着看了下去 这首诗名为 阳关曲 中秋作 沐云收尽一清寒 银汉无声转玉盘 苏菲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一瞬间 他的脑子里 顿时就将这一句诗 变成了一幅画 他似乎看见了双寒月明 看见了银河璀璨 他又翻到了下一首 这是一首词 名为 琵琶仙 中秋 他低声地吟诵了起来 碧海连连 试问曲 冰轮为谁圆缺 吹到一片秋香 清晖了如雪 愁中看 好天凉夜 直到尽成悲夜 直隐而经 那堪虫队 旧识明月 他久久才抬起了头来 咽了一口唾沫问道 这两首 便是他相识时候所作 对 所以袁树之一见狂喜 将他的这两首诗词 送入了京都 却不知道 为何会石沉大海 老夫有修书一封给苏公 尚未能等到苏公的回信 这样的诗词 若是都进不了文风阁 老夫不知道文风阁 设置在那里 还有什么意义 主府 小院 梁亭夏 朱仲矩知道要糟 尤其是在桃林小柱里 当张桓公拿出 徐小贤的那些诗词之后 他就知道 苏菲肯定完犊子了 才子家人 苏菲当然是家人 而徐小贤 当然是大才子 这家人遇见了才子 总是会发生许多故事 就像那些戏文里演的那样 要么爱得死去活来 最终修成正果幸福一生 要么就真的爱得死去活来 最终死掉一个 另一个穷穷竭力孤老终身 苏菲和大哥这事 会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作为苏平安的二哥兼好友 朱仲矩是希望苏菲 能够和大哥修成正果的 可是 可是大哥已经有了一个妓院 两人就快成亲了 妓院当然是正妻 他也必须是正妻 苏菲呢 他若是平民家的女儿还好 当切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 可他偏偏是苏州旺族苏家的嫡系千金大小贱 他的身世注定了他没可能给谁当妾 那这结果 恐怕会是个悲剧 他很是同情地看向了苏菲 苏菲在默写那些诗词 他写得很认真 夕阳洒在他的脸上 他的脸上仿佛有一种朝圣的光辉 他是在用心默写大哥的那些诗词的 所以 他的每一个字都极为漂亮 似乎生怕玷污了那些诗词 朱仲举这时候也不敢说话 生怕打扰了苏菲的心绪 生怕破坏了此间的意境 朱家大少爷不太懂诗词文章 但他懂得一首好的诗词 对于一名家人 就像一杯美酒对于酒鬼一样 那是多么的重要 苏菲这时候 就像再饮一杯酒 这酒味如穷浆 韵味悠长 当然得小酌 当然得全身心投入去细品 酒终究有喝完的时候 诗词终究有写完的时候 苏菲提起了笔 仔细地看着墨写下来的这些诗词 过了片刻才放下了笔 朱大哥 嗯 我要走了 朱仲举一愣 这才子佳人的故事 不才刚刚开始吗 苏菲这是被大哥的才华打击了 或者是他看清了现实 知道他和大哥之间的这场故事 不能再上演 故而放弃 他主动放弃 当然是最好的结局 如此 也好 你回去之后 就把大哥忘了吧 就像他给寄如花说的那句话一样 苏菲一正 他又说了什么话 他说 人的一生会遇见两个人 一个惊艳了时光 比如他 而另一个会温柔了你的岁月 这人才是你的良配 时光是短暂的 他看上去很美好 但转眼即逝 伸出手去 也难以抓住他的尾巴 他也不会在你的生命里 留下半点痕迹 就如这冬雪一般 终究会消散容去 但岁月不一样 你活在岁月之中 他才能陪着你走过千山万水 才能伴你中老白头 少女的眼睛又亮了起来 他偏着头看着朱仲举 你怎么知道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同为这良一线的商人 我家和鸡家 虽然没有生意上的往来 但彼此也都认识 我爹也经常和这良一线的商人们喝酒 他听来的 他告诉我的 我觉得这句话很好 便记了下来 苏菲点了点头 仰着那修长的脖子 看向了天边的晚霞 是啊 他惊艳了我的时光 他还会温暖我 往后余生的岁月 朱仲举一惊 连忙说道 不是 苏菲 你 朱大哥 你无需劝导我 我现在 心里已经很清楚了 少女收回视线 看向了朱仲举 眼里闪闪发光 此来良一线不需此行 我认识了一个人 这个人对我很重要 当然 他至今未曾将我放在心里 所以 我得主动一些 去走入他的心里 你不是要回去了吗 朱仲举恨不得扇自己一记耳光 我特不懂那一句嘴干傻 万一苏菲因为这句话改变了主意 他又留了下来 这该怎么办 我是要回去了呀 明儿一早就动身 去京都还是哪里 我送你 你不必送我 你帮我安排一辆马车 有个车夫就好 苏菲顿了顿 又道 我回苏州 这不行 路途遥远 路上可没那么安全 你又不能打 你跟着还不是没啥意义 诸仲举一恶 这也是啊 若真遇见歹人 自己不过是给别人多添一盘菜而已 那我派几个保镖送你 这次苏菲没有拒绝 他点了点头 我就不去给他道别了 他若是问起 不 他根本就不会问起我来 说这话的时候 少女的脸色有些黯然 他深吸了一口气 染防这事 你得抓紧一些 那几块染好的布料我带走 我家是黄商 给宫里供应丝绸 但今年秋又到了三年一次的黄商新选 这一次参与黄商竞争的 会多上那么两三家 其中江苏的宁氏制造实力极为强劲 宁氏和潘氏在去岁时候结为了殷亲 而我家 我家自然是拒绝了 这就意味着 潘氏给宁氏丝绸的硬染 可能会更好 江南丝绸黄商 仅选一家 家父颇为担心 朱大哥 若是你这染房 真能调制出和潘氏一样的染料来 若是我家的丝绸再次入了黄商 你朱氏染房的名头也会更加响亮 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 还请朱大哥定要用心才好 朱仲举大吃了一惊 片刻之后顿时欣喜 若真是这样 若朱氏给苏家净染的丝绸 能够入得黄商 那么朱氏染房的名头便会雀起 便会成为大臣及有名望的净染之家 黄商啊 这个名头多么响亮 若是朱氏贯之以黄氏映染之名头 只怕自己家的作坊生意 立刻就会火爆起来 好 这件事我记住了 我会去找大哥说说 有他之助 我家一定能够帮你家 夺得这黄商之资格 又是徐小贤 朱仲举是不是有些盲目崇拜了 潘氏映染祖传至今 经历了不知道多少个年头 他们的染色配方齐全 工艺完备 手下匠人众多 除了黄上龙袍的明皇之色 至今依旧无法解决 做得更为艳丽之外 可以说他们的记忆已经达到了静燃顶峰 听说潘氏正在集中力量 攻克着明皇色的问题 听说潘氏 极有可能将这新的明皇染色工艺 提供给明氏制造 爷爷对此忧心忡忡 甚至隐隐有了放弃之意 徐小贤 他能做出更好的明皇之色吗 苏菲淡然一笑摇了摇头 他又不是神 哪里有什么都精通的道理 次日 苏菲当真没有去向徐小贤告别 他独自离去 朱仲举不知道 苏菲回苏州是要干什么 他只知道他走了最后 得去找找大哥 告诉他一下 这丝绸皇商之事 请他多出出主意 把把关 他去了徐府 然而徐小贤并不在府上 百花镇 百花学堂 徐小贤带着十月来到了这里 他推来了一把崭新的轮椅 来到了大管家的面前 前些日子说给你打造一把轮椅 原本是想自己亲手做的 但这木匠活实在有些生疏 便找了百花镇的几个木匠 来帮忙做了 你坐上去试试 大管家看着这张轮椅 心里泛起了波澜 对于当初徐小贤说的这句话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却没料到徐小贤当真记着 还当真做了出来 他的那张宝金风霜的老脸上 有些激动 他处着拐杖 来到了这张轮椅旁 伸出手来仔细地摸了摸 老奴 老奴 多谢小少爷 这张轮椅上铺着一张毛毯 毛毯上还绣着几朵鲜红的花 看起来温暖而美丽 他坐在了轮椅上 才发现这坐垫也极为柔软 似乎里面垫着棉花 徐小贤将毛毯翻起 盖住了他的腿 他推着这轮椅走了出去 看起来还行 车轴得再改善一下 这得等一些日子 我若是有去梁州 请梁州将坐监的人 打造两个轴承 这样推起来 就会更轻松一些 大管家不知道轴承是什么 他只知道 这样坐着很舒服 很惬意 小少爷不必将心思花在 我这将死之人的身上 小少爷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 有这功夫 哪怕是练练武功 就算是强身健体 也是好的 徐小贤笑了起来 我这身子裹筋还不错 何况 这也不是什么费心的玩意儿 再说 简春夏也告诉我了 我不是练武的料 徐小贤推着轮椅 走出了百花学堂 朝阳洒落在地上 也落在了大管家的那张脸上 他抬起头来 微微眯着眼睛 看了看那红彤彤的朝阳 恍惚中 觉得自己这枯朽的身子骨里 似乎又恢复了少许的活力 他靠着椅背 徐小贤推着他向前而行 没有目的地走着 他的脑子里 却想着另外的事 就要死了 这一身的武功 是没有办法再传给小少爷 不过若是采用 醍醐灌顶之法 倒是可以将内力传给他 只是醍醐灌顶之法 有诸多弊端 其一是内力传术的流逝 比如石成内力传到他的体内 恐怕只能留下五六成 这个不是主要的 有了那五六成的内力 他也能踏入三品境界 就有了初步的保命能力 主要的是 醍醐灌顶之法的危险性 这玩意儿一个不小心 就会死人 死两个人 所以 大管家的内心是纠结的 他渴望小少爷 能够更强大一些 却又担心一个不好 把小少爷给弄挂掉了 自己死了无妨 但少爷 少爷可就绝后了 再看看吧 或者小少爷没有武功 也无所谓 毕竟他的手里握着刀锋 有刀锋在 便足以保证 小少爷的安全 就在大管家 如此想着的时候 他们来到了百花馆的外面 里面传来了悠扬的 丝竹之声 还有一个女子的美妙歌声 这是云十三娘的声音 当然他不再叫云十三娘了 他的户籍被落在了百花镇 名字早已改为了云一荣 徐小贤心想 大管家在那大山深处 当了十几年的土匪 肯定是没有听过曲儿的 于是他推着轮椅 进入了百花馆里 云一荣正在唱的是一首 《行箱子》 这不是徐小贤写的 但听起来不错 尤其是进来之后 看见了云一荣的舞姿之后 便觉得更不错 他的那个婢女铃 三次都未曾见着 对此他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此刻弹琴的是莫小小 他极为专注 双手玉璧翻飞 食指在琴弦上流动 于是那动人的音符便飘了出来 云一荣穿着一袭白色的长裙 这个女子似乎也偏爱白色 这挺好的 徐小贤也觉得这白色的长裙养眼 其实是云一荣那妙曼的 身段养眼 尤其是这三月天 阳光下 那一袭薄裙 随着云一荣的起舞而翩翩 便偏出了一副诱人的春光来 云一荣背对着门 他的长袖如流云一般的挥舞 在空中如水波一般的敌档 那腰枝儿便如羊柳一般的摇摆 徐小贤的视线 落在了那腰枝儿的下面 咽了一口唾沫 耳畔的琴鹰却戛然而止 莫小小正好抬眼看见了他 他的手仿佛被钉在了空中 未曾落下 琴鹰自然未曾再起 云一荣落袖 转身 看见的是徐小贤推着的那张轮椅 和轮椅上坐着的那个老人 他的视线最终落在了那个老人身上 准确地说是 落在了那个老人的脸上 他看见的是一双眯着的眼睛 这双眯着的眼睛里的那双 原本应该浑浊的眼里 此刻却有一股凌冽的锋芒 如刀锋一般地逼了出来 高手 很高的高手 云一荣不能去直视那锋芒 他抬起了眼 看向了徐小贤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公子尖个怎么有侠来看看奴家 徐小贤也笑了起来 这不正是踏青的时候吗 正好踏入了这里 正好听见了情音歌声 便进来看看 那公子觉得 奴家刚才唱的那首 《行箱子》 如何 歌声极美 那歌词呢 歌词 一般 奴家请公子写一首 《行箱子》 徐小贤私存片刻 没有推却 他将大管家推到了梁亭旁 扶着大管家从轮椅上站起 大管家处着拐杖走入了梁亭 他又转身看了一眼云衣容 然后淡然坐下 小小 快去取笔墨纸燕来 且看公子作词 墨小小飞快地跑入了房间 取了一英用具 站在了徐小贤的身后 云衣容撩袖嬉嬉 心里极为期待 却也看似随意地 又看了一眼大管家 答应你的那件事 得再多等一些时日 因为我没银子了 徐小贤说着这话提起了笔 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对了 你而植树 就是种植桃里 你这百花馆 就由你安排人来种植了 至于种植之后怎么做 到时我会来教你 云衣容证了一下 倒不是开青楼这件事 而是植树 为啥要植树 因为我喜欢 你想啊 这桃里满园 在这样的时间里 他们便盛开了 那是多美的风景 我认为 生活的环境很重要 这地方叫百花镇 那么它就应该百花齐放 去岁我请你去学堂 教那些孩子们 英律这事 你再想想 我觉得可以有 虽然英律这个东西 和诗词一样 没啥大用 但也可以陶冶他们的情操 也算是百花中的一朵花吧 说完这话 他保占浓墨 自便落在了纸上 正是一首 行箱子 徐小贤留下了一首 行箱子 便推着大管家 离开了百花馆 百花馆里 云衣容和莫小小 看着这首飘着墨香的词 久久不能言语 直到这一刻 他才真正意识到 徐小贤诗词的厉害 那颗心肝 也沉入了这首词中 他心里的百花阵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不遗余力地建设百花阵 就是为了让百花阵 变得如这首词里一般美好 这人诗词文章了得 心里 心里却能如此朴实无华 实在是未曾见过的少年郎 他捧起了这首词 低声地吟诵了起来 树绕村庄 谁满杯糖 依东方 豪性徜徉 小园吉许 收尽春光 有桃花红 李花白 菜花黄 这便是田园 这便是他一心所想打造出来的 美丽的乡村田园 那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是谁 这个不重要了 小小 去一堂作坊里 告诉姐妹们一声 明儿一早 咱们植树 好 那些树种植好了 想来来年就能见到这般景象 还能见音而提 一而舞 敌而芒 云一荣忽然很是期待 忽然觉得 那深埋于心底的仇恨 似乎都在这一刻 淡然了许多 若能在这样的美丽乡村里 唱着他的诗词老去 似乎也是一件浪漫的事 这一辈子能如此度过 似乎也值得了 明儿我去百花书院 去试试 能不能当个合格的教习 徐小贤推着大管家 徜徉在百花镇 百花镇正在植树 那些昔日的竹林杂树 早已被砍光 到处都在种植着桃树 梨树 或者梨树杏树等等果树 那首词 大管家当然也看了 他觉得 这便是小少爷的志向 对于这样的志向 他当然心里颇有微词 觉得小少爷应该像少爷一样 木马天下 去完成少爷未尽的事业 去探寻少爷 曾经描述的那种公平 但他没有说出口 那个女子功夫不错 嗯 他对我没有敌意 小少爷 老奴乔他对你 似乎还有一丝情意 徐小贤淡然一笑 摇了摇头 你不知道他的过往 就像我不知道你的过往一样 过往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去面对未来的生活 他叫云一蓉 一个很不错的姑娘 她原本的生活是美好的 但人生中就会有 许多的不如意 所以 他才落到了 尔经这般境地 大管家陈英片刻 问道 那小少爷 想要知道老奴的过往吗 别说 过往多有伤心事 再提起事后 已经勿视人非 就将那些不愉快的过往 忘记吧 或者埋起来 你瞧 这阳光多好 那些村民们正在忙碌着 他们种下了这许多的树 明年百花镇 便会百花齐放 他们生活在这样的花海里 就会忘记 曾经苦难的过往 就会去追寻 去创造 去守护着未来的希望 大管家终究 没有说起那些过往 那些过往 有征战四方的热血 有袍则牺牲的悲伤 有胜利再望的喜悦 最终是流落深山的绝望 现在还不是 给小少爷说这些的时候 但也不能让小少爷 就安于眼前 就固守着这小村庄 少爷应该着眼的是天下 一个如百花镇一般 百花盛开的 公平的天下 夕阳西下 有一对马车从南而来 驶入了梁亦城 这是一对普通的商队 然而这商队里 却有两个不普通的人 当今大臣皇帝唐巫旺 和大臣皇后云娘 商队的护卫 当然是大内高手 大名鼎鼎的龙玉卫 随行的 还有一位宫里的总管老太监 西厂厂公魏公公 他们被拦在了 梁亦县的南门外 魏公公有些气急败坏 一路走了那么多地方 接着在这梁亦县 遇见了西骑士 这里居然要收入城税 陛下三令五身 各地方不得胡乱加税 这梁亦县的县令 怕是活腻了 他的捕快 居然将他们给拦了下来 不给钱 就不准入城 收的倒是不多 每辆马车十文钱 皇上此行 一共也就十辆马车 也就一百文钱 但这钱给得憋屈啊 魏公公在和捕快头子 刘能理论 马车耽误的时间有些长 穿着便服的唐巫旺 干脆下了马车 来到了城门口 你这老头好不讲脸 这入城税 是咱们县令下令征收的 对你们这样大的商队而言 区区百文钱算个啥 你们肯定也是要去上阳县出境 再去北魏做生意的 一个来回赚成百上千两的银子 咱们不眼红 姑爷说了 那是商人应该得的 但是姑爷也说了 这踩了梁亿县的地盘 就应该交银子 因为你们会踩坏咱们这地方 收了这银子 也是为了维护梁亿县境内的道路 这笔银子 户不可没有波语文钱给咱们 这梁亿县本就贫穷 所以姑爷说 这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也是为了便利 你们这样的行商行路方便 尸体都凉了 这穷乡僻壤的地方 莫非就没有王法了 大臣睡法 哪里有如沉睡这一条 叫你们县令前来 和老夫理论理论 还有 你家那姑爷又是谁 刘能笑了起来 这样气焰嚣张的商人 他见得多了 最终还不是乖乖地交了银子 甚至下次他们依旧会来 依旧会发发牢骚 又交了银子 我家姑爷 可是大名鼎鼎的戒员狼徐小贤 你们不交这百文钱也无所谓 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 请你们绕道 你 为公公杀人的心 顿时提了起来 刘能瞇了他一眼 你什么你 不服气啊 你这是宝汉子 不知道恶汉子界 唐吾望听地皱起了眉头 这梁义县县令纪中坛 可是北梁府府台 齐文俊推举的梁州次里的人选 本来这次来梁义县 也顺便考察一下 纪中坛的政绩 没料到 原来这人如此贪婪 他争收入成税 当真是为了修路驾桥吗 这显然不是 他这是在中宝私囊 哪里能够胜任一方刺领 就连这县令 他也当到头了 朕不但要罢了他的官 朕还要让他下大狱 现在无需和他计较 等朕在梁义县安顿下来 就给户部和刑部一道圣旨 给吧 早些入城 去淡水楼吃吃曾经的味道 徐小贤可不知道 他的这一记 差点害死了纪中坛 唐吾望的车队 在梁义县的月来客栈里 住了下来 然后他带着云皇后和魏公公 以及几个侍卫 往淡水楼而去 徐小贤此刻在朱仲矩的家里 他详细地将固色之法 交给了朱仲矩 朱仲矩这才知道 给苏菲的那些布的 竟然有极大的问题 不过没有关系 他理解了大哥的用意 将那固色之法 牢记在了心里 走 大哥 咱们要几个好友 去淡水楼喝一杯 唐吾望和云皇后 坐在去淡水楼的马车里 他似乎忘记了 刚才城门口的不快 他掀开了车帘 看着外面的铺面 笑道 这地方和以前 倒是没有变什么模样 云皇后也淡然地看着 回了一句 这说明 梁义县依旧如十六年前 那般贫穷 唐吾望一掖 云皇后这话 显然话里有话 当年在梁义县起誓 当年这梁义县 为自己贡献了 许多的青壮年 那时候答应过他们 说若能推翻离朝 当让梁义县繁荣起来 让梁义县的老百姓 过上更好的日子 这个承诺显然未能实现 他虽然未曾忘记 但放眼于整个大臣 梁义县的这点事 就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样的小事 他自然也就没有去旅行 朕 我倒是没料到 你依旧记得 回去之后 我便让户部免梁义县 说服五年 云皇后 未曾去接这句话 而是远望着 另一侧车窗外漫天的晚霞 觉得这晚霞 也和十六年前一般模样 只是晚霞依旧在 却不能目得救人归 他从梁义县走了出去 又走了回来 他走了十六年 将自己的路 走成了一个圆 这个圆不圆 这里是他的起点 却并不是他的终点 他死在了末北的战场之上 而身边的这个皇帝 却早已忘记了 当初在青龙台 在淡水楼的时候 他三番五次地说起的 那两个字 公平 值得吗 这梁义县 和十六年前的离朝 没有什么区别 这大臣 莫非就和十六年前的 离朝有了区别吗 也没有 这一片土地上 依旧生活着曾经的那些人 只是那些高门大乏 换了一批罢了 那些穷苦的人依旧贫穷 他们的生活 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甚至为了应对北魏的威胁 还割让了上阳县以北的 末北三州 那里原本应该是 大臣最好的牧场 然而现在 却是北魏的领土 如此屈辱 当真是庆竹难说 若是他依旧在 若是他的手里 依旧握着大臣刀旗 北魏能不费一兵一卒 就占领了末北三州吗 云皇后不知道 只知道天下没有弱势 天下只有城王败寇 马车停在了淡水楼的门口 唐吾旺和云皇后下了马车 他仔细地瞧了瞧着淡水楼 视线落在了楼前的那门柱上 上面是一幅龙飞凤舞的对联 有花时节俱南御 莫复年华似水 五九场何时不兴 且昔岁月如今 这对联写得极妙 字很不错 其中寓意更为不错 唐吾旺仔细地读了读这对联 云皇后也瞧了瞧 对此倒是认同 他看了一眼唐吾旺 心想 他当真还记得那场有花时节的相遇吗 他当真明白 莫复年华似水 且昔岁月如今吗 若他明白 为何会发生了那些事来 讨喜讨长管此刻正好走了出来 他一见站在门外的这几人 便明白这些人不是淡水楼的常客 而今开了春 又到了行商们往来的时节 这些行商 是他这淡水楼生意的一个极大的来源 中间的那一位年约四旬的中年男子 看起来气度非凡极为富贵 想来就是这些人的老板了 那中年男子身后半步的那妇人 年约三十出头 端庄大方举止优雅 估摸着便是老板娘了 他连忙迎接了过去 诸位客观 小人乃是这淡水楼的老板 他指了指这幅对联 极为骄傲地又说道 这幅对联好吧 他可是小人 去求了咱们梁一县的借员工徐小贤写的 比如龙蛇奔行 亦如藤云眼山 徐小贤 云皇后一听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不知觉地又多看了这幅对联几眼 唐巫王愣了一下 刚才在那城门口 那捕快说 收取入成睡 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这句话 也是徐小贤说的 这小子 莫非收取入成睡之举 便是他给纪中谭提议的 他是纪中谭未来的女婿 难道他们坑赫一气 借着这些不义之财来发财 他的品性有些问题啊 幸亏朕没有同意 将他的那两首诗词 纳入文风格 否则 朕岂不是成了个笑话 他深吸了一口气 将这事给记在了脑子里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掌柜的 可有好酒好菜 老爷 咱不是自吹自擂 这梁义县 就算是整个大臣 最好的酒 和最好的菜 都在本店 这话一出 唐巫王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这梁义县的人 何时吹牛变得如此厉害了 你这是江镇的御厨 姑且不认御厨 就说京都的御品楼里的菜品 你这小店能比 再说酒 不说从北魏采买来的碎寒甘露 单单是兰归方的醉花雕 你这小店能拿得出这样的美酒吗 他很快哑然一笑摇了摇头 梁义县这地方太过偏僻 像这样的小店老板 这辈子怕是都未曾走出过梁州 他哪里知道外面的世界 说出这般话来倒也寻常 唐巫王脸上的表情 落在了陶喜的眼里 他也笑了起来 就知道客官不信 客官里面请 陶喜将众人带到了 二楼的一间雅间里 他又说话了 不过客官 咱这小店明码实价 同搜无期 这价格 小人得先给客官们讲个清楚 这是菜单 菜品的价格都在菜单上 诸位老爷夫人来的正式时候 小店正好得了 许介元的十道新的菜品 而经手艺已经成熟 保证让诸位品尝到绝佳的美味 云皇后和唐巫王又吃了一斤 这菜品还是徐小贤弄出来的 接着讨喜的一番话 就让二人大吃了一斤 酒 小店只有两种 一种是梁义县市面上 售卖的玉泉酒 五十文钱一斤 这酒当然寻常 但小店还有另一种镇店之酒 这是许介元亲自酿造的壮远红 这酒六两银子一斤 诸位可自行选择 六两银子一斤的酒 唐巫王震惊地张开了嘴巴 作为大臣的皇帝 他富有四海 哪怕这四海小了一点 穷了一点 但这片土地上的一切 毕竟都是他的 可他从未曾听闻 有如此贵的酒 这是用什么玩意儿酿造成的 这许小贤不是个书生吗 他怎么还会酿酒 不是 许小贤还会造纸 还会做文香和一堂 这小子 怎么和他爹截然不同呢 等等 六两银子一斤的酒会 是个什么味道 唐巫王迟疑了片刻 讨喜有些失望 以为这位老板消费不起 依小人之见 诸位老爷就用御权吧 这状元红许介元 每月只能攻击小人十斤 这才是第一批酒 才售卖三天时间 而斤仅仅剩下了六斤 那就尝尝这状元红 唐巫王表了态 又到将那位许介元弄出来的菜品上 三道来先尝尝 淡水楼二楼的另一个雅间 朱仲矩和徐小贤楼永年 以及继院记心 还有周若兰姐弟俩 共七人坐在了里面 徐小贤还真没注意少了一个苏菲 反倒是继院向朱仲矩问起 咦 你的那位远方表妹呢 走了 今儿给一大早走的 哦 继院狡黠的一笑 没有再多说什么 周若兰瞅了朱仲矩一眼 心底里倒是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那么娇美的一个人住在朱仲矩家里 还是住在朱仲矩那院子里的 周若兰这心里始终有些隔得慌 走了好 可千万别再来 徐小贤此刻看着楼永年 接下来怎么打算 过些日子再去京都 去参加一下长安书院的考试 若是能过 便在长安书院读书 准备荆轩秋为 楼永年说完悠悠一叹 摇了摇头又道 这条路当真如同千军万马过那独木桥 你说 咱们大臣明明极为欠缺人才 按理国家应该将近市的名额 放得更快一些 让更多的人能够考上 可凡之你知道吗 秋为那阵仗 嘖嘖嘖 全国各地足足八千举人啊 将长安贡院都快给挤爆了 结果呢 结果近市名额仅仅八十人 八千取八十 我这捡来的戒员可就陷了行 哪里拼得过那些神仙们 对了 这一次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 那位罗书然罗三便考中了 位列黄榜第二 电视不知道如何 但就算拿不到状元 估计拿到的榜眼或者探花 应该没有问题 这就很厉害了 徐小贤早已听说过罗三便 据说这人连考了四年 这一次算是考出了头 估摸着就等着外放为官了 人家那叫后继勃发 毕竟是在江南文器汇聚之地长大 确实了得 我说婆知 你可是去岁界员 凭着你的才学 若是去参加会试 咱别说前三甲 入黄榜想来是没有问题的 为啥你就不去呢 徐小贤淡然一笑 我若去了 你岂不是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娄永年雅然 我倒是希望你能去 无论如何 咱们这两一线 也能出一个劲是不是 这迫使徐小贤想都没去想 因为他不想当官 当然就不能去出那风头了 再说八千取八十 自己难说能不能考上 第一是谁 第一是京都又向江上游的三公子江之牙 这次厉害 四亿甲上唯有一颗甲重 多半是状元 徐小贤也就是随口一问 倒是将江之牙这个名字记了下来 转念一想 这辈子恐怕都没机会和这样的人打上交道 他堂堂又向的儿子 怎么不走举荐 朱仲举问了一嘴 人家有那才华 号称京都闻取新 走举荐怎么说 也是靠了他店 但堂堂正正地考上 还是榜首 这多风光 放榜的那一天 人家披红挂彩 跨马游街 春风得意 这样的风光 可比举荐来的荣耀太多了 徐小贤点了点头笑道 是啊 人生三大幸事 他相遇故知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时 这确实值得夸耀 楼永年一乐 凡之 那你这洞房花竹叶的日子 究竟定在何时 纪月大炯 羞涩垂头 徐小贤哈哈一笑 这大事可还得等伯母 回来再定 最好能够早一些 我也想参加你们的婚宴啊 徐小贤瞅了楼永年一眼 我也想早日成亲啊 一桌子的少年们 便谈论起了徐小贤和纪月的婚事来 随着韭菜上桌 此间不亦乐乎 隔壁 云皇后听见了隔壁传来的笑声 还隐隐听见了那些话语声 他看了看唐无望 凡之就在隔壁 要不要见见 暂时不忙 时间过得可真快 他就要成亲了 成亲了也好 这样大哥的血脉就能延续下去 凡之成亲 以你的名义 送一份大礼 好 你说这小子 明明去岁考中了戒员 他为啥就不进京参加会试呢 朕还真想瞧瞧他 若是去参加会试 能取得个怎样的名字 我倒是以为他 如此选择极好 他若真去了长安 云皇后抬眼看向了唐无望 云楼大哥 在朝中的敌人可不少 你真能护得了他的安全吗 若是真有人将他杀了 云皇后瞅了一眼唐无望 没有说出后半句 而是悠悠一叹 他胸无大志 其实对所有人都好 唐无望沉默了许久 没有对这句话表明他的态度 陶掌柜带着俩小二端 来了三盘菜 放在了桌上 躬身笑道 客官这三道菜 都是徐小贤亲手所写的方子 这一道名为平桥豆腐 这一道名为酱汁鱼片 还有这一道 他叫松人小赌 此酒名为壮远红 给客官打了一惊 请诸位慢用 若是需要添菜 招呼小人一声就行 陶洗介绍完毕 走了出去关上了门 云皇后鼻子一耸 好香 你别说 这菜品看起来卖相 还是极为不错的 价钱也不错呀 小小凉一线 这豆腐也敢卖二百文钱 敬咸 开酒 朕这辈子 还没有吃过二百文钱一份的豆腐 更没有喝过六两银子一斤的酒 到了这里凉一线 倒是开了眼界 若是这酒这菜皆为浮夸 这淡水楼 就不再是以前的淡水楼了 它就是个黑店 女儿哥就将他这黑店给查封了 奴才遵命 魏公公拍开了酒坛子的泥风 一股浓郁的酒香 顿时就飘了出来 唐污望眼睛一亮 脸上的神色极为惊讶 他俯过了身子 仔细地又闻了闻 来来来 给朕打一碗 魏公公给唐污望打了一碗酒 他端了起来喝了一口 好酒 好酒 来来来 你们都尝尝这酒 朕喝过天下美酒 但这状元红 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美酒 云皇后也小口地品了一口 浓烈的酒味在味蕾绽放 然后一路燃烧到了胃里 他忽然觉得浑身热腾腾的 他并不善酒 这一口下去就觉得有些晕乎乎 这酒果然不一样 那遂寒甘露 怎么着也能喝一小杯 未曾想到这状元红一小口 就有如此强烈的效果 看来这酒卖六两银子 是有些道理的 再试试他的菜 酒是独一无二的美酒 菜是独一无二的好菜 唐污望的胃口并不好 但这个晚上 他觉得自己食欲大开 三个菜不够 于是又添了三个 六盘菜被吃了个精光 一斤酒也被喝得一滴不剩 唐污望微醺 看着光了的盘子 和空了的酒坛子笑了起来 这掌柜的倒是没有吹牛 果然整个大臣最好的酒 最好的菜都在这里 有花时节聚南域 莫复年华似水 五酒场何时不兴 且惜岁月如今 有才 懂酒 擅菜 徐小贤倒是给了朕颇多惊喜 但那入成睡 那便在梁义县多待一些时日 多了解一下他这个人 云皇后对酒没啥兴趣 但对这六道菜 却极为喜欢 他也吃了不少 至少比在宫里的时候 吃得更多一些 那皇上还要不要查封了这淡水楼 朕还要在这里喝酒吃菜呢 就留着吧 要不咱们回去的时候 将这店里的厨子带走 再将徐小贤的这状元红 列为皇室贡品 云皇后笑了起来 将状元红列为皇室贡品 倒是可以 这厨子一臣妾看就算了 毕竟人家还要靠厨子来做生意 唐无望位置可否 想了片刻 酿酒要消耗极大的粮食 这酒可不能让繁殖酿造太多 毕竟酒不能当饭吃 走吧 故地重游 明儿个去四处看看 再来这里吃吃徐小贤的菜 敬贤 回去你一道圣旨送去吏部 梁义县县令集中谈 为官不作为 擅自收取入城睡中饱私囊 罢去他的官 发去刑部受审 这荆轲榜眼罗书然 就任梁义县县令一职 即刻上任 另外再给户部一道旨意 将徐小贤的这状元红 纳入皇商采购 月宫三百斤 奴才遵命 云皇后皱起了眉头 这是打徐小贤一棍子 再递给他一根棒棒糖 徐小贤和纪月 眼见着就要成亲 皇上却要将徐小贤的岳父下大狱 这亲怎么成得了 再说 不就是收了十文钱的入城税吗 这事还没有查清楚 万一真的如那捕快所说 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呢 这岂不是冤枉了纪中谈 他正要说话 唐无望摆了摆手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 不可乱了规矩 走吧 振罚了 徐小贤浑然不知他当初 给纪中谈出的那个主意 会给纪中谈带来牢狱之灾 此刻他和纪月 坐在了回府的马车里 纪月痴痴一笑 笑得徐小贤微微一正 啥是那么高兴 你没有问问废叔 我这仙儿就很高兴 纪月仰起脖子 那张喝了一点酒之后 通红的脸 在这样昏暗的光线下 当然看不见 他那双眼睛扑闪扑闪着 你真不知道废叔是谁 不就是朱仲举的远房表妹吗 纪月笑了起来 不 他就是苏菲 徐小贤愕然一惊 苏菲 苏平安的妹妹 对 苏平安的妹妹 江南鼎鼎大名的大才女 怎样 惊不惊喜 别说还真有些惊喜 只是 你怎么知道她是苏菲 她跑这地方来干啥 她来梁一线到你府上的第一天 我就知道她是苏菲 以往见过 纪月摇了摇头 从她给你的那份信礼 从她到了你府上 看你的那眼神 从朱重举的介绍中 当然 也有周若兰说起过 她说 她就不知道 朱家有这么一房亲戚 你想想啊 废叔 苏菲 至少这名字上取得很是拙恋 再加上她看你的眼神 实在太过火热 根本不像是初次见面时候 作为一个少女该有的神情 徐小贤顿时就对纪月儿 佩服得五体投地 心想 纪月儿对这心理学极有天赋 也或者说 她的第六感应该极强 以后若是想要在外面鬼混 那可得当心着点 听了纪月儿这么一分析之后 再想着 苏菲是和苏平安一起来的 苏平安拐了这么大个 湾将她妹子送到了梁义县 这三弟倒是心大 真以为我这当大哥的是吃素的 他 可他今儿个不辞而别了 你说 他跑这天远地远的地方来 究竟想做啥 纪月儿丢了徐小贤一个白眼 轻咬着嘴唇 一脸的娇媚 还能做啥 当然是某人的诗词文章 惊艳了他呗 估计原本就是想来看看 结果这一看 就看到了心坎上 欲罢不能 魂牵梦营 回去 我倒是觉得 他很快还会回来 这你恐怕想错了 我就一举人 只可能有你这方正气 他苏菲乃是苏州望族家的千金大小贤 没可能嫁给我为妾 咱们别去想他的事 按照时间算伯母 应该快要回来了 对了 去东边苏州的沈大哥和观山他们 也还没有消息传回来 徐小贤很快将苏菲 这是给抛在了脑后 一来是他对这姑娘 并没有什么感觉 至少在感觉上 还没有云一荣那般强烈 二来是苏菲的家事 注定了二人没有可能 却想这破事无疑毫无意义 但北京马帮的第一支商队 是在二月初离开梁义县的 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马帮的速度肯定不快 算起来也应该在苏州境内了 那么沈淮云他们 会不会和苏州的土著微远标局 产生了冲突呢 这个冲突是他希望看见的 并希望沈淮云他们能够一举端掉 微远标局占领东西线路 这一战对北京马帮的名头很重要 对未来的商业布局更重要 你别担心 杨说他们很厉害 微远标局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再说这路途还是很遥远的 就算他们已经赢了 将信送回来也需要较长时间 也是 这年代通讯靠吼都不行 只能慢慢去等了 对了 今儿我去三位书屋遇见了一个人 谁 鸡如花 他又要干啥 鸡月儿嘻嘻一笑 他在三位书屋和我小做了片刻 问起了你酿造的酒 他说 如果你那酒酿造的不错 他家倒是可以以成本价 提供给你一些粮食 甚至将北魏的粮商介绍给你 鸡月儿偏过头来看着徐小贤 智伟给你算过命 说你命带桃花 我原本是不信的 但现在 现在我觉得 那瞎子说的还是蛮准的 少爷 少爷 智伟穿着一身鹅黄的圈儿 飞快地跑入了月亮门 徐小贤放下了手里的账策 又怎么了 智伟跑到了咸云水线 拍了拍起伏的胸口 喘了两口气 不好了 不好了 啥是不好了 张大爷托人带了话来 说 说 那头小母牛发了情 需要配种 但百花镇的人好像 好像还没人懂得这活 张大爷正看着那小母牛 说 若是少爷懂 就请少爷去瞧瞧 徐小贤顿时就乐了 走走走 别说 少爷我还真懂 他起身带着智蕊 冲着后院吼了一嗓子 四喜 四喜 驾车 去百花镇 正在后院翻地的四喜跑了过来 主仆三人上了那辆老马破车 十月跟在车后 向百花镇去 越来客栈 大臣皇帝唐吾旺 和云皇后 在大堂里用着早餐 越来客栈的掌柜 童有为 正在拨弄着算盘 唐吾旺这时候 忽然开口问道 掌柜的 这梁义县 可有什么趣事 或者好玩一点的地方 童掌柜抬起了头笑道 客官 听听这口音 京都来的吧 要说梁义县有什么趣事 他摇了摇头 咱们这地方太穷 穷人哪里能有什么趣事 不过这一年来 倒是发生了一些事 比如徐小贤 就是咱们梁义县的 那位谢元郎 这位也可神奇了 唐吾旺微微一震 哦 说来听听 他有什么神奇之处 说来也 恐怕都难以相信 去岁 是前岁秋 徐小贤去参加了梁州相试 原本就应该得个戒缘的 但不知为何 京都最终放榜下来 他这戒缘的名头 却被撸了 你们不知道呀 他受了此 巨大打击 便疯了 云皇后放下了筷子 看向了同掌柜 这事他知道 皇上也知道 徐小贤在咱们梁义县 可是一等一的大才子 他在竹林书院读书 那刻苦的劲儿 同掌柜又摇了摇头 真的是读到了 废寝忘食之境地 再加上这孩子那时候 性子比较孤僻 所以咱们梁义县的人 都认为他是个书呆子 你们其实不知道 他是被府上那恶奴 叫 叫张秀的给欺负的 恶奴妻主 咱们梁义县的人都知道 但他未曾报官 所以官府也就没去管 这就造成了他那孤僻的性子 那疯了以后呢 在前岁岁末的时候 他在冰天雪地里裸 奔 这事梁义县的街坊们 也都知道 大家都以为 这孩子 这辈子算是完了 却没料到 到了去岁三月之后 他忽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化身衣也是厉害 他非但治好了 徐小贤的那封病 仿佛还给徐小贤开了桥 从那以后 徐小贤在梁义县 就愈发出名了 因为他做了许多事 许多对老百姓 有极大好处的事 徐公子是有真本事的人 这不 去岁相识 人家又夺得了梁州界缘 所以啊 太学院里那些官 小人觉得一个个都没长眼 咱们在这私底下说一句 皇上任用这些人 也是眼下 统掌柜这话一出 唐吾旺的脸都黑了 魏公公正要走过去 他摆了摆手 统掌柜继续拨弄着算盘 浑然不知道 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你若是问这梁义县 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百花镇你 倒是可以去看看 咱们梁义厂里售卖的百花文箱 百花手指 以及百花仪堂 都是许公子在百花镇 开设的作坊生产出来的 百花镇那地方好啊 它是从一穷二白的百花村演变来的 许公子一举接纳了数万人 将咱们梁义县最穷的那些乡村的老百姓 都给搬去了百花镇 给他们提供了砖瓦 家家户户都修成了青砖碧瓦的四合院 而今正在大量植树 从水阳县买来的桃树里树什么的 听说许公子要将百花镇 打造成咱们大臣的一处世外桃源 反正许公子的事迹太多 若要详细说起 恐怕能够说个三天三夜 还是爷自己去瞧瞧 不然还以为小人在胡扯开黄枪了 唐乌旺也知道百花文箱 百花手指和百花仪堂 但他尚不知道百花镇 此刻一听就觉得很是惊讶了 这么说来 许小贤不仅仅是开创了一番事业 还解决了大量老百姓的生计问题 世外桃源 那会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 那地方会有着怎样的风景呢 唐乌旺的内心充满了期待 原本打算去青龙台怀怀旧的 那还是先去百花镇看看 于是 一队人离开了良意丞相百花镇去 车队停在了那两千余亩的田野之外 唐乌旺和云皇后下了马车 长公公和龙玉卫的十来个护卫 尾随其后 他们走在这窄窄的田梗上 唐乌旺首先发现 这田里的庄稼不对 这么好的田 怎么种成了黄豆 水稻和小麦才是主粮啊 这么大的一片田 镇的粮食啊 真的是浪费 纪中坛这个县令 简直是不作为 幸亏镇此次微服私访 不然还不知道 会被像纪中坛这样无能的官员 蒙骗多时 玉立台也是 去岁对他的考评居然是优 齐文俊也瞎了眼 居然推荐他为梁州次里 镇还差一点就准了 唐乌旺深吸了一口气 觉得心窝子有些痛 不忍再看到这梁田里的那些豆苗 于是继续向百花镇走去 距离百花镇近了 放眼看去 眼底便是一大片 青砖碧瓦的四合院 看来那客栈的掌柜 倒是没有骗证 凡之 凡之还当真给这些村民们 修建了如此好的房舍 凡之当表扬 咦 那些村民们真的在植树 哎 植树能有什么用 就算种下的是果树 水果能够饱富吗 种粮才是正途啊 一行人走过了一个个村落 来到了镇子的里面 这里是李大爷家 这里正围着一大群的人 让让让 唐无望身后忽然有个声音响起 他回头一瞧 一个农夫牵着一头健壮的牛走了过来 喂喂喂 我说你们让让 外乡来的 看热闹站一边去 王富贵牵着公牛就静止走来 唐无望只能牵着云皇后靠了边 少爷 少爷 公牛牵来了 可以配种了吗 人群里有个声音响起 先别忙 将公牛牵去圈里 这小母牛得等它发情发得差不多了再配种 这样才有利于怀孕 行了 大家伙该干嘛干嘛去 我可告诉你们 今儿个必须将所有的苗木果树种完 等他们存活了下来 少爷就教你们如何嫁接 人群散去 唐无望看见了那个站在母牛边的少年 他就是徐小贤 他这是要干啥 配种 他不是个文人吗 他怎么懂得给牛配种 徐小贤正在安抚着小母牛 李妞妞和简春夏在一旁好奇地看着 徐小贤的手轻柔地从小母牛的脖子一路摸到了背上 又摸到了肚子上 似乎浑然不觉得这牛身上有些脏 似乎更不觉得这牛的味道有些难闻 他好像还很高兴 徐小贤当然高兴 养了快一年的小母牛 终于发情了 这就意味着他从此往后都可以受孕生小牛犊子了 那么季月儿就会有牛奶木瓜汤喝了 季月儿对这是有执念 那么喝了这木瓜牛奶汤之后 若是能够改善 想来他会很开心 所以对这事 徐小贤是很上心的 牛牛将他先拴起来 他会有些暴躁 接触他的时候小心一些 下午少爷再来给他配种 好 李妞妞走了过去接过绳子 将小母牛迁到了院吧外面 拴在了一棵树桩子上 李大爷这时候 拒打了一盆水来 徐小贤洗了洗手 回头便看见了几个陌生人 现在开了春 梁义县的行商渐渐多了起来 这些来自各地的行商 在城里听说了百花镇之后 许多人都会跑来看上一眼 所以在百花镇见到陌生人并不奇怪 徐小贤仅仅仅是下令护卫队 派人守着那几个作坊 严禁有人靠近 来者是客 万一以后百花镇变得更大 万一作坊建得更多 这里生产出来的商品 终究还是要让行商们去卖的 所以徐小贤让镇子里的百姓们 被行商颇为客气 大叔 看你面生的景 刚来凉一线吧 徐小贤走了过去 魏公公不动声色地 站在了唐巫旺的侧身前 徐小贤愣了一下 这大叔看来来头不小 估计是个大商骨 唐巫旺也挣了一下 大叔 也是 他叫镇大叔 也没啥错误 于是他笑了起来 公子贵姓 啊 免贵姓许 明小贤 自凡之 你们在这百花镇随意走走吧 别靠近作坊就行 我还有点事 到此 唐巫旺没料到徐小贤要走 他连忙说道 许公子留步 还有啥事 是这样 唐巫旺想了想说道 我们昨天才到凉义县 昨儿晚上在淡水楼吃了一桌席面 喝了一惊 这状元红正是公子所酿 这真的让人很难忘 所以 徐公子 那酒能不能多卖一些给我 徐小贤顿时乐了 冤大头啊 这是 六两银子一斤 居然还真有人买来喝 果然无论是怎样的朝代 富人始终都是有的 状元红奇货可居 所以 别看他的成本极低 但锁定的销售对象 正是像面前这样的大商骨 只是现在还不能卖给他们而已 大叔不好意思啊 这状元红呢 确实是本少爷所酿造 淡水楼每月我只给他十斤 因为这酒产量低 所以暂时不对外售卖 你开酒房酿酒 却不对外售卖 唐吾旺就弄不明白了 他惊讶地问道 莫非是这酿酒的工艺存在问题 啥都没问题 就是不卖 我得走了 大叔 好好逛逛 饿了又去淡水楼吃吃 徐小贤把腿就要走 却又被唐吾旺给叫住了 我给银子 徐小贤饿了 大叔 你给金子都不行 那你开酿酒作坊好玩啊 为啥 徐小贤上下打量了一下锦衣华府的唐吾旺 像大叔 你这样的富贵人 大致不知道 咱们大臣缺粮食 酿酒就是烧粮 若是作坊正常开工 这一天就要烧去数千斤的粮食 咱们粮一线穷啊 官府收的税幅又高 缴纳了官府的那一份 地主家里的余粮也不多了 我也想大量收购粮食来酿酒啊 白花花的银子 谁不喜欢 赚了那些银子 咱百花镇的老百姓日子又会好过许多 可不能那样做 赚钱得有良心 不然会被天打雷劈的 唐吾旺愣了片刻 反倒是云皇后听了这话之后 心里极为欣慰 觉得徐小贤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所以云皇后看向徐小贤的眼里 便是满眼的温情 这让徐小贤有些不习惯 于是她又打算走 没料到那大叔又说话了 那我少买一些 你那作坊总没可能 每月就酿造十斤酒吧 这个大叔有点烦 倒不至于十斤酒 但我这酒有大用 酒还不是用来喝的 这得看给谁喝啊 大臣缺粮 但北魏那边不缺粮 他们没有壮元红这么好喝的酒 所以 这酒得先卖给北魏的人去喝 这样才能换回来粮食 才不会造成梁义县梁价的飞涨 徐小贤顿了顿 看了看唐吾旺那张有些失望的脸 这叫壮外汇 他肯定不懂 我也懒得去给他解释 于是他又说道 再过两年吧 我估摸这两年之后 至少这梁义县的粮食问题就能解决了 到了那时候 壮元红就能在大臣售卖了 忍忍就好 再说 这酒喝多了伤身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才有精神和体魄去抱孙子 走了走了 你们慢慢逛 我真还有事 徐小贤挥了挥手 带着智蕊和四喜 还有十月往雪平沟而去 唐吾旺倒是明白了徐小贤这些话的意思 而且听起来徐小贤的出发点也是好的 他用着壮元红去北魏换粮食在酿酒 用的是北魏的粮食 这梁义县的粮价就不会受到影响 可是他的心里终究有些不舒服 朕乃是大臣堂堂天子 这壮元红分明产于朕的国家 却偏偏是为人先喝到 连朕想要喝都要再等两年 朕丢不起这个脸面 反正将壮元红纳入了黄商采购 徐小贤每月必须供应三百斤这道纸意 已经送走 嘿嘿 朕倒是要看你 徐小贤给不给朕喝这酒 李大爷这时候走了过来 捋着长须笑道 我家少爷是真的很忙 老爷夫人 不如就进来坐坐喝一杯茶 唐无望一想 正好和这老农聊聊徐小贤 对徐小贤也能多了解一些 于是拱了拱手笑道 那就多谢老丈了 一行人进了院子 十个侍卫分散地开来 唐无望和云皇后 在李大爷的引领下 坐在了天井中的石桌子前 李大爷倒了两杯茶递了过去 少爷给小老的茶 请老爷夫人尝尝 唐无望捧着茶杯便问道 刚来镇子的时候 镇真好瞧见外面的那些凉田 为何不种稻谷 反而种了价值极低的黄豆呢 我走南闯北多年 无论是大臣的哪个地方 像这么好的田 都是用来种植水稻的 是不是你们的县令 让你们种着黄豆的 李大爷笑了起来 他摇了摇头说道 你们不知 这是少爷弄的 徐小贤 对 咱们百花镇的所有人都叫他少爷 他一个文人 哪里懂得农事 他这不是瞎搞吗 这话让李大爷听着很不爽 他脸上的笑意顿时收敛 他看着唐无望 很是认真地说道 没有人敢于质疑少爷所做的一切 看你们如此富贵的模样 你们才不懂得 什么叫农事 咱们少爷懂 你只看见了那一田的黄豆 却没看见 那两千多亩田里的排罐沟渠 那是去岁邵少爷教咱们修建的 为的就是实现一田两种 知道什么叫一田两种不 唐无望就真的猛逼了 因为他从未曾听说过 所以他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 秋收之前 将田里的水 通过那排罐沟渠 将水排空 这样收割稻子的时候 就会轻松很多 当稻子收割完成之后 就可以在田里种上黄豆 或者油菜小麦这样的作物 但少爷说 这第一季献中黄豆 因为黄豆的根系 能够改良土壤 能够给田里增加 增加氮肥 小老不懂什么叫氮肥 但少爷说的 就一定不会错 这不 田里的黄豆长势极好 大致在五月便能收获 唐无望又问道 那如此一来 岂不是耽误了种水稻的时间 少爷说了 四月开始御秧 黄豆收割之后将田翻更一遍 大致在五月底六月初就能插秧 虽然比起网税会晚上 那么二十来天 但少爷也说了 咱们这北境之地的夏日 会比南方更长一些 水稻的光照时间是充足的 所以 并不会对水稻的收成造出影响 这就是一田两种 官府收付税 是按照田的水稻母产来核算征收的 那这黄豆 就是咱们老百姓白得的 所以如此一来 同样的一亩田 便能够给咱们老百姓 多带来一份收入 所以 你可千万不要诽谤咱们少爷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百花镇 若是你们在别人面前这样说少爷 恐怕会被打的 原来如此 唐吾旺这才明白 那田里种黄豆 还有这样的讲究 看来是误会了纪中坛 不 也没有误会他 这么好的是 他纪中坛可是梁一仙的父母官 他怎么就没有在权限推广呢 更不用说向户部上报 由国家向全国推广了 这让朕损失了多少粮食 所以 他这依旧是不作为 看来 你们对徐小贤是真的好 他为你们付出了很多 当然 你们若是去年春到这里来 看见的不过是个破破烂烂的小村子 唉 那时候的日子 太难过得下去了 朝廷只管伸手要赴税 哪里管咱们老百姓的死活 就说去岁下粮征收 梁州将这梁一仙的母产核定 活生生又提高了半成 原本钱税就是两成半 一家伙就变成了三成 这还不算 梁州将梁一仙的小麦母产 核定为三百斤 李大爷满脸悲气 他摇了摇头 你们这样的富贵人 根本不知道 梁一仙小麦的母产能有多少 朝廷的官更不知道 就连皇帝也不知道 唐吾望心里一沉 问道 那梁一仙小麦的母产能有多少 遇上好的年头 一亩地能够收成两百斤 就是很不错的了 这还得看地 若是吉伯地 母产最多不会超过一百五十斤 你们是做生意的 算算这笔账 核定三百斤 实际产量一两百斤 缴纳付税三成 谁家还能有维持一家一年的口粮 若不是因为少爷 我可告诉你们 这粮一线 必然会出大乱子 李大爷双手一摊 这人活不下去了 皇上又瞎了 眼看不见 这还能怎么办 大不了又造反呗 唐吾望老脸一红 魏公公蠢蠢欲动 这大胆刁民 居然敢直言 皇上瞎了眼 唐吾望丢给他了一个眼神 魏公公藏在袖子里的手 这才不甘地松开来 所以 是徐小贤解了去岁的那场危机 可不是吗 少爷在百花村 建设了文乡作坊 让村子里的那些妇人们 在作坊里做事 每天给二十文钱 为了解决更多的人的生存问题 少爷还将取山下的荒地 给开垦了出来 那荒地能有什么用 少爷不过是为了 给更多的人一口饭吃罢了 百花村开始变好 那些缴纳不起赋税的人 少爷提供给了他们是做 让他们赚到了银子 渡过了南关 所以 钱来百花村的人就越来越多 这不就变成了镇了吗 你们也是商人 可少爷经商和你们不一样 他不赚钱 他卖的那些商品 他没有赚取利润 全部都投入到了百花镇 就连那些果树果苗 也是少爷给了银子 去隔壁的水洋县买来的 少爷说 要让百花镇名副其实 明年春 若是你们再来 就能看见 这百花镇百花盛开的模样了 云皇后的眼睛 愈发地明亮了起来 徐小贤这孩子 当真是心地善良 难得他有这份心 他 他很不容易啊 他做的这些事 都是造福一方百姓的好事 他没有野心 甚至连官都不想当 那么他对唐吴旺 或者说对大臣 总不存在威胁吧 如此想着 他转头看了一眼唐吴旺 唐吴旺脸上的表情有些惊讶 有些疑惑 也有些欣喜 没有杀意 这就够了 唐吴旺此刻端起茶杯来 正要喝一口 却被魏公公给接了过去 拿来 我口渴了 魏公公犹豫片刻 将茶杯递给了唐吴旺 刚才 徐小贤说 要给牛配种来着 李大爷笑了起来 正是 那头牛是去岁少爷迁来的 今儿个发了情 但没人懂得配种 便请了少爷来 他 他怎么懂得这些 少爷懂得可多了 我那孙女郎中诊断为肺牢 本来以为会不久于人事 没料到 正好小老运气好 正好遇见了少爷 少爷轻而易举的 就治好了我那孙女 他说 他是华神医的弟子 肯定是得了华神医的真传 唐吴旺愣了一下 没听华神医说过 收了一个弟子呀 前些日子 他还说 要叫咱们种下去的那些桃树里树什么的嫁接 就是让一棵树上 开出三四种花来 接出不一样的果来 是不是很神奇 对了 少爷还在镇里建了一座百花学堂 全部免费 所以 咱们百花镇的人都认为 少爷是老天爷派下来拯救我们的 你们外乡来的人 可记得 莫要在别的村民们面前 说少爷的坏话 不然真的会挨揍 唐吴旺一行 离开了李大爷家 他和云皇后并肩行 走在这春阳之下 心情甚好 看来婆知这孩子 确实不错 你能觉得他不错 那说明 他就真的不错了 唉 若是咱们那孩子还活着 应该也和繁殖一般大小了 云皇后一听 脸色顿时黯淡了下来 不 应该比婆知大一岁 若是那个儿子还活着 他待十八岁了 若是他还活着 他会是什么模样呢 他会不会成为大臣的太子 会不会成为大臣未来的皇帝 没有若是 那孩子失踪了十八年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 他尚在强宝之中 哪里还有活下来的希望 知道朕为什么迟迟不立太子吗 云娘 朕多么希望那个孩子在我们身边 朕多么希望他能继承大统 这些年来 朕派了暗衣卫 在各处寻找线索接不得 再加上朕的身体有样 终究无法再等下去了 你知道朕的心意吗 云皇后勉强一笑 却并没有领这一份情 可你依旧将我儿唐不归 送去了锦国为质子 那时候他才两岁 两岁 你知道吗 云皇后深吸了一口气 仰头望望望碧蓝的天 将眼眶里的泪水给咽了下去 有些咸有些苦 今年他十三岁了 他没有机会再回来 再回到我的身边来 就算是他回来了 恐怕也根本不知道 他的母亲生的是什么模样 所以皇上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唐无望驻足沉默了许久 当时 算了 你不原谅我我也理解 他毕竟也是我的儿啊 原本我没啥瞧你的事 但今日 见了许小贤之后 我的心里很喜欢 你莫要对他动手 好吗 好 我答应你 若是那封女人 依旧不放过他 我希望你能护着他一点 他是个有本事的人 他活着 这百花镇的人 才有个希望 我不会再让他乱来 刀锋是许云楼当年留下来的 他们既然不愿意归顺 他们当年也为大臣 定顶立下了赫赫战功 放过他们 好吗 这一次 唐无望沉默了更久 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我的皇后 你的要求太多了一些 他们是刀锋 刀旗中的刀锋 这把刀有多锋利 你不知道 但朕知道 这把刀若是不能 握在朕的手里 只怕他会伤到大臣 伤到朕 你觉得是朕的命重要 还是刀锋的命重要 云皇后锤手 无法回答 咱们是出来散心的 莫要去想那些事 走吧 前面好像 就是百花学堂 去听听这学堂里教的是什么 云一荣推着轮椅 走在那一片荒地边 轮椅上坐着的 自然是大管家 这片荒地很长 这路也很长 他们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 大管家举起了手 停一下 歇一会吧 他依旧坐在轮椅上 扯了扯那张 绣着几朵大红花的毛毯 将他的腿盖得更紧实了一些 你很年轻很漂亮 才艺绝佳 武艺高强 小少爷将你的身世 大致给我说了一下 我也很同情你 但是有一点 我希望你能记住 云一荣伸出手来 捋了驴耳机的吉捋散发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长驳请讲 不是我看不起你的身份 而是你这身份 确实会给少爷带来一些不便 你在百花学堂教学这很好 就算是你们有那打算开青楼 这也很好 你们是合作的伙伴 记住 你千万不能成为小少爷的女人 云一荣抬头望了望天 梅儿一扬 问了一句 其实我也挺奇怪的 你 你们从山里来 莫非仅仅是因为 她给了你们一条生路 你就真的把她当成了小少爷 你为啥那么关心她 我确实亲母于她 她射了我五件 伤痕依旧在 但我并没有恨她 至于我和她之间 未来会怎样 她都不在意我曾经的身份 您老操这心 是不是有些多余 大管家沉阴片刻 咧嘴一笑 笑出了满脸的褶子 我关心她是因为 她是我在这个世上 唯一需要关心的人 我不希望你和她 真的走在一起 是因为你 虽然是一朵花 却带着刺 我而今只希望小少爷 在这凉一线平平安安的 但你 你却还有血海深仇要报 莫要看小少爷 在这百花镇 弄得风生水起 但若是 争论到势力实力 她在京都那些大人们的眼里 不过就是一只小蚂蚁 大管家弯下了腰 在地上捉住了一只小蚂蚁 小蚂蚁在她的手心里慌弯地跑 你看 她或许是这一群蚂蚁里 最大的一只 但她毕竟是蚂蚁 只要我稍微用一点点力 大管家一根指头压了下去 那只小蚂蚁便一命呜呼 她就死了 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京都之凶贤你理应知道 既然你的父亲 是大名鼎鼎的情贤 官拜国子剑祭酒 她已经不是蚂蚁了 她已经有着足够强大的力量了 但她还是被害死了 并且至今还查不出幕后出手的人 你说像这样的大人物 小少爷如何去对付 大管家将手里这蚂蚁的尸体 丢在了地上 搓了搓手 那只不过是让小少爷去自寻死路罢了 若是如此 你能先吗 云一荣垂手 脸上一片欺然 她也知道 要报这仇是多么的不容易 甚至某些时候 她也想过放弃 但那寒光闪闪的刀 那满院子的血和尸体 那些欺然的惨叫 那一把冲天的大火 却时常出现在她的梦中 让她在梦中惊醒 让她浑身冷汗淋漓 让她如陷入深渊之中 难以自拔 她深吸了一口气 推着轮椅掉转的方向 往回而去 我知道你的意思 她嘴角一翘 露出了一抹自嘲的笑意 她就是和我打情骂靠罢了 你就放心吧 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妓院 和我 没什么关系 轮椅推到了百花学堂的外面 唐无望一行 正好从百花学堂出来 就在这学堂的门口 他们错身过 却同时停了下来 唐无望眉间一蹴 转身 看向了那张轮椅上的老人 大管家举起了手 云一荣将轮椅停了下来 大管家回头看向了唐无望 这一眼之间 云一荣心里陡然一惊 她感觉到了 这一眼之间里的凌冽杀意 然而大管家并没有拔刀 那把刀就输在轮椅的一侧 唐无望也没有拔剑 她的剑在魏公公的腰间 大管家忽然笑了起来 唐无望也忽然笑了起来 什么时候到了这里 昨儿刚到 接着来这里看看 那不如去那亭子里坐坐 我现在是这百花学堂的门房 云一荣很是惊讶 对面的那位中年男子 穿着华丽极有气度 显然不是寻常之人 她身边的那妇人 也雍容华贵 气质轻雅 举止之间咸淡如水 给人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感觉 他们身后的那十个带刀的保镖 都是高手 此刻他们极为紧张 他们的手已经握住了刀鞘 刚才长伯和那中年男子对视的那一眼里 彼此都带着杀意 这种感觉不会错 那么他们认识 而且还是仇人 听那中年男子的口音 带着明显的金枪 他们是从长安而来 莫非是大商人 因为长伯曾经是土匪 或许长伯曾经打劫过对方 这便结下了仇恨 推我进去 你们要不要进去坐坐 唐无望咧嘴一笑 眼睛徐徐眯了起来 那就进去坐坐 云一荣将长伯推入了凉亭中 长伯处着拐杖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他坐在了石桌前 又对云一荣说了一句 还得麻烦你去帮我打一壶水 有故人从远方而来 我一个糟老头子 没有美酒 没有好菜 只能七一壶清茶来招待招待 云一荣取来了谁 也取来了一个炉子 他用火折子 点燃了炉子上的火 将茶壶放了上去 问了一句 少爷在百花镇 要不要请他也来坐坐 说这句话 使云一荣有些担心长伯 长伯的武功虽然高强 但他毕竟老了 而对方的人多 万一真打了起来 长伯肯定是会吃亏的 长伯却摆了摆手 辛苦你了 你出去吧 我和这位故人聊聊过往 云一荣迟一树西退了出去 唐乌旺也挥了挥手 让魏公公也退了出去 梁亭里就剩下了三人 一别 十六仔 我没料到你还敢来这里 若是知道你要来这里 我就带着刀锋把你杀了 我也没料到 你会在这里 山里待不下去了 还是你又从徐小贤的身上 看见了希望 待不下去了 少爷当年 说不允许我们当土匪 当土匪就要去抢老百姓 去抢过往的商队 这对他们不公平 你看 少爷临死都还在说着公平 大管家将桌上的茶叶罐子揭开 取了一撮茶 丢入了湖里 又问了一句 你说 这天下哪里有什么公平 凭着刀锋的身手 当土匪的日子 也能过得很滋润 何至于连生存都困难 所以没有办法了 我就带着刀锋出了山 正好小少爷这里需要人 我们就投奔了小少爷 唐无望一直看着大管家 他淡然一笑 你老了 嗯 我老了 唐无望的眼睛徐徐眯了起来 视线颇为凌冽 但你依旧是曾经的那个大管家 你在梁州城砍那两刀 不就是为了引我来这里吗 现在我来了 就是想来看看你究竟想干什么 也想看看你是不是还想砍我两刀 你的刀呢 大管家也笑了起来 我觉得我快要死了 原本想在临死之前 找你问问那公平何在 后来在这里住了一些日子 忽然发现那狗屁公平 好像也不太重要了 你听 这里面是那些孩子们的读书生 我很喜欢 你看 外面种植许多的果树 小少爷说明年春 那些果树就会开花了 一棵树上三种花 那会是怎样的模样 我想看看 你既然跑到梁亿县来了 那么刀旗应该就在附近 让我猜猜 嗯 他们应该就在渠山里 极有可能就在我曾经待过的那山村里 你是想要来亲眼看着刀锋死光死绝 因为唯有如此 你才能够睡得更安稳一些 不过有些遗憾 刀锋并不在那山里的村子里 这么跟你说吧 刀锋就在这里 你的胆子比以往大了许多 这是好事 若是你早年胆子能有这么大 就不至于将漠北三周割让给北魏了 江山既然是你的 你想怎么倒腾都行 来 喝一杯茶 大管家争了三杯茶 递了一杯给唐吴旺 又递了一杯给云皇后 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 唐吴旺端着茶杯 那双眯着的眼睛睁开来 当然是想杀我 嗯 大管家没有否认 他点了点头 我是真的真的 很想杀你 想了十四年了 那你为什么没有动手 因为少爷将刀锋交给我的时候 告诉了我一句话 唐吴旺俯过了身子 问道 大哥说了什么 他说 大臣不能再乱了 乱了 苦的是百姓 唐吴旺深吸了一口气 坐直了身子 可我真的派了刀锡去取山 一万刀锡 我是想要杀你的 因为刀锋本就不应该存在 你活着一天 刀锋存在一天 这大臣就难以安稳 现在我送到了你的嘴里 你若是依旧不杀了我 等我回了京都 我依旧不会放过刀锋 大管家想了片刻 摇了摇头 你其实没有理解到 我砍梁州城那两刀的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小少爷长大了 他很不错 各方面都不错 我想让你看看梁州 看看小少爷 你不能死啊 你死了 大臣就真的乱了 那个疯女人就要作妖 小少爷是个文人 太仁慈 不像少爷 其实少爷也是太仁慈 我请你来 是希望你能护着小少爷 莫要让他再受了那些委屈 如果你还记得青龙台结义 还记得淡水楼的那几坛酒 还记得刀骑死掉的那些人 那就将小少爷放在心上 少爷既然给小少爷取名为小贤 那就让他在这梁义县 好生地闲着 再大臣 好生地活着 唐巫旺又俯过了身子 你这是在威胁我 你可以将这当成威胁 若是你不愿意 这大臣再乱了 又如何 唐巫旺的身上 忽然爆发出了一股强大的杀意 然而大管家 却淡然地端起了茶杯 茶杯里的茶水在荡漾 这不是大管家的手在抖 他很老了 但他的手依旧稳定 只是他身边的那把刀 似乎感受到了这契机 那把刀 居然在刀壳里 发出了阵阵刀鸣 一箭从梁亭外来 这是魏公公的剑 却出自唐巫旺的手 那把刀豁然而起 他撞破了这梁亭的顶 他握在了大管家的手中 他向那一箭劈了下去 喷 梁亭的顶破了 万千的阳光洒下 破碎的木头瓦片 四散飞了出去 梁亭里的石头桌子上的茶烟 依旧鸟鸟 唐巫旺抓住了剑 大管家抓住了刀柄 一箭寒光 向大管家刺了过来 一刀劈下 向唐巫旺斩了下去 十个龙御卫在这一瞬间冲了进来 枪 刀剑相击 一触击退 退下 唐巫旺一声大吼 十名龙御卫只不在了梁亭外 他抛出了手里的剑 长剑归翘 大管家收起了手里的刀 刀依旧插在了他的身旁 若不是这梁亭的顶破了一个大洞 这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站在远处的云一戎豁然一惊 这才知道 常伯的武功之高 也才知道那中年男子的内力之强 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各自只出了一招就住了手 那么胜负有份吗 唐巫旺又端起了茶盏来瞎了一口 你终究没有学会夜语刀法的第十招 大管家笑了笑 他的手放在毯子下 这些年你倒是没有荒废 居然也已经到了一品中的境界 大哥曾经说 夜惊于情荒于稀 大哥的那些话我记着的 所以哪怕国师再忙 也不敢荒废了 可少爷最为重视的公平二字 你却忘记了 唐巫旺放下了茶盏 身子往后靠了靠 抬眼就能看见 头顶那窟窿上的白云蓝天 还有有些刺眼的太阳 世上哪有什么公平 他摇了摇头 我不是来和你说什么公平的 刚才我们各自砍的对方一家伙 那么过往的恩怨 也就这样斩断 刀锋 他们去马帮也挺好 但不要再搞出什么大事情来 比如 他们将威远镖局给灭了 这就有些过了 下不为例 徐小贤正会重用 因为他的才华 也因为他是大哥的儿子 这十七年来 若不是我看着 他早就死了 你们都以为 我是那个背信弃义之人 许多事你不知道 也不必再去知道 徐小贤很好 他做的这一切我都看了 他做的也很好 所以 为了打消你的后顾之忧 我这就下一道圣旨 将三公主唐若曦下嫁给他 若曦今年十五 是我最疼爱的女儿 她是我大哥的儿子 是我一直关心的侄子 如此一来 她就是我的女婿了 如此 你就算真死了 也应该可以安心了 大管家的心里 这时候才起了波澜 唐吾旺说出了这番话 好的地方当然正如他所言 小少爷成了驸马爷 那么唐吾旺 当然就更会照拂着他 那么 宫里的那个疯女人 终究会收敛起来 但他这样一做 就相当于收起了刀锋 他很清楚 刀锋会交到小少爷的手里 他也不想用刀旗和刀锋一战 那必然是两败俱伤的场面 用一个公主来换一个刀锋 小少爷仁慈 他断然不会用刀锋 去砍他的老丈人 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 对小少爷是好的 对他唐旺也是好的 可小少爷已经有了婚约 继儿的母亲是简秋香 你是认识的 他的女儿在前 想来就算是你下了圣旨 他恐怕也不会 让他的女儿为妾 凭着徐小贤建立的 这百花镇 凭着他解决了 五万多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那我就赐给他一个 男爵 但澄清这件事 简秋香不在家 我在这里待不了几天 若是没有遇见 你就转告简秋香一声 他们可谓平妻 但三公主 必须在妓院的前面 入徐府的门 大管家沉阴片刻 话我可以带 但简秋香愿不愿意 我不能保证 无妨 我再留一封信给他 如此 甚好 唐吾望站了起来 又瞧了瞧头顶着破洞 大哥留下的那刀谱 当真没有找到 若是找到了 我学会了第十招 刚才你已经死了 这百花镇甚好 我再去走走 你也多多保重 争取活到徐小贤成亲的那一天 另外 不要告诉徐小贤我的身份 唐吾望走出了凉亭 云皇后起身 后退两步 向大管家道了一个万福 说了三个字 多谢了 多谢了 多谢什么呢 当然是多谢大管家 化干戈为玉帛 避免了大臣再次陷入战乱之境 大管家目送着他们离开 也抬头望了望头顶的那个洞 这才将双手从毯子下面抽了出来 云一荣走了过来 看见的是一双不停颤抖的手 大管家也看着他的这双手 淡然一笑 老了 接下他的那一件 有些吃力 不过幸亏接了下来 他们是谁 哦 昔日故人 云一荣抬头 望着那远去的背影 心想这就是故人相见吗 去教那些孩子们音律吧 别管我这个糟老头子了 我想静静 好 云一荣离开了这凉亭 大管家的手伸向了茶壶 想要倒一杯茶 却忽然一震 他的手停在了茶壶的手柄处 尚未碰触到茶壶 但这茶壶忽然裂开 不是碎开 而是裂成了两半 茶水流了一桌子 大管家收回了手 皱起了眉头 你居然还手下留情了 一品上 这些年 你还真的是很青年 你真打算将三公主 许配给徐小贤 走在心中的桃林间的小道上 云皇后淡然地问了一句 当然 你看看这里 若是大臣的所有乡村 都能和这里一样 大臣何至于如此贫穷 且看看徐小贤 弄出的那一田两种 究竟是不是能够让老百姓的收成更多一些 但他的百花纸业 百花文香 和百花仪堂 以及那壮严红 是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看到的 他这是用商业来解决农民的问题 这个方式并不能在大臣推广 不然那些田地谁来种 所以 也只能给他一个男爵 不过 我倒是有一些新的想法 他留在这凉亿县 有些埋没了他的才华 得给他挪挪地方 得再多看看 他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上皇后一阵 你打算 让他去哪里 还没想好 不急 这百花镇 也才刚建立起来 不能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上皇后看着唐巫旺的背影 沉樱片刻 刚才那一件 你本有杀意 为何没下杀手 他毕竟是大管家 他已经很老了 杀了他并没有多少意义 其实镇根本不担心刀锋 因为刀锋 只有掌握在大哥许云楼的手里 他才叫刀锋 若是掌握在别人手里 无论是大管家 还是许小贤 他都不再是刀锋 顿了顿 唐巫旺笑了起来 刀要开封 可没那么容易 跨过雪瓶沟 就是老丫口 老丫口的地势 比雪瓶沟高了不少 造纸作坊规划的四个厂区 都将建设在雪瓶沟里 但酿酒的作坊 修建在老丫口的上面 许小贤带着王富贵 站在酿酒作坊的外面 指了指一侧的大片乱石地 妮儿个叫一些人 将这里给平整出来 王富贵一正 少爷 要开酿酒二厂 暂时还开不了 但地儿得留着 这后面 许小贤伸手一划拉 这后面也平整出来 修建一处粮仓 这粮仓要修建得大一些 许小贤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看见在李大爷家门前 遇见的那富商 带着几个人走了上来 他瞧了一眼 依旧没有放在心上 又对王富贵说道 粮仓要这样建 将笔墨指焰取来 我这就画个图给你 记住 地平整好了之后 立刻着手建着粮仓 好嘞 王富贵转身向雪瓶沟跑去 唐无望来到了许小贤的身边 他的鼻子嗅了嗅 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味 你这作坊明明在生产 卖我一些就那么难吗 大叔 真的不是不卖给你 开作坊酿酒 不就是为了卖的吗 我留着干啥 又喝不了那么多 我真的是去换粮食 你是不是粮商 你若是粮商 咱们这生意还真可以做做 我啥生意都做 说说看你这酒 要如何换粮食 唐无望也来了兴趣 他看着徐小贤有些期待 这大叔的口气有些大 啥生意都做 我也不骗你 状元红运去北魏 坐价四两银子一斤 北魏的粮价 比咱们粮一线便宜一些 我就按照粮一线的粮价来定 一斤稻谷十五文钱 一斤小麦十文钱 状元红一斤四千文 可换稻谷两百六十余金 或者换小麦四百斤 你若是觉得可以 那就用粮食来换 唐无望倒吸了一口粮气 不是 你这酒需要那么多的粮食吗 徐小贤像看白痴一样的 看着唐无望也 大叔话不是这么说的 你可是做大生意的人 想来也走遍了大臣 甚至还去过北魏 我就问你 你可曾喝过 像状元红这样好的酒 这个还真没有 喝了状元红之后 唐无望觉得 无论是兰归方的醉花雕 还是北魏的碎寒甘露 都寡淡无味 根本就没有状元红 那浓烈的酒香 所以这就叫奇货可居 这酒不是给寻常老百姓喝的 是给像你这样的大商骨 以及那些名门望族的人喝的 这喝的是酒吗 不是 是品味 是格调 是与众不同的身份 所以 你也别担心 我这酒卖不出去 相信我 她会供不应求的 云皇后不知为何 看着徐小贤 她就觉得心里温暖 她看向徐小贤的视线里 便是一片温情 此刻在一听 徐小贤说的这番话 她忽然觉得 这状元红 恐怕真的会供不应求 这小子 是如何懂得酿酒的呢 不对 她懂得好像挺多 这十几年里 她究竟经历过什么呢 不是说 她曾经是个 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吗 云皇后 对徐小贤愈发得好奇了 不知觉又想到了 那个失散多年的儿子 微微有些走了神 唐欧望心想 反正老子 要将这酒 纳入皇商采买 到时候 由不得你徐小贤不卖 所以她摇了摇头 这生意我不敢做 风险太大 你不做是对的 不然你在大臣 收购粮食来换酒 这酒倒是给富贵人家喝了 但老百姓 却要承受上涨的粮价 这对老百姓而言不公平 一听到不公平这三个字 唐欧望的眉间 微微地皱了一下 徐小贤并没有注意 因为王富贵 拿着笔墨纸燕跑过来了 徐小贤没有在搭理唐欧望 她蹲在一块石头旁 王富贵磨好了墨 她提笔就在纸上画了起来 一边画 一边向王富贵解释 这粮仓 道理一样 粮仓里修建笔子 用砖和灰浆气起来 要大 每一个笔子得装粮食五千斤 也要多 每一处粮仓里得有十个笔子 修建十个这样的粮仓 每个粮仓之间要相距十丈 以防火灾 徐小贤一边画一边说 唐欧望和云皇后围了过去 也仔细地看着仔细地听着 唐欧望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下 这小子修建十个粮仓 共计一百个笔子 岂不是能装粮食五十万斤之巨 再一听他说的头头是道 好像很有道理 于是他又看了 徐小贤一眼 问了一句 你哪里弄来这么多的粮食 徐小贤画完也说完了 将笔丢给了王富贵 只起了腰来 一斤状元红可换回来 两百六十斤的稻谷 装满这些粮仓 只需要两千斤状元红 多吗 不多 以后还得见 唐欧望眼睛一亮 那你换回来的 这些粮食如何处理 其一是 这酒房还要扩建 其二当然是 分给百花镇的村民们吃了 喝粥 喝粥哪里喝得饱 饿着肚子就干不好活 所以得让村民们 吃上百米干饭 大叔 你慢慢逛 我还有事 得走了 唐欧望一正 怎么又要走了 等等 你为啥不将整个 粮仪县的老百姓 都纳入百花镇呢 徐小贤觉得 这个大叔有些傻 太麻烦 再说百花镇 就这么大的地方 人太多了拥挤不说 大家的生活环境 还会受到影响 徐小贤抬腿便走 唐欧望又问了一句 喂喂喂 你去哪里 去给小母牛配种 现在却应该正是时候 徐小贤没有停留 显然给小母牛配种 比陪着这个大叔 吹牛重要太多 唐欧望深吸了一口气 看向了拿着那张纸 正在细细研究的王富贵 你们这少爷 他说的是真的吗 王富贵灭了唐欧望一眼 皇帝老子的话有假 但咱们少爷的话 却从来都是真的 唐欧望一噎 忽然发现 自己到这良意县 来被对了几次了 老子这个皇帝的话 哪里有假了 老子在这地方的威望 居然不及徐小贤 王富贵这时候 又补了一刀 你们不知道 百花镇能有今天 是少爷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才建立起来的 皇帝老子说 要给咱们量一些免税 说了三年了 都未曾兑现 反而这税 还越免越高 但少爷不一样 他说 我们能够住上青庄瓦房 我们就真的住上了青庄瓦房 还是四合院 他说 要让我们能够吃上大米饭 和白面馒头 我们肯定就能吃上 他说要让百花镇 百花盛开 你瞧瞧那么多的刚种下去的树 明年春 肯定百花盛开啊 他还说 往后城里的姑娘 会屁颠屁颠地 嫁到咱们这百花镇来 嘿嘿 我那儿子正好十五 再等两年到了成青的时候 说不定还真能娶到 白白胖胖的城里姑娘 我得去忙少爷交代的活了 你们随意逛逛 记得别去那些作坊 这些日子 唐巫旺和云皇后 在梁义城里住了下来 他们就像寻常的商人一样 偶尔在这小破城里走走 更多的时间 是去百花镇转转 唐巫旺没有再去见大管家 大管家也没有去拜访唐巫旺 两人自从出了那一招之后 似乎达成了默契 接受了彼此的条件 原本唐巫旺是计划 在三月底回去的 但随着对徐小贤的了解 越来越深 她决定再多待一些时间 话是这么说的 但看起来 她好像又在等着什么 她在等着什么呢 云皇后不知道 对这个丈夫 自从她登基为帝之后 就觉得愈发的陌生了 每天去淡水楼 吃吃那些徐小贤 弄出来的菜品 但没法 每天喝到那状怨红 因为淡水楼 剩下的状怨红 被喝光了 那掌柜的说 要到了四月 才能再有十斤 云皇后当然也没有意见 她觉得 在这里的日子 比在宫里舒服太多 尤其是在看见 徐小贤的时候 她的心里 便会充满了欢喜 那些沉寂于心里的不快 执念或者怨恨 都会在见到 徐小贤之后 一扫而空 这种感觉很好 她很喜欢 甚至很是期盼 他们又来到了百花镇 并没有去往镇子里 而是徐小贤 在了那一大片的荒地旁 因为徐小贤 正带着一群富人 在这里翻地 到了播种土豆的季节了 这片去岁时候 翻过一次的 地得重新松土 重新施肥 以便与土豆的培植 唐无望他们不知道呀 此刻他们就站在地边 云皇后摇了摇头笑道 听说他将这 徐山下的两万多亩山地 都开垢了出来 这孩子 这样的山地 能有多少作用 他是真的善良啊 只不过是为了 给百花镇的老百姓 一个赚钱的名头罢了 我怎么就觉得 他不是个肯吃亏的种 你以前也是种过地的 这样的激波地 能种出什么庄稼来 唐无望顿时雨色 他也蹲在了地边 用棍子撅起了一块土 来看了看 这地确实种不出 什么庄稼来 可许小贤为啥 又如此上心呢 徐小贤正站在地头 指挥着那些富人们 在翻耕的同时 埋入那肥料 那是农家肥 臭气熏天 他似乎毫无所觉 还很是兴奋 他兴奋的啥玩意儿呢 就像这土壳拉里 能刨出金子来一样 终究是个书生 他不懂得农事 等他种了一剂 亏得连种子钱 都收不回来之后 他恐怕也就放弃了 云皇后点了点头 对唐无望这句话 倒是认同 他抬眼望向了地边 地边有许多 不知名的野花 已经绽放 更远一点的地方 便是徐山了 徐山一片清脆 又阵阵鸣声响起 一切看起来 都是那么的自然和谐美丽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 一片温润 一旁的唐无望 看得呆了一下 忽然才觉得 自己的这个青梅竹马的皇后 依旧那么的美丽 岁月当然在他的脸上 留下了许多的痕迹 比如那眼角的 两道细小的鱼尾纹 比如那乌黑的发尖里 藏着的一丝白发 恍惚之间 一起走过了十九载 他而今已是三十七岁了 他早已退去了少女的青涩 又经历了诸多打击 心有千千节 在宫里终日郁郁 脸上极少见到笑容 多是淡然的模样 就像将世间的一切 是都看淡了一般 未曾想到 到了这地方 他似乎回到了十九年前 他笑起来的样子 真好看 云皇后在笑 微笑 他的视线 落在了徐小贤的身上 徐小贤挥舞着锄头 在叫那些妇人 如何翻地 他觉得很有意思 那个孩子很有意思 他看起来 好像真的会干这活 若不是那一身 白色的绸缎衣裳 他恐怕会觉得 他真的就是个农人 可他是个书生呀 就在这时候 一个穿着一身黑衣的人 从地的另一头飞奔来 他的到来 打破了这方天地的宁静 唐吾望转身 醋眉 魏公公和那十名龙玉卫拔剑 守在了唐吾望 和云皇后的身旁 云皇后从那祥和的话卷中醒来 有些不快 但当他看见那奔跑的黑衣人的时候 却微微一惊 暗一卫 暗一卫是大臣建国之后 设立的一个情报组织 原本隶属于监察院 但后来唐吾望建立了西厂 一个指向皇帝负责的 监察整个大臣的机构 西厂厂工 便是唐吾望身边的魏公公 魏敬贤 这名暗一卫 跑到了魏敬贤的面前 手里举起了一张漆黑的腰牌 单膝跪下 低声说道 属下暗七 参见陛下 起兵敞工 徐山之上 发现敌人正向此处而来 请陛下速速离去 唐吾望眉间的咒者忽然松开了 他居然笑了起来 说说看有多少敌人 据暗一等人观察 大致有1500余人 进阶蒙面 武器有刀和剑 从何而来 这 未曾发现他们从何处登的徐山 仿佛仿佛已经在徐山里 藏了一些时日了 根据他们的装束 极有可能是北魏瑞士 北魏瑞士 这就对了 刀琪现在在何处 正向这帮匪人围了过去 刀琪擅长的是马战 这在山野间和敌人战斗 唐吾望摇了摇头 你去告诉刀琪统领相谷 断了敌人的后路即可 驱赶他们过来 不必贸然和敌人一战 这暗七恶然地抬起了头来 心想刀琪不和敌人打 那等敌人冲下了山怎么办 你去吧 按照朕的吩咐即可 属下灵命 只是陛下 按照敌人的速度 恐怕最多一个时辰 就能冲到这里 无妨 朕自有应对 暗七起身 又飞快地跑了 魏公公有些惊讶地 看向了唐吾望 陛下 要不咱们回城 不 咱们去百花学堂坐坐 唐吾望转身台步 刀锋藏了这么多年 朕正好看看那刀锋 还锋不锋利 云皇后一惊 唐吾望这是要借着这件事 消耗刀锋的力量 他似乎知道 会有一场刺杀 对 他等的就是这样的一场刺杀 那是谁要刺杀他呢 从京都出来 一行人换了几次马车 转了几条线路 知道他们到了梁义县的 恐怕屈指可数 但敌人是藏在渠山里的 那便说明 敌人早已知晓他的行踪 叫一声徐小贤 不用 大管家自然会叫 朕也想看看 这位大管家对徐小贤 究竟是个怎样的态度 毕竟过去了十几年 他对大哥至忠心 可不知道变还是没变 瞿山里 寒丘山手提大刀 正站在一千护卫队的面前训话 你们这群王八犊子 姑爷将你们交给老子训练 你们就是这副熊样 不就是腹中越野三个时辰吗 你们自己瞧瞧 一个个都累得跟狗一样 这怎么打仗 万一有敌人亏去少爷的产业 要来突袭百花镇 就凭你们这模样 能守卫得了百花镇吗 能保护得了姑爷的安全吗 李刚 你特么的还当过兵 当然 边军就那鸟样 别拿边军和咱们护卫队相比 姑爷早就给你们说过了 咱们的目标是刀骑 是大名鼎鼎的大臣刀骑 咱们训练的目的是超越刀骑 姑爷给你们配了最好的刀 和最强的弓 现在唯独少的是战马 战马不急 姑爷再想办法 但是 要上马作战 首先就要把地上的功夫 给老子练好 你们不是散兵游勇 更不是土匪 你们要成为训练有素 战无不胜的军人 是军人 懂吗 所有人 原地休息半个时辰 休息好了之后继续练刀 李刚 将斥后派出去 来佛 你给老子过来 其余人就地解散 一群被累得死去活来的队员们 一听解散 顿时瘫倒在地 李二狗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自从少爷弄来了一个百花镇 团练总教头之后 护卫队的日子 简直就是暗无天日 原本来佛训练他们 是严格按照少爷的训练手册来的 虽然也很累 但休息的时间还是挺多的 可这位寒教头来了之后 他也严格地按照少爷的训练手册来训练 却又加了许多的料 比如延长负重攀爬长跑的时间 比如要求所有人都练刀法 还比如时常在夜里睡得正香的时候 被他的一声耗子惊醒 又是一顿长跑 这特么 还要不要人活了 可他不敢反抗啊 少爷说了 所有的训练 都由这寒教头安排 若是坚持不了者 逐出护卫队 被驱逐出去 这多没面子 再说 都挺过来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无论如何 也得坚持下去 所以 没有人提出离开 所有人都在咬着牙坚持着 还别说 经过寒教头这般操练之后 护卫队的队员们的精气神 似乎更加充沛 哪怕累得像现在这样 只需要休息个半个时辰 一个个就能恢复体力 又是一副龙金虎猛的模样 尤其是武功 少爷说 这叫单兵作战能力 这武功被寒教头 卢教头 还有邱教头 轮番一折腾 耍起那大刀来 还真有板油眼 有了章法 射箭的技艺也高超了许多 弓箭也从一弹弓 换成了二弹弓 拉开这二弹弓 也不太费劲 李二狗躺在草地上 嘴里叼着根狗尾巴草 望着密林间斑驳的蓝天 忽然笑了起来 神经病 你笑个什么鬼 李赖子走了过来 手里拧着个水囊 他一屁股坐在了李二狗的身旁 喝了一大口冰冷的水 将水囊递给了李二狗 李二狗翻身坐起 呸的一口 将嘴里嚼烂了的狗尾巴 草吐在了地上 三赖子 咱俩以前可是百花村 出了名的混混 没料到现在却成了 护卫百花镇的战士 他摇了摇头 喝了一口水 撩起袖子抹了抹嘴 有时候吧 老子自己都觉得不太真实 但这类的筋疲力尽的模样 又告诉老子 这特么一切都是真实的 李赖子也咧嘴一笑 少爷不是说过吗 人谁无过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以往咱们荒唐 不思进取 但自从遇见了少爷之后 老子也不瞒你 我想了很多 少爷让我们 从混混变成了人 百花村的父老乡亲们 以前见了我们 就像见了温神一样 躲都来不及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们现在不但不会躲着我们 还会关心我们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 就是那种堂堂正正的 能够抬头挺胸 支起腰杆来的这种感觉 很好 李二狗将水囊递还给了李赖子 打句道 你小子还懂得支起腰杆 来做人了 看来这操练还是有效果的 对了 那刀法第三道 你呀学会了没有 不太熟练 这刀法听说叫夜语刀法 和刀琪的刀法一模一样 二狗子 你也要将这刀法学好 说不定哪天 咱们真可能成为像大臣刀琪那样 威风凛凛的骑兵 他拍了拍李二狗的肩膀 若是咱们成了那样的骑兵 还筹取不回来一个婆娘吗 嘿嘿 李二狗猥琐的一笑 我可不愁婆娘了 李赖子一惊 转头看向了李二狗 找到了 谁家的姑娘 现在 现在还不能确定 毕竟咱们没那时间去更多的相处 不过他答应我等我 李二狗又拔了一根狗尾八草 叼在了嘴里 老子现在最希望的就是 有不长眼的来攻打咱们百花镇 少爷说了 往后护卫队的军工 按照杀敌的人头来算 可以升职的 老子看了看这一千号人 来服那家伙搞不过他 李刚 估计搞过李刚也有点难度 那拿个第三 应该没有问题 我呢 你特么不把我放在眼里 嘿嘿 三赖子 要论杀人 我还真没把你放在眼里 哎 只是这世道 哪里来的敌人呢 李二狗话音未落 一名赤后飞奔来 韩教头 韩教头 前方十里地发现 有大量敌人 李二狗顿时就站了起来 眼睛一亮就跑了过去 韩秋山正在和鲁德生邱三德 研究下一步的训练计划 此刻一听都抬起了头来 敌人 赤后喘了两口气 点了点头 应该是敌人 都用黑金蒙面 都带着武器 按照李头教的法子来看 估计 估计有那么千来好人 韩秋山三人对视了一眼 心里就充满了疑惑 这年头 哪里来的敌人呢 莫非是从北魏而来的 也只可能从北魏而来了 对了 三师妹不是去北魏那边 卖少爷生产的百花玉纸了吗 难道是那纸太好 引起了北魏人的亏去 所以他们想要来百花镇 抢了少爷的纸 除了这个理由 似乎找不出合理的理由来 不管他了 既然对方有备而来 还是从渠山那边来的 那肯定不是好人 干他压的 韩秋山也兴奋地站了起来 所有人 集合 赤后营 继续探查 给老子绕到敌人的后面 去看看敌人有没有援军 来福 整队 绝陷阱 准备埋伏突袭 百花书院里有歌声响起 这是同志的声音 这声音落在大管家的耳朵里 仿佛天籁一般的美妙 大管家坐在凉亭里 那破了的凉亭顶子 已经被重新搭建 石桌子上破了的茶壶 也重新换了一把新的 他用这新壶 煮着一壶新茶 觉得这岁月安好 令人留念 小少爷的事 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危机了 这是好事 但这也是不好的事 好事是 少爷若争取了三公主唐若曦 那么这大臣 敢对少爷动手的人就不多了 唐若曦的母亲 是东郡侯府下崇山的妹妹夏昭蓉 她的哥哥是二皇子唐不宇 无论唐不宇能不能登上地位 就凭着东郡侯府的势力 就足以庇佑小少爷的安全 只是如此一来 唐无望就成了他的岳父 那么少爷 少爷的冤屈 少爷要的那公平 恐怕也就难以伸张了 其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东郡侯府下崇山 曾经是少爷手下的刀骑魏将军 但这人却对唐无望 却更忠心一些 尤其是在大臣二年少爷去世之后 北都侯府的罗唤熙 曾经如此评价过下崇山 墙头之草 见风使舵之人 心思如冤 不可深交 若是小少爷娶了下昭蓉的女儿 这下崇山就是小少爷的娘舅 她会不会对小少爷不利呢 自己老了 若是在年轻二十岁 人啊 有些时候就得低头 就得退一步 为的是换取一个鼻子安好 现在最为紧要的是 小少爷去犯险 所以小少爷不知道他的父亲 不知道那些过往的故事 也是好的 就让他这样轻轻松松地活一辈子吧 能够将许府开枝散叶 想来少爷九泉之下 也能瞑目了 大管家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刚刚端起这茶杯 刚刚吹了两口浮沫子 透过那鸟鸟的茶烟 他看见唐无望和云皇后等人 又走了进来 他眯起了眼睛 相见不如不见 你又来干啥 唐无望静止走入了凉亭 抬头看了一眼凉亭的顶子 坐在了大管家的对面 拧起茶壶 自得倒了一杯茶 有人来杀我了 大管家一正 咧嘴一笑 这是好事啊 嗯 可我若是真死了 三公主还没有许配给徐小贤 而我又是死在百花镇的 刀锋又正好在百花镇 你说 宫里的人会怎么想 监国的大皇子 会怎么做 大管家瞎了一口茶 有点烫嘴 你这是要挟我了 算不得要挟 我就是向你说明这事情 刀旗呢 你的刀旗不是就在徐山吗 敌人估计是从徐山而来 毕竟要杀你会动用不少人 他们不敢从梁州而来 他们知晓我的行踪 早已牵藏在徐山里 徐山那么大 刀旗并不善长山地行军和作战 所以刀旗来不及 大管家皱起了眉头 他不知道 这是不是唐无望的阴谋 但他还真不能让唐无望 死在了百花镇 不然这百花镇 恐怕会被踏平了 所以 唐无望来告诉自己这件事 这是阳谋 无论如何自己都得保他 刀锋留在百花镇的 还有两千人 但若是刀锋和敌人厮杀的时候 刀旗再骤然出现 可就算这样 还是得保他 这个皇帝不简单啊 敌人有多少 还有多久到 大致一千五百人 大致半个时辰就会到 北魏的人 不知道 蒙着脸 可能是北魏的人 也可能是大臣的人 小少爷呢 他还在那片荒地里 带着那些妇人们厨地 为何不叫他回来 因为我是商人 商人没可能知道 会有一场有预谋的突袭 你确实是商人 做得一笔好生意 大管家握住了 靠在石桌上的拐杖 他处着拐杖站了起来 其实你就是想要看看刀锋 看看藏了十几年的刀锋 究竟有没有生锈 你记住 小少爷是你的女婿 这刀锋 终究要握在小少爷的手里 他既然不会再展向你 那么让你看看又何妨 就在此刻 学子们下学了 云一荣从教室里走了出来 脚步很欢快 脸上的神色也很欢快 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云一荣的心理 其实更欢快 他在学堂上 教那些孩子们的音律 便忘记了曾经过往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 这教学的伟大事业中去 连那揪心的血海深仇 也给遗忘 他忽然觉得 压在肩膀上的那沉重的担子 似乎飞走了 这样轻松的感觉 让他焕然一新 夕阳的余灰洒在他的脸上 他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 他走到了这凉亭外 才发现 长伯的那几个故人 居然又来了 长伯 云一荣看了看 唐巫旺和云皇后 要不要我晚上做几个菜 你们喝两杯 长伯咧嘴一笑 摇了摇头 酒 以后再喝 现在有点事 你来了正好 推我去村子里 还是我来推你吧 唐巫旺站了起来 走到了轮椅后 大管家又笑了一声 这个皇上看来不放心啊 他是担心我带着刀锋来 将他砍了 你来推我 怕这轮椅受不了 你坐下他就受的了 那我就真坐下了 大管家坐在了轮椅上 将毛毯盖在了膝盖上 对站在一旁 很是惊讶的云一荣 说了一句 太阳就快落坡了 你去那荒地边 叫小少爷回来 该吃晚饭了 唐巫旺推着大管家 走出了百花学堂 云一荣抬头望了望天 心想 这时候吃晚饭 是不是早了一些 再说 他可都是回去吃晚饭的 云一荣不明所以 却也向那处荒地而去 轮椅上的大管家指了指路 小少爷将我们所有人 都安排在了这里 成为了百花镇的一个村落 这村落的名字叫洛霞村 小少爷取的名字 他是个文人 所有这名也取得有些文艺 要是按照我来取名 我会给他取个藏龙村 也或者公道村 唐巫旺推着大管家 慢慢地走着 他笑了起来 我倒是觉得洛霞村更好一点 你都快死了 何必还那么灵练 我去过上阳县很多次 也去过漠北那战场很多次 大管家忽然就转换了一个话题 倒是说得堂无望一正 大臣二年漠北的那一战 少爷作为监军 当然得待在主战场上 北魏的十万大军 是由北魏大将军 墨西风统帅 其中有北魏 大名鼎鼎的瑞士三万 大臣有边军十五万 在人数上占优 但在实力上是 完全不敌北魏的 你能不能告诉我 那么重要的一战 刀琪去了哪里 还有那一战存活下来的将士 他们的名册又去了哪里 我就要死了 能不能让我瞑目 唐无望依旧推着轮椅在前行 他抬头望了望天边的夕阳 过了片刻才叹息了一声 无常 其实我也很想问你一句 大哥既然已经将刀锋交给了你 那时候的你又在哪里 大臣二年 三国发起了对大臣的攻击 你问我刀琪在哪里 我告诉你 刀琪在何景国和墨国作战 没错 原本应该派往墨北战场 和北魏一战的罗焕熙 被我调去了墨国战场 因为墨国突击太厉害 唯有刀琪可抗衡 罗焕熙率刀琪 一举击败了墨国突击 大臣才夺得了南疆的那一大片领地 而这北边的战场 我原本以为你无论如何 也不会袖手旁观 但我没料到 你还真的就袖手旁观了 墨北战场大败 朕只好割让了墨北三周给北魏 而朕的大哥也死在了这里 你呢 你带着刀锋究竟去了哪里 唐吾旺的面色此刻有些激动 他的声音不高 但极为沉重 大管家没有说话 他无法回答 他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那双握着轮椅的扶手 手背上的青筋一直在跳 那是一段往事 往事往往都不堪回首 其中当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 而有些理由是不能给任何人说的 比如那时候的刀锋究竟在哪里 朕一直想要抓住你 想要包了你的皮垫在大哥的尸首之下 唐吾旺咬牙切齿地说了这么一句 又仰头望天深吸了一口气 他的声音放得平缓了下来 后来我也大致想明白了 那时候大哥肯定给了你别的任务 或者是给了你按兵不动的指令 没错 大哥要的公平 在大臣建国的那两年里 根本就看不见 或许是大哥死了心 也或许大哥是要保留刀锋 等着再有更英明的君主出现 也或许是留着刀锋来牵制朕 让朕能够管束住那个疯女人 让她不至于对她的儿子下了毒手 当然 这些都是我的猜测 你不说我也拿你无可奈何 可你们都不想想 我真的是那么薄青寡仪的人吗 我真的会任由他乱来 害死徐小贤吗 现在我更加想通了 为啥不灭了你手里的刀锋 因为我有脑脊 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死了 我死了 他就再也无人能够管束 我死了 他甚至能够调动刀锡 对徐小贤下手 所以刀锋就留着吧 三公主就算嫁给徐小贤 我也担心 他会无所顾忌地出手 十几年过去了 曾经跟着大哥的人 恐怕也变了心 徐小贤握着刀锋 或许还有生存下来的可能 大管家一时之间有些恍惚 他也难以判断 唐巫旺这番言语里的真假 他的言辞懇切 似乎真的没有做错什么 但少爷当年既然说他错了 那么他肯定就错了 只是他究竟错在了什么地方 你就不怕小少爷握着刀锋 将这大臣给砍烂了 烂了又如何 我反正已经死了 再说 这大臣毕竟是大哥和我共同建立的 毕竟在看过徐小贤做的这些事之后 我甚至觉得 若是他真的能够有那本事 有那魄力杀锯长安登基为敌 说不定也是一件好事 大管家眯起了眼睛 雅然一笑摇了摇头 到了 就停在这里吧 他处着拐杖站了起来 从袖带中取出了一个哨子含在了嘴里 尖锐的哨声顿时吹响 这原本颇为安静的小村庄里 忽然之间就沸腾了起来 唐巫旺一直盯着这村子的入口 仅仅十夕时间 从里面冲出了黑压压的一群 整装待发的战士 对 就是战士 他们穿着独属于刀旗的漆黑的服装 只是那些服装很是破旧 反而在夕阳下还散发着璀璨的寒芒 站在大管家面前的是望月和孝风 他们站的笔直 就像他们背上的刀一样 有敌人要攻打百花镇 望月 你带着1500战士 前往渠山迎敌 孝风 你带500战士 保护百花镇 属下遵命 望月转身 一声大吼 赤后营 向渠山探寻 其余人等 随我出发 大军飞快地向村子外跑去 孝风也带着500战士 走入了村子里 他们骑上了战马 跑到了百花镇的外围 巡逻了起来 村子口有一些妇人和孩童走了出来 他们并没有惊讶 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有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走到了大管家的面前 淡然地问了一句 敌人从何而来 尚不清楚 人多吗 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不多 你们啥也不用做 给你们的夫君煮好饭菜 等他们归来便可 好 村口的人又进去了 这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你做得不错 他们都成了青 也有了后人 唐吾望推着大管家 向百花学堂走去 夕阳已经完全落了山 但晚霞正红 他们也都还不错 刀依旧锋利 人也依旧锋利 看来 这些年 你也确实用了心 比不得刀骑 大管家顿了顿 那张满是沟壑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 人老了 总是会想得有点多 尤其是开始相信命这个玩意儿来 我现在常常在想 若不是小少爷弄了这百花镇 若不是他接受了这么多的人 这刀锋都用不着你来打恐怕 就已经散了 但命运就这么奇妙 少爷将小少爷留在了梁义县 原本的小少爷就是个书呆子 他哪里懂得人情世故 他更不懂得开设这些作坊来经商 本来他第一次考中了戒员 你若是没有出手干涉 他就应该再去岁去参加会试 说不定你的手里会多一个近视 多一个人才 可命运就这样转折了 你偏偏把他那戒员的名头给撸了 他疯了 然后被华神医给治好 结果整个人都变了 他变得精明起来 并不再去追求那功名利禄 反而倒不出了这百花镇 又恰好我走投无路来投奔了他 你可别怪他 他至今不知道刀锋是什么 更不知道我是谁 刀锋没有解散 他又将成为你的女婿 我知道你会利用他来做些什么 但我还是想要告诉你一声 人在坐天在看 命运无常 说不得哪天这报应就来了 对于大管家的这番话 唐吴旺只是淡然一笑 命运 你确实老了 居然会相信这玩意儿 大哥当年说人定胜天 我们启示的时候就 两千人马 我们再拼命 再努力 再没日没夜地奔波 战斗 算计 我们的人马逐渐壮大 我们攻打下了梁州 又攻打下了曲州 我们的地盘越来越大 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多 虽然我们花费了八年的时间 中途也遇见了许多次的凶险 但最终我们赢了 这是命运吗 这不是 这是努力 我不是来和你讨论命运这玩意儿的 而是你要告诉徐小贤 要想活出人的模样来 就必须要努力 我依旧是那句话 若是我某一天死了 他徐小贤有那能耐 攻入长安 又如何 成王败寇 好男儿要追求的 就是戴上皇冠的那个王 就是握住权柄 登上王座的那份雄心壮志 而不是在这田间地里 如老农一般的 去碌碌无为的忙活 大管家陈英片可摇了摇头 若是以前 我应该是会赞同你的这番话的 但现在 现在我觉得 你这话有奇异 少爷未曾见到公平 你虽然登上了皇位 却也没那本事 去创造出天下的公平来 可你看看这百花镇 这里就是公平 所有的孩子 都在百花学堂公平的读书 所有的人 都在作坊里公平的劳动 没有那什么狗屁六大世家 也没有五大侯府 大家都是一样 凭本事再吃饭 你敢将六大世家给消灭了吗 你敢将五大侯府给取缔了吗 你不敢 因为那样会动摇大臣之根基 也会让你背上的 背信弃义的名头 可你知道他们 就是独流 不说这破事了 江山是你的 你愿意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去 但请你 让百花镇 好好地发展下去 说不定它就是 大臣未来的希望 唐吾旺对大管家的这些话 也没有发表任何看法 因为大管家没说错 他确实知道 那些都是独流 但这独流 却已经和大臣融为了一体 仅仅17年 大臣就再也无法 和他们分割开来 但唐吾旺是想要将他们 给分开来的 只是这路得 一步一步地去走 而现在 他似乎看见了一点希望 百花学堂 徐小贤坐在云皇后的对面 他有些好奇 这贵妇人怎么又来了 他的那位富贵相公呢 不是 他看我的眼神 怎么这么怪 徐小贤不太好准确地 描述云皇后的这眼神 这眼神很温馨 眼神里好像带着 带着慈爱 就像母亲看着儿子一般的慈爱 想来他的儿子和我差不多年岁 他在外面奔波 估计是想家里的儿子了 徐小贤为云皇后 斟了一杯茶笑道 你们在这梁义县 也待了好几天了 做生意可得赶早 经过梁义县往北渭去的行商 都走了好几波了 你们若是去晚了 恐怕会错过商品的时间 云皇后伸出了那一双 葱白般的手 将茶杯端了起来 小口地瞎了一口 笑道 钱是赚不完的 不急 他缓缓将茶杯放下 问道 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我就是个孤儿 父母的模样都不记得 连名字也不知道 和府上的一个丫头一起长大 不过你可别可怜我 没啥值得可怜的 这不 我就要成亲了 成了亲 这个家就算是完整了 云皇后都知道 但她就是想问问 因为徐小贤对于她而言 依旧是陌生的 那感情好呀 听说你是荆轲梁州界员 既然你的书读得这么好 那么准备什么时候 去京都参加会试 若是再重得一个状元 那可就了不得了 皇上肯定会赏你一个官 从此走上仕途 这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徐小贤摇了摇头 说来你都不信 我压根就没想去参加会试 为啥 云皇后惊讶地问了一句 因为我不想当官 徐小贤顿了顿 望了望天边的那一抹晚霞 当官有什么好的 能够像现在这般轻松惬意吗 若是在地方围观 脑子里想的 就会是治下老百姓的那些破事 你不知道 老百姓的破事很多很多 要想方设法地解决他们生活 需要的油盐柴米酱醋茶 要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甚至他们娶不到媳妇你 也得为他们操心 上面要指派各种的任务 比如收税 比如扶兵役等等 这些你得去完成吧 若是完成不了 玉利台给你来个差评 这仕途也就无路可走了 对上得凤银 对下也不能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这就是风箱里的耗子 两头受气的活 好不容易熬到了金关 你莫要以为金关就能够轻松了 京都居可大不易 京都那地方 拿着一块板砖随便一丢 砸着的恐怕都是一个三品大员 你招惹得起谁 谁你都惹不起 就得夹着尾巴装孙子 徐小贤这话将云皇后给逗乐了 她眼着嘴儿笑了起来 徐小贤却依旧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不信 官场里的那些玩意儿 我们清 所以我若是去当官 就肯定当不成什么好官 这又是为啥 因为那是一群贪婪的狼啊 我要在狼群中活下来 就不能是一只兔子 我也得变成狼 小狼吃农民伤人 大狼吃个地方的小官小利 更大的狼他的胃口就更大了 下面的小狼要想活下来 就得给他进贡 那是填不饱的无底洞 所以我肯定就要欺啊老百姓 从他们身上盘不来钱财 用这些钱财来铺路 踩着一地的鲜血爬上去 然后继续吸着下面官吏的血 继续往上面爬 如果命好爬到了 那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位置 你莫要以为终于可以泻口气了 你的面前是一只虎 半君如半虎 一个不小心没事后好这虎 被这虎咔嚓一嘴给吞了 你看 辛苦一辈子 白大 那莫如生活在这里 徐小贤指了指天上飞着的燕雀 时日江山立 春风花草香 泥戎飞燕子 杀暖睡鸳鸯 这样的日子 他不更惬意吗 徐小贤口若悬河 将云皇后吹得差点飘了起来 云皇后震惊于徐小贤对官场的洞悉 更惊叹于他如此年岁 居然看透了那一切 他随口道出的那一首小诗 便是一幅极美的闲事画卷 这样的画卷 对于不喜争斗性子淡然的云皇后而言 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他惊讶地看着徐小贤 那双眼睛里 愈发地流露出了慈爱的光彩 这要是我的儿子 会有多好啊 可惜 他不是我的儿子 可惜我也没有一个女儿 否则我定要将女儿许配给他 让他成为我的女婿 就在云皇后 被徐小贤给忽悠的一愣一愣的时候 唐巫旺推着大管家走了进来 徐小贤闭上了嘴 云皇后也从徐小贤的话语中醒了过来 你们在聊着什么 唐巫旺问了一句 聊着归原田居的生活 徐小贤起身扶着大管家 应了一句 唐巫旺瞧了瞧徐小贤 那归原田居的生活 是什么模样呢 是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那样的生活 你就别想了 你是有万贯家财的大财主 已经过习惯了那种 纸醉精密的奢侈生活 哪里还能受得了这乡野的寂寞 唐巫旺一证 他肯定是回不了乡野的 毕竟金的大臣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 需要他去做 但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这句诗却令他眼睛一亮 这小子的文采当真可以 看来他确实有真才实学 那回宫之后 将他的那两首诗词 放入文风阁 也未尝不可 朕竟然答应了 将三公主下架给他 既然准备要重用他 那就得给他造势 他会在京都扬名 当然也会有许多风雨会来 这样的风雨 算是对他的考验 若是他握着刀锋 还受不了这风雨 那就是 他的命 无法承受这未来之重 那就让他在这百花镇 当得富家翁 平凡一辈子吧 唐巫旺并没有和徐小贤多说 他坐在了云皇后的身旁 转头望了望去山 对大管家说了一句 应该遇上了 大管家点了点头 是应该遇上了 徐小贤一脸猛逼 什么遇上了 哦 山里来了一群狼 老奴派了一些人进去 把狼杀了 免得祸害到乡庆 徐山深处 北魏1500瑞士 在千夫掌柴巡山的带领下 向百花镇方向 快速地冲了过来 北魏瑞士 乃是和大臣刀琪 齐名的尖端战力 尤其擅长步战 若是大臣刀琪没有马 恐怕在北魏瑞士的手里 讨不到什么好处 他们用的是刀 坡刀 每一名战士装备了两把坡刀 和一张弓 当然 他们并不善长山地作战 事实上 无论是大臣刀琪 还是北魏瑞士 或者南莫突琪 他们都不善长山地作战 这天下最善长山地作战的 是云国的影机 没有人知道 而今还有一支 善长山地作战的部队 它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 百花镇护卫队 经过了大半年的山地训练 他们对徐山的这一小部分区域 极为了解 他们的体能 已经超过了北魏瑞士 他们在这山野里 练就的战斗技能 更是在北魏瑞士之上 毕竟徐小贤 弄出来的训练手册 是前世那半桶水的 特种兵训练方法 里面包括了潜伏 也包括了设置各种陷阱 以及协同配合 还有借助所有的自然条件 创造对几方 最有利的战斗地形等等 现在 这一千护卫队的队员们 就成扇形 埋伏在柴巡山所部的前面 而更前面一些的地方 在二十宫的射程之内 还挖掘了不少的陷阱机关 他们悄悄地等待着 等待着敌人踏入陷阱 敌人定然会慌乱 那么手里的宫 就会收割掉一大批的人的性命 用最少的损失 去消灭最多的敌人 这是少爷给护卫队定下的宗旨 因为少爷说 他没那么多的银子 来付他们牺牲之后的抚恤金 也因为少爷还说 若是死了 他们的妻子 拿着那一大笔的抚恤金 改了嫁 别的男人 就会花自己卖命赚来的银子 还会有事无事地 抽打自己的孩子 这当然不划算 所以得活着 还要把敌人给弄死 护卫队就此形成了 用脑子去打仗的概念 这是总教头韩秋山 未曾料到的 这也是徐小贤所希望的 前方有脚步声传来 狸二狗头上 戴着用柳枝 编织成的伪装帽子 嚼了嚼嘴里的狗尾巴草 将弓放在了最顺手的位置 眯着眼睛 死死地盯着前方 就在这时 一名北魏瑞士的斥后 闯入了陷阱阵地 他陡然掉了下去 这陷阱的下面 是竖着的尖锐的竹子 他一家伙被刺压的透心凉 他在闭眼的那一刻 发出了 得一声惊天惨叫 该死 狸二狗狠狠地骂了一句 将嘴里的狗尾巴草吐了出去 果然 前方的脚步声停了下来 在狸二狗他们看不见的地方 柴巡山举手 制止了队伍的前进 后面的刀旗 还有多久会追上 一名斥后 斥后时常拱手回到 鲍将军 大致还有半个时辰才能追上 前方估计是猎人的陷阱 派斥后再探 大部队小心前进 那名斥后时常伸手一挥 五个斥后离开了大部队 向前飞奔而去 柴巡山带着大军继续向前 必须向前 因为大臣的皇帝 老儿就在百花镇 此刻天色越来越晚 他的心里有些焦急 因为他怕那皇帝 老儿走了 所以 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 也得探过去 然而 片刻之后 他们又听见了 斥后的惨叫声 柴巡山皱起了眉头 猎户放陷阱 没可能这么密集 那是敌人布置的 这说明了 这场袭击 已经被敌人发现 敌人是如何知道的呢 现在该怎么办 一名斥后活着跑了回来 报 报将军 前方不知道有多少陷阱 掉下去的弟兄都 都死了 柴巡山望了望 周围密集的树林 心里有了主意 所有人 从树上跳 只要跳过这一片陷阱区域 对面肯定有大臣的士兵 但又是一个搜主意 凭着瑞士的身手 他们确实能够 从一棵棵的树上跳过去 但他们并不是武林高手 没有办法在空中张弓搭建 他们一个个攀爬到了树上 然后向相邻的那棵树跳了过去 就这样 1500人进阶上了树 进阶向李二狗 他们埋伏的地方跳了过来 李二狗乐了 他紧紧地盯着了 朝着他而来的 最近的那个敌人 老子射猴子最有一手 敌人飞跃在陷阱之上的树梢中 敌人已经进入了 弓箭的射程范围之内 寒丘山此刻依旧趴在地上 他是个土匪 从未曾和正规军战斗过 但这些日子 训练这些护卫队 他学到了很多 从徐小贤的那手册里学来的 他在等敌人靠得更近一些 并且还得保证 至少射出两轮箭雨 30张的距离最好 柴巡山在队伍的中间 此刻他攀爬在一棵树上 仔细地瞧了瞧前面 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 未曾发现敌人 这就很奇怪了 他以为敌人就站在陷阱的旁边 然而他什么都没有看见 难道这陷阱会如此之宽 那就不能落地 得继续从树梢过去 事实上 这陷阱也就实战宽 他的前军已经抵达了安全地带 但藏在下面的护卫队 伪装得太好 再加上这零件的光线阴暗 柴巡山并未曾发现 就在这时 寒丘山忽然站了起来 他在站起来的那一瞬间 搭建张弓 一声大吼 射 他射出了一箭 这一箭穿透了他前方 最近的那名士兵的胸膛 那士兵扑的一声 掉在了地上 李二狗躺在地上拉开了弓 修得一箭瞬间而出 瞬间而至 他的这一箭 也正中他盯了很久的那名敌人 那敌人发出了一声 惨烈的哀嚎 也掉了下来 密集的箭语 如雨点一般地倾泻了出去 树上噼里啪啦的 就像落果子一样的 落下了许多的人来 一时之间 惨叫声不绝于耳 原本寂静的丛林中 顿时便沸腾了起来 小心 前军注意 地上安全 落地 砍死他们 柴巡山的心都在滴血 这些该死的敌人 这一家伙 就弄死了他至少三百个战士 他向前急掠而去 后面的瑞士 在此刻也加快了速度 瞄准 射击 寒丘山也很紧张 这毕竟是他第一次指挥战斗 而且看起来 对方同样训练有素 因为对方并没有被这第一轮 突袭给吓得后退 他们反而冲了过来 并且意识到了 这地面是安全的 落地的瑞士 枪枪枪拔出了他们的两把刀 他们如恶狼一般的 向护卫队扑了过来 而他们的身后 第二轮落地的士兵此刻 也取下了弓 他们没有往前冲 而是向寒丘山等人射出了箭 啊 护卫队有人中箭 寒丘山牙关一咬 射他们的弓箭手 来福 你带领百人迎敌 好 第一队 拔刀 跟着老子上 砍死他们 来福丢下了弓 拔出了长刀 他猛然跳了起来 然后一刀劈了下去 曾经寒丘山对徐小贤说 来福是个练武的天才 徐小贤觉得 寒丘山怕是看走了眼 来福这家伙 快头大力气也大 但那脑子 好像不太好使 在徐小贤看来 所谓的练武天才 应该是像他这样 脑子灵光的人才对 然而他不知道的 三个月未曾回复的来福 而今已经是四品高手了 他还不会飞 但他压得跳得高 还跳得远 尤其是他的力量 更是成倍的增长 在寒丘山看来 来福最大的问道是胆子 这次胆子小 尤其稀密 但如果他的凶性被激发 他就是一个人性大杀气 此刻来福的凶性 还没有被激发 所以他跳起来的时候 两腿都在打颤 甚至握着刀的双手 也在流汗 来福这时候心里在祈祷 可千万不要射我 不要射我 让老子 砍死这家伙我就退 退得远远的 但来福这一刀的威力 依旧强大 他这夺人心迫的一刀 咔嚓一家伙 就将对面的一个敌人 给劈成了两半 北魏瑞士一瞧 卧槽 这大块头厉害 肯定是个大人物 给本将军射死他 抵达前方战场的柴巡山 当然也发现了 他立马下达了这个命令 于是 足足二十多张弓 调转的方向 瞄转了来福 阿妈呀 我要死了 要死了 来福哇哇大叫 他完全是本能地 挥动起了手里的刀 他将这刀 在身前捂成了一个圆 叮叮当当 一阵剧烈的金铁骄鸣声响起 那些剑鱼 居然被他的刀给挡了下来 这就很厉害了 北魏瑞士 极少见到这么生猛的敌人 倒是江湖中 有那么一些高手能够做到 但就算是江湖高手 面对这么多的剑 他们也很难全部给挡下来 继续射 一定要弄死他 柴巡山又是一声大吼 王栋 你给本将军上去 砍他 来福一慌 他转身就跑 一边跑还一边喊 二狗子三赖子 你们特么的射呀 老子要被弄死了 李二狗等人 这才反应了过来 他们再次举弓 弓箭修修而去 敌人的弓箭手 顿时倒了一片 敌人的一个弓箭手 依旧瞄准着来福 他放出了一箭 王栋提着两把坡刀 正好拦住了来福 那一箭正中来福的臀部 啊 我中箭了 我中箭了 我要死了 来福单手持刀 一刀将王栋 批来的两刀给荡开 王栋的虎口顿时开裂 手里的坡刀 差点没有掉在地上 来福另一只手摸向了屁股 摸到的是黏乎乎的血 他拿到眼前一看 没有再跑了 他闻了闻着血腥味 双眼渐渐赤红 他的双腿不在站立 他握着刀的手 更有力量 他转过了身来 王栋正好提着两把刀 向他冲了过来 但王栋 在瞧见来福的 那双赤红的眼睛的时候 他的身子陡然一顿 他停在了来福身前 一丈的距离 来福向前踏了一步 王栋向后退了两步 作为北魏瑞士的百夫长 王栋居然在这一瞬间 被来福吓得冒出了冷汗 他是身经百战的百夫长啊 但此刻的来福 就像一尊杀神一般 啊 来福张开大嘴一声咆哮 哐当两声 王栋手里的两把刀 居然掉在了地上 你去死吧 来福一刀挥出 王栋两断 你们都给老子去死吧 来福反手就拔出了 插在屁股上的剑 他双手握住了刀柄 一跳三丈高 一落三丈远 两军已经接近 弓箭发挥不了作用 所有人都拔出了刀 来福一刀劈下 敌人如破竹一般 被这一刀分成了两半 距离敌人还有多远 皇家刀奇统领 向古交集地问道 一名刚刚跑回来的赤后 来不及喘气 他指了指身后 将军 前方一里处 发生了战斗 一方正是我们追逐的敌人 而另一方身份不详 身份不详 是个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小人无法判断 他们是那一路的军队 这样啊 那我们得快歇过去 不然他们肯定会被 北魏瑞士全部击杀 不是 将军 北魏瑞士 恐怕会被他们给 全部击杀 向古一惊 有军莫非有很多人 也就千来好人 还没北魏瑞士的人多 向古皱起了眉头 因为哪怕是刀奇 遇见了北魏瑞士 在没有战马的山林中作战 在人数相当的情况下 他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就算是胜 那也一定是惨胜 而现在有一支 不知名的千人队伍 对上1500人的北魏瑞士 他们非但没有被击溃 反而能够将北魏瑞士 给全歼了 大臣哪里来的 如此强悍的军队 他陡然一惊 莫非是传说中的刀锋 天下敢说 比刀奇更厉害的 就是那一支 从未曾出现过的刀锋 据说那支刀锋 是开国大元帅 徐云楼所创 由最初的刀奇中的精锐组成 在大臣建国之后 却没有被皇上握在手中 有留言说 刀锋对当今皇上不满 糟糕 万一刀锋真的对皇上不利 皇上身边可没有任何力量 全军都有 火速前进 相谷率领三千刀奇 向前飞辈去 与此同时 望月带着1500名 这儿八经的刀锋战士 也向渠山扑去 他们穿过了那片荒地 进入了丛林之中 对于山地作战 他们同样熟悉 因为他们就在这渠山里 待了足足14年 大管家说有敌人来袭 但大管家没有说 有多少敌人 也没有说敌人从何而来 当然对于刀锋而言 这些并不重要 只要是敌人 哪怕是数以万计的敌人 刀锋永远会一往无前 当望月所部 向这山林里 奔行了一里左右路程的时候 他们听见了 前方惨烈的厮杀声 望月一惊 抬头望向了前方 不好 这渠山中 唯一有一支队伍 就是百花镇护卫队 这护卫队在渠山里训练 大管家说 这是小少爷导过的军队 小少爷是个文人 他哪里懂得训练士兵 虽然寒丘山等人是江湖高手 可他们是土匪啊 寒丘山等人 叫那些护卫队的武功没有问题 但若是论行军打仗的章法 望月心里一凉 来晚了一些 小少爷的护卫队 只怕就要全军覆没了 所有人 加快速度 1500人 如狼似虎地 向密林深处扑了过去 向谷所部 抵达了战场的后方 望月所部抵达了战场的前方 他们进阶望向了那处战场 满眼的亥然 尸体 到处都是尸体 地上摆着的 树上挂着的 还有看不见的陷阱底下 被戳死的 双方杀红了眼 他们手里的刀高高举起 然后劈下 浑然不顾敌人的刀筒 入了自己的肚子里 长子从腹部流出 他们居然空出一只手 来给塞了进去 然后继续举刀 一声大吼 又向面前的敌人劈了下去 望月看见了来福 此刻的来福 就像月光一般皎尖 来福早已进入了望我之境界 他冲在最前面 双眼血红 全身都血红 他的刀滴着血 一刀砍死了一个敌人 那大刀一轮 如旋风一般扫过 又披下了一名敌人的脑袋 他如入无人之境 他带着队伍 杀入了敌军中军 他撩起衣袖 擦了擦那霜 被鲜血迷糊的眼睛 然后看见了一个将军模样的人 他正是柴巡山 柴巡山心里比约了狗 还要难受 这是北魏瑞士啊 莫非对方是传说中的刀锋 马达 肯定是刀锋 不然 天下哪里还有如此厉害的军队 他们的战役高昂 他们的刀法厉害 他们的配合协同还极好 短短的一炷香的功夫 他的一千五百人 而今恐怕就只剩下了五百人 而对方呢 至多死了两百 这个大块头 简直就是一尊杀神 还是杀不死的杀神 他已经中了两刀 可丝毫没有影响到 他的速度和力量 也没有影响到他的判断 老子还不信你 就是铁打的 所有人 给老子拼了 弄死最前面的那家伙 柴巡山一声大吼 他提着双刀 也向来夫冲了过去 没有人知道 这战场的前后 来了两股军队 他们已经胶着在了一起 除非一方死绝 否则这战斗难以停下 北魏瑞士也是厉害 被弄得就快全军覆没了 他们依旧未曾溃败 他们在柴巡山的带领下 嗷嗷叫着 向来夫扑了过来 来夫 小心 所有人 包围他们 给老子砍死他们 寒丘山一声大吼 他一跃而起 手里的长刀 像冲向来夫的敌人 劈了过去 战场后面的相骨 伸手一挥 上 小心陷阱 战场前方的望月枪的一声 拔出了长刀 弟兄们 冲 身在战场中央的来夫 不知道来了两股援军 他只知道挥刀 砍下 劈下 扫向四方 夜宇刀法有九刀 第一刀断夜为砍 第二刀斩雨为扫 第三刀戚风为辽 第四刀排山为势 第五刀倒海为角 而今百花村护卫队的队员们 都学到了第三刀 但来夫已经学会了第四刀 尚未能领悟第五刀 此刻的来夫 进入了人我两望之境 夜宇四刀 仿若融入了他的骨子里 在他强大力量的支撑下 四刀源源不断 浑然天成 没有敌人能够进得了他的身 而他带着武动的刀 却进入了敌人的阵 他一刀劈下 敌人若海浪一般 向两边分开 他将大刀一轮 单手脱刀而行 笔直地向银面来的柴巡山冲去 他踏前一步 长刀猛地一甩 刀势顿起 何为角 刀如长龙陆海 一往无前是围角 他豁然开朗 在长刀甩至身前的时候 他双手握住了刀柄 一抖 长刀发出了乌叶之声 仿佛在哭泣一般 他双腿一曲 如剑一般地射了出去 长刀就这样刺了出去 不是笔直的 那刀身在他双手的抖动之下 蜿蜒而行 柴巡山豁然大惊 他没法判断出 那无数的刀印中 那一道才是真正的刀身 他陡然定住 然后退 连退三步 来福千行 一步三丈 一刀递出 柴巡山低头 一蓬鲜血在他的腹部炸开 那不是一个窟窿 他的腹部被搅烂 然后他突然发现自己矮了一截 他的身体从腹部断成了两半 天边最后的那抹晚霞脸去 天上未黑 有夜风轻浮 百花学堂早已下了学 那些孩童们也都各自归了家 这里安静了下来 只有梁亭中 徐小贤等人依旧还坐着 他忽然抬眼望向了大管家 长伯 杀狼要不了这么久 大管家沉阴片刻 这狼群有点凶 北魏来的 大管家位置可否 老奴也不知道 但小少爷请安心 无论是从哪里来的狼群 他们都会有来无回 徐小贤皱起了眉头 极有深意地看了唐无望眼 他认为来的应该是土匪 毕竟这是大臣北境偏远的梁亿县 没可能有大臣的士兵敢冒天下之大部围来攻打 而梁亿县境内的土匪 唯有红莲教稍微有点气候 但红莲教被丈母娘给弄怕了 他们也没可能吃了雄心豹子胆 来打百花镇的主意 那么唯一可能来的就是北魏的人 北魏跑来攻打百花镇 这就只能说明 丈母娘的商队遇见了麻烦 也或者是百花玉址 动到了北魏纸商的利益 但百花玉址 这才刚卖去北魏 何况带去的数量 对于北魏市场而言微不足道 所以这个猜测也不成立 那唯一的 可能就是面前的这个富商了 所以他看着唐巫王问了一句 大叔 你欠了人家北魏商人的银子 跑这里来躲灾祸的 唐巫王愣了一下 半天才想明白 徐小贤这话的意思 可他的这番迟疑举动 落在徐小贤的眼里 徐小贤就觉得自己猜中了 大叔 做人要厚道啊 看你这面相 倒是生得有些尖酸刻薄 这话一出 唐巫王脸色陡然一变 云皇后心里也大吃了一惊 魏公公眯着眼睛 看向了徐小贤 手握在了刀柄上 徐小贤依旧盯着唐巫王 你是大商人 我呢 也算是一个小商人 我明码实价 童走无期地做买卖 可你呢 咱们这百花镇 没有招谁 更没有惹谁 这一年来 莫要说土匪 就是窃贼也没有一个 但你来了百花镇 你是个商人 不去抓紧时间做生意 天天逗留在百花镇 我一直不知道你有何意图 现在才知道 原来你在这里躲着祸事 唐巫王的神色放松了下来 他忽然露出了一抹微笑 嗯 你继续说说 这还能有什么好说的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北魏的匪人 竟然杀到了这里 百花镇没有任何人 和那些匪人有仇 唯有你是个例外 他们肯定是来找你的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不是我徐小贤不敢担当 而是我徐小贤 绝对不会去帮一个陌生人 背着黑过 现在是我的人 在和那些土匪战斗 你大致不知道我的规矩 原来徐小贤 果然是想偏了 唐巫王愈发地轻松了起来 他端着茶盏瞎了一口 茶水已经凉了 说说看你的规矩是啥 这打起来一个不好就要死人 若是我的人死了 每一个人要赔偿抚续金一百两银子 这钱 给你戳 唐巫王倒吸了一口凉气 抚续金 朝廷也有 却仅仅只有十两银子 这徐小贤是在敲诈阵啊 你不信 去岁去梁州城 本少爷跟着梁一县的捕快 押借税粮税盈 途中遇见了黑风寨的土匪 幸亏本少爷带着一群护卫队 最终弄死了黑风寨的那些土匪 但本少爷的护卫队 也死了五个伤了十三个 这规矩就是在那时候立下的 在你的眼里 他们的命或许分文不值 但在本少爷的眼里 他们的命比皇帝老儿都还要金贵 唐巫王又瞪大了眼睛 云皇后心肝砰砰直跳 生怕徐小贤又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 魏公公上前一步 唐巫王却将杯子递给了魏公公 侦查 退一边去 徐小贤丝毫不知道 他正站在死亡的边缘 我今儿个就好生地教教你 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 你明白吗 他们若是战死 对于他们的妻儿而言 就是这天塌了 他们的妻儿 未来的日子怎么过 他们失去了丈夫 失去了父亲 也就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给你说这些 也是白费口舌 罢了 徐小贤很生气地摆了摆手 总之 我的人没死 咱们啥是没有 若是我的人死了 你若是不赔付这府续镜 你别想走出这百花镇 魏公公 他放下茶盏忍无可忍 他一声大吼 大胆刁鸣 徐小贤转头 就恶狠狠地盯着魏公公 你这公鸭嗓子 怎么跟个嫣人一样 你家主子在这 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不懂规矩 要不要本少爷教教你 你 魏公公的手 又按在了剑柄上 他活了一辈子 哪里被人如此对过 退下 唐无望力声地说了一句 魏公公极为不甘地 退到了后面 唐无望对徐小贤这番话 和这番表现 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心里是极为赞赏的 他原本以为 徐小贤就是个文弱书生 最多也就是懂一些经商之道 却没有料到 这小子还很有性格 就是要有这样刚强的性格 否则以后怎堪大用 但对于徐小贤的那份慈悲心 他是不认同的 一个人若是太慈悲 就会有许多的羁绊 做任何事 就会有诸多顾虑 古往今来成大事者 莫不是有一颗坚硬如铁的心 那些太过慈悲的人 要么死得早 要么就只能出家 去当和尚 论语 太薄 有言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之之 这百花镇 既然是你一手建立起来的 这百花镇的所有人 既然以你马首是瞻 你就是他们的首领 作为一名首领 我倒是觉得 你要懂得育民之道 他们是为守卫百花镇而亡 你要做的 应该是召集更多的百姓 来保卫百花镇 至于抚恤金 可以有 却不能过 因为那样就变成了 他们在为银子打仗 而不是为你而战斗 徐小贤顿时笑了起来 你不会懂得 百花镇是我的 也是他们的 是大家共同的 凭着我一个人 我见不成二斤的百花镇 凭着他们 也没有现在的百花镇 这是相辅相成的存在 没有谁比谁更高一等 欲民 便是愚民 民可于一时 却不能于一世 这和谁可在周亦可复周 是一个道理 将百姓视为人 他们便会尊称我一生少爷 若是将百姓视为猪狗 视为可利用的工具 那么百姓也会同样看你 这就是公平 你是个生意人 你不懂 对于徐小贤和唐无望 这番论民的话语 无论是大管家 还是云皇后 都在安静并且仔细地听着 大管家忽然发现 自己对小少爷的了解 是极少的 云皇后也察觉到 对徐小贤的认识 仿佛冰山一角 原来徐小贤 对老百姓的态度是这样 他将每一个人 视为平等地位之人 哪怕是自己 这风竹残年的残疾老者 他也一视同仁 所以 这就是他说的公平 细细想来 这样的公平 局限在百花镇 这样的一个小地方 而当年少爷 想要追寻的公平 只不过是着眼于天下罢了 将这百花镇 放大无数倍 那么他就是天下 大管家的 那双昏花的老眼 又亮了起来 他忽然看向了唐无望 那把刀蠢蠢欲动 似乎又想砍唐无望两刀 云皇后并不理国事 但此刻 听了徐小贤的这些话之后 忽然觉得 好像极有道理 若是按照他这样的思想 去治国理政 似乎大臣官民之间的 对立关系 也能得到缓解 甚至成为一体 唐无望皱起了眉头 他是皇帝 在他的概念里 天下万民 皆是 他可驱使之辈 徐小贤摇了摇头 呲笑了一声 再说回你刚才借用的那句话 伦宇 太博的这一句断句 不是你这样断的 他的全句 应该这样断句才对 心于诗 利于理 成于乐 民可 使由之 民不可 使之之 怕你听不懂 顺便向你解释一下 圣人的意思是 诗 乐 这三样东西 是教化民众的基础 作为上位者 要抓好这三样 如果人民掌握了诗乐理 好 就让他们自由发挥 上位者无需干涉 如果他们玩不来这些东东 那我们就要去教会他们 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 圣人之义不是渔民 而是要教化万民 你瞧瞧你 家财万贯 却没有文化抵御 可要记住了 不然这话说出去 会让人家笑话的 唐吾旺被徐小贤这么一批 他的那张老脸 顿时就挂不住了 一时青一时白一时红 他迷茫了 他弄不清楚 那一句话 究竟是不是应该 像徐小贤说的那样断句 他所知道 就是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之之 他觉得 这话说得对 但徐小贤忽然这么一段句 民可 使由之 不可 使之之 这意思顿时就反了过来 由利用变成了教化 那么 究竟怎样断句 才是正确的呢 唐吾旺决定回宫之后 去问问宿明杨苏公 不过这不影响 唐吾旺心里 对徐小贤学识的佩服 这小子科班出生就是不一样 那戒缘 当真实至名归 可惜了 这小子不去参加会试 不然再得个状元 那真的这个女婿 可就风光了 唐吾旺这老丈人 看女婿也越来越欢喜 她捋了捋下巴上的那一座短须 正要表扬徐小贤两句 学堂的外面 忽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然后有悲戏的呼喊声 徐小贤抬头 来夫从外面跑了进来 浑身血淋淋的 哐当一声 来夫将那把砍缺了的大刀 丢在了地上 少爷 呜呜 他哭着冲入了凉亭 魏公公慌忙一栏 来夫一撩手臂 将魏公公给掀到了一边 魏公公大害 枪 他拔出来见 唐吾望一声大吼 你给 给我出去 逼 老爷 出去 魏公公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 来夫浑然没有注意 他正撩着衣袖插着眼泪 少爷 我 我好痛 卧槽 徐小贤知道来夫这问题 这家伙应该有病 有那种恐惧症的病 别怕 少爷在这 快给少爷瞧瞧 来夫转过身子 将屁股凑到了徐小贤的面前 屁股上有个洞 这时候倒是没流血了 这次的自愈能力特别强悍 还有呢 还有这里 和这里 来夫抬起左臂 肋下中了一刀 腰上也中了一刀 这伤势就很严重了 徐小贤皱起了眉头 哪里来的敌人 有多少 按照来夫现在的武功 要将他伤成这样是挺难的 那就说明 敌人很厉害 人数还很多 听说是 是什么北魏瑞士 有1500人 徐小贤心里一沉 他听简秋香说过 北魏瑞士的厉害 只是这北魏瑞士是国家的军队 可不是土匪 他们为啥跑到了这里来 你坐下 给少爷详细说说 来夫又哭了 少爷 小人屁股中了一剑 不能坐呀 这特么的 总没可能我来抱着你吧 那你简单给本少爷说说 咱们死了多少人 伤了多少人 呜呜呜 少爷 都是小人不够厉害 小人没有保护好他们 小人砍死了386个 但咱们这边也死了327个 伤了123个 唐巫旺陡然一惊 他当然知道 来的是北魏瑞士 只是他没有料到 这个哭哭啼啼的大汉 居然杀了386个人 那可是这儿八经的北魏瑞士 可不是什么土鸡娃狗啊 他是刀锋的人 这么说来 刀锋非但没有生锈 反而比以往更加厉害了 那这一战 刀琪有没有赶伤呢 他给了刀琪命令 不允许刀琪进入百花镇 对于那一战 此刻他一无所知 大管家也大吃了一惊 他知道 来夫是护卫队的人 这么说来 北魏瑞士首先遇见的 是在山里训练的护卫队 那刀锋有没有赶伤呢 徐小贤很生气 他站了起来 拍了拍来夫的肩膀 你先带着所有的伤员 去城里周氏医馆 让郎中赶紧给大家包扎治疗 所有费用寄在少爷的头上 你给周掌柜的说 用最好的药 不要让弟兄们留下后遗症 快去 好 少爷 那小人 小人走了 来夫哭着离开 走路的时候 两腿都在打颤 徐小贤这时候 我不要你的解释 三百二十七人啊 你知不知道我这边死了三百二十七人 魏公公又冲了进来 大胆 滚 徐小贤一声怒吼 将二品中的高手魏公公 给吓得退后了两步 他又看向了唐巫望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他的拳头垂在了石头桌子上 喷喷喷地响 这意味着三百二十七个家庭的破灭 他深吸了一口气 满脸愤怒地 在凉亭中焦躁地走着 这特么简直是非来横祸 赔钱 每人一百两银子 伤者每人三十两银子 一个字都不能少 妈的 北魏瑞士 杀了老子三百多个弟兄 这笔血债 老子要让你们用血来还 赔钱 或是你引来的 死的是少爷我的人 赶紧的 他们的家人正在悲痛之中 你虽然是个商人 但商人也得讲良心讲道理 徐小贤这时候很生气 是真的生气 三百多号人啊 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 才让他们变得更厉害 却没料到 受到了这无望之灾 一家伙被那狗屁 北魏瑞士 给弄死了三成 北魏瑞士这笔账 少爷我记住了 山不转水转 水不转路转 总有一天 少爷我要带着他们 连本带息的 把这笔账算了 唐无望这时候 也很生气 老子是堂堂大臣皇帝 他们是你徐小贤的人 他们更是老子 这个皇帝的人 就连你徐小贤 同样是老子的人 你凶个屁啊 再凶 老子堕了你 于是 唐无望也站了起来 双眼一瞪 气势汹汹的吼道 震 震 没钱 要命一条 要钱没有 你想怎么着 哼哼 滚刀肉 少爷我最会切的 就是滚刀肉 来人 外面的寒丘山一听 立马带着五百 还能战斗的 护卫队队员 冲入了百花学堂 徐小贤和唐无望 大眼瞪着小眼 他指了指那五百人 梅儿一条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给少爷我瞧瞧 他们谁的身上 没有沾满鲜血 那是敌人的血 那敌人原本是 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给不给 三万六千三百九十两银子 唐无望没有转头 他一直盯着徐小贤 身后的魏公公 握着剑柄的手心里 都冒出了汗来 他此刻担心啊 徐小贤可不知道 这位爷是皇帝 在这偏远的百花镇 万一徐小贤发了疯 将皇上给砍了 这血血了百花镇 也就不回皇上的命了 我若是不给呢 很好 忘了告诉你 本少爷有精神异常之症 他的手从袖带中取了出来 手中骇然握着 一把锋利的匕首 他的这一匕首正要递出去 魏公公的剑枪的一声出了鞘 大管家的手握住了刀柄 就连云衣戎也拔出了剑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 一个声音陡然响起 慢 云皇后说话了 都把家伙收起来 他看向了徐小贤 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 这孩子 差点惹出了破天大祸来 于情于理 这抚恤金该我们出 魏敬贤 取银票给徐公子 好 越来客战 皇家刀旗统领 相谷丹西 跪在了皇帝唐吾旺的面前 三万六千三百九十两银子 唐吾旺背负着双手站在窗前 窗外是梁义县的街道 街道上有几许行人 他扬了扬眉 转身看向了相谷 朕若是没有缴纳那三万六千三百九十两银子 徐小贤当真就敢赐正义匕首 或者将朕给扣押在百花镇 小人该死 小人这就捅兵去剿灭了叛贼徐小贤 绞杀徐小贤 唐吾旺忽然笑了起来 绞杀他干啥 对了 朕将三公主许配给了徐小贤 当然 他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 他已经是朕的女婿了 相谷一惊 抬起了头来 那张英俊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恶然 他的嘴唇动了动 却没有说出一个字 而是又垂下了头去 朕知道 你倾慕于三公主 你是东郡侯府下重山的外甥 算起来 你和若曦也是远房表兄妹 朕还知道 夏昭蓉对你很喜欢 曾经对你父亲向前提起过一嘴 说等若曦长大了 将你招为驸马 朕叫你来 奇艺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 你放弃对三公主的等待吧 京都女子那么多 便再去寻衣良配 其二 是想问问你 当时的战况究竟如何 相谷深吸了一口气 双手抱拳一礼 回陛下 我军抵达战场的时候 百花镇护卫队 已经和北魏瑞士 杀得难解难分 当时之战局 百花镇护卫队 以一千人对北魏瑞士一千五百人 他们非但没有落入下风 甚至还全面盖过了北魏瑞士 他们的个人能力很不错 协同配合的能力更强 陛下 那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 他不是什么护卫队 他的战斗力比支刀旗 若是在山林中作战 他们比刀旗应该更厉害 刀锋未曾参战 刀旗也未曾参战 因为当我们抵达之后 战争很快就已经结束 他们的刀法和我们的完全一样 应该是简秋香派了人专门训练的他们 但他们的战术战法 却别具一格 末将以为那战法就像是一种艺术 哦 唐吾望皱起了眉头 怎样的一种艺术 末将也说不清楚 他们攻防有序 以百人为风使 使奸是一员猛将 这人武力极高 并且汉不畏死 他带着百人 凿入敌军主阵 两翼各有数百人为风 如蝎子一般将敌人分割 然后击杀 杀敌效率之高实为罕见 战役之强 堪比刀骑 相鼓抬起了头来 末将听闻 这是徐小贤训练出来的私军 末将斗胆一问 他训练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 异于为何 唐吾望没有吭声 他在梁亭里复音票的时候 问过徐小贤这句话 徐小贤给他的回答是自保 唐吾望是相信这两个字的 因为徐小贤没有当官的野心 他就想窝在这梁义县 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徐小贤不但拥有了一支 强悍的护卫队 他同时还握住了刀锋 那么 护卫队是不是 刀锋帮他训练出来的呢 唐吾望不知道 却觉得理应如此 因为徐小贤是个书生 他哪里懂得带兵打仗 训练战士的那些法子 但刀锋懂 百花镇有壮年男子近万 如果徐小贤又赚了足够的银子 他当真可以武装起 一支强悍的军队来 要不要他成长起来呢 唐吾望陷入了矛盾之中 人是会变得 现在的徐小贤 可若是当他手里握住了强大的军队 再有大管家 或者是剪秋香 在一旁推不助澜 他们若是告诉了徐小贤的身世 当徐小贤知道他的父亲 就是徐云楼 就是死在了漠北战场上的 那个开国大元帅之后 他还会干预在这里平庸吗 他会报仇 他找谁报仇 当然是找朕报仇 朕怕他报仇吗 朕当然不怕 那就让他成长起来 看看他 有没有他爹徐云楼那样的本事 你退下 记住 徐小贤是朕的女婿 朕将知道了 相谷退下 云皇后这才疑惑地问了一句 谁干的 唐吾望沉默许久 眉间紧锁 望向了京都方向 却没有回答 徐福 徐小贤回去得很晚 因为作为百花镇的镇长 他要将那些抚恤金 发放到每一个家庭的手里 失去了丈夫或者儿子 这些家庭 当然充满了悲痛的气氛 他得安抚好他们 让他们接受这个现实 重振勇气 去面对未来的生活 他带着王富贵和李大爷 云一荣推着大管家 他们走在百花镇 各个村子的路上 一直忙到了深夜 而后他才乘坐马车 和十月一道 回到了梁义成 又去周氏医馆 看望了莱福等商员 这才回到了家里 很是疲倦 智蕊未曾睡去 纪月也未曾睡去 莱福回来了一趟 告诉了他们 百花镇发生的这件事 虽然少爷未曾有危险 但他们依旧牵挂着 依旧在咸云水泻中 苦苦地等着他的归来 徐小贤来到咸云水泻 在看见了纪月和智蕊之后 便露出了笑脸 那一身的疲惫这一瞬间 仿佛就消失了 他觉得 是经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深夜归家 有亮着的指路的灯 还有灯下等候的人 这就是家了 少爷 没事吧 智蕊站了起来 双手捏着一百 鼻翼两侧的那几颗小雀斑 在灯光下都紧张了起来 能有什么事呢 放心 你少爷我福大命大 再说 我可没在战场 我在镇子里 哦 那就好 看来福回来时候 血淋淋的那凄惨模样 少奶奶可 可揪心了 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该死的贼子 这些糟天杀的 不是 少爷 你还没吃晚饭吧 肚子咕噜噜一叫 徐小贤才尴尬地发现 忙活了半宿 还真没吃饭 少爷少奶奶 你们说说话 我下面给你们吃 鸡汤面 如何 好 挤得多放几粒葱花 好 智蕊如一只黄色的蝴蝶一般 欢喜地飞走了 凉亭里一直温情默默地 看着徐小贤的妓院 这才开了口 听说死了不少人 嗯 死了三百多个 弄清楚了 是哪里来的敌人吗 北魏瑞士 是来杀那个富商的 哦 你没见过 徐小贤深吸了一口气 哎 抚恤金倒是将那富商出了 可三百多个活生生的人啊 妓院为徐小贤 蒸了一杯茶 安慰道 这种非来横祸 谁也无法料到 你千万不要自责 往后给他们的遗孤 安排一些好一点的工作吧 也只能这样 去补偿了 徐小贤点了点头 端起茶盏来喝了一口 眉间 微醋 那对富商夫妇有些奇怪 哪里奇怪了 看起来 他们和常博好像熟识 当然 也可能是他们 在百花镇和常博刚认识 云一荣说 他们的口音是金枪 就是京都的调子 但又不完全像 你说是行商吧 这个时候 正是南来北往 最为繁忙的时候 可他们却在梁义县 待了好几天了 还三不五时的 就在百花镇闲逛 徐小贤疑惑地摇了摇头 依我看来 不像是什么行商 倒像是游人 嗯 还是有钱的游人 你知道吗 死伤那么多人 要赔付三万六千多两银子 他们带着的那 公压嗓子的管家身上 居然有许多的银票 他们当场就给了银票 但我看他们那管家 收起来的匣子里 恐怕还有这个数 徐小贤的眼睛 这时候忽然闪烁了起来 他俯过身子看着纪月 我想让大管家 派几个人去 将这副商给抢了 纪月一惊 瞪大了眼睛 这 这不和土匪一个意思了吗 嘿嘿 大管家他们那群人 本来不就是土匪吗 这是他们的老行当 徐小贤将屁股 往纪月的身边挪了挪 又贼兮兮地说道 现在咱们可缺银子了 若不能赶紧弄点钱回来 这个月给村民们开的工资 都付不出去 杀父继贫这种事 不是挺正常的吗 他一个外乡人 干他一票 他也不知道 是我们干的呀 纪月咽了一口唾沫 可别 你是谢元郎 可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娘曾经说 抢劫这种事容易上瘾 因为不劳而获 你别担心 账上没有银子 付给村民们报酬 今儿个我在咱们这户头上 存入了一万两银子 按照时间算 娘亲和沈大伯他们 最迟下个月也就回来了 他们回来 就会带回售卖那些商品的银子 另外 梁州城那边的销售很不错 尤其是百花手指 真的供不应求 而月末也该回款了 所以 流动的银子不用太担心 倒是手指的作坊 我建议再多开一两个 徐小贤的手 落在了季月儿的小蛮腰上 有些痒 少女像猫一样缩了一下 别皮 说正是呢 手指的销量大利润高 根本不会有积压 回款也快 痒 待会智蕊会过来 你的手 徐小贤的手 在季月儿的腰间游走 她的嘴凑到了季月儿的耳畔 那炙热的热气 熏得少女一阵迷醉 对了 那小母牛已经配了种 但母牛怀孕 也得要九个月 所以木瓜牛奶汤还得等等 季月儿缩成了一团 脸色飞红 难以自己 她的心肝砰砰直跳 有些口干舌燥 那玩意儿 真的有用 肯定有用 你像过我弄出来的东西 可管用了 摸摸 季月儿双臂一夹 别 智蕊要过来了 下面没那么快 季月儿一想 双臂松动了一些 徐小贤的爪子 从季月儿的腋下绕过 姐姐 你们在干啥 咸云水泄外 季仙一脸茫然好奇地看着 徐小贤抽手坐直了身子 季月儿狠狠地瞪了季星儿一眼 这么晚了 你来干什么 季星儿一正 我还想问你呢 这么晚了 你还不回去 你是想干什么 我想吃面 鸡汤面 季星儿眼睛一亮 她走入了水线 坐在了二人的对面 我也想吃面 没煮你的面 兮兮 那我去叫智蕊多煮一碗 这能怎么办呢 唉 只能盼望着丈母娘早些回来 和季月儿早些成了亲 就没有现在这干柴烈火 还点不着的这种难受了 百花镇 大管家的四合院里 云一荣下厨弄了几个菜 但是没有酒 徐小贤不松口 这镇上的人 也买不了酒房里 酿出来的壮与红 季风和望月 坐在大管家的两侧 云一荣坐在了大管家的对面 桌上的菜还一口未动 倒不是她的手艺太差 而是望月和季风 正在向大管家说着 瞿山所见的那一战 小少爷的这支护卫队 极不简单 季风想了想 又道 当年咱们刀锋和北魏瑞士 打过一次 不过战斗的环境 是在平原 而不是山地 刀锋有着骑兵的优势 那一战咱们赢了 觉得赢得也不是太困难 可若是刀锋没有战马 面对北魏瑞士出了名的方阵 要赢恐怕也要付出巨大的伤亡 可百花镇护卫队 用1000人 杀光了北魏瑞士的1500人 这其中当然有护卫队 对地形的熟悉 也有他们以一代劳的缘由 可护卫队毕竟是护卫队 他不应该具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这只护卫队用的刀法和刀锋一样 都是业语刀法 这个不难理解 简大当家完全可以请他的师兄弟 来教护卫队的刀法 但我更看重的是 他们战斗的方式 大管家那两道稀疏的眉毛一扬 说说看他们的战斗方式 有何不同 协调 虽然我们到的时候 战斗已经进入了尾声 战场很乱 但我依旧觉得他们的攻防 很是协调 这种感觉怎么说呢 望月这时候说了一句 就像是一个人 在和一大群人战斗一样 对对对 就是望月这话的那种意思 他们进退有度 攻守有序 当然除了来福 来福就是少爷府上 原本的一个家丁 最为勇猛的那一个 我倒是觉得 正是因为来福的勇猛 才让整个护卫队 成为了一个整体 望月顿了顿又到 当来福提着大刀 破开敌阵的时候 我看见其余两翼的所有人 都在他的刀落下的那一 瞬间插入了进去 敌人在那一刀之下 极为慌乱 这一慌乱就乱了阵脚 两翼的队员手里的刀 便能轻易地收割了 那些敌人的命 将这个口子撕扯得更大一些 我就没见过 像来福那样的疯子 他似乎就知道一个字 冲 他在不停地冲 一刀接一刀 不知疲倦地冲 他的这种冲撞极有气势 逼迫着敌军不得不退 不得不放开 对 他就像一枚 敲入进去的蝎子 那口子会越崩越大 两翼的人就能越杀越宽 直到将敌人主阵给凿川 然后分割成两半 再逐一击杀 大管家听着两人的描述 脑子里在推演着 当初战场上的形势 过了片刻才点了点头 这么说来 小少爷这一千人 完全具备和刀器一样的实力 若不上马 他们或许比同等数量的 刀器更强 这一战 小少爷损失了三百多人 他肯定会再补充人手 你们觉得 要不要将刀锋的人弄进去 望月和孝风对视了一眼 点了点头 我觉得 刀锋需要学习那样的战法 也不知道那战法 出于那位兵法大家之手 好 改天遇见了小少爷 我给他说说 大管家拿起了筷子 菜都要凉了 吃饭 四人开始吃饭 大管家一边吃 一边看了云一蓉一眼 一蓉啊 这些日子 你对我多有照顾 我呢 也将你当孙女一般地看待 家里的这些事 你知道就好 我们对小少爷绝无二心 都是为了他能得更好 这百花阵能够更好 但刀锋以及刀锋 未来的所有事情 你要记住 不要对外面的任何人去说 一个字都不要说 一蓉明白的 要说护卫队那训练的法子 我倒是知道一些 哦 那是谁出的主意 大管家问了一句 不是别人 就是少爷弄得 名字叫 特种训练手册 最初是由来福来训练他们的 那时候只有三百来人 后面百花阵的人多了 才有了一千人 也才有了寒二叔他们 来接手训练 大管家三人 此刻都顿时吃了一惊 你说这什么 特种训练手册 是小少爷写出来的 护卫队就是按照 这里面的法子训练的 云一蓉点了点头 嗯 这在当初不是什么秘密 李大爷 他们也知道 只是后来百花村 变成了百花阵 知道的人就很少了 哦 大管家放下了筷子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那这件事 以后也不要再对外人说起 望月和孝风就很震惊了 对于这位小少爷 他们感谢他 提供了这么好的生活场所 但若是要说 他们心里对小少爷已经归顺 这确实有些勉强 他们从山里出来 在百花镇也待了三百来月了 小少爷是有本事 但在他们看来 小少爷的本事 就是捣鼓出了那些新奇的玩意儿 来转了银子 他们是军人 正儿八经的军人 他们对转银子这种事 没有多少兴趣 从来都觉得 只要能够养家糊口就行 他们对战争感兴趣 对刀法感兴趣 对兵法更感兴趣 他们从未曾想过 那位文弱的小少爷 能够写出这样厉害的兵书来 此刻 小少爷徐小贤的形象 顿时就变得清晰 甚至高大了起来 因为只有他们才明白 要将一支千人部队训练的 如同一个人 这其中的难度得有多大 这要求每一个人绝对服从 要求他们在任何时候 都知道自己在战场中的位置 知道自己现在该做什么 以及接下来该做什么 护卫队不是小少爷亲手训练的 他仅仅是 写了那么一本特种训练手册 他就让训练的教官 做到了化千人为一 那是怎样的一本手册呢 那必然是一本极为厉害 极为高深的手册了 所以我时常给你们说 小少爷齐心若冤 我知道 你们以往是不太在意的 但现在 你们明白了没有 所谓文韬武略 文韬就不必多言 这武略 小少爷虽然本身没有什么战斗力 但小少爷有脑子啊 作为义军主帅 最为重要的是什么 是脑子 只能是脑子 而你们 此后跟着小少爷去走 一切都听他的吩咐去做 这就对了 唐吴旺依旧如往昔一般 早早就起了床 他在这越来客栈的院子里 打了一趟拳 在魏公公的服饰下 沐浴了一番 和云皇后坐在了桌前 用起了早餐 昨儿晚上 我想了许多 云皇后放下手里的馒头 抬眼问道 想是谁将消息透露给北魏的 唐吴旺摇了摇头 这事儿不用去想 我想的是许小贤 云皇后一惊 你想他作甚 这百花手指 梁亦县才卖十文钱 可那些奸商运到京都 居然敢卖四五十文钱 宫里买了许多 这让正亏了多少银子 再说那百花一堂 他在梁亦县售卖的价格 比京都便宜了一半 宫里每年采买的一堂也不少 正这又亏了多少银子 那闻香同样如此 在梁亦县 才卖五十文钱一盒 云娘 这些玩意儿 可有着巨大的市场 你说 我若是将他的这些产业给收了 变成皇家产业在全国售卖 这能赚回来多少银子 云皇后坐直了身子 抿了抿嘴 盯着唐无望 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这事儿 你可千万不要这样干 为啥 这百花镇依旧是百花镇 百花镇的产业 正又不搬走 他们依旧可以在百花镇安居乐业 徐小贤 正委任他为皇室产业大总管 由他管理所有生意 这又何不好 云皇后语重心长地说道 皇上 那些产业 都是徐小贤辛辛苦苦 才创立出来的 你当然可以凭着强权 将他的那些产业给收了 虽然看起来 你给了他一个大总管的皇家身份 但那孩子 不是给争名夺利的性子 他就想待在这良意线 守着那百花镇过一辈子 你如此一做 他或许能够更加富裕 但他真的会开心吗 再说 他那性子昨儿 你也见到了 柔中有刚啊 你觉得他会答应吗 臣妾敢保证 你如果要将他的那些产业给夺了 他就敢将那些产业毁了 甚至 甚至 他就真的敢带着刀锋和陛下 对着干一场 皇上 你那样做 对徐小贤不公平 又不公平 唐吾旺振了振 埋头喝了两口粥 好吧 这事 我不会抢求 但还是想问问他 有没有这样的心思 吃饭 待会咱们 就去见见张桓公 接儿个再找个时间 去徐小贤的府上做作 晚上请他去淡水楼吃吃饭 吃饭的时候 正在探探他的口风 你放心 朕说了不会抢来 就不会抢来 说完这话 唐吾旺转头问了魏公公一句 华神医到哪里了 我今儿个觉得有些头痛 回 老爷 华神医正向梁一线赶来 暗一位佐儿 说他今儿个会到 昨儿傍晚 梁一诚来了足足十辆马车 这些马车从梁州城而来 是阮氏纸业的马车 送来的是石车的手指 张氏纸业所造的手指 与马车同来的是 阮氏家族阮行远的大公子 阮金天 被父亲派到这破地方 阮金天当然不高兴 自从去岁周延望内斯 被徐小贤弄死之后 梁州城的势力 发生了一些变化 而近梁州城 有了鼎鼎大名的四位公子 他阮金天 便是梁州四公子之一 另外还有三位 一个是柳氏染房的 大少爷柳氏月 一个是武士延场的 二公子吴子靖 另外一个 则是梁州最大的 不商销氏绸缎段的 二少爷萧炎 梁州四公子 都是商业世家的子弟 没有了官场的 像周座这样的二代压制 他们终于能够扬眉吐气 在梁州城耀武扬威了 那被一把大火 给烧了的梁州城兰龟方 竟又建了起来 比以往更显豪华 关键是 里面的小娘子 全是新来的 这兰龟方 才刚刚开张六天时间 里面的花魁还没有诞生 自己支持的云彩 可还在眼巴巴地 指望着他 给他提振名气 没料到 父亲居然强令他 压制这批 货到梁义县来看看 这破地方 有什么好看的 父亲说看看 徐小贤要如何应对 这该死的徐小贤 你他妈这是 坏了少爷我的好事啊 睡到日上三竿 才起床的阮今天 很不爽 非常不爽 看什么都不爽 阮小二 早饭就是这东西 阮大少爷将筷子一扔 这特么是人吃的吗 我家狗都比这吃的好 你就是这样招待少爷我的 阮小二吓了一大跳 连忙躬身回道 大少爷 梁义成这地方 真的不能和梁州聚比啊 这已经算是 梁义成最好的早餐了 要不 要不晚上小人 再带大少爷去淡水楼吃吃 那地方的饮食 做得真的好 为什么不是中午就去 阮小二一正 咽了一口唾沫 大少爷 今儿个是咱们这手指 正式上市 售卖的日子呀 徐小贤那小子 咱们尚不知道 他还有什么手段 今儿个这第一天 肯定得将徐小贤的那 百花纸叶给打压下来 不盯着 这 这万一出了岔子 小人不好向家主交代 大少爷您 只怕二娘会趁着这机会 在家主的面前 说您的坏话 阮今天一想 这阮小二说的有些道理 二娘那个贱人 也有一个儿子 那就是 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阮伟的 他可是做梦 都在想着 如何将阮氏这偌大的家业 掌管在阮伟的手里 可不能让他给得逞了 对了 这次父亲拍自己到这来 会不会就是他的主意 这女人心思极为阴狠 母亲说不定就是他给害死的 幸亏父亲尚未糊涂 没有将他立为主母 那这件事 本少爷就把他办得漂漂亮亮的 让父亲对自己刮目相看 等本少爷继承了家业 哼哼 你们都得给本少爷滚出去 他如此阴策策一想 对这件事上了心 也来了兴趣 给本少爷取一双新的筷子来 吃完饭 咱们就开门营业 务必要将徐小贤的百花手指 给打压得永远爬不起来 宣传 对 宣传 你现在就去找人 在梁亦成的大街小巷 都张贴上阮氏手指上市的消息 直接告诉所有人 咱们阮氏的手指 只卖八文钱一卷 亏损多久 弄死他 本少爷就能回梁州城享福去了 快去办 给你一个时辰的时间 一个时辰之后 阮氏纸业正是开门一面 天光微亮 徐府前院的那扇门开了 纪中坛穿着一身官服走了过来 常微围着他打着转 智蕊正在厨房里煮着豆浆 蒸着馒头忙活着 四喜和丸子在打扫着卫生 他们见到了纪中坛 纷纷躬身行李道了一声枣 纪中坛走入了主院 徐小贤刚刚起床 他洗漱了一番来到了咸云水县 煮上了一壶茶 听说左儿百花镇遇见了袭击 徐小贤点了点头 将昨天百花镇发生的是详细地说来 纪中坛皱起了眉头 这个中年男子看来 身份不仅仅是个巨伤这么简单 徐小贤一正 伯父有何高见 你想想 北魏瑞士是和大臣刀琪一般的存在 大臣会派出刀琪跨国 去对付北魏的商人吗 这显然不可能 除非是这个商人的身上 带着关于大臣的秘密 还是极为重要的秘密 那么北魏瑞士 既然是潜伏在渠山里 为的是干到这个商人 那么这个商人 要么就是掌握了北魏的某个秘密 要么 他还可能是大臣的某个高官大员 不然北魏不会费这么大的力 来做这么危险的事 徐小贤也皱起了眉头 他又仔仔细细地想了一遍 这个商人的行迹颇为可疑 他在梁义县已经待了十来天了 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百花镇 我原本以为他会是宣州府张士的人 是去百花镇偷学手指的造纸工艺的 但根据百花镇的线报 他仅仅是在百花造纸作坊前看了看 他更感兴趣的是那状元红 这就很奇怪了 我还去问过刘呢 他说 这一行人是从梁州那边来 那么他们就不是从上阳县方向过来的 也就和北魏无关 他是南来 而不是北归 那么他就没可能带着北魏的秘密 如此一分析 徐小贤忽然瞪大了眼睛 他俯过身子看着记中谈 对了 梁州次立户部不是至今都没有颁发委任状吗 也就是说 谁都不知道梁州次立是谁 但其叔父已经回了北梁府 这梁州次立肯定不能空着 伯父 你说会不会是新上任的梁州次立 他跑到咱们梁义县来调查了 记中谈一惊 想了片刻摇了摇头 就算他是新来的梁州次立 北魏杀他干啥 看他的年龄可有些阅历了 徐小贤扣了扣桌子 他以往肯定也是在哪里当官的 对了 他说的是一口并不地道的金枪 这说明他不是京都本地人士 却也在京都当过一段时间的官 他会不会是在京都当官的时候 得罪过北魏 这极有可能啊 咱们大臣和北魏 有着商业上的往来 据说 偶尔彼此的官员 也会就某些问题往来 就拿着墨北三州来说 大臣不是一直想要要回来吗 听说谈判了许多次 也或许是他出事北魏的时候 伤害到了北魏的利益 或者是得罪了北魏的某个大人物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徐小贤这信誓旦旦的分析 说得纪中坛一愣一愣的 他叫什么名字 徐小贤双手一摊 我真没问过 连信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无法去查了 不过徐小贤的这番分析 倒是有些道理 不然如何解释这件事 徐小贤给纪中坛蒸了一杯茶 无论如何 伯父啊 得将这人当成梁州次吏来对待 要不今儿晚上 小侄在淡水楼设宴 请你和他见上一面 这有些不妥吧 这有何不妥的 但戏不能那么严 就是当着不知道他是梁州次吏 就把他当个商人 你以梁义宪父母官的身份 见见商人 听听他们对梁义宪的意见 这有何不可 伯父啊 你这样一做 他就知道了 你是个重农还重伤的好官 他恐怕要不了两天 就要回梁州上任了 这关系打好了 你这以后的日子 才会更好过一些不是 纪中坛捋着梁撇八字胡须 小眼珠子滴溜溜一转 这女婿脑瓜子当真灵活 本官就把他当成普通的商人 在言语间表达自己 对商人来梁义宪做生意的希望 当然也得提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将百花镇作为话题的重点 将渠和水库作为一件大事 将接下来要推广的一天两种 作为明年的施政方针 这是再向一个商人讲解 梁义宪未来极好的前景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带来更多的商人 在梁义宪安家落户 他如果真的是梁州次里 如果是一个想要做出一番正绩的好官 那么这步棋可就走对了 想来他会对自己另眼相看 纪中坛心里直乐呵 脸上倒是沉得住气 他端起茶盏来吹了一口 义正言辞地说道 凡之为官者 当一心用在名上 八姐上官这种事 伯父不屑于去做 但梁义宪若是能够引来更多的商人 对梁义宪的经济发展 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故儿 晚上你就在淡水楼安排一桌吧 把你拿状元红带一坛子来 另外参与的人你找几个 最好是咱们梁义宪的商人 像朱仲举 或者是周若兰他们这样的晚辈更好 因为大家说话的时候 才能更随意一些 气氛也不会那么紧张 这个岳父可以啊 还会立排方了 嗯 有点进步 小侄明白了 保证给伯父安排得妥妥的 对了 要不要把对面兰规方的小姐们 请来两个唱唱曲 这个不能有 那样显得太刻意 也太轻浮 就这么定了 你约好了 他给伯父我捎个信 好嘞 记忠坛起身 背负着双手 走出了徐府 却长长一探 如此看来 齐文俊举荐自己 任梁州 次里这事泡汤了 在这梁义县 当了八年的县令了呀 啊不 今年再加上一年 九年了呀 他仰头望着 渐开了的天 老子还要在这梁义县 待多久呢 哎 石爷 命爷 这辈子 恐怕一个县令 也就到头了 现在只能认命 能够和新任的梁州 次里打好关系 至少自己往后 在梁义县的日子 会好过一点 倒是凡之 这孩子 费心又费钱了呀 记忠坛还不知道 唐吴旺的那道圣旨 正在快马加鞭的 送去京都吏部 徐小贤更不知道 那个地心四海的皇帝 这时候 也正在打着他的主意 徐小贤并不知道 阮氏的手指 已经运到了梁义县 他送走了冀中坛 用过了早餐之后 就带着石月和 四喜坐着马车 来到了百花镇 来百花镇 有两件事要做 其一是看看 能不能遇见 那一对商人夫妇 说好的 今儿晚上摆一桌 席面宴请他们 却不知道 他们住在哪里 也不知道姓甚名谁 可不能放了岳父大人的鸽子 那就只好来这里守住待兔 希望那一对夫妇 今儿个还会再来 其二是 护卫队死了三百多号人 这人员得补齐 不然他觉得没有安全感 再来的路上 他就在寻色 补充入护卫队的人 就不再从别的村子里 去挑选男子了 那一帮土匪 仅还有两千人 在百花镇 混吃等死的过日子 这当然不行 他们既然是土匪 想来有些拳脚功夫 看他们一个个 野人高马大 龙襟虎壮的模样 估摸着弄入护卫队 功倍的效果 徐小贤阴瑟瑟地笑了起来 吃少爷我的 喝少爷我的 你们当然 也得给少爷去做点什么 身旁的石岳 忽然感觉到一股凉意 偏头瞧了瞧徐小贤 孤燕 你这是啥表情 啊 没啥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得给他们找点乐子 什么乐子 让二哥给他们补补课 石岳是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反正这孤燕 稀奇古怪的是多了 他也没放在心上 马车驶入了百花镇 徐小贤又去了一趟 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里 逐一安慰了一番 花了一些时间 费了一些口舌 让他们心里好过了一些 这倒不是他在演戏 这是他真心实意的行为 毕竟那些人 是自己招募入护卫队的 毕竟他们已经死了 说不上死的伟大 但要让活着的人 知道他们死的光荣 当日上三单的时候 他来到了百花学堂 常驳这个门房向来称职 此刻 他果然已经坐在了 门内的那凉亭里 徐小贤走了进去 坐了下来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长伯 你认识那一对商人夫妇 大管家一正 摇了摇头 不认识 他们来百花镇游玩 正好来了这学堂 就进来歇了个脚 喝了一杯茶聊了聊天罢了 哦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 他们姓什么 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大管家心想 莫非昨儿那件事 小少爷还没有迈过去 昨儿太过凶险 小少爷的性子里 居然有如此倔强的一面 若那时候 唐旺真的翻了脸 小少爷焉有命在 萍水相逢 未曾问起他们的事 不过 小少爷啊 得饶人处且饶人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那夫妇二人看来 也就有些银子的商人罢了 老奴觉得 既然他们交了银子 那这事儿 就算是接过去了 可我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才训练出来的人 这其中的成本 还没有和他们算 徐小贤淡然地说着这话 点燃炉火取了茶壶 放在了上面 抬眼看着大管家 一脸的悲愤 百花镇护卫队 是用来保护着百花镇的 我要的是 百花镇所有百姓的生命和财产 不受任何外来的威胁 昨日那一战 倒是检验了一次 百花镇护卫队的战斗力 我对他们这样的战损 很不满意 大管家吃了一惊 你那护卫队 用一千人 全歼大名鼎鼎的 北魏瑞士一千五百人 仅仅死了三百多个 你还很不满意 这战绩若是传出去 恐怕就连大臣刀旗 也无敌自容 小少爷怕是不知道 北魏瑞士的厉害 老奴倒是觉得 护卫队很厉害 只是这次护卫队 死伤五百来人 人员锐减一半 不知道 小少爷还想不想 要将人员补充起来 甚至更多 徐小贤笑了起来 这话有长伯说出来 就好办很多了 不然若是自己 直接找他要人 他恐怕还以为 我在打他 那帮土匪的主意 太多倒不需要 毕竟像昨儿那样的事 属于偶发事件 我打算再招纳五百人 加入护卫队 徐小贤蒸了两杯茶 递了一杯给大管家 喝了这杯茶 我就去镇子里 发动一下百姓 这是一件 需要卖命的事 也不知道 他们还愿不愿意加入 说这话的时候 徐小贤的眼角 一直瞟着大管家 心里有些不踏实 万一这老头不上套 总没可能抢球吧 结果大管家的那双老眼 居然亮了起来 徐小贤心里顿时一喜 下了一口茶 便听见大管家说道 如果小少爷不嫌弃 老奴手里的那些土匪 倒是可以给小少爷去用 遇到这种情况 就不能表现得过于热情 得矜持一些才行 大管家这时候 看着徐小贤的视线 有些炙热 这是最好的 将刀锋顺利过渡 到小少爷手里的法子 只要小少爷同意 以后刀锋就再不存在 或者说 其中的一部分不再存在 他们将变成 百花镇护卫队中的一员 只不过 他们依旧握着刀 依旧有着强悍的战斗力 徐小贤深吸了一口气 放下了茶盏 还想了片刻 这才说道 以后可别再说 他们是土匪 而今他们都是良民 这护卫队呢 我也不瞒着你 我是全权交给韩秋山 也就是我伯母 捡秋香的二师兄 来训练的 我对韩秋山 有几点要求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纪律 就是服从 就是另行进职 长伯 我是不太了解 你的那些人 我担心个什么呢 他们在山里懒散惯了 以前干的那些活 也都是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的那种豪迈勾当 但百花镇护卫队 却不允许这样 护卫队是人民的军队 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另外 护卫队有自己的训练方法 这个训练方法 许多人都会受不了 但要成为护卫队的一员 就必须接受这种训练方法 而且每一年都还要考核 不合格者会被无情地淘汰 徐小贤俯过身子看着大管家 他们能够受得了这样的日子吗 大管家咧嘴一笑 心想 刀锋当年同样是少爷训练出来的 小少爷弄的那特种训练手册 莫非比少爷的训练还要严酷 小少爷放心 老奴保证 他们受得了 如此 你挑选五百人交给寒丘山 对了 你的那些战马这样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 好 老奴让他们带一千战马给护卫队 但这人吃马嚼的粮草 却需要小少爷供给 成交 徐小贤端起茶杯和大管家碰了一下 愉快地将这件事给落实了下来 他的茶杯刚刚才放下 丸子飞快地跑了进来 少爷 少爷 不好了 桃林小柱 这北京之地四月的桃花依旧灿烂 迷醉了云皇后的眼 天井中的那棵桃树下的石桌子旁 大臣皇帝唐巫旺和大臣大儒张桓公相对而坐 桌上是一张棋盘 棋盘上依旧是那一具戴子入朝的残棋 芝齐在石桌旁放了一张小几 小几上煮着一壶茶 然后他退了出去 对于唐巫旺的到来 张桓公是极为惊诧的 这时候他才问了一句 陛下何时到的这良意线 倒是来了十几天了 唐巫旺打量了一下这小柱 淡然一笑 你这地方弄得不错倒是清雅得好 老臣也是这么认为的 樊之说这就是归原田居 无私逐之乱耳 无暗毒之劳行 唐巫旺微微一正 这是他第二次听到归原田居这么个词 前次是昨儿晚上听云皇后说的 云皇后说是徐小贤说的 她说彩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这便是归原田居 此刻张桓说 无私逐之乱耳 无暗毒之劳行 这也是归原田居 徐小贤这小子 还当真想要当个隐士 朕岂能遂了你这心愿 朕这次来 这十几天里 去了多次百花镇 对徐小贤也了解了一些 你怎么看他这个人 张桓公心里一正 他抛出个徐小贤 正是想要判断 眼前这皇帝 是不是冲着徐小贤来的 此刻一听唐无望这句话 他当真是冲着徐小贤而来 是坏事还是好事呢 张桓取了一撮茶叶 放入了茶壶中 咧嘴一笑 陛下恐怕尚不知道 徐小贤这小子 是老臣的望年之交 他说相较于小柱 相望于江湖 皇上 老臣说一句不该说的 这个孩子很好 你既然去过百花镇 多次当知道 那些成年旧事 他早已如云烟 一般飘散 皇上何苦还执着不放呢 皇上给他一条生路 就是给了百花镇 五万多人一条生路 说不定还是给了梁义县 近二十万人一条生路 他是不想当官的 去遂老臣那么想要 举荐他入朝为官 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所以他并不是个 心存大志之人 他之所想 不过就是这样的 无私逐之乱耳 无暗独之劳行的 咸淡日子罢了 张桓公当然以为 唐巫旺是来找 徐小贤算旧账 甚至是来斩草除根的 毕竟徐小贤 是许云楼的儿子 许云楼实实在在 是死在了 漠北战场之上 人虽然不是唐巫旺 亲手杀的 但许云楼 却是唐巫旺 送去漠北战场的 当初也是在这里 和徐小贤 说着天下事的时候 他给徐小贤 说过这样一句话 至于咱们大臣 这北边 大臣的耻辱啊 张桓公无法 对徐小贤去说 这是怎样的耻辱 但为了徐小贤 张桓公必须尽力地 去打消唐巫旺的顾虑 茶主好了 再煮就过头了 唐巫旺 指了指冒着 茶烟的茶壶 未曾对张桓公的 这番话发表看法 他看向了桌上的 这局棋 然后就看了进去 云皇后 在花间长阳的片刻 这才走了回来 坐在了石桌的一旁 瞧了瞧 盯着棋盘的皇上 又对张桓公微微一笑 老大人 转眼快四年过去 老大人在这里可还好 张桓公蒸了两杯茶 递了一杯给云皇后 笑道 承蒙皇后记挂 这些年老臣 在这里一切安好 老臣在竹林书院 挂了个教授的名头 偶尔去给学子们上上课 其余时间 多在这小柱里看看书 事后事后这一片桃林 哦 那倒是清闲 云皇后伸出青葱般的手来 端起了茶盏 忽然问了一句 老大人是如何和婆知认识的呢 张桓公笑了起来 老臣在这梁义县 收了一个女弟子 她就是婆知的未婚妻妓院 去岁也差不多是在四月吧 月儿来找我 带来了两首诗词 云皇后眼睛一亮 樊之作的 正是 能不能给本宫瞧瞧 娘娘稍等 张桓公起身去了书房 片刻之后 取出了一叠纸来 她将其中的两张 递给了云皇后 婆知这小子大才啊 以老臣所见 她才是当之无愧的 大臣第一大才子 云皇后在宫里 见过徐小贤 去岁相试时候的 那两首诗词 她自然知道 徐小贤是真有才华的 此刻听张桓公老大 如这么一说 依旧被吓了一跳 大臣第一大才子 这等评价 若不是亲耳听张桓公说起 她是断然不会相信的 大臣虽然极缺文臣 但大臣依旧有 那么多的少年郎 其中定然有文人雅士 定然有才学极高 尚未被发掘之人 她对这句话 自然持怀疑之态 于是 她的视线落在了纸上 这张纸上 正是徐小贤所作的那一首 《梦江南》 三月三 九曲池头三月三 柳三三 香尘铺马喷金弦 换春山 苦损食余香味美 梦江南 昌门淹水晚风田 落归番 云皇后低声地吟诵着 诵读了三遍 这才倒吸了一口凉气 其一是惊叹于这首词的美 其二是 徐小贤原来一直想要去长安 不是 她仅仅是在回忆着长安 回忆着江南 这最后三个字落归番 才是她想要表达的意思 江南虽好 长安虽繁华 然而不过是一场梦罢了 终不及那昌门的淹水 终究要落番而归 隐于这甜淡的晚风间 这孩子 她未曾出过梁州 她这便是神游了 想来她曾经是期盼 能够去长安的 只是后来便放弃了 而放弃的缘由 极有可能就是 潜碎香识落地 若不是她 去岁时候 婆知就应该来京都参加会试了 经那一场打击 凡之再无斗志 这谁能说得清楚 是好事还是坏事 她翻开了第二张纸 这张纸上也是一首词 正是那首 长相思 便水流 便水流 似水流 流到瓜州谷渡头 无山点点愁 似悠悠 恨悠悠 恨到归时方始休 明月人已楼 云皇后觉得自己的心里 有些隐隐作痛 这孩子 她这长相思 是在思念人吗 不是 她在思念一些事 或许 她知道一些事 恨到归时方始休 明月人已楼 这是她落地之后的绝望吧 若非如此 她何至于受了那打击而封吗 上皇后站在她的角度去 曲解了这两首词 这让她的母爱陡然而生 让她觉得自己 不应该在袖手旁观 应该站在徐小贤的身边 去帮她做些什么 就在这时 唐无望抬起了头来 指了指这棋盘 这举棋有些意思 何人所创 回陛下 这是徐小贤所创 唐无望和云皇后都吃了一惊 又是徐小贤 正是 徐小贤不但创出了这一举棋 她还解开了那一局七星聚会 唐无望愣了片刻 此局 何名 张桓公沉阴片刻 此局 无名 张桓公终究没有说出 这举棋的名字叫 戴子入朝 因为戴子入朝这个名字 能有诸多理解 偏偏她是徐小贤所创 偏偏徐小贤具备戴子入朝的理由 眼前的这位皇上多疑 他若是知道 徐小贤将这棋局命名为戴子入朝 他恐怕会联想很多 那当然是对徐小贤极为不利的 刚才你说 徐小贤解开了 棋监斜千末所创的七星聚会 唐无望起于草莽 他不是什么文人 更不是什么雅士 戴人这个玩意儿 往往就是这样 越是缺乏了什么 就越是对什么上心 自从登基为帝之后 他不能在群臣的面前 表现出自己草莽的那一面 他必须变得更为儒雅一些 至少看上去得有文化一些 于是 他请了不少人来教他 无论是诗词文章 还是琴棋书画 当然 他的主要老师 依旧是苏名杨苏公 但这位棋贤窦千末也是 有淫于配 能够随时入宫面胜的人 窦千末是大臣大儒之一 但博名利 在长安书院挂了个教习的名头 成天都在钻研着棋局 这七星聚会是窦千末毕生 最自豪的一局棋 这局棋唐无望当然见过 还是窦千末在皇宫的后花园 摆给他看的 窦千末说 要解开这局棋 至少需要有金鱼此道者 花费两年的时间 此局在京都极为流行 然而据自己所知 至今这局棋 也尚未能有人破解 可张桓公说 徐小贤破了此局 他当然就难以置信了 张桓公一缕长须淡然一笑 又对唐无望说了一番 曾经对苏妃说过的话 对 婆子解了此局 他仅仅是看了几眼 就将这棋局给破了 唐无望和云皇后 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你可记得 他是如何解的 张桓公点了点头 在棋盘上摆出了 七星聚会的阵势 皇上皇后请看 他一步步地走着棋 唐无望死死地盯着棋盘 将那每一步都记在了脑子中 过了半炷香的功夫 棋走完了 棋盘上各胜三子 合局 等等 你 你再覆盘一次 再慢一点 于是 张桓公又花了一炷香的功夫 再次走完了棋局 结果依旧如此 这一次 唐无望记住了 他很高兴 这破解之法 还未曾传入京都吧 张桓公摇了摇头 这破解之法 目前就老陈 老陈那弟子继院 还有苏妃 就是江南苏府的 那位大才女知道 好 婆子果然大才 唐无望暗自窃喜 等朕回到宫里 将窦千墨给召入宫中 朕和他对于此局 定然会吓他一大跳 这老匹夫 对朕的奇异 向来不屑一顾 甚至觉得 交朕奇异 是在浪费他的时间 朕给了他淫于配 然而 除非朕叫了太监 去书院请他 否则这老匹夫 从不会主动入宫来 和朕聊聊奇异 呵呵 这一次 朕就要让你知道 这破棋 有什么了不起的 朕出巡一趟 闲来无事 得那灵感一撕 不也就解开了 至于以后 徐小贤进了京都 窦千墨就算知道了实情 那也是一年半载之后的事了 他想着窦千墨 看着自己轻易 破开这七星聚会之后的 那副震惊 痴别的模样 顿时就笑了起来 婆知这孩子 朕来梁一线 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是要对婆知 做出什么不利之举的 你在京都那么些年 理应知道 朕也不是那种 刻薄寡恩之人 徐小贤是朕的大哥 大臣开国大元帅 徐云楼的儿子 有些事你不知道 但现在 朕得给你说的 稍微明白一些 朕一直关注着徐小贤 若不是朕看着 他或许早已夭折了 另外 大哥徐云楼 在漠北战场阵亡 也不是坊间流传的 朕故意致开国功臣于死地 朕本以为 总之 你是朕第一批启用的大臣 当年你对朕说的 那些尖酸刻薄的话 朕已经统统都忘记 朕也不再责怪于你 毕竟你的出发点 是为了大臣 但那些事 无法操之过急 不然会给大臣带来灾祸 张桓公微醋着眉头听着 心想着皇上 又在口是心非地说话了 不过我已经老了 早已告老 归于此间 他来解释这些 是个什么意思呢 他真的一直关注着徐小贤吗 张桓公难以判断 但既然他说了 不会对徐小贤 做出不利之举 这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或许他良心发现了吧 听听他来梁义县 究竟是为了个啥 张桓公给唐巫旺 和云皇后蒸了一杯茶 唐巫旺瞎了一口 又道 朝堂之上的那些争斗 朕都看在眼里 对于有些愉悦了行为 朕也有安排布置去处理 桓公啊 朕不是个昏君 朕也想将这大臣 治理的国泰民安 但大臣的底子薄 人才欠缺 而朕的身体又有样 没有那么充沛的精力 去办更多的事 这次离境来梁义县 朕是想要微服私访一番 看看大臣各地的风土人情 也看看大臣各挫金 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另外呢 朕这脑积问题发作的频率 越来越高 就连华神医也束手无策了 朕曾经问华神医朕还有几年 华神医说 若是调养得当 当有四年 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 那就还剩下三年 就三年了 朕得立太子了 但是朝中的格局你是知道的 立太子这件事 是件棘手的事情 朕不能将这江山 交到一个昏君的手上 所以朕和左右二乡商议 请亲出山 入宫去当太子太父 教授朕的那四个皇子 治国里正知道 让大臣的江山 能够传承下去 让大臣的百姓 避免再乱之苦 以两年为期 两年之后 朕在他们四个皇子中 则以学士渊博 宅心仁后者为帝 继承大臣大统 如何 张桓公豁然抬头 唐吾旺居然要请他 回朝去当太子太父 这四个皇子 除了三皇子 唐不回的母亲之外 一个个都是大臣最高的权贵 都拥有极为强大的力量 也就是说 无论唐吾旺策立谁为太子 自己都会成为 另外三家的眼中 钉肉中刺 他这是要让老夫 死无葬身之地啊 朕来梁义县之前 和苏公有过一番谈话 苏公说 当今天下 为桓公最为大公无私 为桓公才有那 苍松傲骨之精神 朕知道你会顾虑许多 朕在大行之后 也难以护住亲之周全 但亲是帝师 新帝自然会给 亲一个好的归属 张桓公埋头喝茶 这不是新茶 是去岁的旧茶 有些苦 桃林小助理 大臣皇帝唐吾旺 和张桓公 有了一次推心致富的长谈 心怀天下学父武车 一心想要报国的张桓公 终究被唐吾旺的 这番诚心打动 他答应了唐吾旺 他不知道 他在返京都 会遇见怎样的风雨坎坷 他只希望能够 真的将那四个皇子调教好 调教出一个 优秀的帝王来 这一切 徐小贤当然不知道 此刻的他 正在阮氏纸叶的铺子外 向左便能看见 阮氏纸叶人山人海 向右 则是自己那开了门 却依旧空着的铺子 阮氏纸叶 今儿个手指上市 售价八文钱一卷 比百花纸叶的手指 便宜了两文钱 两文钱 可以买到一块豆腐 两个馒头了 对于梁亦成的老百姓而言 这显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他们在这时候 忘记了百花手指 是自己的孩子这个诺言 来福就在徐小贤的身边 他背着一把大刀 铁塔一般地耸着 眼睛直视着阮氏纸叶那铺子 忽然恶狠狠地说了一句 少爷 这阮氏不是个东西啊 徐小贤回头瞪了来福一眼 批个屁 想坐牢啊 屁股上的伤好了 来福一震 才发现自己冲动了 屁股上的伤还没好 泪下的那两道伤口 倒是愈合得差不多了 你去把安和花给少爷叫来 叫了之后 你回百花镇一下 叫云一蓉带着小小他们来量一程 就说少爷 我又要召开一次新品发布会 另外 让王富贵将本少爷 弄的那餐巾纸给送过来 好 小人这就去 来福走了两步 又转身走了回来 少爷 要不要叫王富贵 也送一些百花玉纸过来售卖 徐小贤咧嘴一笑 来福啊 不错 你越来越聪明了 叫王富贵派人拖两车过来 来福大喜 转身快乐地走了 因为少爷居然夸他聪明了 妈的 师父韩秋山老是说老子笨 连少爷都夸我来福聪明 哼哼 等老子伤好回去之后 得点韩秋山说说 徐小贤没有料到 来福是需要夸的 此刻他依旧看着 软式纸业那铺子 片刻之后 十月从里面挤了出来 大汗淋漓 手里抓着一卷纸 太疯狂了 姑爷 他们这样一搞 咱们的生意怎么做 别急 这只给我瞧瞧 徐小贤接过了十月递来的手指 扯开一看 哟 加厚了一层 他再展开一看 顿时就明白了 这手指的韧性不够 张氏只能再加厚一层 才能保证他没那么容易破裂 这手指的手感偏硬 纸屑还掉的厉害 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 但他便宜了两文钱的优点 便掩盖了这些缺点 毕竟是用来擦屁股的 屁股又没那么金贵 就在徐小贤研究着 这软式手指的缺点的时候 软小二带着软金天 也挤出了铺子 里面人太多 太特么吓人了 软大少爷被憋坏了 需要出来透透气 出来的软大少爷 脸上带着胜利者的骄傲 这当然是一件 值得他骄傲的事情 瞧瞧那些人 那些愚蠢的人 他们居然如此疯狂地 在购买着手指 居然担心售卖完了买不到 不过这也给软大少爷提了个醒 站在外面的街道上擦了擦汗 软金天对软小二说道 你给本少爷说过 说那徐小贤发布百花手指的时候 用了五天的时间 采用抽奖的方式 勾起了这些人的兴趣 本少爷现在决定 咱们家的这手指 接着就售卖五千卷 软小二一正 这一次可是送来了十万卷的手指 这每天卖五千卷 岂不是得卖二十天 这个 大少爷 家主的意思 不是说要最快地占领 梁一县的手指市场吗 急什么 万一咱们的手指都卖完了 他徐小贤还没有出招 这怎么办 软金天双手一摊 又倒 再说 我们也不知道 张氏这手指 需要隔多久 才会送来第二批货 小二啊 你想想 万一咱们一两天就卖完了 张氏那边又没能跟上 徐小贤都不用降价他 依旧能够卖得出去 这对他能有多大损失 做生意得尝尝脑子 咱们用这八文钱的低价 将客人吊着 他们就一定不会去 徐小贤的百花纸业铺子买纸 咱们每多吊一天 就意味着徐小贤 多一天没有进账 就多一天的库存 当张氏的第二批纸送到 咱们的手指 源源不断地在卖出 徐小贤恐怕就只能去 修建存储这手指的库房了 阮小二一听 顿时对这位大少爷 刮目相看 徐小贤那百花手指作坊 除非停产 或者是他也将价 否则他徐小贤就颗粒无收 就没有银子 来支付百花镇的那些工人 那作坊自然也就倒闭了 大少爷 万一徐小贤也跟着降价咋办 不是叫你派了人 去他那铺子前盯着的吗 他敢卖八文钱 咱们立马卖七文 他敢跟 咱们就继续想 总之 这一次是不计成本的 要将徐小贤的手指作坊给弄垮 好 小人明白了 阮小二战役高昂 这特么都不计成本了 若是还干不过徐小贤 那我这些年的掌柜也是白当了 他阴侧侧一笑转过头来 却眼睛猛地一睁 向一旁跳了两步 撞在了阮金天的身上 阮金天皱起了眉头 一惊一乍地干啥 阮小二深吸了一口气 徐小贤正站在他的身边笑 大少爷 阮小二指了指 他就是徐小贤 阮金天抬眼一瞧 也乐了起来 哟 原来你就是许介元 对啊 我就是许介元 见了介元老爷 莫非还不懂得行脸 阮金天一正 按照大成律 若是白身见了举人 还真要行脸 他就是白身啊 连个秀才的功名 都没有的那么白 不问这一句还好 就当不知道 那也就没什么 可本少爷 怎么就那么嘴欠呢 阮金天转念一想 你徐小贤就快倾家荡产了 你徐小贤就快沦落为乞丐了 那介元的身份 还有个屁用 他还真上前来 给徐小贤行了一礼 在下阮氏职业大公子 阮金天 见过谢元公 这里就算是完成了 那后面说话 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 徐介元 做生意 不是写诗词文章啊 诗词文章 那是平心静气 置身于美境仙院 见那妙然画卷而得知 可生意场却不一样 生意场上 那是刀光剑影 鲜血淋漓 真金白银的干 一个不小心 可是会家破人亡的呀 就比如徐介元去考纳状元 最多也不过明落孙山 可许介元偏偏要来沾染这童秀 这可是个万丈深渊 徐小贤乐了 这阮金天倒是有点意思 不过她的话还真没说错 若是换着别人 这手指生意 还真会被她这么一弄 给活生生的挤队垮了 可她运气不太好 遇见的是徐小贤 安和花来了 她很生气 因为今儿个铺子里的生意 陡然下降 莫要说像以往那般 排队购买了 铺子里就零星了几个人 那些行商一股脑地跑了 说是阮氏的手指更便宜 她在等着徐小贤出手应对 阮金天也在好奇地 看着徐小贤 不知道 这位眼见着就要破产的谢元郎 为啥一点都不焦躁 反而看起来 还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这大致就是死鸭子嘴硬吧 阮金天如是想着 便见徐小贤 忽然回头向她打了个招呼 阮公子 我去忙活了 你这纸 我建议你尽快卖完 不然待会 我就怕你卖不出去了 阮金天一正 看着徐小贤离去的背影 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 嘿嘿 本少爷会上了你的当吗 他没有再进他的铺子 而是走到了徐小贤的铺子前 愕然一呆 小二 他这是要干啥 徐小贤在指挥着一群人 在他铺子的门口 搭起了一个颇大的台子 台子上竖起了两根旗杆 上面挂上了一条横幅 百花纸页新品发布会 阮小二心里一紧 扯了扯阮金天的衣角 徐小贤这是要出手了 出什么手 他还有手可出吗 阮小二觉得 这位大少爷脑子不太好使 那么大的一条横幅 横幅上那么大的字 大少爷 小人可听说徐小贤这手指上市的时候 也搞了这么一场新品发布会 可吸引人 听说这两一线 那是万人空向 都去围观了他那发布会 才有了尔金手指的畅销 哦 阮金天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对阮小招了招手 阮小二夫尔过去 他低声说道 你注意了 本少爷觉得他新品是假 宣布他那手指降价是真 这只都造了两千年了 还有什么新玩意儿 但这家伙 也有两把刷子 借着新品的油头 将人吸引过去 然后宣布降价 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依旧是那策略 敌不动我不动 敌动 我们就动得更厉害那么一些 我倒要看他 徐小贤能登多久 阮小二心想 你怕是对徐小贤不太了解 直到是造了两千年了 可这之前有手指吗 没有 徐小贤弄出了手指 现在极有可能 他还真的又弄出了 什么新的指来 难道这小子 要放弃手指 去经营他的新指 这新指 又是个什么指呢 他能有手指那样 大的销量吗 显然没可能 屁股得天天擦 但诗词文章 却不是天天做 屁股人人都有一张 但才子文人的数量 却有限 咦 大家快来看呀 徐小贤在这呢 一声扎唬 在阮小二的耳旁响起 阮小二最怕 听到这样的声音 他的心里陡然一惊 果然 许多的人听到 这句话之后 跑了过来 喂喂 徐公子要发布新品了 肯定又是什么好东西 快快快 咱们去前面 站一个好位置 你特么别急 几个屁啊 别理他 他不知道 徐公子的新品发布会 有多么精彩 说的也是 百花手指上市这么久了 徐公子一直未曾有新的动静 等了这么久 这次肯定又有大招 我说 你们若是真的支持徐公子 就去他那铺子里买啊 就多两文钱 质量比这软饰好了 不知道多少 我说你们啥你们 还不承认 来来来 本少爷对比给你们瞧瞧 这丝是娄永年 他这一吆喝 还真吸引了许多人的视线 他将两种不同的手指摊开来 又大声地说道 首先 这色泽上 软饰的手指 有许公子的白吗 没有 其次 在手感上 你们对比一下摸一摸 许公子的手指 虽然只有三层 却柔软坚韧 真正实现了 对你们屁股的最好的呵护 再看这软饰的指 质地偏硬 还易碎 所以他不得不采用了四层来加固 你们以为是占了便宜 四层的玩意 和三层的手指一般大小 那么长度 肯定就没有许公子的手指那么长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软饰手指 比百花手指 少擦了许多次的屁股 就便宜两文钱 这真的值吗 本公子觉得你们 全特么眼下 娄永年这句话 有些招仇恨 但这话却有几分道理 甚至有人 将两种指给扯了开来 再一对比 结果显而易见 软饰手指 比百花手指 短了一大截 卧槽 软饰就是个骗子 马的 这短的这一部分 最多也就值两文钱啊 关键是还没许少爷的值好用 退货退货 不行 这块老子不能吃 让让让让 我要退货 退货退货 软饰骗子 我们都要退货 娄永年笑了起来 他看着又疯狂 涌入了软饰铺子的那些人 摇了摇头 渔民的人生就是这么容易操控 且看你软饰如何应对 软小二就吓了一大跳 大少爷 不好 御事别慌 软今天没见一醋 有了 给所有买了 咱们手指的人 美食卷送一卷 你去办 我瞅瞅徐小贤 还有什么应招 别说 这一弄那些渔民们又开心了 十卷赔一卷 这总长度也差不多了吧 不过软小二的心却在滴血 这一上午的时间 可是卖出去了 足足三千多卷 这就白白地亏损了三百多卷啊 软今天倒是觉得无所谓 三百多卷才多少钱 不过区区二两半的银子还没到 就是少爷 我吃一桌洗面的银子 对于软饰而言 九牛一毫都不到 他丝毫没有 将这事放在心上 他又看向了 那搭起来的台子 心想 徐小贤搞这么大的台子 莫非他还要请来戏班子 在上面唱戏不成 这是商业的竞争 玩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并没有什么大用 最终依旧得落在价格上来 所以 徐小贤这不过是在博人眼球罢了 这时候 大臣皇帝唐巫望和云皇后 也在魏公公的陪同下 在十几个龙玉卫的保护下 走到了这里 这是怎么回事 魏公公连忙上前打听了一番 跑了过来攻身回道 老爷 是徐小贤要召开一场新品发布会 唐巫望一正 徐小贤 新品发布会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那咱们且看看 魏敬贤现在已经明确知道了 皇上对徐小贤的态度 对于这位大臣未来的驸马爷 他也不敢得罪啊 还得给他说点好话才行 在这些日子里 徐小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分明是个文人 却偏偏有着桀骜不驯的性格 看他为了百花镇护卫队 那些死了的人 像陛下要银子的那模样 这次还是个小肚鸡肠 牙子必爆之人 这样的人不能去招惹 至少不能成为敌人 魏公公如此想着诱导 是这样 阮氏就是梁州最大的纸商阮氏 在这梁义城里 开了个卖纸的铺子 接二个他这铺子 也上市开始售卖手指 比 比许公子的手指 便宜了两文钱 所以 许公子决定要召开一场发布会来 予以反击 老爷 要不要压一下阮氏 在魏敬贤看来 只要皇上说一句话 张泽相就会主动地将这市场 让出一部分来 徐小贤的日子自然 就会过得更滋润一些 可唐吾旺却笑了起来 这样好啊 能够便宜两文钱 得到实惠的是老百姓吗 且先看看他如何去应对 娄永年正好站在 唐吾旺的旁边没多远 他听到了后面这句话 于是看了看唐吾旺 精度来的 我说 你们这些商人 真的是被朱友蒙了信 徐公子那手指 我都怀疑 你们用过没有 阮氏的手指 能和徐小贤的相比 差得远了去了 再说了 徐公子卖纸 所得利润 全部是拿去建设百花镇的 这阮氏呢 他们的意图是 击垮徐公子 然后垄断着市场 你们和那些老百姓一个样 有眼无珠 只知道当下 看不见长远 娄永年悠悠一探 忽略了唐吾旺那双要杀人的眼睛 他望向了正在忙碌的徐小贤 若是徐小贤的造纸作放倒了 你们那屁股 就会变得金贵起来 因为张氏造出来的手指 将会迈到百文前一卷去 这些瞎眼的老百姓呢 又要回到用棍子的时候咯 唐吾旺深吸了一口气 用眼神制止了龙玉卫 向娄永年靠近 这位公子 你这话倒是有些道理 不过这阮氏极有财力 背后还有张氏支撑 徐小贤他 哪里有多少银子 如果阮氏就这么 跟他耗着降价 徐小贤那作坊 岂不是也得倒闭 娄永年又看向了唐吾旺 咧嘴一笑 大叔 这你就不知道了 咱们徐公子 百花纸叶可是他的命根子 岂是这阮氏能够击败的 他伸手一指 你们瞧瞧 这围观的人 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阮氏铺子里的人 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放心吧 待会定会有好戏上演 唐吾旺没见过 什么新品发布会 但字面的意思容易理解 这么说 徐小贤弄出了新的制品来 云皇后看着 站在台上的徐小贤 脸上又洋溢起了 满满的温情 这孩子 为了百花症 当真太不容易了 回宫之后 得请皇上将他的手指 也纳入皇商采购 让他肩上的担子 能够轻一点 让他活得更惬意 洒脱一些才好 就在这时候 街巷的另一头 响起了轩天的锣鼓声 那锣鼓声游远而近 有人在大呼起来 哇 百花馆的美人又出来了 梁亦成的老少爷们 咱们又有一场好戏可看了 还在阮氏铺子买纸的傻子们 许少爷的后宫团到了 还不出来看得热闹 这话有些奇异 云皇后瞅了 唐乌旺一眼 唐乌旺倒是没有 对这句话生气 以云一荣为首的 百花馆的小娘子们 一个个穿得花枝招展 他们敲锣打鼓地 来到了徐小贤的铺子前面 然后进了那铺子 鼓声停泄了下来 接着是王富贵 亲自带来的几辆马车 马车上装着一口口的木箱子 他们将木箱子 抬入了铺子里 然后恋恋不舍地离开 台子前聚集了 山海般的人群 唐乌旺等人在中间 十几个龙玉卫紧张地护着 生怕出了岔子 阮氏铺子里的人空了 阮小二也挤到了 阮晶天的身旁 心里一声叹息 这徐小贤在梁义县的号召力 实在太强大 以至于他现在很担心 东家会不会被 徐小贤给弄垮了 这个念头 吓了阮小二一跳 阮氏那么强大的财力 怎可能被徐小贤 这小蚂蚱给弄垮了呢 徐小贤站在了台子上 他手里 依旧拿着用纸卷成的喇叭 诸位父老乡亲 大家 尚无好 一声大吼 下面的街坊们 顿时爆发出了 阵天的掌声来 云皇后 此刻心里 居然也激动了起来 他看着站在高台上的徐小贤 那阳光正好 洒落在他的身上 那一袭白衣的少年 此刻似乎惊惶惶的 他成为了所有人的焦点 他成了万众瞩目的对象 这一幕 怎么那么熟悉 似乎在哪里见过 对了 当年云楼大哥沙场点兵 也是如此的恢弘气势 距离第一场新品发布会 转眼之间就过去了半年 这半年里 百花纸业在大家的呵护下 茁壮地成长了起来 请让我徐小贤 代表百花镇五万多的老百姓 向梁亦诚的老少爷们们 致以深切的感谢 徐小贤聚了一功 又迎来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 瞧瞧 老子给你们说吧 就便宜两文钱 还没徐少爷的纸好 为啥不支持徐少爷 对对对 幸亏我没买卵氏的纸 我一定会支持徐少爷 我那女儿 还想要嫁入百花镇呢 妈的 老子那婆娘 非得要我买卵氏的手纸 说是便宜 以后老子不听婆娘的话了 坚决支持徐少爷 就冲徐少爷那谦虚的态度 他可是举人老爷戒猿狼 他居然向我们鞠躬了 小老看看徐少爷有何新品 待会无论如何 都要买一线 老百姓的窃窃私语 自然也传入了唐污旺的耳朵里 他愣了片刻 百花纸业 办你美好生活每一天 这里是百花纸业 新品发布会的现场 上一次 咱们发布了 呵护大家屁股的手指 手指的诞生 改变了所有人 千年以来的陋习 让大家明白了 原来入宫也可以如此舒服 那么今儿个咱们百花纸业 又要发布哪些 画时代的新品呢 徐小贤就此打住 他一脸微笑地 将视线扫过了众人 所有人的脸上 都是满满的期待 就连唐污旺的心 都被徐小贤给掉了起来 指这个玩意儿 他还能玩出个什么新花样来 姐姐 姐姐 继府 继心从外面飞奔来 他就像一阵风一般地 刮到了后花园里 另正在说着 私密话的继院 和周洛兰都吃了一惊 淑女 形象呢 火烧到你屁股了 继院的脸有些红 刚才正和周洛兰说道 那洞房中要注意的是 这还没有听完呢 却被继心个撞没了 少女有些不开心 他瞪了继心一眼 端起了桌上的茶杯 又道 就算是某个大将军瞎了眼 当真娶了你 人家可也是希望 自己的妻子温柔贤惠的 娶一个火炮放在家里 是个男人 恐怕都受不了 继心而一正 我好心好意 骑着马跑回来告诉你 徐小贤在弄心挺发布会 你居然还如此对我 好心当成驴肝肺 那我就懒得理你了 继心而脖子一扬 转身就走 撂下了一句话来 某人的相公 可正在那么多的女人面前出风头呢 这春天到了呀 男人那花儿一旦开了 可是有不少的风蝶去采蜜的 继月儿一惊 站住 你叫我站住 我就站住 那样我都没面子 再说 我又不是淑女 我也不在乎形象 至于那位眼下的大将军 继继 我还没遇见呢 不是 继心 雪狼在干啥 继心回头 没眼一飞 就差手里拿着一张手帕一摇了 还能干啥 就是开个星艇发布会呗 既然你没兴趣 本姑娘倒是要去瞧瞧那热闹了 说不定呀 有一天本姑娘找不到那瞎眼的大将军 抓一个会经商的谢元郎 也是不错的 继心儿瞇了继月儿一眼 台步又往前走去 喂喂喂 等等我 继月儿砰的一声放下了茶盏 从凳子上跳了起来 就像继心儿跑了过去 周若兰目瞪口呆 继心儿回眸一笑 咦 淑女啊 形象呢 火烧到你屁股了 报应来得如此之快 这是继月儿始料未及的 但现在可顾不得这些了 她恶狠狠地瞪了继心儿一眼 平嘴 还不快走 我这时又不想走了 那新品发布会有啥好看的 又不是沙场点兵 你要去自己去 我没兴趣 红衣少女脖子一扬 嘻嘻一笑 我就气死你继月儿 五两银子 继月儿果断地抓住了继心儿的命脉 继心儿一咽 咽了一口唾沫 迟疑了那么树息 继月儿伸出了一个巴掌在一番 十两 成交 姐妹俩消失在那月亮门后 周若兰愣了片刻 继月儿居然把她给撂在这了 有这么对待闺蜜的吗 徐小贤 好吧 徐小贤召开新品发布会 这当然是一件大事 我也得去瞧瞧 喂喂喂 你们也等等我啊 周若兰走出继府 看见的是这梁月巷子 转角处的那马屁股 阮惊天忽然发现 自己也被徐小贤给牵着了鼻子 画时代的新品 这家伙 难道还当真弄出了新的纸品 这怎么可能 张势造纸那么强大 他们却从未曾推陈出新 若不是因为徐小贤造出了手指 他们的产品 依旧是那些万年不变的东西 可正如此前阮小二所说的那样 这徐小贤花样百出 他既然弄出了手指这样的新品 谁能保证 他就不能再弄出脚趾这样的玩意儿来 阮今天的心里有些忐忑 因为若是徐小贤真弄出了新品来 他完全可以避开这手指销售的冲突 他另辟了西晋突围而去 等张势再造出那只品来 恐怕他又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 这如何绞杀 这没办法把他的造纸作坊给挤堆垮呀 莫及 说不定他是虚张声势 再瞧瞧 徐小贤在那高台上淡然地来回走了两圈 等下面的一大群吃瓜群众的胃口 都被吊了起来的时候 他才又走回了高台的中间 他看见了那一对富贵夫妻 他冲着云皇后咧嘴一笑 笑得云皇后脸上的洗衣更浓 这孩子 真有意思 这孩子 他若是我的 那该有多好啊 黄 老燕 云皇后转头看向了唐巫望 唐巫望这时候 心里像猫抓一样难受 徐小贤你压的 倒是赶紧说啊 此刻皇后一叫 他吃了一惊 啊 啥事 江三 洛西过记给我可好 他是皇后 名义上虽然有个儿子 但这个儿子 却在井国为质子 除非是大臣强大了 将这个儿子给接回来 否则 唐不归 恐怕永远都难以再归 那么 皇后膝下就无儿无女 这实在有些凄凉 这 我想的是 确定了某个儿子之后 将这儿子过记给你 这样就算我某一天死了 你依旧能够很好地活着 我就要若曦 若是你真将某个儿子 过记给我 恐怕他的生母 会对我更加怨恨 这事回去再说 好 此时 一匹大白马 从街巷的另一头冲了过来 停在了人群外 妓院放眼一瞧 来晚了 这么多的人 根本就挤不进去 怎么办呢 妹妹 带我飞进去 这落在人家头上怎么办 不管 我想要靠台子更近一些 对了 把面纱蒙上 加钱 无量 好 准备了 姐妹二人蒙上了面巾 忌仙站在了马背上 蓝腰抱起了妓院 她深吸了一口气 心里有些坠坠 飞倒是已经熟悉了 但带着一个人飞 这可还真的是大姑娘上 花轿头一遭 一个人飞也是飞 两个人飞同样是飞 看在那无两银子的份上 红衣少女迎牙一咬 那两条大长腿一发力 她抱着妓院飞了起来 她飞到了人群的上空 她想要飞到那台子上去 然而这才飞了一半 她陡然觉得内力不济 她抱着妓院 向茫茫人海落了下去 好死不死 这里真是中间 下面正好是唐吾望 唐吾望吓了一大跳 这还有刺客 十几个龙御卫 顿时将唐吾望和云皇后 围得更紧了一些 他们甚至拔出了剑 准备将天上掉下来的 这两个人 捅两个窟窿 啊 继心儿一声尖叫 她看见了下面 寒光闪闪的剑呀 这落下去 岂不是玩犊子了 她强提了一口真气 往前飘了那么一点点 那地方站着的是 阮晶天和阮小二 云皇后抬头 便正好看见 天上一红一白 两个姑娘掉了下来 碰 继心儿砸在了 两个人的头上 阮晶天陡然觉得 脑袋仿佛被 从天而降的一记 闷锤给狠狠地 锤了一家伙 她脑子顿时就 晕乎乎的 甚至两只眼睛 看见的都是小星星 阮晶二也不例外 她就像喝醉了酒一样 就像阮晶天靠了过去 阮晶天又不会武功 再加上平时 被那酒色 早已掏空了身子 她也软了下去 忌心儿抱着忌愿 也有近两百来斤啊 她最后的那一口真气 已经涣散 当真是实打实地 落下来的 还不是头上脚下 她是躺着下来的 原本应该砸到更多的人 可其余的人发现了不对 他们蹲了下去 这力量就实打实地 由阮晶天和阮晶二 给分担了 二人受了这一记重击 他们的两眼冒着星星 却没有倒下去 人山人海的 没地方给他们倒 忌心儿就觉得腰有些痛 她落在了地上 放下了姐姐 才发现 姐姐被吓得冷汗淋漓 花容失色 徐小贤当然也看见了 她摇了摇头 忌心儿这技术 哎 造成这样的空难 也在情理之中 回去之后 可得告诉忌愿儿一声 万万不可让忌心儿带着飞 她马力不够 驾驶技术还不行 带不动的 阮晶天这时候 使劲地甩了甩脑袋 将眼前的那些小猩猩 给甩了出去 又推了阮小二一把 睁开眼陡然发现 面前站着两个 翘生生的美人 这 阮晶天倒吸了一口凉气 她那眼珠子 就转不动了 忌愿儿和忌心儿 虽然蒙着面筋 但依然照不住 他们光彩四溢的 那亮丽色彩啊 阮晶天月女无数 但像眼前这样 轻力脱俗的女子 她实在是没有见到过 这一时之间 她忘记了自己的脖子 还在痛 更忘记了找忌愿儿姐妹 那位小娘子 在下阮氏大少爷 阮晶天 枪 的一声 忌心儿手里的剑出翘一尺 她瞪了阮晶天一眼 你闭嘴 看发布会呢 阮晶天吓了一跳 她果然闭上了嘴 觉得这小娘子太过泼辣 不过本少爷真的很喜欢啊 不是 你们砸到了本少爷 还这么凶呢 就在阮晶天 想要和这两个小娘子 讲讲道理的时候 徐小贤又举起了 那只桶子说话了 百花纹香天下无双 百花纸业 伴你美好生活每一天 这里是百花纸业 新品发布会的现场 接下来 本少爷就将发布 今儿的第一件新品 第一件 这么说 还有第二件 阮晶天的注意力 瞬间就被徐小贤的这句话 给吸引了过去 她眉间一蹴 这徐小贤当真是个妖孽 这次若是真幼 造出了什么新品来 她完全可以避开 阮氏的手指的冲击 她这是另辟了 稀径突围而出 等张师再造出 她的那新品来 她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 这还围堵个屁啊 她那百花造纸作坊 会活得好好的 但阮氏和张氏 就会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了 且听听她 究竟弄出了什么新玩意儿来 人存于事有两件事 是非做不可的 其一是入宫 百花纸业去碎发布的手指 解决了所有人入宫的问题 那么 另外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是啥 是吃 人是铁饭是钢 两顿不吃 就会饿得心里慌 所以人要活下去 吃就是必须每一天 甚至每一顿都要做的事 入宫一天一次 这吃饭一天却得三次 所以 吃比入宫就更重要 咱们今儿这里是纸品的发布会 主委可能就觉得奇怪了 这只和吃有什么关系 徐晓贤顿了顿 又道 百花纸业致力于解决大家日常的生活问题 致力于给大家带来便捷 健康和美好的生活 大家在饭后 用什么东西擦嘴 用手绢 这手绢 在每次擦嘴之后 都会洗一次的吗 我现在问问大家 你们都是多久才洗一次手绢 下面的百姓们又窃窃私语了起来 徐晓贤指了指一名女子 来 请这位小姐回答一下 那姑娘顿时激动地满脸通红 我 我三天洗一次手绢 很好 那么这位大叔呢 我 我没手绢 用衣袖擦嘴 五天换洗一次 人群大笑 徐晓贤也点了点头 嗯 这也很好 她双手虚暗 人群的声音渐渐小了 但所有人愈发地好奇了 这吃饭擦嘴 用手绢和她的纸 有什么关系呢 唐吾旺和云皇后也不明白 纪月儿的眼睛 乐成了月牙 她当然知道那纸了 只是许郎现在这样说出来 不但掉足了所有人胃口 还为那纸的推出 铺平了道路 她 果然厉害 娘亲恐怕这些天就要回来了 我们终于可以澄清了 就在少女春仙 荡起双奖的时候 徐晓贤又大声说道 主委应该知道 我徐晓贤是华神医的弟子 华神医将她那一身的衣术 都传给了本少爷 本少爷利用这一身 医术治好了自己的病 也发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这时候 街巷的远处停下了一辆马车 马车里正好下来了一个 白发飘飘的老者 他正是华神医 他听见了徐晓贤的这句话 顿时就惊呆了 我怎么都不知道 我收了你徐晓贤为弟子呢 这小子还当真胆大包天 居然顶着老子的名头 去招摇撞骗 等等 他说 他治好了自己的病 他还发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 华神医向人群里挤了进去 便听见徐晓贤又说道 这个问题就是 病从口入 人所有的病 绝大部分是从嘴里进去的 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 全天下所有的病人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他们都吃过饭 也喝过水 他们吃下去的是饭 同时也吃下去了 那要命的病 这个话吓了所有人一大跳 这么说来饭还不能吃了 不吃岂不是会被饿死 华神医总觉得 徐晓贤这句话有点问题 但他又没弄明白 这问题何在 他仔细地一想 这话好像也没有问题 确实所以病死的人都吃过饭 也喝过水 这小子说病从口入倒是真的 看他现在红光满面的模样 难道他真的将自己给治好了 不行 待会见了皇上之后 得再去徐晓贤那府上 他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是老夫的弟子吗 那老夫正好瞧瞧他那病 究竟是不是好了 若是真的好了 认了他这弟子 老夫似乎又可以在京都 吹上好一阵子 只是这是纸品发布会 他扯这些有用没用的 想要干啥 徐晓贤这番话 显然吓住了不少人 他顶着个华神医弟子的名头 他好像也确实将那 精神异常之症给治好了 听说他还将百花镇 李大爷那孙女的肺牢 也治好了 那么他在医术上 定然是位高手 那么他说的话 就有极高的可信度 再说这一年以来 也没听说徐晓贤骗过谁啊 他是个诚实的孩子 是令梁一线骄傲的谢元郎 他还是百花镇的镇长 他犯得着来骗我们吗 那现在问题来了 这一饭还吃不吃 这水还喝不喝 不吃不喝 是要死人的啊 这该怎么办才好 韶安 诸位父老乡亲 我在前行研究之后 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个人卫生 食物并不会直接产生病 但是食物的残留在空气中 存在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就会产生细菌 细菌就是病的直接来源 刚才我问了大家 擦嘴用的手帕 多长时间一洗 那位小姐 我很不幸地告诉你 你拿手帕三天一洗 那上面早已布满了细菌 它们早已在你擦嘴的时候 进入了你的嘴里 你很快就会生病 但不会是大病 不幸的话你上台 来一下 我给你检测一番 那女子吓了一跳 她在一个丫鬟的搀扶下 战战兢兢地登上了台子 站在了徐小贤的面前 徐小贤虚服了一下 请这位女子 面向了下面的观众 敢问姑娘贵心 啊 小女子免贵姓娇 娇小姐 为了测试一下 你的身体状况 究竟有没有病 现在请你按照我说的去做 请深呼吸 对 继续深呼吸 再来 好 继续 全场鸦雀无声 进阶望着台子上 就连化身衣也不例外 这小子 这是一种什么检测方式呢 行医不是望闻问切的吗 他这一手 是个什么讲究 就在这时候 徐小贤又说话了 现在请娇小姐 对着所有人大吼 一口气吼出来 啊 对 就是这样 继续吼 啊 别停 吼到体内的气 全部排空为止 啊 这位娇小姐的声音明显地变小 然后就在所有人震惊的视线中 她砰 得一声一头栽倒在了这台子上 哇 她真的有病 徐小贤厉害 这位小姐果然病得不轻 徐翁子 这里这里 我 我也想请你帮忙测试一下 人生鼎沸 化身衣就惊呆了 那女子不会是托儿吧 不然 她怎么就真的晕过去了呢 还是这徐小贤 已经倾出于蓝儿胜于蓝了 她都不用切磨的 她难道早已通过望就知道了 那女子有病 不仅仅是化身衣惊呆了呀 唐无望和云皇后 也目瞪口呆了 这 唐无望倒吸了一口凉气 婆知这衣术 似乎超过了化身衣了 魏公公醒过神来 躬身一礼 老爷 临行前得请许公子帮您瞧瞧 唐无望的眼里 闪过了一抹色彩来 且再看看 她眯着眼睛望向了徐小贤 没人知道 她此刻在想着什么 徐小贤心里有些愧疚地 对那吓傻掉了丫鬟说了一句 扶你家小姐 先去下面休息一下 那丫鬟这才醒过神来 费力地将那位娇小姐 给绊脱了下去 徐小贤又冲着人群 虚暗了一下双手 她看向了那脸色惨白的大叔 那位大叔 你更要注意了 五天一洗的衣裳 那袖子上全是细菌 你最好去找个大夫看看 说不定 病已经在侵蚀你的身体 那位大叔 突然倒向了他身边的一个人 那人连忙一让 碰 的一声 那大叔倒在了地上 卧槽 徐小贤自己也被吓了一跳 其余人更是大惊 徐公子 徐公子太厉害了 他仅仅是问了两句 结果两个人都因病倒了 我的天 原来我们用来擦嘴的手绢和衣袖 才是病的主要来源 那以后肯定不能再用了 那用什么来擦嘴呢 徐小贤这时候 正好看见了周若兰挤了进来 他连忙招呼了一声 喂喂 若兰 叫你家郎中快点来救人 周与周掌柜在这里啊 他不但看见了此刻还听见了 心想 徐公子 这样的奇皇高手 恐怕不屑于出手 那就由周十一管 来给这人医治吧 周玉挤到了 这中年男子的面前 将他抗在了 肩上挤了出去 人群的视线跟随着周玉 直到周玉消失不见 他们这才收回了视线 再看向徐小贤的目光 便充满了敬畏和尊重 这位年轻的徐府少爷 不仅仅是戒员 他还是一位悬壶济世的高手啊 只是这手绢都不能用了 该怎么办呢 徐小贤这时候 扫射了一眼众人 面色变得严肃了起来 大家都看见了 若是你们依旧心里存有疑惑 这不怪你们 因为细菌病毒这个东西太高深 你们不会懂得 那么如何解决这吃饭的卫生问题 不让细菌侵蚀大家的身体呢 这么长的时间以来 我一直在前行研究一种新的产品 它更卫生 更便捷 也更能呵护你们的健康 带给你们幸福生活的每一天 现在 我宣布 这种产品已经研发了出来 它的名字就叫 百花餐巾 有请百花纸业形象代言人云衣绒登场 让他给大家详细介绍 百花餐巾纸的使用方法和功能功效 咚咚咚咚 一阵喧天的锣鼓声响起 穿着一袭白裙 带着面巾的云衣绒粉末登场 他翘生生地站在了台子的中央 他向所有人吟吟一礼 然后取出了一个颇为精美的盒子 这个盒子是用纸做的 三层瓦棱纸 同样是徐小贤捣鼓出来 这盒子上印刷着极为精美的图案 上面开了一个口子 他一手托着这小小的盒子 一手从上面的那口子里 扯出了一张纸来 百花纹香天下无双 百花纸业 伴你美好生活每一天 这里是百花纸业新品发布会的现场 奴家云衣绒 我为百花纸业代言 这就是徐公子耗尽心血研究出来的餐巾纸 他比手指更白净 也更柔软 关键是他没有丝毫的粉尘 云衣绒抖了抖手里的纸 又道 他是用来擦嘴和擦手的 当然 若是您不缺银子 他当然也能擦屁股 并从口入 手卷这种东西便是罪魁祸首 为了大家的健康 奴家希望大家 能够改掉昔日之陋席 丢掉你们的手卷吧 往后余生 百花餐巾纸和你们朝夕相伴 不离不弃 人们看着台上的那位美人 视线却都聚焦在了那盒子上 因为这关乎着所有人的健康和性命 他显然比这美人更为重要 后台那锣鼓 忽然又咚咚地响了两声 接着便建议穿着一身绿色圈的女子 抱着一把琵琶走了上来 她是墨小小 她在台上奏响了琵琶 云一蓉在这琵琶声中 冉冉飞起 她依旧一手托着那纸盒子 另一只手落在了这盒子上 她飞到了人群的上空 一边飞 一边将盒子里的纸给扯了出来 然后洒落 那些雪白的纸 便如雪花一般地 向下面的人群飘了去 人群再次沸腾了起来 魏公公很紧张 因为人群在流动 她死死地站在皇上的身侧 示意十几个龙玉卫的高手 将皇上皇后 身舟两尺之地给圈了起来 他们就像一个园一样 被人群挤得荡来荡去 却未能破开 一张纸飘到了云皇后的面前 她身上一抓 抓住了这张纸 展开来一看 这是一张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纸 这纸确实比那手指更为洁白 入手更绝柔软 也没有丝毫的纸屑粉尘 她笑了起来 用这样的纸来擦嘴 倒是稀奇 稍远处的阮晶天 看着天上飞的云衣蓉 眼睛都看直了 这 她咽了一口唾沫 这梁一线 怎么会有如此多的美人 前面那两个 她放眼一瞧 将她差点给 砸晕的那两个美人 被挤到前面 都快看不见了 那两个美人蒙着面筋 天上飞的这个 也蒙着面筋 看那妙慢的身子 那仅是 修长白皙的长腿 她抿了抿嘴唇 忽然发现 来这梁一线是对的 不需此行啊 小爷我要在这梁一线 多待一些日子 凭着阮氏的名头和财力 小爷我无论如何 都得抱回一个美人来才行 如此想着 她忘记了正事 恰好这时候 也有一张纸 飘到了她的脸上 她刚刚伸出了手来 想要抓住 可紧接着她就 这一声 发出了凄惨的尖叫 阮小二吓了一跳 抬眼一瞧 一名女子一爪子 挥在了大少爷的脸上 那一爪子 显然是用了力的 天可怜见的 大少爷的脸上 出现了三道血痕 不就是一张纸吗 这特么的 那女子抢到了这张纸 浑然没有在意 刚才伤到了人 她正在乐呵 看着手里的纸 从乐呵变成了狂喜 她还跳了起来 我抢到了我抢到了 这纸 这纸真好 她拿着那张纸 挥动着手臂还在跳 一边跳一边 冲着台子上大声地喊道 许公子 看这里 我是如花呀 你是我的时光 也是我的岁月 这特么 莫非是个疯子 阮小二哪里 见过如此疯狂的场面 大少爷被她锁伤 这事得说说道理对吧 于是 阮小二一把抓住了 姬如花的手臂 姑娘 姬如何正兴奋呢 她一甩手 将阮小二的手甩开 还在兴奋地直跳 我说姑娘 阮小二这次手上 用上了劲道 姬如花吃痛一惊 没跳了 她盯着阮小二 恶然问道 这光天化日之下 你这小老头想干啥 不是 你刚才伤到我家公子了 你家公子又是谁 阮小二一指 姬如花心里一紧 她看见了阮晶天 太惨了 这少年 怎么脸上血乎乎的 这和本姑娘有啥关系 我家少爷这脸 是被你刚才给抓的 你说有没有关系 姬如花不愿意了 她双手往腰间一插 你哪只眼睛看见的 你问问周围的人 他们谁看见了 再说 本姑娘心里仰慕的 只有徐小贤一个 你家这公子 姬如花上上下下 打量了阮晶天一眼 眼里满是鄙夷 你家这公子 本姑娘可瞧不上 滚 又一张纸从天上飘了下来 姬如花一瞧 转身就扑了过去 再没搭理阮晶二 这 阮晶二就郁闷了 她忽然发现 这满场的人 都没有一个证人 所有的人都望着天 看着天上的那个 不知道飞了几圈的人 也看着那些飘扬的纸片 少爷 咱们赶紧去包扎一下 阮晶天那个气啊 她看不见 但是听见了的 这梁一线的女人 怎么如此的不讲道理了 这能怎么办呢 走走走 快扶本少爷去医馆 阮晶二扶着阮晶天走了 云一荣起起落落 在天上飞了五圈 她回到了台子上 墨晓晓停下了手来 云一荣又向全场的老百姓 到了一个万福 她气沉丹田 声音陡然在全场响起 这就是百花餐巾纸 她洁白无暇 柔中待刃 她可用于饭后 亦可用于茶后 她还可以在洗手后净手 她也可以再入宫后 当手指来用 诸位父老乡亲 百花产业一直致力于 改善人们的生活 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更便利也更健康 接下来 就请百花镇镇长 梁义县谢元郎 化神医的青传弟子徐小贤 为大家公布 百花餐巾纸的售价 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响起 刚刚挤到人群外面的阮晶天 停下了脚步 听听她这纸脉 多钱一合 徐小贤走到了台前 举起那话筒 大声地说道 诸位父老乡亲 百花餐巾纸 办你美好生活每一天 这百花餐巾 每一盒是三百张 她很是小巧 可放于家中的桌机之上 也可随身携带 方便使用 现在我宣布 百花餐巾纸 每一盒的售价为 会是多少呢 这纸比手指更好 那肯定更贵 这纸的用途可就大了 我估摸着得五十文起 对啊 三百张呢 若是每天用三张 足足可用一百天 肯定便宜不了 但这东西真的好啊 就算是擦嘴 也比手帕来得舒服 关键还是卫生 对对对 听听看这纸多钱一盒 待会可得买些回去 将那手帕给淘汰掉 就在许多的人 猜测着这价格的时候 徐小贤一声大吼 百花餐巾纸 一盒仅卖二十文钱 人群顿时沸腾 哇 太便宜了 买买买 徐少爷当真良心啊 这么好的纸才二十文钱 可不是吗 你们现在再瞧瞧 软湿着手指 我配 垃圾玩意儿 给徐少爷的纸提鞋都不配 对对对 需要手指的老少爷们们 我劝你们 还是去徐少爷的铺子里买 这软湿的手指 说不定擦了屁股之后 有什么后遗症呢 软今天觉得脑子有些晕 这时候才陡然明白 徐小贤这场发布会 给他的铺子 带来了致命一击 肠下真的是炸了 甚至比第一场 百花手指的发布会还要炸 餐巾纸这个新奇的玩意儿 在那女子和那汉子 晕倒在地之后 就引起了所有人的强烈关注 他们这才知道 原来那手帕 是由徐少爷说的 那什么细菌的 这才明白 徐少爷说 病从口入是这样来的 病了可不得了 随便去医馆找个郎中看看 随便抓几副药 就是几百文钱 这一次治好了还好 若是遇上晚级 多去看几次郎中 那真不是一般人 能够承受得起的巨大负担 一盒百花餐巾纸 就二十文钱 抓几副药的钱 能够买几十盒这餐巾纸了 老百姓的心里也有一本账 这简单一算 显然买纸比吃药划算太多 那么二十文钱 显然就不贵 何况人家一盒 还有足足三百账 良心的徐少爷 他果然是高风亮节之人啊 唐巫旺哪里见过 如此狂热的场面 不 他见过 那还是十七年前 大臣出力的时候 大哥许云楼 在京都长安城外 检阅兵马 当大哥站在那点将台上的时候 台下数十万的将士 挥舞着刀枪 一个个激动振奋之表现 也正是这样 如此一想 徐小贤这场面就小了许多 但是徐小贤面对的是 这梁义县的平头老百姓 可不是那些训练有素的 狂热的军人 徐小贤这小子 看来在梁义县百姓心中 颇有些分量 只是 唐巫旺皱起了眉头 这并当真是从口中而入的吗 他表示怀疑 却没去质疑 他生怕 自己那浅薄的知识 又闹出了笑话来 寻思化神医今儿 就要到了 私底下问问化神医也就知道了 他从袖带中 摸出了一方明皇的手帕来 想要擦擦汗 忽然觉得这玩意儿 真不太干净 本想随手弃之 又觉得丢在这里不妥 于是又悄悄地塞回了袖带 对魏敬贤低声吩咐了一句 那 那餐巾只售卖之时 去买一些回来 我想试试 魏敬贤公身应下 云皇后转头便补充一句 多买一些 这可是新品 才刚刚发布 京都可买不到这好东西 咱们回京之后 总需要带点礼物 一来是送给 送给二夫人三夫人他们 二来也可以送一些 给那些大人们 我寻思今年送礼 就不送别的 咱们送健康 送这百花餐巾纸 好不好 唐无望一正 送二十文钱一盒的玩意儿 朕被徐小贤 敲诈了三万多两银子 剩下的银子 估摸着也不多了 这百花餐巾纸 是个稀奇玩意儿 无论是朕的妃子 还是朕的大臣 可都没听过 更没见过 这玩意儿 价廉物美 用来送礼 倒是一个好主意 于是 他愉快地点了点头 徐小贤 依旧站在高台之上 过了足足一炷香的功夫 厂下的声音渐渐小了 他这才又大声地说到 百花文香天下无双 百花纸业 伴你美好生活每一天 这里是百花纸业 新品发布会的现场 刚才 我们发布了 改善大家健康的 百花餐巾纸 接下来 我向天下文人隆重推荐 今儿个我们要发布的 第二件商品 它就是百花玉纸 阮金天刚刚走出去没多远 徐小贤的这句话 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他忽然觉得 脸上没那么疼了 他转身就又走了回来 并顺手用捡来的一张餐巾 餐巾纸擦了擦脸上的血迹 觉得这感觉真不错 大少爷 你这奴才 快过来 徐小贤要发布第二件新品了 快来听听 两人又挤入了人群中 这人群中有许多的学子呀 竹林书院的学子们 几乎都在 他们原本是仰慕于 徐小贤而来围观的 没料到看到了 如此精彩的一场发布会 还知道了餐巾纸 这么高雅斯文健康的玩意儿 他们已经将兜里的手帕给丢了 等着餐巾纸的售卖 没料到许介园 居然要发布第二个产品 听奇异 这件产品 很显然是用来书写的 百花玉纸 这棉新线 不是水文纸 也不是桑皮纸 玉纸是个什么纸 所有人都竖着耳朵听了起来 曾经 许多的学友问我一个问题 我是怎么考上介园的 其中有什么诀窍 这个问题 今天在这里为大家解答 这话一出 人群又沸腾了起来 哇 许介园这是要传授心得了 好声听听 许介园可不一般 人家拿一次介园 他可是连拿了两次介园的人 对对对 尤其是第二次 他可是带着那精神异常之症 去参考的 成绩三个甲上两个甲中 放眼整个北境 这也是妥妥的第一呀 别让让 听仔细了 徐小贤双手虚暗 又到 书山有路情为敬 雪海无涯苦作舟 故而读书在于情 百川东道海 何日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故而读书也在于愤 这便是情愤二字的意思 所有人都安静地听着 尤其是那些学子们 听到了那一句话 和那一句诗 仿佛觉得犹如醍醐灌顶一般 原来这就是情愤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如此深刻的道理 原来许介园早已参悟 所以他两次高中介园 这便是实至名归 情愤在读书仪式中 占了九成的作用 那么还有一成是什么呢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那便是我们平日 所用的笔墨指研了 在读书的过程中 我习惯于记笔记 曾经用过桑皮纸 总觉得那桑皮纸颜色偏黄 字迹落在上面 怎么看都不够美观 于是我和百花纸业的匠人们 共同去开发了一种新纸 它就百花玉纸 大家请看 徐小贤伸手向后一引 十个翘生生的姑娘 扯着一张巨大的白纸 站在了她的身后 这纸 如玉一般的洁白 在那阳光下 似乎还散发着温润的光泽 这就是百花玉纸 云一荣这时候在摸摸 在一个巨大的艳态里摸摸 徐小贤从桌上 取了一把极粗的毛笔 她保湛农墨 在这张巨大的纸上 写下了一首诗 《招围田舍郎,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这是一笔龙飞凤舞的行书 这漆黑的没落在雪白的纸上 它是那么的清晰 那么的耀眼 而更让所有人震惊的是 这首诗的内容 它太大气,太磅礴 它就像一座飞来的山岳一般 向所有的学子们迎头压来 就是一首诗 却将所有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唐巫望瞳孔一缩 云皇后更是一惊 刚刚来到这里的张桓公 陡然一惊 纪院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是徐小贤的志向吗 这不是我的志向 但我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志向 我希望所有的少年们 为大臣之崛起而读书 我希望所有的少年们 在这百花玉纸上 书写下你们光辉的前程 我希望所有的少年们 为大臣之崛起而读书 我希望所有的少年们 在这百花玉纸上 书写下你们光辉的前程 发布会已经结束了半个时辰 但这两句话 依旧在许多人的耳畔回响 唐巫望和云皇后 带着遇见的华神医和张桓公 回到了越来客栈 坐在茶桌旁 唐巫望有些走神 云皇后的心里 当然是欢喜的 她在一旁的书桌上 写下了三首诗 其一便是在百花镇的时候 徐小贤脱口而出的 那一首没有名字的诗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尼蓉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其二和其三 都是刚才徐小贤 在那发布会的现场 所作的两首诗 他们依旧没有名字 《百川东道海,何日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涂伤悲》 以及这首定会震惊大臣的诗篇 《赵威田舍郎,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他放下了笔 也坐在了茶台前 亲手煮上了一壶茶 这才看向华神医问了一句 不知华老何时收了 博之为弟子 华神医这就纠结了 他聊起衣袖来甲壳了两声 这个,去岁也是在三月末四月初吧 老陈来过一次量一线 桓公是知道的 我们二人去拜访了一次繁殖 当时老陈想的是 去给博之附诊一下 云皇后好奇地偏过了脑袋 然后呢 然后,然后 然后,博之拒绝了 却,却让老夫收他为弟子 张桓公愣了一下 这不要脸的 睁眼说瞎话 老夫当时也在 博之什么时候让你收他为弟子了 张桓公道没有点破 华神医老脸一红脖子一硬 反正徐小贤自己都承认了 老子不如大方一点 他坐直了身子 一缕长须 老神栽栽的诱导 老陈看婆之眉目清秀文气十足 再加上他本来就是病人 而老陈又没法 一直待在梁义县 故而就收下了他 只是 只是未曾向外界宣布罢了 原来这样 云皇后更加欢喜 你做得很好 婆之都说了 若不是因为你传授的医道 他可没有办法治好他自己 他也弄不出那百花蚊香来 来 两位闲臣请喝茶 云皇后递了三杯茶过去 又问了一句 那么 婆之为啥拒绝了你的诊断呢 华神医瞧了瞧张桓公 只是 桓公来讲会更清楚一些 此刻唐吾望也醒过了神来 他端起茶杯瞎了一口 既有兴趣地 也看向了张桓公 是这样 张桓公将那天徐小贤说过的话 原封不动地复述了出来 这番话 惊得唐吾望和云皇后 都愣了半天 你的意思是说 徐小贤这小子 就因为那曲折 就勘破了生死 因是如此 不然他那小小年纪 怎可能说出 如此发人深省的话来 唐吾望有些愧疚 毕竟前遂徐小贤的那戒员 是他下令给撸去的 但他的出发点却不是这样 他担心徐小贤到了京都 受不了那风雨 万一自己一个没注意 他极有可能在京都 死无葬身之地 朕这是为了保全他 张桓公拱手 陛下是为了保全他这没错 但婆之却并不知道 自那以后 婆之就变了个模样 他几乎不再看书 然后就有了百花症 或惜福之所以 福惜或之所福 老陈不知道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他不想当观这个心思 显然未曾改变 不然他不会在 刚才的发布会上说 这不是我的志向 这个孩子太有本事 老陈刚才在想 他既然提笔 就做出了那首 将相等五种的诗来 恐怕他平日里 还是有思考这个问题的 在老夫看来 他其实至存高远 只不过是有些气馁 或者是 张桓公这话尚未说完 云皇后忽然笑了起来 臣妾大致明白了 唐巫旺一正 爱妃明白什么了 前些日子在百花镇 我与徐小贤小做了片刻 我试图劝他去参加会试 然后入朝为官 可他说 若是当官 对上得凤赢 对下也不能不顾 老百姓的死活 这就是风箱里的耗子 是个两头受气的活 他还说 因为那是一群贪婪的狼啊 我要在狼群中活下来 就不能是一只兔子 我也得变成狼 小狼吃农民伤人 大狼吃个地方的小官小利 更大的狼 他的胃口就更大了 下面的小狼要想活下来 就得给他进贡 那是田不保的无底洞 最后 他说 那莫如生活在这里 于是他随口迎出了这首诗来 云皇后去了书案 取了一张纸 这 就是 塔尔金想要的生活 唐巫旺接过来一看 杀暖睡鸳鸯 倒是舒服 可他分明也有 目登天子堂的念头啊 这小子 心思尔倒是复杂 他放下了这张纸 看向了张桓公 而经大臣官场 真的有他说的这般恶劣吗 张桓公沉阴片刻点了点头 凡之 一针见血 好 既然大臣有着这样的问题 既然他徐小贤明知有这样的问题 那他如何去破解呢 他仅仅是抛出了问题 却没有给出解决的方法 这不行 张桓公一正 连忙说道 陛下 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呀 他从未曾走出梁州 更没有接触官场 这样的是 莫要说徐小贤了 就算是老夫 就算是右相 恐怕也难以给出解决的法子 就任由这样滥下去 这样滥下去的结果是什么 是大臣十七年的江山毁于一旦 当年离朝灭亡 不也正是因为官场腐败 导致民不聊生吗 此乃前车之鉴 朕 唐吾望深吸了一口气 语气极为严肃 朕而经既然知道 就断然不能让这样的事再次发生 张桓公沉默了片刻 其实陛下早已知道 老臣斗胆一问 那毒瘤 皇上当真能下刀割去吗 此间顿时寂静 云皇后有些紧张 张桓公有些后悔 说出了这句话 华神医担心这句话刺激到皇上 让他那头痛的脑脊又发作了 唐吾望想了许久 似乎在权衡其中立弊 正在局中 徐小贤既然已经诊断出了大臣的病 那就找他这个局外的人 开一剂方子 走 咱们去徐府拜访一下徐小贤 记住 他至今依旧以为 朕和皇后是一对商人 徐府 咸云水现 徐小贤搂着妓院感受到的 是少女的火热和温润 天气暖和了 就是好 妓院穿着一件雪白的长裙 没了那厚厚的棉袄包裹 徐小贤的猪手这么一抱 就抱得妓院身子一紧 痒 痒就对了 相公给你挠挠 这大天白日的 你放手 万一待会智蕊来了 多难为情的 徐小贤倒是不担心智蕊 他担心的是妓心 这个妓心 每每都是在关键的时候突然出现 弄得他都有些魔障了 比如这时候 他就立马抬起了头来张望了一下 院子里没有看见妓心 这小姨子终于没有出现 她的手伸了进去 妓院深吸了一口气 坐直的身子 给了徐小贤的手活动的空间 满脸飞红的少女 忽然双臂一夹 将徐小贤的爪子给夹住 停 这样下去不行 会出示人命关天的大事 妓院咽了一口唾沫 得引开徐小贤的注意力 不然 不然铁定会燃起来的 那个 我问你啊 那个女的 你怎么知道她有病呢 徐小贤一正 手真的停了下来 哪个女的 就是新品发布会上 晕了的那个女的 哦 徐小贤顿时就笑了起来 妓院趁着这时候 一家伙摆脱了徐小贤的魔爪 嬉嬉一笑坐在了一旁 那红扑扑的娇艳欲低的脸蛋 让徐小贤看得一不开视线 妓院娇羞垂头 爹说娘估计再过三五天就回来 莫要急着这一时 咱们以后 以后 可是要相守一辈子的 嗯 可是你也没必要坐到对面去啊 妓院抬头 飞了徐小贤一个白眼 做你身边太危险 哎 说说你怎么知道 那女的有病 这能怎么说呢 这只能怪这古人没文化了 你试试 深吸一口气 然后一直吼 吼到最后 你就算没晕倒 也会两眼冒星星 少女一脸好奇 那双秋水般的明眸一眨 这是什么道理 脑子缺氧 造成了她的晕厥 氧是什么 就是空气 哦 妓院若有所思 其实啥都不懂 那那位大叔没有这样 他为啥也晕了 他是被自己给吓晕的 妓院顿时就无语了 他不知道徐小贤这话的真假 想来恐怕是真的 因为许朗可从没骗过自己 百花玉纸你宣布了 售卖八文钱一张 这座价是不是太过便宜 毕竟销往北魏的百花玉纸价格 定在二十五文 我是这么想的 一来是这百花玉纸的成本 也不过两文钱 让梁一线的学子们 受益一些 就当做是做一件善事 其二呢 这个定价卡在了 阮氏一等品项的 桑皮纸之下 肯定会对阮氏的 桑皮纸造成极大的威胁 他肯定会降价 若是阮氏将 一等品项的桑皮纸 从十文钱降到八文 这毫无意义 因为百花玉纸 比桑皮纸更好 那他就得降得更多一些 比如降到六文钱 仅仅比百花玉纸便宜两文 对于学子而言 这也没啥大的竞争力 除非他敢降到四文钱 基于而眼睛一闪 他听明白了 徐小贤这话的意思 这就是价格的错位竞争 百花玉纸 有徐小贤的那番 现身说法的宣传 他在学子们 心中的地位更高 毕竟是谢元郎用过的纸 毕竟是用来书写 光辉虔诚的纸 学子们会想要 讨个好的彩头 就会觉得 徐小贤是因为 用了百花玉纸 才中了那戒缘 所以 除非是家里贫穷 亦或是桑皮纸大降价 否则阮氏的桑皮纸 就撼动不了 百花玉纸的地位 那 手指你也宣布 降价到六文钱 我觉得阮氏 那八文钱一卷的手指 对咱们十文钱的定价 也够不成威胁 因为我们的餐巾纸 买到了二十文钱 当然 也因为我需要 阮氏手指降得更低 一样的道理 阮氏手指品质 远不及我们的百花手指 它若是和百花手指 仅仅只有两文钱的差距 对咱们的百花手指 也够不成威胁 咱们的手指降价到六文钱 那么阮氏 就得将他们的手指 降价到三文 甚至更低 徐小贤邪恶的一笑 不是说阮氏财大气粗吗 我倒要看看 他阮氏能够亏损多久 百花镇的第三个造纸作坊 而今也投入了生产 但依然远远不够 所以 还得继续修建 等沈大哥他们打通了东西商道 等北京马帮 将铺子开到了大城 各个重要的城镇 那时候会需要大量的商品 无论是文香 还是仪塘 还是纸张或者是状元红 所以月儿啊 下一阶段百花镇的发展 咱们得提上日程了 我是这么想的 徐小贤这话还没说完 志蕊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 少爷 少爷 徐小贤转头 啥事 张桓公和 何华神医带着几个人来了 哦 带他们进来 好 志蕊又飞快地跑了出去 徐小贤这才又说到 百花镇得继续扩张 这事儿 明儿跟我和岳父聊聊 咱们去迎接一下我那老哥 徐小贤带着纪月儿 走出了咸云水线 刚刚来到月亮门 志蕊带着一行人走了进来 徐小贤抬眼一看 便震了一下 张桓公身后跟着的 居然是那商人夫妇 他们怎么认识 对了 张桓公以前也是金官 这伪装成商人模样的 中年男子的身份 可以确定下来了 他一定是从京都 调往梁州的次力大人 原本还寻思 待会再去找找这一对夫妇 好邀约他们在淡水楼聚聚 没料到 他们居然主动地送上了门来 还有张桓公这位中间人在 有些话就好说多了 所以 徐小贤一脸的热情迎了过去 老哥 哟 化神医 这位大叔大婶 来来来 里面请 张桓公的脸色有些古怪 大叔大婶 好吧 看陛下对徐小贤起了爱才之心 在有许云楼的那一层关系存在 陛下理应不会怪罪于他 云皇后一见徐小贤就欢喜得不得了 这时候又看见了 站在徐小贤身后 那楚楚动人的娇滴滴的姑娘 未婚妻纪月儿 这姑娘生得如此漂亮 和唐若曦可不相上下 不对 这姑娘的气色比唐若曦可好了许多 毕竟唐若曦自幼体弱多病 血气和精力都没有这位姑娘那么旺盛 嗯 云皇后看着纪月儿也越看越欢喜 这身段 好生样 许家荡可繁华盛开 纪月儿也感受到了云皇后眼里的异样 她觉得有些好奇 这漂亮的妇人穿着并不显华丽 但身上却有着一种贵气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在娘亲的身上是没有的 娘亲只有一身费气 但这妇人却如春风一般 看着她仿佛就看见了 春风十里桃花静开的那般景象 她不是风华绝代那样的人 但浑身上下却有着难以言喻的优雅和感性 这样的气质是经过了岁月的沉淀 跃进了千山 历经了无数风雨的洗涤才能具有的 纪月儿并不懂得 她还是一个懵懂地憧憬着 未来美好生活的少女 一行人穿过了那抄手回廊 来到了主院的花园里 走上了那碎石铺就的永道 云皇后抬眼就看见了那方水蟹 和水蟹上的那四个大字 咸云水蟹 她的心里陡然一阵 这是许云楼的笔迹 这徐府 当真是她当年在这里建造的 像许云楼那般胸怀天下之人 却在这里留下了咸云二字 看来当初在长安发生的那件事 许云楼对唐吾旺是极为失望的 她带着刀骑南征北战 覆灭了黎朝 创立了大臣 她以为接下来就能够实现胸中暴富 为这江山带来公平二字 然而 她终究发现这天下 似乎除了她 就没有人在乎这公平二字 她谨守着当初的协定 扶持了唐吾旺登基为帝 建立了新的大臣政权 可在那庙堂之上 那些当年随着她一起征战的功臣们 居然也没有人在乎那公平二字 所以 人都在享受着胜利的果实 都在忙着奋一杯羹 那些曾经的理想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她就如一粒尘埃一般的渺小 她或许会埋在某个大臣的内心深处 可她终究难以再尽光明 再加上长安城外云水别院的那一场大火 于是 有了酒屈池头的一杯酒 于是有了那长安初学里的离去 黯然离去 她来到了这里 她写下咸淤二字的时候 是怎样的一番心情吗 或许是自嘲 也或许是无奈 朝中所有人都认为 她是功成名就而归去 所有人都以为 她是因为功高盖主而退隐 有几个人知道她内心的那份失落 又有几个人能知道 她和唐吾旺喝了那杯酒之后 是摔杯而去的 她是愤怒地离开的 或许正是因为她的这愤怒 才让唐吾旺坐立难安 才有了唐吾旺一道旨意 让她去漠北战场监军一事 唐吾旺从未曾说起 但云皇后知道 许云楼活着 就是唐吾旺头上的一个巨大的阴影 所以许云楼只有死 因为那该死的公平 而这本身对许云楼就极不公平 唐吾旺也抬头看了看那四个字 眉间微醋 却不知道她的心里又想了些什么 许小贤走在前面 倒没有注意到 这两人脸上的异样 只不过 她此刻心里也在想 这富商夫妇二人 居然是和张桓公化身衣一起来的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 此前她给集中谈的那番推断 是极为正确的 张桓公曾经在京都围观 化身衣这么大的名头 想来以往 也肯定在京都医治过病人 那么他们既然认识 就足以说明 那位大叔曾经也在京都当过官 他不是商人 他依旧是朝廷命官 只不过 今被派到了这北境之地 当了这梁州的次礼 他将众人引入了水泄中 看着唐吾旺和云皇后笑道 看来咱们是有缘的 请坐 向你们介绍一下 徐小贤牵起了妓院的小手 她叫妓院 是我的未婚妻 这位大叔大婶 你们贵姓 啊 你就叫我龙叔吧 他 你就叫一声云婶 徐小贤拱了拱手 龙叔好 云婶好 欢迎光临寒舍 说着 他的视线扫了扫张桓公 和华神医二人 迟疑了片刻 才又故作惊讶地问道 龙叔和我这老哥 还有华老神仙认识 唐吾旺微微一笑 我是个商人 满地方的跑 当年在京都的时候 和张桓公 还有华神医结石 到了这梁义县 没料到又遇见了他们 正巧他们抑郁 来你府上坐坐 我们夫妇二人 也就跟着来了 还装 你就大方地承认 你是梁州次里 大家不就能够 更愉快地聊天了吗 他接过纪月儿 取来的水壶 放在了炉子上 纪月儿坐在了他的身旁 他煮上了一壶茶 看向了华神医 我说华老爷子 听说你去了京都 给皇帝看病去了 你既然又回来了 那想来 皇帝的病也治好了 这 华神医看来 一眼唐无望 心想 老子是个郎中 却偏要扮演戏子 着实有些为难 目前皇上的病情稳定了 所以又回来了 倒是你的这病 让老夫再给你瞧瞧 徐小贤咧嘴一笑 用了宁开的那些方子 我真好了 可不敢再劳烦了你老 接着你老回来 我这老哥也好久未见 这龙叔和云神 远来是客 晚上就由我来坐东 咱们去淡水楼吃个饭 一来为你接风洗尘 二来 龙叔大气还不计前嫌 这让婉生很是感动 龙叔的生意做得那么大 以后若是有机会 婉生的那些小生意 恐怕还得请龙叔 给指条路子 说着 他看向了唐无望 但这不是借着酒席给你赔罪 做生意吗 多个朋友多条路 大家多了解一些 多熟识一些 往后若是有机会合作 也会更便利一些 还请二位赏个脸 张桓公心想 若是你小子真多了这么个朋友 那这小生意 恐怕能在大臣畅行无阻 这大臣 恐怕又要多出一个望族来 唐无望心想 老子花了三万多两银子 你请老子吃个饭 也是应该的 能不能将你那状元红带一坛子去 这个好说 不瞒你们 今儿个正好搬了两坛子 再送一坛子给龙叔您 算是咱们认识 晚生给您的见面礼 唐无望顿时就笑了起来 这小子懂事 值得培育 有前途 可我来的仓错 却没给你们准备什么见面礼 徐小贤大手一挥 无妨 君子之焦蛋如水 若是刻意 那就闲得太生分了 好一句君子之焦蛋如水 凡之啊 唐无望俯过了身子 盯着了徐小贤 龙叔我正有一个大生意 想要和你聊聊 不知你意下如何 徐小贤一正 你还真要谈生意啊 我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 况且 你不是新任的梁州次立吗 你一个当官的 有什么生意和我做的 对了 这位龙叔随身携带着数万两银票 可是个财大气粗的主 他的银子哪里来的 要么是他的家族实力雄厚 他在当官 家里在做着某个大生意 要么 他压就是个大贪官 看他此刻那副急迫的模样 那双眼睛里 似乎充满了迫切的期望 他多半是个大贪官 和贪官打交道也有一个好处 只要给了他足够的利益 他就能帮你把所有的事情摆平 不是正在计划 在梁亿县开设青楼吗 这青楼可是个是非之地 没点强大的背景 还真不行 这位梁州次立 倒是一个不错的保护伞 那么这边多让一些利益给他 而另一边再找回来 这也未尝不可 于是 徐小贤也露出期望的神色 不知道龙叔所说的大生意是啥 若是我徐小贤 能够搭上龙叔的这艘船 龙叔吃肉 我徐小贤能够有口汤喝 对于像我这样没啥理想的人来说 这就足够了 这句话是有讲究的 这龙叔既然是个贪官 那他的心就会很大 就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将自己的身段放得低一些 你吃肉 弄到的大钱是你的 我喝一口汤 剩下一点小钱我拿了 他还没啥理想 那么就不会产生利益的冲突 这生意就能够长久地做下去 唐吾望一听心里顿时欢喜 他想的是收购了徐小贤的那些产业 就像在月来客栈给云皇后说的那样 若是将徐小贤的这些产业 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将百花镇的那些商品行销全国 那将是多大的利润 那趟每年将会入账多少银子 哪里会像现在这样 出来一次将那趟的银票都拿光了 才仅仅六万两 还被徐小贤给弄走了三万多两 想想他就觉得肉疼 想想就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太穷 太难了 我对你这百花镇的所有产业 都很有兴趣 全部卖给我 如何 徐小贤一听 脸顿时就黑了 你这分明是汤都不想给本少爷喝一口啊 你会不会当官 这种杀鸡取卵的事也干得出来 不是 你先别急 百花镇卖给我之后 你依旧管理百花镇 百花镇的村民们依旧在那些作坊里劳作 什么都不变 唯一要变的是 那些商品卖去哪里听我的就行 如何 这当然不如何 决定商品成败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商品的质量 比如商品的产能等等 但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 是商品的渠道 徐小贤费心费力 鼓动着北京马帮 去和远在东边的 威远镖局火拼墙地盘 为的是啥 为的就是拓展商品的渠道 这位次力大人倒是有些脑子 明面上看自己啥都没损失 说不定他还能投入大量的银子 来扩大百花镇的产能 但他却扼住了渠道 他就扼住了百花镇的命脉 若是某一天他不放开渠道 百花镇就只有死路一条 到了那时候 百花镇的事 哪里还有自己发言的权利 徐小贤顿时笑了起来 他拧起茶壶 给私人蒸了一杯茶 龙叔 咱们不谈这生意 我这生意太小 其实以龙叔的身份 大可以去经营盐铁 那玩意儿才是暴力 老哥 那棋局你可解开了 徐小贤立马就转移了话题 这龙叔应该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希望他不要死缠烂打 若是他想要采用强硬的手段 小爷我将这百花镇搬去龙虎山 小爷我去当一个 有钱有势的山大王 也是不错的 你个梁州的次里 手总没可能伸到那龙虎山去吧 若真敢伸去 小爷我砍了 你这手又如何 张桓公被徐小贤 这突然疑问有些萌 他还在回味 刚才唐巫旺的那番话呢 这位皇上 居然要打徐小贤那些作放的主意 他果然还是没安好心的 玩犊子了 徐小贤的那些产业被他给盯上了 这该如何是好 啊 尚未解开 我说 龙 龙爷啊 你家富可敌国 何必在乎繁殖这点小家业呢 张桓公一句话 又将这事给扯了回来 唐巫旺脸上就挂不住了 老子是皇帝啊 有了老子的支持 徐小贤必然飞黄腾达 你们怎么就不懂得老子的意思呢 徐小贤若是知道这位爷是皇帝 他可能早就改变了主意 转手就将这百花镇 卖给这位皇帝 去抱住大臣最粗的这条腿 有了这样的一条大腿 徐小贤觉得自己 可以打造出一个百花周来 可他不知道呀 他就以为 这位龙叔是个次礼 说实话 就算是要去抱 他也会去抱起 文俊那位府台大人的大腿 这次礼的大腿 他觉得细了一些 徐小贤 我就问你 你就没打算将百花镇的产业 继续扩大 就没打算将那些商品 行销到全国各地 莫非你想的就是 占有这梁义县的市场 最多再占一点点梁州城的市场完事了 唐巫旺以为的是 徐小贤这小子 没啥理想 阮氏既然已经在梁义县 开始了铺子 阮氏的背后就是张氏 人家有着雄厚的财力 还有着传承了数百年的技术积累 阮氏既然已经通过手指向你发难 这就意味着张氏不愿意 看见你成长起来 我承认 你的职比张氏的好 但张氏 要打压你办法多的是 你以为你在百花镇名望很高 就能让所有人听你的 幼稚 众赏之下必有勇夫 张氏最不缺的就是银子 若是他要挖你的匠人 你觉得花多少银子就够 可如果那些作坊在我的名下 借给他张氏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乱动嘶吼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别说 唐吾旺这番话 倒是提醒了徐小贤 张氏手指失败 他们下一步要做的 恐怕还真就是要重金挖人 这要怎么办呢 不行 整个作坊的人 都要立为我徐小贤门下的家奴 依据大臣律法 家奴不可背叛出卖主家 否则主家有权处死家奴 而不侵犯律法 这件事要快 明儿就得带着杜师爷去落实下来 不仅仅是造纸作坊 是百花镇的五万多人 不好意思啊 龙叔 徐小贤淡然一笑 与天斗 其乐无穷 与地斗 其乐无穷 与人斗 更加其乐无穷 来 喝杯茶 多谢龙叔的一番美意 我正想和人斗一斗 徐小贤咧嘞一笑 举起了茶杯来 我虽是雏鹰 当在暴风雨中去成长 唐吾旺很生气 这徐小贤 当真是读书独傻掉了 你呀还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你个小小界缘 拿什么去和人家斗 斗个屁啊 无知者无畏 他根本不知道张氏的厉害 作为大臣六大世家之一的张氏 财力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人脉 张泽相可是大臣的户部尚书 总没可能为了护着你 将朕的户部尚书给罢免了吧 张泽相都不用亲自出手的 他只要给下面的官员一个眼神 你徐小贤就万劫难逃 哎 大哥的这儿子 怎么也如此倔强呢 这下好了 正该怎么办 不行 离开梁义县 就得下一道圣旨给徐小贤 只有宣布了 徐小贤是三公主的驸马 才能避佑得了他的安全 云皇后脸上的微笑 却更加灿烂 他很欣赏徐小贤 这孩子他居然敢与天斗与地斗 更不拘于与人斗 他还要在暴风雨中去成长 好志气 云楼大哥的儿子 就应该有如此豪迈的斗志 只是空有斗志是不行的 毕竟兔子的斗志 再强大他也斗不过狼啊 这该怎么办才好 得修书一封 给北郡侯府的罗幻熙 不需要罗幻熙为徐小贤做些什么 只需要他来梁义县一趟 在徐小贤的家里住两天就够了 这就是态度 官场最为讲究的就是态度 有罗幻熙给徐小贤站台 其一是表明了 北都侯府未曾忘记曾经的大元帅 也是向那些或许遗忘了 那段过往的人提个醒 让他们知道徐小贤的身份 其二嘛 罗幻熙出现在梁义县徐府 这在政治上是一个鲜明的信号 这意味着皇上和云楼先生之间的那些事 而今已不再是个事了 再加上皇上将三公主许配给徐小贤 他就成为了大臣的第一个驸马爷 背后还有东郡侯府下家 如此 天下还有何人敢明目张胆地对徐小贤下手 他们只能暗地里来 徐小贤手握护卫队和刀锋 倒是要提醒他一下 这府上亦或是出行 得带上几个护卫才行 张桓公他们倒是没有想那么多 他和华神医这时候只是觉得有些尴尬 徐小贤毫不留情地搏了皇上的面子 偏偏他们还没有办法去打个冤场 但徐小贤的这一句话 倒是引起了张桓公的共鸣 他接受了唐巫旺的邀请 准备随着唐巫旺重返京都去当那太子太父 他想过了许多 深知自己这是跳入了深渊里 因为无论谁继位 他都会得罪不少的人 还是权势极大的人 万一新帝并没有那么仁慈 万一新帝被那些势力一胁迫 他极有可能成为万人泄愤的替罪羊 那样 他恐怕会被千刀万剐 他迟疑过 也彷徨过 甚至退却过 但为了大臣 他还是希望能够搏一搏 万一教导出了一个好皇帝 一个敢于面对强权 敢于去割掉大臣独留的皇帝 那么他便死而无憾 此刻徐小贤说 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 与人斗更加其乐无穷 张桓公的心里 陡然升起了一股豪气 那么老夫就去京都培养出一个好皇帝来 和这天下的那些蛀虫们斗一斗 就算万死 又如何 好 张桓公忽然大吼了一声 吓了唐巫旺一跳 他转头看向了张桓公 好什么好 这家伙不识识我 你这老东西居然帮他敲边鼓 老爹 老哥支持你 生而为人 许多是不可放弃 这便是原则 这就是坚守的底线 有件事 老哥得告诉你一声 老哥这两天 恐怕要离开梁义县去京都了 徐小贤一惊 这张桓公就孤家寡人一个 在这梁义县待得好好的 跑去京都干啥 皇上召你回去 正是 夕阳虽然就快落山 却也有余温洒向人间 此去长安 老哥当发挥着余热 为大臣再做点什么 徐小贤瞧了瞧张桓公 有个梁州刺利在这 有些话他现在不好说 那 你儿给我去桃林小住 再陪老哥坐坐 顺便说说那一局棋 甚好 老哥等着你来 徐小贤端起茶盏来瞎了一口 京都 这个时候 皇上召张桓公入京都是为了什么 他没有去多想 而是抬头看了看天色 笑道 月儿 你去瞧瞧伯父回来了没有 若是回来了 咱们这就去淡水了 好 纪月儿起身 向众人道了一个万福 台步走出了咸云水县 堂无望一政 你是说 季中坛也去淡水楼吃吃酒 啊 对了 季中坛是这梁一县的县令 也是晚生 未来的岳父 徐小贤提着茶壶 一边侦查一边说道 你出来梁一县不知道 我老哥是知道的 我的这位未来的岳父大人 他摇了摇头 放下了茶壶又道 说来你都不信 他在这梁一县 算上今年就待了足足九年了 这是他不会当官 他倒是让梁一县的老百姓 日子过得下去 却没有余才来进贡啊 听闻玉立台考评他 年年都是优 却偏偏没人提拔他 宫中无人 不如归田 他偏偏又不愿意归田 说这一身所学当报效朝廷 当对得起皇上 龙叔啊 你不知道 我这岳父大人 为了这梁一县的发展 那两撇胡须 都没剩下几根啊 去岁梁周莫名 增加了梁一县的下梁赋税 他带着县衙所有的官 都蹲在了那些乡镇上 苦口婆心地 劝说那些地主相身 最后实在没法子了 将这烫手的山芋 丢到了我的手上 他苦啊 却无处去诉说 徐小贤一声叹息 又摇了摇头 将这岳父的形象 初步地给树立了起来 唐巫旺一听 顿时就惊讶了 这位纪县令 他虽然是你未来的岳父 但我还是要说两句 他巧立名目搜纳入城睡 这不是为了中饱私囊吗 徐小贤不知道 纳到圣旨已经抵达京都 户部已经任命了 荆轲榜眼罗书然 就任梁义县县令 吏部已经派了人 前往梁义县 来捉拿集中谈归案了 罗书然 罗三便是跟着 吏部的官员一起来的 这是陛下 从梁义县发回来的秘址 八百里加急送到京都的 那处理这件事 就得十万火急 所以他们跑得很快 而今已快要抵达梁州地界 距离这梁义县 最多也就十天半个月的行程了 中饱私囊 徐小贤咧嘴一笑 我倒是希望他能够中饱私囊 那样 他意味深长地看得唐望一眼 那样 他恐怕能够和新上任的次例 更好地打好关系 新上任的梁州次例 朕不是都还未曾批复的吗 照徐小贤这么说来 那冀中谈 莫非还是个清官 朕误会他了 不对 他徐小贤是冀中谈的女婿 他自然要说冀中谈的好话了 至于冀中谈 究竟是不是个清官好官 朕还得再看看 无论如何 他私自收制入沉睡 就不合规矩 他可以请示户部啊 这么重要的是 户部肯定会商议 拿出一个调尘来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这入沉睡是 晚生建议他收的 唐吾望心里一沉 果然是徐小贤的主意 这小子 好大的胆子 这梁义县的降雨 年年都不丰沛 尤其是在插秧的季节 整个梁义县一半的梁田 因为缺水 导致了秧苗无法正常生长 带来的直接后果 就是庄家欠收 间接后果就是 老百姓日子没法过 税妇收不起来 故而 我那岳父决定 为梁义县修建一座水库 来解决这靠天吃饭的问题 但是梁义县穷啊 你们应该也看见了 为了整个梁义县的百姓 能怎么办呢 呵呵 徐小贤冷笑两声 不是我说 就现在朝廷这办事的效率 若是他向户部请示 一来一回 至少得两年 两年之后 户部批不批这一大笔银子 还是两说 等那银子下来 梁义县的老百姓 又要多遭受几年的罪了 水库必须修 现在已经修好了一大半 龙书若是有瑕 改日 我可带你们去看看 户部批银子 地方财政没有收入 活人总不能被尿给憋死吧 这些年 也因为梁义县地界 没有什么土匪了 行商们渐渐地多了起来 于是我就建议他 收了这入成税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你们是商人 恐怕不知道 修那水库 需要消耗多少银子 你们更不知道 那水库对梁义县 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我这么跟你说吧 那就是一剑工 在当代立在千秋的伟大实验 今年秋收之后 农闲了 渠和水库 将完成后一半的工程 当梁义县 所有的排罐沟渠贯通之后 汇集的是梁义县的 万寝良田 解决的是 千家万户的吃饭问题 去岁为了那下凉税赋 梁义县可差点出了大乱子 若是这税赋能减免一些 若是田地能够多收 那么三五斗 老百姓能够吃上一口饱饭 收那一点入成税 又有什么关系 所有缴纳了入成税的商人们 也算是为梁义县 做了一件大善事 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徐小贤洋洋洒洒 将这事给说了得通透明白 唐吾旺几乎打消了心里的疑虑 知道自己办了 纪中谈这是莽撞了 但既然都已经办了 那就先办了 徐小贤说 渠和水库完工了一半 朕得去亲眼看看 如果这都是真的 那么这入成税 就是个权宜之策 至少在出发点上是正确的 他徐小贤 不是就要 和纪院成亲了吗 老子把纪中谈抓去京都 他们这亲事总办不了吧 正好利用这件事 让徐小贤上京都 来搭救他的这位岳父大人 唐吾旺的脸上 并没有流露出多少表情来 但他的这沉思 落在了徐小贤的眼里 徐小贤愈发笃定 这人就是 新上任的梁州次里 若真是商人 谁会闲得蛋疼 去思考地方官员的施政问题 对于纪中谈的介绍 得就此打住 再多说 就有了夸耀之嫌 这火候得把握好了 张桓公 老哥 你这一走 恐怕短时间再难回来 此去京都路途遥远 我呢 你知道的 又很懒 所以估计没法去京都看你 京都那地方 听说冬天也是挺冷的 既然是皇上召你去的 烤火的银子 他灵会给 我没法给你送木炭了 你可得多备一些 莫要冷到了身子 我建议老哥 你去了京都 在那一房窃室 老哥的身子骨依旧强健 但别太折腾 就是暖暖被窝 睡得热乎一些 张桓公老脸一红 行将旧木之人 可别去祸害了人家姑娘 到时我走了之后 那桃林小猪就交给你了 我若是数年之后有回来 也有个落脚之处 我若是没有回来 你就自行处理吧 好 徐小贤点了点头 你放心 那院子里的桃树我很喜欢 我会把他们打理得好好的 你回来之后 定会有惊喜 他抬头望望望天 时候不早了 走吧 咱们去淡水咯 你不是请了纪大人吗 春更了 谁知道他又在哪里忙活 咱们先过去 月儿等到了他回来 自然会带他过来 一行人起身离开了咸云水线 唐无望转头又看了看那四个字 云皇后也转头看了看那四个字 徐小贤叫上了四喜 让他将两坛子的壮远红 抱上了马车 智蕊 智蕊飞快地跑了过来 捏了捏一百 少爷 啥事 待会你去告诉月儿一声 我们去淡水楼等他们 好嘞 智蕊转身正要走 云皇后正要登上马车 却忽然回头叫住了他 姑娘智蕊一正 云皇后揉了揉眼睛 又看了看智蕊 哦 没事 你去吧 智蕊抿了抿嘴唇 觉得这大神有些怪异 他自然未曾放在心里 欢快地回到了前院 踏上了马车的云皇后 心里却掀起了滔天巨浪 智蕊像急了一个人 她就是许云楼当年的未婚妻 北魏三公主魏希 已经坐在马车里的唐无望 看了看云皇后 怎么了 啊 没事 云皇后稳了稳心神 这件事 至少现在最好不要让唐无望知道 徐小贤这孩子现在 你也了解得差不多了 还有他的那未来的岳父 看来是误会了他 臣妾现在很担心 刑部的人已经快到了 但咱们没可能一直在这等着 莫如就重新给他一道旨意 如何 唐无望想了片刻 伸展了一下身子骨 这件事 朕心里有数 压戒记忠谈去京都 朕正好可以问他一些事情 也正好可以 让徐小贤来一趟京都 和三公主见上一面 你这是利用记忠 谈来要挟徐小贤 这小子 朕也喜欢得紧 但他偏偏 就不愿意离开这梁义县 朕以为 应该让他去京都见见世面 明白这天地之广阔 知道这梁义县之小 你就不担心 简秋香发飙 简秋香不是个寻常的土匪 朕也会给他留一封信 他会明白朕的用意的 淡水楼 最好的酒 最好的菜 徐小贤为了给自己的岳父 铺一条路 可是下了血本的 这位梁州次立大人 既然好久 那这状元红 就算每月都送他两坛 又何妨 让岳父去行贿 这恐怕有些难为了他 那就只能自己去投其所好了 不过这状元红麦的虽贵 但成本便宜 倒是无所谓 淡水楼的这场宴席 吃了许久 作为东道主徐小贤 调起了许多的话题 这些话题 都围绕着梁义县的贫穷 和季县令的兢兢业业来展开 唐吾旺原本在第一眼 看见季中坛的时候 是不喜的 因为那尖嘴猴塞的模样 实在难以 让他将季中坛和清官 好官联系起来 但在许小贤的一通 编鼓敲响之后 他倒是对季中坛 转变了一些看法 再加上张桓公旁敲侧击的一说 他才知道 原来季中坛 曾经还是长安书院的学子 而且在大臣八年的那场会时中 还考取了前十的好名次 看来 正当真是误会了他 像季中坛这样 在朝中没有背景关系 和所有势力 都没啥纠葛的官员 当重用 不过在重用他之前 还是得让他受一些委屈 这都是因为许小贤 季中坛也是一个好演员 他密切地配合了许小贤 没有将唐吴旺 当成梁州次里来看待 就是把他当成一个 从京都来的商人 盛情地邀约了唐吴旺 前来梁一线投资做生意 整个酒席的过程 其乐融融 季中坛表现得不卑不亢 许小贤插科打混 不时惹来唐吴旺一番深思 又不时引得云皇后一番窃笑 一坛子的状元红喝完 大家也都差不多了 许小贤觉得这戏唱到这里 结束也正好 这位龙叔 恐怕这两天就要去梁州上任 往后呢 可得鼓动岳父大人 多去梁州走动走动 毕竟这种关系 要想维持好 并不是一顿酒的事 凡之 一行人下了楼 站在了淡水楼的外面 唐吴旺忽然叫住了许小贤 啊 龙叔有何吩咐 明儿早上陪我去看看曲和水库 小样 还装商人 商人会对水库感兴趣吗 好 那明儿晨时 我去月来客栈接你们 还有 那酒 那一坛还没喝的壮远红 帮我马车上去 好 这可不是我小贤 实在是酒喝的有些多 差点忘了 徐小贤连忙吩咐四喜 将那一坛酒 抱到了唐吴旺的马车上 心里有些鄙夷 这位次力大人 连这点迎头小利都看得上眼 他在梁州上任 这胃口 恐怕不会比曹不动小 唉 梁州百姓之大不幸啊 可他徐小贤 又能如何呢 过好自己 忧国忧民的人 往死得早 众人在淡水楼前别过 目送着唐吴旺他们的马车离去 继终谈这才皱着眉头 对徐小贤说道 凡之啊 这人的城府极深 可不太好打交道 席间唐吴旺几乎都是在喝酒听着 他没有对梁义县治理的好坏 发表一句话的意见 偶尔就哼哈两句 都是模棱两可之言语 这愈发说明了 他就是个当官的 只有当过官 还当过不小的官的人 才从来不会在陌生人的面前 去表露他心里的主见 伯父啊 这不代表他就没有主见 这只能说明 咱们和他关系上浅 等户部的文书下来之后 我建议你 多去梁州走动走动 像他这样空降到梁州的官 他是需要心腹的 只有在你成为了他的心腹之后 他才会对你吐露心声 当然 他恐怕也会给你一些坎坷去走 以此来确认你有没有资格当他的心腹 纪中坛深吸了一口凉气 当了九年的县令 其中的道道 他是明白的 只是以往从不屑于那样去做罢了 现在 他依旧不屑于那样去做 因为他知道 一旦那样做了 就意味着 自己将成为他的敛财工具 就必须去盘剥这梁义县的百姓和商人 有时候伯父会想 这官当得也不得劲 真想递交辞城 从此做个闲散之人 可伯父又不甘心啊 十年寒窗 难道就这么废了 再说 看着梁义县的那些苦难的民众 终究觉得 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又怕新来的官 让他们的日子雪上加霜 纪中坛仰天一探 难啊 谁能解我忧呢 小职能解伯父之忧 啊 正好 纪中坛看向许小贤乐了 伯父正好遇见了一桩麻烦事 你那百花镇 可还能容纳万余人 所以这老狐狸是个戏精 他这是设了套子 让我主动地上了套啊 又出了什么事 石井镇有四个村子的农户 和当地的地主闹起来了 原由是 地主将分给电农的那一份 减少了一成 这事儿弄得挺大 那几个地主 差点没被打死 地主们报了官 可法不择重啊 再说 伯父觉得那几个地主也该打 现在的问题是 地主不松口 农户不耕种 今儿个那些农户 派了几个代表来了县衙 希望能够去百花镇安家 他们保证听从你的所有安排 保证和百花镇的那些人一样 靠自己的劳动 去赚取养家糊口的钱财 你说当这官难不 幸亏有贤虚为我解忧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明儿个我就回复他们 让他们举家带口地 搬去百花镇吧 走 叶以身 回去歇歇了 纪中坛说完 就带着妓院上了马车 她没给徐小贤反对的机会 让车夫驾着马车 就飞快地跑了 留下徐小贤 独自在这夜风中凌乱 云皇后回到了月来客栈 无法入眠 她的眼前 总是浮现出智蕊的模样 太像了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这没道理 因为当年魏西是在 京郊的云水别院里生产的 接生的婆子 是宫里派去的 那些婆子分明说 她诞下了一个儿子 怎么可能变成了一个女儿 再说 若许云楼和魏西的孩子是个女儿 她怎么可能是 徐小贤的丫鬟 她才应该是徐府的主人 才对啊 那么 为啥又那么像呢 这件事 京郊再去问问那些 接生的婆子 都没可能了 因为云水别院 被那疯女人 派了人一把火给烧了 那些婆子也都被杀了 那一夜 站在长安城的高处 都能看见那冲天的火光 那一夜 云水别院上上下下 共计126人 葬身于火海之中 但云水别院 一共有130人 有四人逃脱 其中就包括了那个 刚刚出生才半个月的孩子 他们不知所踪 一个月后的那个初冬时节 许云楼从宿州赶回 和唐巫旺喝了一杯酒 就此摔杯离去 又一年之后 也就是大臣二年初 许云楼出现在了梁义县 带着一个孩子 是个儿子 他就是徐小贤 那么智蕊呢 难道仅仅是巧合 朝阳尚未升起 徐小贤背上了他的那张一弹弓 也带上了十月 四喜驾着老马破车 来到了越来客栈 咦 徐小贤瞧了瞧那位云婶 云婶的气色不太好啊 昨儿晚上云皇后一宿难免 此刻脸色有些苍白 眼睛也有些浮肿 精神头儿也没有往日 所见那般旺盛 这人到中年 还能那般折腾 徐小贤不禁多看了 唐巫望两眼 这位大叔看起来身子骨不错 依旧是龙金虎猛的样子 龙叔 准备好了没有 我建议你 将你所有的家丁都带上 为啥 你不知道 驱河水库那地方 淹没的是青龙台 也不知道那青龙台有什么宝贝 我第一次去呢 那地方是青龙寺 等我第二次再去 人们说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可我第二次再去 那庙都跑了 唐巫望一阵 淹没的是青龙台 徐小贤就觉得这龙叔有些奇怪了 你不是应该对庙跑了这事 更关心的吗 你这关注点 有些不一样啊 是啊 那地方修水库最合适 青龙寺的和尚 也还算懂道理 他们早早搬走了 唐巫望沉吟了片刻 走 去看看 马车里 唐巫望的脸色有些黑 青龙台是当年 郑和大哥结拜之地 这徐小贤 他怎么偏偏 就把水库的位置 选择了那地方呢 这次来凉一线 郑本来就打算去青龙台做做 想想当年 再想想往后 现在青龙台没了 云皇后忽然转头 看向了唐巫望 京都早有传言 说许云楼将 夜雨刀法的第十刀的刀谱 埋在了青龙台 其实你我都知道 那恐怕不是什么刀谱 而是一段密文 甚至里面极有可能写了 当年云水别院之事 你去青龙台 刀锋就在青龙台吧 唐巫望眯起了眼睛 云皇后转移了视线 他看向了车窗外 淹了好 其实你是希望他被淹了的 他忽然又转过了头来 和唐巫望对视着 丝毫没有退让 大成而年秋 你将西郡侯赵东来 调去了白鹿州的天青山里剿匪 禅书星已经穷途末路 他需要让数万的刀旗去搅吗 墨北战场正打得如火如荼 你明明知道 墨北战场大臣的兵力 不敌北魏瑞士 却将这北境之地的 北都后罗幻西 调去了墨国的南疆战场 臣妾想问问你 若是当时 你将西郡侯赵东来 调去南疆战场 将罗幻西调去这墨北战场 云楼大哥 他会死吗 你剿匪是假 让云楼大哥去死是阵 你担心云楼大哥 将你干的那些龌龊事给抖出来 他从寺建了寺庙 意图找到云楼大哥 留下的那些秘密 唐无望的眼睛 眯成了一条缝 却忽然又睁开来 还笑了起来 云娘 你知道的太多了 那是不是也要一把火 将我烧死 你错了 这些都和朕无关 那和谁有关 别急 朕也在查 可调兵之事 总得要有你的虎符才行 兵是朕调的 至于其中缘由 你不知道也罢了 云皇后眯起了眼睛 她仔细地盯着唐无望 一时之间 不知道她哪一句话是真 哪一句话是假 看来这些年 你也不像表面那般闲着 唐无望转头看了看云皇后 什么都不要去查了 若是你继续查下去 恐怕对徐小贤不利 你威胁我 你就当我是威胁你吧 两人同时转头 各自看向各自这边的窗外 明儿个反尘回京 唐无望看着窗外的风景 声音很是平静 就像什么事都 未曾发生过一样 就让魏敬贤去采买一些 百花手指和百花餐巾纸 另外 你还需要什么 就给魏敬贤说说 以后再要出来一趟就不容易了 朕知道 你喜欢婆知那孩子 你自己寻个时间 再去看看她 当然 她要不了多久就会进京 朕答应你 回京之后 就将三公主过继到你的名下 这样 徐小贤也就是你的女婿了 咱们吵了一辈子 我最多 还能活三年 这三年就不要再吵了 有些事我只能带去皇陵里 等某一天 你也葬在了皇陵 我再给你解释 云皇后依旧看着窗外 路边有许多的野花 已经盛开 花间有许多的蝴蝶正在翩翩 她忽然露出了一抹微笑 倒不是因为唐乌旺的这番话 而是她觉得这田野的景色很美 这样就已经很美了 那么当百花镇百花盛开的时候 它会是怎样的一种美呢 徐小贤这孩子 还是留在这凉一线的好 那样 她才会如那小溪里的水一般清澈 那样 她才会如这些野花一样 纯洁烂漫 答应我一件事 说吧 放了祭中坛 让徐小贤留在凉一线 这些年我也累了 那些事也已经过去了 我不再去查 往后余生 我就在宫里待着 直到将你送入皇陵 放了祭中坛可以 但是徐小贤必须进京 回去之后 我就留一道圣旨给祭中坛 任命她为梁州次里 三公主依旧过祭给你 徐小贤依旧是朕的女婿 如此 可好 为什么徐小贤必须进京 因为大臣之顽疾 只能从外而破 你依旧在利用她 说不上利用 这也是展现她的能力 展现她的实力的时候 于娘 你想想 三年之后我已归天 徐小贤若是还没有能够 树立起她的威名 还没有在京都站住脚跟 她能够守住这百花镇多久 唐吾旺极为认真的诱导 不是让她现在就进京 正想的是 明年 明年秋 她已经掌握了刀锋 那时候才是她进京的最好时候 至少在朕还活着的这两三年里 还能帮帮她 还能护着她 还能让她成长起来 至少她要拥有和六大世家抗衡的实力 云皇后沉没了许久 终于点了点头 渠山上融化的血水 汇入了渠河水库的内裤 曾经的青龙寺 早已被淹没在了库底 徐小贤站在内裤的大堤上 向唐吾旺粗略地介绍着 浑然不知道她的命运 已经被一只大手给改变 看着飘渺的一壶水 唐吾旺望了许久 对于徐小贤的解说她 似乎没有听进去 她看的是曾经的青龙台方向 看了足足半个时辰 才一心阑珊地说了四个字 走吧 回去 又见夕阳 云皇后独自一人出了门 叫了一名侍卫 驾着马车来到了梁月巷子 她在巷子口下了马车 让那侍卫驾着马车回去 她在巷子口望着夕阳站了片刻 然后去了李二娘的豆腐铺子 守着豆腐铺子的依旧是李二娘 云皇后丢下了两个铜板 买了一块豆腐 抬不向徐小贤家走去 李二娘捡起这两个铜板 忽然吃了一惊 她向屋子里招呼道 当家的 当家的 你来瞧瞧 她男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李二娘将这两个铜板递了过去 我怎么觉得这铜板有些不一样 是不是收到了假钱 她男人接过来一看 铜板的一面雕刻的是一只凤凰 她愣了片刻 将这两个铜板塞入了怀中 走了出去 站在了街道的中央看了三溪 又转身走了回来 她打量了一下豆腐铺子 有些不舍地说道 二娘 收拾收拾 你二个 咱们离开这凉一线 李二娘一正 发什么神经 这生意做得好好的 虽然收入是少 可你不喝酒 也够咱们的开支啊 这些年 我还存下来了一些 就等着啥时候能够怀上孩子了 你不是一直念叨着 想回漠北三州的月亮州吗 现在大臣和北魏没了战争 咱们去月亮州看看你的家人 就在那地方开着豆腐铺子 如何 李二娘盯着他男人看了许久 徐文章 以前我想你跟着我回月亮州你 死活不去 说是故土难舍 接二个怎么忽然起了这么的念头 刚才来买豆腐的是个女人 看起来挺富贵的一个女人 你这些年总是神出鬼没的 说 你是不是在外面养了下的 她是不是你的 徐文章一把捂住了李二娘的嘴 这婆娘 口无遮拦 不知死活啊 她不能告诉李二娘 那位是当今大臣的皇后娘娘呀 她在李二娘的耳边低声说道 你莫要乱猜 你再乱猜 我走了就不回来了 这话极有威胁性 李二娘果然闭了嘴点了点头 好不容易嫁了这么好看的一个相公 关键是 这相公还是个书生 虽然没有功名 但那一手字写得很是漂亮 徐文章肯定是在外面养了小的 李二娘坚信 漂亮的男人都是偷心的猫 不像这梁月巷子里住着的那位纪大人 那位纪大人 想要偷心估摸着有些难度 那离开这里也是好的 去了月亮州 徐文章人生地不熟 他总没地方去偷了吧 那 咱们什么时候走 女儿一早交走 好 就剩下两个豆腐了 干脆晚上烧着吃了 李二娘豆腐铺子的门关上了 夫妇二人进入了房间里 光线有些昏暗 徐文章取了火折子 点燃了桌上的蜡烛 他陡然一惊 桌子的对面坐着一个人 那人一个字没说 他出了一箭 一箭两命 徐福 智蕊煮上了一壶茶 给云皇后蒸上了一杯 您不知道 少爷可忙了 中午回来 草草地用过了饭 连休息都没有休息片刻就走了 说是去一趟衙门 再去一趟百花镇 我也不知道他在忙着什么 反正这一年来 我都习惯了 云皇后一脸笑意地看着智蕊 听着他叽叽喳喳地说着 视线落在了智蕊鼻翼的那几粒雀斑上 心里想着 智蕊和魏熙终究是有些不一样的 魏熙的脸光声洁净如玉一般 魏熙也没有这么多的话 在曾经相处过的那些日子里 他通常都安静地 坐在许云楼的身边 安静地听着 也安静地看着 就像这夕阳下墙角边的那朵 漂亮的白玉兰一样 不争其不斗艳 却依旧独自绽放 绽放给许云楼去欣赏 少爷很累 以往的十几年 他受了恶奴的欺负 可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现在好了 少爷的病似乎痊愈了 少爷还惩治了恶奴 可惜那恶奴也是手眼通天 听说被提出了咱们这凉衣线的牢房 恐怕现在又在外面逍遥自在了 你们远道而来 不知道少爷的苦 少爷的苦也从不向我们说起 他呀 性子有些倔强 为了百花阵 可是操碎了心 云皇后忽然发现 在智蕊所有的话语里 都离不开他的那位少爷 他似乎就为了徐小贤而活着 为徐小贤开心而开心 为徐小贤受累而心疼 为徐小贤受罪而愤懑 智蕊 是什么时候来的徐府 不记得了 那时候应该很小 反正我是老爷捡来的 倒是听以前那恶奴说过 他说我来的时候才两岁 两岁 那是哪一年呢 智蕊觉得这位云神有些奇怪 问这些干啥 他来这里 不是应该问少爷的一些事吗 我今年十五岁 我算算 那就是大臣四年来 这不对 徐云楼死在大臣二年 他怎么可能在大臣四年 将智蕊捡了回来 如果智蕊是徐云楼和魏希的女儿 他应该是十七岁才对 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长得像而已 也或者 他记错了年岁 云皇后有些迷茫 心想 或许是自己真的想多了 已是黄昏 他站了起来 天色将晚 我得回去了 智蕊愣了一下 你不是带了一块豆腐来的吗 要不晚上就在这里吃饭 我去给你烧一道平桥豆腐 真是个好孩子呀 徐小贤有智蕊在身边服侍着 她的日子也会过得舒坦一些 多谢了 我还有些事 咱们 有缘再会 哦 那我送送你 智蕊将云皇后送了出去 挥手告别 回到了前院耸了耸肩 觉得这云婶真的有些奇怪 不过少女并没有多想 她去了厨房 少爷应该就要回来了 得准备晚饭 云皇后独自走在梁月巷子的街头 仔仔细细地又捋了一遍 再次觉得这恐怕只是个巧合 智蕊仅仅是因为和魏希长得比较像罢了 她将这事抛在了脑后 走到了梁月巷子的尽头 视线的余光 看了看那豆腐摊子 已经关上的门 却忽然一顿 夜风中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她眉间一蹴 台步继续向前走去 没有转头去看一眼 只是她的心 却在这一瞬间沉入了谷底 那对富商夫妇走了 这是一件小事 梁易县来来往往的行商多了去 他们的离开 当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徐小贤和张桓公 畅谈了半天之后也走了 和华神医一道走的 张桓公当然是因为皇上的召见 华神医说 又该去京都给皇上治病了 徐小贤愁出了树西 终究没有将他登山包里的 那些治疗头痛的药 给华神医 因为皇上离他很远 皇上的死活 和他没有一文钱的关系 万一身边的人 啥时候有个头疼脑热的 那些药就正好能够派上用场 这些日子 他依旧在忙碌着 一来是安置从石井镇 迁移过来的一万三千余农户 二来是带着杜师爷 将百花镇所有人的户籍 更改到了他的名下 他成了大臣为数不多的 拥有七万家奴的大地主 轮摇又烧了起来 石井镇变成了石井村 成为了百花镇下辖的 又一个村子 现在这个村子才刚刚开始建设 还是一片狼藉的景象 这没他徐小贤啥事了 他此刻正在李大爷的家里 李大爷家的院吧 围着许多的人 都是百花镇的妇人 他们此刻正惊奇地 看着中间的少爷 徐小贤从箩筐中取出了 已经切成了块 扮好了草木灰的那些土豆疙瘩 这个玩意儿 莫要看他很丑 却是个金贵玩意儿 徐小贤拿着一个土豆块 视线在人群中一扫 李金花 你过来 正在人群中探头探脑的李金花一正 少爷叫我 他连忙挤了进去 一脸的猛逼 这玩意儿叫土豆 土地的土 豆子的豆 从现在开始 本少爷正式任命李金花 来负责这土豆 从种植到施肥到收获 你若是种不好这玩意儿 本少爷拿你爹是问 李金花顿时瞪大了眼睛 心里极为忐忑 他咽了一口唾沫 少爷 奴家 奴家 怕侍候不了这玩意儿呢 别担心 少爷亲自教你们 你挑选十个人 现在这土豆种子不多 十个人就够了 李大爷 叫两人将这土豆 给本少爷抬去地里 咱们走 徐小贤很高兴 这才是他的命根子啊 去岁收获了六十斤土豆 他取了三斤种 在了自家的后院里 拿到这里来的是五十七斤 这五十七斤土豆种下去 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今年秋就能够收获一千余斤 明年就能达到两万多斤 后年 后年这玩意儿 就能变成银子了 一群富人在叽叽喳喳 金花 二婶 来帮你侍候这玩意儿 金花 大妈是种庄稼的好手 算我一个 金花 喂喂喂 我在这里 你三姑啊 少爷只要十个人 金花很惆怅 因为想要种这玩意儿的人 很多很多 里面有原来桃花村的 七大姑八大姨 还有别的村子的大婶 大娘小姐妹们 这不能厚此薄彼啊 大家静静 抽签 抽签 不然我李金花 可要得罪不少人 抽签最公平 就看运气 徐小贤笑了起来 这小妮子 脑子倒是活饭 看来王富贵说 将这活儿交给金花 负责是对的 又闹腾了半个时辰的时间 有人在欢呼雀跃 有人在哀声叹气 十个人选落实了下来 徐小贤带着他们 去了那荒地边 不是 少爷 这么金贵的土 土豆种这儿 站在这地边 李金花就觉得 少爷是不是有些 不当一回事了 他就是在这农村长大的 种田种地 可是一把好手 要想庄稼收成好 地很关键 既然少爷都说了 这玩意儿金贵 那自然就应该 种在最好的地里 可这里 是吉博地啊 徐小贤摆了摆手 不是所有庄稼 都要好地 得因地制宜 这土豆 种这里最合适不过 李金花小嘴微息 觉得少爷读书 能够考上戒园 种地 他怕是对地有什么误会 可他是少爷啊 既然他这么说了 那就种下去试试 可这地最后的收成 我肯定收好它们 但我对最终的收成可没底 到时候若是欠收了 你可别怪我 徐小贤笑了起来 你这是先给少爷我 打个预防针了 来来来 我教你们 怎么种这玩意儿 十一个女人围了过去 仔细地看着徐小贤种 下了第一颗土豆 很简单 你们要注意的是 她的种植方式 叫双龙高梗 都听好了 双龙之间的间距 是一尺八寸 小型巨一尺二寸 窝居六寸 这片地前些日子 已经施过了一次底肥 暂时就不需要施肥了 下一次施肥的时间 在她长到七寸高的时候 再用农家肥浇灌一次即可 徐小贤蹲在这龙羹里 一边说一边种 一边种一边教 反复地强调了几次 她种下去了十几颗土豆 懂了没有 李金花等人点了点头 少爷的这法子颇为新奇 但若是仔细去想 却也简单 就是需要做得更精细一些 不像种小麦那般的粗狂 好 你们试试 各种一梗 本少爷瞧瞧 十一个女人 学着徐小贤的模样 用锄头在龙坎上绝了个坑 将土豆埋了进去 然后用细土覆盖 因为要判断蜗具的缘由 也因为是第一次种这玩意儿 他们的动作并不快 但做得很到位 徐小贤放下了心来 行 就这样弄 金花 这会儿交给你了 等这玩意儿发了牙 少爷我再来看看 告诉你 后面怎么弄 好嘞 少爷放心 我们一定会把这土 土豆给伺候好了 徐小贤带着十月和四喜 离开了这里 来到了百花学堂 这时候 学堂里是张桓公 从竹林书院 请来的常老父子在授课 他站在外面听了听 讲的是盟学 没有办法 这里面都是村民们的孩子 从五岁到十五岁 都得从盟学开始 他走了进去 常伯正坐在轮椅上 眯着眼睛 晒着抬眼打盹 小少爷来了 没事 你躺着 我随便走走 徐小贤走了过去 伸手拉了拉滑下来的毯子 将常伯的腿盖好 那些人去了护卫队 可还习惯 新颠护卫队 转眼已经有半个月了 这些日子 徐小贤没空去关心这事 这时候 便随口问了一句 他们肯定习惯 倒是村子里的那些女人们 他们想要向少爷 求一些事做 倒不是为了工钱 只是这样闲着 他们内心有些不安 徐小贤点了点头 忽然想起 入春的时候 放在了 那一片座树上的残卵 这时候 应该已经孵化成了残吧 当初可是信誓旦旦的 向齐文俊和岳父大人 保证过 这北地能够养残的 这事儿 还真被他给忘记了 接下来的数日 他带着落霞村的那些妇人们 在座树林间穿行 他教会了他们 如何搭建残棚 如何将幼残 先用波及饲养 以及饲养过程中的 诸多需要主意的问题 残这玩意儿挺娇贵的 一个不好 就可能全部给死光光 座树最好的养殖方式 是在成片的座树林里放养 但现在并没有这样的条件 所以他采用了人工来饲养 他在榆山下 画出了一大片的灌木地 决定将这地方 用来种植座树 往后这里 就可以成为座树养殖的基地 转眼到了 大臣17年的4月17 徐小贤依旧早早地起了床 洗漱之后 在院子里蹲了一会马步 然后举了一会哑铃 这东西是他闲着无聊 叫王富贵在窑洞里给他烧制的 单个重量有20斤 30斤和50斤之分 现在他只能举着20斤的 这身子骨 经过了一年时间的锻炼调养 比起当初强健了许多 但在智蕊和纪月的眼里 却依旧显得有些单薄 所以徐甫吃鸡是家常便饭 早上当然没有鸡吃 但智蕊熬煮的豆浆 味道越来越正宗 点出来的豆花 也越来越有前世的那种感觉 他很喜欢 依旧有些遗憾 没有带来辣椒的种子 没法吃到浇上油泼辣子 再撒上几粒葱花的那豆花来 徐甫前院 纪月和纪星儿 现在过来吃饭已经是常态 因为他们觉得 智蕊的手艺 已经有了徐小贤八成的火候 几人围坐在了桌子前 今儿早上和往常并没有区别 有豆浆有豆花 也有鸡蛋和馒头 小姨明儿个要走了 纪月包着一个鸡蛋 说了这么一句 徐小贤愣了一下 才想起了那小姑娘 简春夏来 她去哪儿 回去 外婆捎来了一封信 叫她回去读书了 读书 徐小贤吃了一惊 脑子里浮现起了 简春夏和李妞妞 满山满林野的模样 觉得她恐怕 不是个读书的料 嗯 毕竟外公是书贤 娘 娘没读过多少书 就喜欢五刀弄枪 这是外公的一大遗憾 所以 外公将希望拳 寄托在了小姨的身上 希望简家的文运 能够传承下去 希望小姨成为一个 文武双全的人 继约将包好的鸡蛋 放入了徐小贤的碗里 奄然一笑 小姨当然不愿意 但外婆的信里 说得挺严肃的 她若是不回 就给她定下一门娃娃青来 这吓着小姨了 昨日晚上 她委屈地哭了 徐小贤难以想象 那天不怕地不怕的 简春夏委屈的模样 这样也好 毕竟她也还小 成天在外面 也不是个事 她怎么没过来吃早饭 徐小贤又问了一句 她一大早就去了百花镇 说是要将最后的几刀 交给李妞妞 说是要去向她的 这个朋友告别 好吧 江湖儿女 当然是一起为先 徐小贤吃着鸡蛋 喝着豆浆 没再去想捡春夏的事 待会我要去一趟百花镇 御下的央苗 已经长了两片叶子了 得去看看 你们去不 去啊 季星儿顿时雀跃了起来 我也要去采摘一些 作业养残宝宝 他们太能吃了 我说 你是女侠 女侠弄这东西 是不是有些 辱没了女侠的身份 哼 红衣少女脖子一扬 谁规定的女侠 就没有一颗 喜欢这小动物的心 我还偏要养 就想看看 他们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能够截出茧子来 其实这些幼残 是季月儿带回来的 不知道 为何触动了季星儿的少女心 她居然特别喜欢这玩意儿 活生生 从季月儿的手里 抢过了这活儿 这些天 居然对那些小作残 极为入迷 许郎 嗯 他们真能截成茧 然后再纺制成蚕丝吗 我仔细地翻过了 齐名药术 和四名月令 里面都只有桑蚕 而没有这座蚕 当然呢 这玩意儿长得很快 最多一个月 就能长成成蚕 结出茧子 不过 星儿 你若是想要养好它 就得每天去给它 采摘新鲜的作业 叶子上不能有水 得擦干了喂养它们 当它们生长七八天之后 体型长大 一个波及就不够用了 得分蚕 你还得随时注意 若是有死掉的残药 及时地清理出去 要保持残床干净卫生 还要注意温度湿度 季西儿一听头都大了 我就想看他们 吃作业的样子呀 哪里知道还这么麻烦呢 但知难而退 不是他的性格 本姑娘还偏要 将那些残疾养出来 季月儿很是好奇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徐小贤神秘一笑 你相公经常做梦 梦中有一个白胡子老爷爷 时常教我 于是就学到了 妾 季西儿瞇了徐小贤一眼 我也经常做梦 怎么就没遇见 白胡子老爷爷呢 因为你智商不够 季西儿信眼一瞪 徐小贤 别嚷嚷 叫姐夫 徐小贤和季月儿 乘着四喜架的老马破车 来到了百花镇外的央田边 这里笼共有2300亩的稻田 每一亩央田 播种稻谷3至5斤 按照80%的出苗率 来算的话 一亩央田的央苗 可栽种40亩稻田 所以需要的央田是58亩 去岁播种黄豆的时候 它留下了60亩的水田 没有动用来作为金春玉秧之用 黄四郎是徐小贤 从村民里选出来的 种水稻的好手 这些央苗 以及这2000多亩的田地 徐小贤交给了他打理 今年已经46岁的黄四郎 种了一辈子的地 没料到搬到了这百花镇来 居然被少爷给看中 他很激动 又觉得肩膀上的担子很重 这些天 他一直在央田边 从未曾这么上心地 观察着央苗的生长 这些央苗培育的法子 是少爷教给他的 少爷说 这叫润湿玉秧 在秧田开沟渠 分香播种 用泥浆踏骨 用薄膜覆盖 少爷说没有薄膜 就用造纸作坊里的 那百花玉纸 架在每一箱的秧苗上 用来保温催发秧苗的生长 这很浪费 但少爷却坚持 而今看来 少爷的法子确实不错 因为秧苗的长势极好 已经穿破了纸 开始长第三片叶子了 黄四郎带着一群农人 正在香田里 将那些枝给揭开 徐小贤这时候 正在脱着鞋袜 挽着裤管 继约一惊 你干啥 我下去瞧瞧 黄四郎等人转过了头来 愕然地看向了徐小贤 徐小贤光着脚 踩入了央田里 正向他们走来 给地主老财 种了大半辈子田的 这些农人们 这时候就惊呆了 那些地主老财们 或许懂得种田 但绝对没有任何一个 会下到田里来 因为这活低贱 徐少爷可是这 偌大的百花镇的镇长 他还是举人老爷谢元郎 他居然下了田 莫非是我们将这羊田 事后的不好 黄四郎等人 顿时心里就忐忑了 少爷 你快上去 小人这就过来 别 等等少爷我 田耿上的继心儿也惊呆了 这姐夫 他果然是不一样的 他居然真下了田 倒是有点意思 继约抿了名嘴 他是不太认同 徐小贤去干这活的 毕竟身份有别 这些人可都是 徐府的家奴啊 也就是徐府的仆人 徐小贤是掌握着 他们生死的主人 这本就是下人们 该干的活 他这个主人去掺和一脚 有点失了身份 这怨不得继约这么去想 因为这个世界的阶级地位 就是这么划分的 他不是什么室农工商 没有这个说法 农人在大臣的地位最低 室依然是最高的存在 文人排在第二 商人位居第三 工匠位居第四 而农人是第五的存在 徐小贤有举人的身份 他当然是文人 他可以见任何官员而不贵 甚至他所拥有的农田 都不用向大臣缴纳任何税赋 这便是举人的特权 何况这些人 还是他的家奴了 但继约转念又一想 这许郎 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觉悟 他和农人们相处甚欢 他甚至看那些农夫们 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感觉 他带着那些农夫们 在渠山抓残 教他们怎么去搭建残床 怎么处理作业等等 他总是那么事无巨细地 去说去教 从未曾有过半句怨言 所以他显得特别的不一样 所以他赢得了整个百花镇所有人的 发质内心的尊重 要将足足七万人变为家奴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村民们可以反对 可偏偏他带着渡师爷 在百花镇宣布了这一决定之后 所有的村民 没有一家一户 提出反对的意见 他们在略微思索之后便答应了 七万人过户到他的名下 仅仅只用了两天时间 这是因为衙门的人手不够 或许 这便是他平日里多次说起的平等吧 也或许正是因为他心怀这份平等 这些村民们才如此认同他相信他吧 继约的眼里闪烁着褶褶光芒 忽然释然 对自己刚才的那想法有些羞愧 觉得自己也应该像许郎一样 往后成了亲 可不能摆出了少奶奶的谱来 那样许郎定会不喜 他若是不喜了 梁一线可是有许多喜欢他的女子 比如鸡如花 许小贤可不知道 继约想了这么多 此刻他走到了黄四郎等人的面前 笑道 别这样看着我 这叫沾地气 对身体好 不是 少爷 您身子古金贵 这低贱的活是小人们干的 是不是小人们没有做好 黄四郎依旧忐忑 万一做得不合少爷的心意 少爷将自己一家子 逐出了百花镇 去哪里能谋到这么好的生计 你想多了 你们做得不错 徐小贤望望望落大的一片央田 然后弯下了腰 看着镜前这一厢田里的央苗 少爷我其实最会干的就是这活 四郎 黄四郎等人站在这箱沟里 齐刷刷地都弯下了腰 视线却看向了徐小贤那地方 润湿玉秧和你们以前 采用的水培玉秧有些区别 这前面的区别你们也都知道了 现在秧苗长到了一星两叶 徐小贤伸手拨弄了一下秧苗 又道 这时候就要尤其注意水分管理 你们记住要做到三看来浇水 一看这床面是否发白 和秧苗的根系生长情况 二看早晚这秧苗的夜间是否涂水 注意水珠的大小 三看五间时候 这夜星会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卷曲 若是苗床发白 根系发育良好 早晚这夜间不涂水 或者水珠很小 而五间有夜星卷曲的现象 则在沉石浇水 这叫以水调气 以气促根 但要记住一点 首日灌水要深水护苗 次日排水至半寸 然后带床面水层自然落干 再灌浅水 要做到浅水不接后水 这玩意儿真的是徐小贤的专业 单单央苗的培育方式 他就知道几种 但他选择的是这润湿御秧之法 因为这个法子比水培御秧先进 又比两段御秧 或者软盘御秧便利 他很是详细地给黄四郎他们上了一课 这一课 当然让黄四郎等农人惊呆了 他们忽然发现 自己种了大半辈子的田 在少爷的面前 居然就像白痴一样 徐小贤拔出了一颗秧苗 仔细地给他们讲解了根系的发育 告诉了他们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该追农家肥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该用草木灰 甚至徐小贤还说起了 等黄豆收割之后 那些农田该如何去翻耕 该怎样去上底肥 该怎样利用排罐系统 来控制稻田各个阶段需要的水分 总之 这是一场教科书般的教学 他在黄四郎等农人面前 树立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形象 也让黄四郎等人学到了 新的水稻栽培技术 这一讲就是个把石称 徐小贤直起了腰来 才发现腰有些酸 大致就是这样 按照少爷我的法子来 保证妖妙一栽的时候 根系良好 存活极高 到了秋收 你们再看看母产 少爷我觉得 达到250至300斤的母产 是极有可能的 黄四郎等人又吃了一斤 因为梁亦县的稻田 哪怕是最好的稻田 就算是在风调雨顺的年景 最高也不过220斤 要提高30至80斤的母产 这谈何容易 但不知道为何 他们却觉得 精髓还真有可能 因为有了少爷的教学和指点 有了那么细致的耕种和管理的法子 说不定真能破了 这水稻母产的记录 农人最欢喜的是什么 就是风收 那份劳作了一年之后 风收的喜悦是沉甸甸的 是天下的那些世子文人商人们 难以理解的 但徐小贤理解 并且他也极为期待 上了岸 他拧着鞋袜 在田边一屁股坐了下去 洗了洗脚 累了吧 还好 你说啥说了这么久 靖悦尔蹲在徐小贤的身边 摸出了一张手帕 递给了徐小贤 擦擦脚 别受了失 我没那么娇贵 他抬眼望望天上的太阳 历朝历代 最难最苦的就是农民 除何日当午 汗滴何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我教他们如何种田 如何种好田 秋收时候 能够多收那么三五斗 他们锅里的饭 水就可以少掺一些 就能够吃得饱一些 若是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 缸里有米 兜里有钱 锅里有饭 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这大致就是最美好的了 徐小贤在百花镇教 农人种田 梁亦成的软式纸叶铺子里 软今天很生气 咱们这手指 都降价到五文钱一卷了 他徐小贤那手指卖八文钱 老子的纸 比他足足便宜了三文 你告诉我 这些贱民 为啥还是要去买他徐小贤的纸 阮小二搭拉着脑袋 大气都不敢出 他能说什么呢 第二批手指 昨儿个已经送来 又是十万卷 上一次的十万卷 仅仅只卖出了一万卷 库存了足足九万 十九万卷纸 堆满了他的库房 根本就卖不动 原本还想着 将这些纸 投放到梁州城去消化了 没料到老爷来信说 梁州城这手指 也遇到了麻烦 因为徐小贤 将梁州城的手指 也降价为了八文钱 足足降低了十二文 连运费都不算进去了 这小子的手指成本 究竟是多少 没有人知道 原本梁州城软式手指 降价到六文钱 还是有些销量的 因为徐小贤的产能不足 他的手指 无法满足整个梁州百姓的需要 可就在十天前 梁义县送来了大量的手指 以至于阮行远 还以为阮氏的手指 在梁义县大获全胜 导致了徐小贤的手指 在梁义县没了销路 才全送到了梁州城来 结果在得到消息之后 他才知道不是这样 徐小贤居然只用了 短短的越余时间 就将这手指的作坊 又见了一处 产量扩大了一倍 他的手指 非但没有在梁义县受阻 他反而还发布了一个新的玩意 百花餐巾纸 梁州城也召开了一场 这餐巾纸的发布会 是杜卢门主持的 和阮今天在信里一核对 特末的剧本都是一模一样 梁州城的这场新品发布会 自然也引发了轰动 让那百花餐巾纸 如海啸一般地流行了起来 更可恶的是 徐小贤弄出来的那百花玉纸 这玩意儿定价为八文钱一张 将自己家里的桑皮纸 给打了得措手不及 一等品项的桑皮纸 是十文钱一张 这是最好卖的拳头产品 可自从徐小贤的百花玉纸上市之后 阮行远觉得自己想要吐血 他家在梁州城 可是开设了三个铺子 结果这些日子 自己家里的一等品项的桑皮纸 居然一张都未曾卖出去 而他家最主要的是做批发的生意 这些日子 那些下游的纸商 居然没有一家在他这里采购桑皮纸 他们居然全涌去了徐小贤的铺子 求着杜卢门将百花玉纸 给他们代理销售 这特么大 阮行远喝了一盅燕窝粥 顺手从那餐巾纸盒里 抽了一张出来擦了擦嘴 才愕然发现 这玩意儿真特么好用 餐巾纸和百花玉纸 都已经送去了宣州给了张氏 张氏能造出这两种纸来吗 阮行远脸色阴沉 忽然对张氏少了一些信心 梁一线阮氏铺子里 阮今天还在发飙 你特么哑巴了 本少爷问你话呢 你可是咱们阮氏的老掌柜了 现在咱们这铺子里 一天到晚都没几个客人进来 说说吧 该怎么办 阮小二深吸了一口气 抬起了头来 大少爷 看来咱们必须得将手指和桑皮纸 再降价了 还要降多少 手指降至三文钱 一等品项的桑皮纸降至五文钱 阮今天倒吸了一口凉气 手指竞价就是八文钱 降至三文 每一卷亏损五文 二十万卷亏损的导 也不多才一千两银子 一等品项的桑皮纸 竞价是七文钱 降至五文 一张亏损两文钱 也不多 他恶狠狠地盯着阮小二 心里如此一盘算 只要能够将徐小贤的造纸作坊给挤堆垮了 这点代价 阮氏还是能够承受得起的 就这么干 去这梁义县贴上告示 宣布咱们的新价格 徐小贤穿上了鞋袜 带着纪月和纪星 以及十月去了百花镇的雪平沟 这里正在建造第四间造纸作坊 造纸一厂主要生产百花手指 造纸二厂同时生产百花手指和百花餐巾 造纸三厂生产的是百花玉纸 这造纸四厂吗 徐小贤打算生产更高端的纸 比如宣纸和香纸 徐山有青檀树 这玩意的皮是制造宣纸的主要原材料之一 原本的宣纸生产工艺极为复杂 它需要经过十八道工艺处理 上百道的流程 历经三百来天的时间才能造出成品 所以这东西那么贵是有道理的 徐小贤要采用的是折中之法 这里没有沙田稻草 只能用本地的稻草来替换 其中单单稻草的疗塞 通常需要百来天的时间 然后将蒸煮过的稻草和青檀皮自然晾晒 用日光来漂白 故而整个过程耗时极长 徐小贤要用漂白剂来加速这一流程 故而这第四场多了一道更为特殊的漂白工艺 这样生产出来的宣纸 事实上品质更稳定 它能够保留宣纸那独有的特点之一 青似缠一白如雪 却无法达到宣纸的另一个特点 陡似细筹不闻生 所以它没打算将这玩意儿叫成宣纸 而是另外命名为雪浪纸 宣纸的售价是50文一张 而这雪浪纸的售价 徐小贤计划将它定为30文一张 至于香纸 就是在增加一道工序 在揉纸的过程中加入香料 这个暂时还不忙弄 先将雪浪纸弄出来再说 其余的纸也有采用草木灰漂白 但这宣纸的白度需要更纯粹一些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石灰水和草木灰融合 这样就能得到烧减 这就是烧减造纸法 少爷 忙得满头大汉的王富贵 跑到了徐小贤的身边 最多在十天 第四场就能建成投产了 王富贵很高兴 因为今那三个造纸作坊 按照少爷的吩咐 三班道都供不应求 虽然少爷将手指降价了两文钱 但少爷付给大家的薪酬 却一文钱都没少 少爷果然是全心全意 为白花镇的老百姓们服务的 成为少爷的家奴 这是整个白花镇的百姓的荣幸啊 徐小贤四处打量了一下 富贵 这雪平沟眼见着就没地儿了 但造纸作坊还得要开 你得在寻一处开阔点的地方 只要有水源偏远一些无所谓 另外 新来的那一万多村民 他们估计过几天就能搬过来了 先让他们干一些杂活 去去山伐木吧 伐那清檀木 给本少爷多弄一些 回来先堆在后面的料场 到时候这作坊建好了 通知少爷我一声 从老工匠里 挑选百来的年轻力壮的出来 这第四场 少爷我需要一些有技术基础 也有脑子的人 小人遵命 就在这时候 雪平沟里响起了一个急促的声音 少爷 少爷 丸子跑了进来 气喘吁吁 少爷 阮氏那指 又 又降价了 梁一城 百花纸叶铺子的门口 徐小贤瞧了瞧 隔壁的阮氏纸叶铺子 里面的人多了起来 这阮氏 果然是财大气粗啊 居然敢详得这么狠吧 三文钱的手指 五文钱的一等桑皮指 你这会亏多少 安和花看见了徐小贤 她走了出来 很是生气 这次怕是急红了眼 徐小贤笑了起来 我还担心她就此罢休了呢 急了才好啊 咱们怎么办 就在这时 阮晶天也走了出来 铺子里人又多了 那些只又能卖得动了 虽然亏了一些 但依旧是九牛一毛 无所谓 所以 出来的阮晶天 心情很好 她一下子就看见了徐小贤 心情就更好了 哟 许介元 行李 阮晶天一正 心情顿时就不美好了 这特么的 以后岂不是见他徐小贤一次 就要行李一次 可规矩还真就是这样 他能怎么办呢 他忽然觉得 自己该读书 罪不济 也应该买个秀才 对 回了梁州城 就想办法去买个秀才 他深吸了一口凉气 功身毅力 许介元看起来心情还不错 原本不太高兴 但是看见阮公子 这心情就高兴了起来 可真是本少爷的忘忧草啊 老子还成了你的忘忧草啊 老子要成为 你徐小贤的梦魇 要让你茶饭不思 寝食难安 要让你身无分文 像狗一样的流浪在街头 他阴侧侧一笑 然后探头探脑地 往徐小贤的铺子里一瞧 今儿个铺子里的生意不太好啊 不太好就对了 你瞧瞧我家 可又兴旺了起来 所以许介元啊 做生意他真的不是五文弄墨 他拼的是真金白银 不就是降价吗 本少爷降到三文钱 又如何 只要能够招揽来生意 亏就亏了 因为本少爷亏得起 可许介元啊 你能亏多久吗 莫如趁着现在将你的作坊 卖给本少爷 本少爷看着谢元郎的身份上 给你一个好价钱 你觉得如何 错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那个店了 等你倒闭的时候 阮晶天摇了摇头 一脸的怜悯 那时候你那作坊可就不值钱了 徐小贤也笑了起来 阮公子 若是我也将百花手指 降价到五文钱 就比你贵两文 你怎么办 阮晶天一正 如果百花手指 只比自己家的手指贵两文 岂不是这些人 又会去买百花手指了 你徐小贤 真敢将百花手指 卖五文钱吗 你能亏多久 本少爷可以闭着眼睛去亏 托你徐小贤一年半载 你那作坊 恐怕也就倒闭了 许介元有魄力 你敢将百花手指 降到五文钱 本少爷就敢将阮氏手指 降到一文钱 阮晶二心里一惊 一文钱 这得亏多少 一卷只亏七文 二十万卷 他咽了一口唾沫 这就是一千四百两的银子没了 虽然阮氏财大气粗 但这家业 也是用了数十年的时间 积攒起来的呀 在徐小贤的指问时之前 阮氏每个月的利润 也不过就三千两银子 这一家伙 就亏去了阮氏半个月的利润 他反过来一想 又觉得也没关系 因为只要能够将徐小贤干倒 那么这梁州的市场 终究是阮氏的 再赚回来这些银子 也极为容易 而今 阮小二可是将 徐小贤的家世背景 摸了个一清二楚 这小子赚来的银子 还在源源不断地 投入到百花镇 他的口袋里 恐怕没几个子了 那么 他心里也大吃了一惊 他当然明白 徐小贤的财力 徐小贤会如何去应对呢 纪月尔倒是淡定 他知道百花手指的成本 曾经徐小贤做出的最坏打算 是卖三文钱一卷 那样也有一文多的利润 何况现在是卖五文钱 徐小贤顿时乐了起来 荷花 张贴公告 百花手指回馈梁义县的 父老乡亲们 现在特价五文钱一卷售卖 先到先得 过时不后 阮金天瞪大了眼睛 你还真敢这样吗 有什么不敢的 那阮公子敢不敢将你那手指 降价到一文钱呢 阮金天咽了一口唾沫 对阮小二说道 咱们也张贴公告 阮氏手指做价一文 敞开售卖 两则公告 几乎同时在梁义成的各个地方 张贴了出去 梁义成的老百姓就惊呆了 这是要干啥 这只居然能卖得这么便宜 这是神仙打架 不过百姓们非但没有遭殃 还能得了实惠 那赶紧去买啊 买谁家的 阮氏才卖一文钱 比许少爷便宜了足足四文 这还用去问 在节约下来的银子面前 哪怕许少爷是爹也不好使啊 于是 梁义成的老百姓们又轰动了 纷纷涌入了阮氏纸业的铺子里 反倒是隔壁许小贤的铺子 变成了门可罗雀 阮惊天大笑 哈哈 许介元 本少爷这样卖一个月 卖半年 卖一年 你怎么办 许小贤摇了摇头一声叹息 阮大少爷 果然是财大气粗啊 说着这话 他带着继约姐妹俩和安和花 走入了铺子里 阮惊天自然以为 许小贤这是服输投降了 他露出了胜利者的骄傲 书生 百无疑用事书生 你诉诉 写一封信给我爹 告诉他 梁州市场同样如此 双管齐下 许小贤的作坊 最多坚持粤鱼定会倒闭 大少爷高招 小人这就去写 话说许小贤等人进了铺子里 安和花就有些慌了神 凡之 咱们 咱们要不要再降两文 降什么降 拿笔墨纸验来 安和花取来笔墨纸验 许小贤提起毛笔 问道 铺子里还有多少现银 四月的银钱都在 大致有360余两 够了 安和花一证 什么够了 纪月儿也不知道 许小贤是个什么意思 不禁也狐疑地看向了他 纪希儿对这些事不上心 他转头看向了门外 站着的兴高采烈的软惊天 很想去砍他一键 许小贤落笔在了纸上 两文钱一卷 大量收购软式手指 现银结算 童走无期 将这玩意儿贴在门外 这 这是要干啥 收指啊 快去快去 父老乡亲老少爷们们 好消息好消息 许小爷两文钱一卷 大量收购软式手指 转手就赚一倍的差价 这等好事 千年难遇 错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那个店了 许小贤那告示在门口那么一贴 顿时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惊叹 这消息 如同长了翅膀一样 传遍了整个梁一城 又是一场万人空巷的场面出现了 软式职业的铺子 被挤了个水泄不通 人们纷纷抢购拿一文钱一卷的手指 一买都是几十上百卷的拖出来 转身就以两文钱的价格 卖给了许小贤 软今天早已瞪大了眼睛 许小贤那告示贴出的那一刻 他就看见了 但他突然发现 这是个无法去解的局 许小贤将他的百花手指 做价五文钱 活生生将自己的手指 压在了一文 就算想要卖两文 恐怕都不容易卖得动 他将自己的手指 钉在了一文钱的售价上 然后用两文钱来收 这等好事 当然会引起梁一城老百姓的哄抢 因为这不是在囤货 导手就是一文钱的利润 他不知道 许小贤将这手指收去干啥 他只知道 库存的那十九万卷值 只怕很快就会卖光 许小贤只需要花费三百八十两银子 就可以将自己库存的纸收购一空 下一批手指何时送来 无论何时送来 自己也只能卖一文钱 他依旧可以收购一空 自己的手指一卷 白白亏损七文钱 而许小贤 哪怕将那些手指 拿去一把火给烧了 他也才亏损两文钱 这特么的 活托托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啊 不对 是杀敌二百 自损一千 这能怎么办呢 提高手指售价 那瞬间就卖不出去 就这样 任由许小贤收购 阮金天咽了一口唾沫 心里算了一笔账 如果张氏的手指 能够保证攻击 许小贤能收多少 两百万卷手指 他恐怕就会被撑死 阮金天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同样人山人海的 百花纸叶铺子 老子就撑死你呀的 他挤入了他的铺子里 提笔就给他爹写了一封信 梁易线市场即将拿下 许小贤的作坊即将倒闭 而需要四百万卷手指 请张氏从离梁州 最近的作坊 火速送来 阮小二 和你写的那封信一起 给本少爷快马送去梁州 本少爷要今儿晚上 就送到我爹的手里 阮小二咽了一口唾沫 仔细去想究竟哪里不妙 于是 这两封信他 派了家丁快马去了梁州城 徐小贤带着妓院 姐妹俩从后门溜了出去 他给安和花的只是只有一个 收 大量的收 有多少吃多少进来 若是银子不够 到徐府来取 安和花安排了几个小二 站在柜台前 坚决地执行了徐小贤的命令 虽然他也不知道 这破手指 收那么多来干啥 徐小贤估计是要将 阮氏的手指吃空 这些指并没有流入市场 老百姓依旧需要 那么阮氏没了这手指 他们就只能在自己这铺子里 买百花手指了 继院也是这么认为的 坐在了咸云水泄里 他看着徐小贤问了一句 张氏造纸的作坊遍布大臣 若是他源源不断地送来这手指 咱们能吃下去多少 别急 伯母再过三五天该回来了 沈大哥在宿州大获全胜 过几天也该回来了 等他们回来 将这些收过来的手指 再销往其他地方 本钱能够拿回来 还能收获不错的利润 这可是个一本万利的生意 继院愕然地张了张嘴 这才明白 徐小贤更深层次地打算 你这是 用张氏生产的手指去赚钱 是啊 咱们作坊的产能有限 就连这梁州 八线的市场都无法覆盖 这不正好 张氏和阮氏 为了对付我 将手指指头放在了梁州 和梁亿县这两个市场 其余七线手指市场一片空白 这手指卖去其余七线 作家六文 虽然赚得不会太多 但是路途近 打着百花纸业 和北京马帮的旗号去卖 这手指的市场 就是咱们的了 徐小贤蒸了两杯茶 递了一杯给季院 想了想 又递了一杯给季星 往后 阮氏 想要在那七个线再来围堵我 他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季院听明白了 简单地说 这就是借机生蛋 这机借了 还不带还的 这是活脱脱的羊毛 除非阮氏退出手指市场 或者是放弃整个梁州的市场 否则他永远都会受到 百花手指的打压 他的价格会被徐小贤生生地 钉在一文钱上 一文钱肯定是亏的 只是不知道阮氏亏多少 季院笑了起来 这么说 下一步要动手的是 针对阮氏的桑皮纸了 嗯 等这一战打过去 下一战就由咱们主动出手 我看那阮大少爷 又如何应对 季星儿听得犯迷惑 觉得徐小贤好厉害的样子 我说 你们少些算计 多些诚意好不好 这样活着内部 季院瞪了妹妹一眼 若是不算计 就会被别人算计 到时候 许郎的那些作坊倒闭了 你觉得 那会是怎样的场面 季星儿嘟了嘟嘴 在做生意这件事上 他不敢和姐姐顶嘴 因为他知道 没法骄傲起来 现在被阮氏这么一搅和 手指的价格 在难卖到十文钱 待会我写一封信给杜鲁门 梁州市场 咱们手指主动降价至五文钱 接下来餐巾纸和百花玉纸 是咱们利润的主要来源 等这个月的销售结果 统计出来瞧瞧 按照现在百花镇的人口规模 买回来了粮食 酿酒作坊就要开始大量生产了 其实酿酒的利润才是最大的 奈何无法解决粮食的问题 得再等两年 季月儿不太明白 再等两年那粮食问题 如何解决得了 他忽然俏皮地看了看徐小贤 那个 季如花又找过我了 说是 说是知道 你去粮食酿酒 若是你需要 就去基辅一趟 徐小贤顿时一惊 连忙摆手 算了 咱不急 慢慢来吧 三人在这里舒服地喝着茶说着话 阮氏铺子已经被挤爆了 这销量 若是正常的售价 该有多好啊 大少爷 还剩下五万卷了 卖还是不卖 卖还是不卖了呢 阮今天深吸了一口气 留着 明儿再卖 这两天 梁一成的老百姓 像过年一样高兴 可惜了 阮氏的手指太少 这阮氏 不是说是梁州最大的纸伤吗 怎么这手指 完全供应不上呢 许多的街坊 没事就在阮氏的铺子前打着转 希望能够 又遇见阮氏的手指售卖 因为徐少爷那铺子前的公告更新了 他说只要有 两文钱一卷 无限回购 前次知道 消息早的人赚了大钱 听说上香茶园的老板娘玉秀 带着她的婢女小雨 逛街逛到这里正好遇见 这女人厉害啊 她冲入了阮氏纸业的铺子里 直接就拍出了一张十两的银票 买了一万卷手指 她在阮氏点数 叫小雨不停地拖向了 隔壁的百花纸业铺子 短短一炷香的功夫 竟赚了十两银子 天底下 哪里还有这么好赚的钱 徐少爷好人啊 简直是个散财童子 那些知道消息晚了的 就没这运气了 人太多 没法大量购买 还有更多的人 最终都没能挤进阮氏铺子 只能往前心探 挨呼运气不佳 于是 现在阮氏铺子前面 颇为热闹 有许多的光钉小屁孩 在门外玩耍 也有许多的人 装模作样地走过去 又走回来 那眼角的余光 都会瞟一眼 阮氏纸叶的铺子 瞟得阮晶天 坐立难安 手指卖光了 原本还很有市场的桑皮纸 被该死的徐小贤 用八文钱一张的 百花玉纸一顶 就像一把匕首 顶在了阮晶天的腰眼上一般 他很难受 却无处发力 如果将这一等品项的桑皮纸 再降价 其余品项的桑皮纸 恐怕就要白送给人家了 大少爷 这样下去 好像有些不妙 阮小二低声地说了一句 有什么不妙的 得 给本少爷安心地等 现在 咱们要做的是从手指入手 就选择手指这一种产品 来击溃徐小贤 下一批到的是20万卷 现在张氏的作坊 正在全力生产 后面会源源不断地送来 等徐小贤垮了 咱们的好日子也就到了 阮小二嘴巴动了动 没敢说话 他想说 隔壁徐小贤的铺子里 那百花餐巾纸 和百花玉纸 卖得可好了 那些收入的银子 只怕就能够维持 收软式的手指 何况这两种 只在梁州城更是火爆 就连家主金也束手无策 因为张氏没有同品类的纸 来和徐小贤竞争 又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徐小贤舒服地睡了个午觉 起床之后 用冷水洗了一把脸 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他去了一趟后院 瞧了瞧那一棋地 土豆已经发了芽 长出了两片叶子 玉米有一尺左右高了 丸子这小子 将这地料理得不错 四喜这家伙 也勤快地紧 嗯 得给他们的月份加一点了 他在咸云水泄里 喝了一壶茶 眼角的余光 忽然瞥见了一抹鹅黄飘过 好久未曾带智蕊去逛街了 这小妮子节俭 给了他银子 让他去买胭脂水粉 他居然站了起来 说是人这一辈子呀 三穷三富不到老 万一某一天没了这一切 那些攒下来的银子 总还能够买来油盐柴米 度过一些日子 谁要是娶了智蕊 简直就是捡到饱了 这才是出的厅堂下的厨房 还懂得勤俭持家的好女子 当然 纪月儿也很好 除了下不得厨房 他下厨房会要人命 纪月儿是理财的一把好手 百花镇的产业开始多了起来 销售也在节节攀升 他愣是将梁州和梁一县的账目 分门别类又回了总 一分一离 在账目上体现得清清楚楚 这两天 他又另立了一本账册 说是专门用来记录 北京马帮的销售情况的 虽然北京马帮的大当家 是他娘亲 他说 这一仗也不能乱了 他是对的 因为只有如此 才能明白自己那些产业存在的问题 才能及时地调整生产的序列 而百花镇那边 纪月儿也提出了一个 极有建设意义的观点 百花镇越来越大 单单一个王富贵 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了 所以 百花镇应该按照产业来重新划分 务农的鲑鱼一组 造纸的鲑鱼一组 酿酒的 造文香和生产一堂的 都要单独地列出来 各个产业都要有负责的人 而护卫队至少需要200人常驻 最好是修建起围墙 将百花镇给圈起来 这样有人守门 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有人 将那些产业的机密泄露出去 都是很好的主意 徐小贤决定 下一步就施行 改革百花镇 放下茶盏 他离开了咸云水屑 来到了前院 智蕊坐在前院的那棵树下 拿着鞋底 少爷天天跑来跑去 好费鞋 今年这才4月中旬 都给他做了4双鞋了 他居然活生生穿坏了3双 不过给少爷做鞋子 是智蕊很喜欢的一件事 他觉得 这样才能体现出 自己留在少爷身边的意义 少爷很快就要和月儿小姐成亲了 不过没关系 月儿小姐不会做鞋 更不会做饭 这些日子 和月儿小姐相处也挺多的 她是个不错的少奶奶 待人和善 除了账目管的很是惊喜之外 其他都很不错 这是少爷的福气 少爷熬了17年 这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就在智蕊想着这些事的时候 徐小贤来到了他的身边 智蕊抬头来瞅了一眼 睡醒了 嗯 早醒了 咱们出去逛吧 智蕊愣了一下 手里的针落在了鞋底上 没有用顶针顶过去 去哪 去定方楼 给你买些胭脂水粉啥的 这不就快到夏天了吗 智蕊心想 胭脂水粉和夏天有什么关系 不过他的心里很是欢喜 少爷这么忙 他还记得这种事 不用了 去年你买的擦了之后 这脸也没变得白净多少 那雀斑还是那么明显 没啥作用 浪费钱 徐小贤蹲在了智蕊的身边 笑了起来 我倒是觉得光洁了不少 至于那雀斑你别在意 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 智蕊心里一喜 就像吃了那麦芽糖一般的甜蜜 他偏过了脑袋 看着旁边的少爷 真的 你怕是在哄我高兴 这还能有假 这叫个性 若是你哪一天走丢了 就凭着那几粒雀斑 我都能把你给找回来 智蕊羞涩地垂头 将那针顶了过去 我才不会走丢呢 真别去买了 万一将它们给擦没了你 不就找不着我了 徐小贤一正 还能这样理解的 他正要再劝说智蕊 陪他出去走一趟 那堵墙上的那扇门 忽然嘎吱一声开了 简秋香走了过来 丈母娘回来了 简秋香的身后跟着妓院 徐小贤站了起来 欢喜地迎了过去 丈母娘的脸上有些疲倦 但依旧挂着难以掩饰的喜意 徐小贤转头给智蕊说了一声 智蕊 待会叫四喜杀一只鸡来炖了 另外再弄几个菜 少爷我给伯母接风洗尘 好咧 智蕊放下了鞋底也站了起来 拍了拍那碎花不围裙 向简秋香和妓院 道了个礼 便去了厨房 徐小贤带着二人走入了主院 坐在了咸云水泻里 煮上了一壶茶 伯母 都还顺利吧 简秋香看着这女婿 看了半晌 看得徐小贤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心想这也没分别多久 怎么就像不认识了一样呢 你小子还真是厉害 徐小贤恶然抬头 丈母娘怎么知道我厉害 我自己都不知道呀 百花镇护卫队 以一千人杀了北魏一千五百瑞士 这个消息已经传到了北魏 北魏皇帝魏孝天大怒 于将瓦台亲自点将 委任北魏大将军夏匹夫为帅 原本是计划带着三万瑞士南下 将你这百花镇给剿灭的 徐小贤顿时瞪大了眼睛 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北魏不讲武德呀 他们跑到大臣的领土上来一图 杀那位龙叔 结果偷鸡不成十把米 现在北魏那皇帝老 居然要把杖算在我的头上 百花镇就一千护卫队 这怎么搞得过北魏的三万正规军 他咽了一口唾沫 然后呢 没有然后 就在夏匹夫即将出征的前一个晚上 这次远征的计划取消了 徐小贤这才松了一口气 心想 若是北魏真特么打了过来 我只能带着百花镇的那些人跑路呀 只是 为啥取消了 不知道 但我们在扶风城里 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 说 说是大臣有人故意 走漏了某个风声 到百花镇来的是 大臣的某个大人物 而这次来尼百花镇的这一队 北魏瑞士 属于魏国定南 后车任寒的军队 隶属于南部进军前都尉 徐小贤这就有些纳闷了 不就是从京都来的一个梁州刺利吗 这不过是个从物品的官 犯得着北魏堂堂一猴眼 派兵来杀他 简秋香端起茶盏来瞎了一口 看向了徐小贤 问道 究竟是个什么大人物 徐小贤双手一摊 将这事的来龙去脉 给简秋香详细地说了一遍 包括他给冀中谈的那番分析 简秋香醋眉仔细地听着 摇了摇头 恐怕不是这么简单 他同样认为 一个次例根本不值得定南后派了瑞士来刺杀 他也不认同徐小贤所说的 这位次例大人恐怕得罪过北魏这一说法 虽然大臣的官员 这些年确实偶尔会与北魏的官员往来 但事实上他所知道的情况是 大臣从未曾提起过墨北三州的归属问题 墨北三州是大臣皇帝亲手画给了北魏的 而这位定南后车任寒 他的领地正是在墨北三州的月亮州 所以大臣皇帝唐吾旺没脸 去向北魏要回墨北三州 而今的大臣也没那实力能够要得回来 唐吾旺现在所求的是 这北境之地能够相安无事 因为大臣南边的墨国正在蠢蠢欲动 意图拿回南疆的那一片领地 那这人究竟是谁 既然这姓蒙的都去了梁州好些天了 明儿个我就派人去梁州问问 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次例上任 徐小贤这些日子倒是忽略了这个问题 他点了点头 问起了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 北魏就这么算了 那位定南后会不会举兵前来报仇 这个问题简秋香想了一路 甚至马帮还在漠北三州停留了几天 但是他没有听到定南后有举兵的消息 这件事似乎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烟消云散了 说不准 我在月亮州的州府月亮城 留了人开设了一个铺子 一来可以卖卖咱们的商品 二来可以收购一些粮食 这三来嘛 若是定南后有任何动向 咱们也能提前知道消息 徐小贤这才又松了一口气 还是伯母考虑周祥 如此甚好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伯母从漠北三州过来 能够绕过上阳县咱们的边军吗 除非他们能够翻越大楼山 徐小贤沉饮片刻 大楼山 这又是个什么山 大楼山比渠山更高 山脉比渠山也更长 山顶常年积雪 传说飞鸟难渡过 那就是说翻不过来了 简秋香豁然一惊 想了片刻 从漠北过来 我们出上阳县 走的是楼山关出去 大臣边军就驻扎在楼山关内 除非他们故意放行 简秋香深吸了一口凉气 也或者 北魏找到了翻越大楼山的 另外的路 徐小贤端起了茶盏沉没了 如果北魏瑞士 真是从别的路过来的 这就防不胜防啊 加强百花镇的建设 迫在眉睫 如果北魏瑞士 是从楼山关直接过来的 简秋香前面 说是大臣 有人故意走漏了消息 那么这个人 也定然是权力通天的人 至少他能够指挥的 洞大臣边军 这个人想要借北魏的刀 来杀了姓龙的 他们在京都时候 恐怕是政敌 如果这位龙叔 并不是梁州次里 他一定是京都的一个大官 跑着梁义县 来莫名其妙地走一遭 徐小贤忽然一震 大臣刀奇 他想到了那天 望远回来时候 说见到了大臣刀奇 原本他没有将大臣刀奇 和龙叔联系在一起 原本他只是以为 神出鬼没的大臣刀奇 恐怕是得到了密令 藏在渠山里 想要伏击北魏瑞士的 大臣刀奇是他带来的 难道他也是大臣的某个侯爷 也或者是皇上的钦差 他将刀奇也藏在了渠山里 莫非他知道 会有这样的一场突袭 他原本是想用刀奇来 消灭了这股敌人 却没料到 被百花村护卫队 给提前撞上了 百花村护卫队成了牺牲品 他还有他带来的刀奇辟事 没有得离开了 徐小贤此刻动摇了龙叔 是梁州次里的这个推断 只是他依旧不知道 这个龙叔究竟是个身份 简秋香听了 徐小贤这番自言自语 自问自答的话 眼睛猛的一睁 堂无望 徐小贤一惊 大臣皇帝 就在这时候 智蕊飞一般地跑了进来 少爷 少爷 啥事 外面 外面来了一对黑甲骑士 还有 还有一个公公 说 说请少爷开中门接旨